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依妃,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282集 雪凡心拿着两本《木灵诀》回到黄班 本想着询问唐满该训练哪一本好 谁知他才刚回来 话还没说 唐满就只盯着他手中的灵诀看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久久之后才惊讶说道 你这本灵诀从何而来 这本吗 雪凡心当然知道 唐满问等是老者给的那本 所以直接道明灵诀的来路 是藏书阁门外一个喜欢喝酒的老前辈给我的 那老家伙抠得很 平时连一块金石都不会随便给人 更何况是这么好的灵诀 蓝星丫头啊 那老家伙是不是从你这里拿走了什么东西啊 那东西的价值绝对在这灵诀之上 我就给了他几壶酒而已啊 几壶酒 什么酒 就是我自己酿制的葡萄酒 确切地说应该是灵酒吧 只是几壶灵酒 他就愿意将无品吉木灵爵给你 唐满还是有些不太相信 因为不相信 所以总怀疑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雪凡心现在是一头雾水 疑惑问道 老师 这灵诀有什么问题吗 灵诀没有问题 人有问题 啊 就在雪凡心想要问个究竟时 一道声音突然传来 信堂的老家伙 你残忍有问题 你浑身上下全是问题 紧接着 那位在藏书阁门外喝酒的老者 突然出现在屋顶上 然后再从屋顶上跳下来 现实瞪了唐满一眼 然后看向雪凡心 立即换上一张笑脸 丫头呀 你别听这个老家伙胡说八道 老兔子我这个人呀 没有任何问题 有问题的是他 总喜欢疑神疑鬼的 唐满没有介意老者说的那些话 用很随便的语气问道 老酒鬼 你不在藏书阁外面的大树下喝酒 跑来我黄班做什么 哼 反正不是来找你的 我当然知道 你不是来找我的 说吧 你从我这位新弟子身上 骗走了什么东西 什么叫骗呀 我们是小怪好不好呀 不信 你们这丫头 唐满还真不相信 所以问一问雪凡心 咱心丫头 你说说看 这老酒鬼 是不是骗走了你 什么宝贝的东西 如果是的话 你跟老师说一声 老师帮你讨要回来 雪凡心算是看出来了 眼前这两个人是旧时 而且还是很熟的那种老朋友 熟到时常以斗嘴为乐 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人对他都没有任何的恶意 所以他理应以礼相待 遵之中之 老师 这位老前辈并没有骗走我的什么宝贝东西 是我自己愿意把酒给他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就是几壶零酒而已 什么 几壶零酒而已 丫头呀 你知不知道 这几壶零酒 可以让老头子我多活两年 你刚刚说一个月之后 还有这种酒 可不可以给老头子我留一些 老者像个讨要糖果的小孩子 可怜巴巴地看着雪凡心 装可怜不同情 雪凡心很是无语 不过 当他听到老者说 那些零酒可以让他多活两年时 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好 等另一瓶酒酿好之后 我会给你几坛 这次酿制的零酒 不仅有葡萄酒 还有其他零果酿制的零酒 而且还是用神灵水酿制的 比之前一批酿制的葡萄酒 要好上百倍 千倍 价值非常 老者得到满意的答案 整个人都乐起来 直接把雪凡心拉到旁边去 丫头 来来来来 老头子我来教你 练那个无品灵觉 啊 唐满看到雪凡心被那个老酒鬼给拉走了 好事不爽 直接把人给拉回来 他是我的弟子 要教也是我来教 有你什么事 你要是闲得无聊 就喝你的酒去 不要在这里碍事 老者也很是不爽地把雪凡心拉回来 理直气壮地反驳 你在武方学院当了几百年的黄班导师了 也没见你对哪个弟子上过心 我要教这个丫头 你却偏偏跟我抢 老家伙 你是故意跟我对着干是不是 什么跟你抢 老酒鬼 明明是你跟我抢好吧 这是我收的弟子 是我黄班的学生 你来黄班抢我的弟子 你还有理了你 哎 你黄班的学生 又不止这一个丫头 那边还有四个 等着你去教呢 他们五人是团体 一个都不能少 就算是团体 也得先提高个人的能力 然后再培训他们的默契度 这丫头的实力 我负责提高 你去负责那四个 然后再一起培训 他们的默契度 再说了 他修习的是木铃爵 你会木铃爵吗 你 唐满有点说不过老酒鬼 但他又不肯妥协退让 最后提议道 既然我们双方都不肯退让 那就按老规矩来办 老规矩就老规矩 谁怕谁啊 雪凡心被拉来拉去 无语至极 看到唐满和那个喝酒的老者 说要按照什么老规矩来办 再瞧瞧他们一个个 都战意满满的样子 还以为他们要决斗 所以想出言劝说几句 谁知他才刚要开口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让他目瞪口呆 唐满和老者相对站着 做出要开打的样子 还摆好了各种战斗姿势 结果却是 剪刀石头布 看到两个成年人 玩如此幼稚的游戏 雪凡心更是无语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喜欢这样的画风 喜欢这两个跳脱 又个性的前辈 我的石头 全了您的剪刀 老家伙 我赢了 以后这丫头 由我来教 丫头 来来来来 老头子 我现在就开始教你 修炼那本木铃诀 唐满现在还保持着 剪刀手的姿势 看着雪凡心 被老酒鬼拉到旁边去 心里郁闷至极 可是再郁闷又能怎么样 说了便是说了 这是他们之间 说好的规矩 不准耍赖 而且老酒鬼说的也对 凡心修炼的是木铃诀 他没有修习过木铃诀 由老酒鬼来教 比他合适 也罢 反正不管是谁教 凡心那丫头 都是他谎般的弟子 唐满也想开了 也看开了 不再跟老酒鬼抢人 而是去看其他弟子 毕竟那几个孩子 也是他亲自挑选的 不能太过厚此薄彼 以前黄班的学生 基本都不是他选的 甚至可以说 没有一个是他选的 全都是天班地班 选班不要的 才往黄班丢 即便他是黄班的导师 但对于不是自己选的学生 他从来都不会上心 从来都不在乎 所以黄班的学生 才会如此之差 而今年的黄班学生 都是他自己选的 对于这些学生 他自然会上心 也会用心培养 雪凡心本来有很多问题想问 有很多话想要说 可是那位喝酒的老者 却没有给他机会 一个劲地讲解 修炼木灵爵的要点 还亲自演示给他看 教得颇为详细 简直可以说是 全心全意 倾囊相受 老师讲得那么认真 作为学生 岂能不认真学呢 所以雪凡心 将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全都抛到脑后 认真跟喝酒的老者 休息木灵爵 不到半个时辰 他已经基本掌握 木灵爵的要点 按照老者所教 运转体内木灵之力 掉起周围的灵气 随后在手掌中 凝聚出一条 筷子大小的藤条 老前辈 这藤条是不是小了点 他刚刚看到 老前辈凝聚出的藤条 明明有三根手指那么大 可他的却很小 难道是因为 他的修为还不够 你这个贪心的丫头 才刚刚开始修炼 就想掌控大藤条吗 木灵爵 是以自身的木灵之力 凝聚出木灵 发动攻击 你的木灵之力越强 凝聚出的木树藤枝 才越强 再结合灵爵 加以强化 总结起来就是 木灵的强大 与两个要素息息息相关 一是木灵爵的品级 二是修炼着 木灵之力的强弱 你现在试着运转木灵爵 要动自身的木灵之力 凝聚木树藤枝 以自己最强的木灵之力 来凝聚 试试看有什么变化 好 雪凡心按照老者所说 重新再试一次 尽可能地调动 体内的木灵之力 结合木灵爵 再次凝聚出木树藤灵 而这一次 他竟然一次性凝聚出 三条如两指般大小的藤条 藤条可以根据他的灵力 无限延长 此时正绕着他的身体 肆意攀爬 老者看到这一幕 惊讶得傻眼了 我的天哪 你的木灵之力 还真不是一般的强啊 初级木灵爵 就已经能发挥出这样的威力 那到终级木灵爵 岂不是可以化藤为刃了 化藤为刃吗 雪凡心琢磨着这个词 然后意念一动 控制着周身的藤条 将它们转化为无比坚硬的直藤 然后操控着它们 将地面打穿 再把周围的一块石头击碎 居然已经可以化藤为刃了 丫头 你可真是让我打开眼界呀 来来来 我再教你进一步的将藤灵进化 让你更加懂得如何操控它们 老者越焦越起劲 突然有一种预感 这丫头 或许可以将无品级灵爵 修炼到极致 希望 她能够活着 看到那样的事情 雪凡心没有多想 认真跟老者修习灵爵 只是短短半天的时间 她已经基本掌控 木灵爵的要点 现在可以任意自如地 使用木灵爵 控制藤灵 化藤为刃 老者看到雪凡心半天的时间 就有这样的成绩 惊讶之中 又有着满满的欢喜和期待 丫头 你真是让我老头子 惊喜不已啊 老前辈 雪凡心正想跟老者 真诚地道谢 谁知话才说到一半 就被人给打断了 凡心 你给我滚出来 这时 一群气势汹汹的人 出现在黄班的院子里 那些人一来就搞破坏 把原本已经够破坏的院子 搞得更破 特级班一群学生 凶神恶煞的 闯到黄班的院子里 大肆破坏这里的东西 不仅破坏东西 那些人还满嘴的恶言 雪凡心 你这个心狠手辣 心如蛇蝎的毒女 居然敢下毒害人 赶紧把解药叫出来 否则 就怪我们不客气 难怪西宇公子说 她是个祸害 她果然就是个祸害 明兰他们几个 中了那么可怕的毒 所以说明 这个女人有多么的心狠手辣 心如蛇蝎 雪凡心任由这些 特级班的人骂 等他们骂够了 就冷力质问一句 你们说够了吗 特级班那些人 先是被雪凡心的 强大气势吓了一下 但随后又大胆嚣张起来 雪凡心 明兰他们几个 只是在藏书阁 说了你几句而已 你有必要对他们 下那么狠的毒骂 他们现在全身搔痒难耐 都已经把脸给抓破了 如果你不想把事情闹大 最好老老实实的 把解药交出来 否则 否则怎么样 否则 我们就去刑罚长老 那里告你 那你们就去告啊 你 雪凡心 如果刑罚长老 知道了这件事情 就算你是荒语之王的孙女 也照样会被处罚 所以 你最好想清楚了 雪凡心冷泻一笑 嘲讽道 哼 你们这些人还真是可笑 口口声声说我下毒 证据呢 你们不会像风夕玉一样 只因为我跟他有过节 无凭无据 就说我打了他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请自便 别说去刑罚长老那里告我 就算是去院长那里告我也行 这时 桑若欣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看似礼貌说话 实则咄咄咄逼人 雪凡心 我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到这种地步 可是明兰他们几个 是从藏书阁回来 就开始身体不对劲 而在这期间 他们只接触过你 所以 你的嫌疑最大 哼 嫌疑大 并不代表就是凶手 如果管理中州的人 都喜欢以嫌疑定罪 那得有多少冤假错案呢 你 桑若欣就是看不惯 雪凡心那副嚣张的样子 可又想不出 什么好的理由来反驳 雪凡心没有给桑若欣 说话的机会 继续炮轰他 下毒的事情 目前还无凭无据 我们暂且不说了 先来说说 你们特级班 到我们黄班搞破坏的事 不知道五方学院 对破坏公务 有没有明文规定的处罚 要是没有的话 那你们就万事大吉 如果有 那么你们可就要倒霉了 听了雪凡心的话 特级班那些学生 开始有些紧张了 此时才发现 自己犯了多么低级的错误 刚才 他们只是一身脑热 后来又有人煽风点火 说下毒的是雪凡心 嚷嚷着 要来黄班找雪凡心算账 所以才跟着一起来 可如今仔细回想 事情似乎是 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先不说下毒的事情 作为新生 私自聚众闹事 那可是大过 桑若新建行事急转而下 心里弃脑不已 赶紧想办法补救 我们并非是来黄班闹事 只是想来找你要个说法 哼 说法 什么说法 你们有证据证明我下毒了吗 没有证据就跑来找我要说法 那我找谁要说法去 找刑罚长老 还是找院长大人 不管桑若新怎么说 雪凡心都能轻松应付 只是几句话 就把桑若新赌得无言以对 就在桑若新无计可施的时候 却听到火烈云大声喊道 都让开 刑罚长老来了 听到刑罚长老来了 特级般的人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 个个都紧张不已 就连桑若新也不例外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283集 火烈云 金正明和石波等人 在前面开路 将武方学院的刑罚长老 带到了现场 刑罚长老一来 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紧绷起来 特级班那些人 全都吓得全身缩紧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一个个都在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心里祈祷着 不要因为今天这事儿而受到惩罚 据说 武方学院的刑罚长老 是个公正言明的人 凡事都按照规矩来办 从未有过寻思偏袒的事情发生 也不见他对谁有过特别的宽带 是学院里出了名的严厉之人 你们特级班的学生可真是好样子 才刚刚入院不到两天 就敢聚众闹事 是不是以为有封锡玉做导师 就可以为所欲为 还是以为你们全都是天之骄子 学院不敢把你们如何 新发长老 不是这样的 我们并非聚众闹事 来黄班 只是想找雪凡心拿解药 我们特级班有几个弟子 和雪凡心在藏书阁 发生了一些口角 当他们从藏书阁出来之后 浑身就痒得不行 所以我们怀疑 是雪凡心下的毒 这才来找他讨个说法 桑若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简单说明 不过 却是避重就轻 只说雪凡心如何如何 却不说他们如何如何 这时 一直都未曾开口说话的 那位喝酒劳者 突然说道 哎呀 现在的小辈 心性和品性 真是不行啊 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一流 骂人的本事 更是一流 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的本事 也是一流 你们这些没教养的小辈 一群人气势汹汹地跑到这里 破坏了那么多的公务部说 还不断口出乌言辱骂他人 真是太没教养了 这样的人还能入特级班 哎呀 看来那个所谓的特级班 也不咋地嘛 特级班的人 此时才将注意力 转移到那个穿得 有些邋遢的老者身上 纷纷低声嘶语起来 哎 这不是藏书阁外面 喝酒的那个老家伙吗 对 就是他 我听说他是负责打扫 藏书阁外面院子的人 一个扫地的老家伙 跑到黄班来做什么 就在特级班的人 议论老者的时候 却见刑罚长老略为客气地说 你今天怎么有心情 跑到黄班来溜倒 老头子我喜欢 不行吗 我跟你说 这丫头以后有我罩着 谁敢欺负我家丫头 我就让谁好看 你罩着这丫头 刑罚长老有些吃惊问道 还用狐疑的目光 打亮了雪凡心几眼 似乎想从她身上 找到什么答案 喝酒老者将雪凡心拉过来 挽着她的手臂说道 我不照我家的丫头 照谁 今天的事你就公事公办吧 喝酒班这些没教养的小辈 跑来黄班闹事 还破坏公务 按照五方学院的规定 他们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作为刑罚长老 想必你比谁都清楚 还有 他们说丫头下毒了 可是又无凭无据 单凭一个怀疑 就跑来兴师问罪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这 我不管你怎么办 反正都得给我办好了 我也不要你循私偏袒 你只需要按照规矩办事就行了 这对你来说 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 行 这件事 我一定按照规矩办 犯错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至于下毒之事 若无真凭实据 证明是雪凡星下的毒 那么就不能以下毒之名给他定罪 刑罚长老此话一出 特级班的人全都傻眼了 什么情况 一个扫地打砸的老家伙而已 刑罚长老为什么那么给他面子 他到底是谁 不仅其他人在疑惑这个 就连雪凡星也不例外 看来这个老前辈来历不简单呢 桑若新现在也看出了 那个喝酒的邋遢老者 不是简单人物 就连五方学院的刑罚长老 都给他面子 此时心里无比的郁闷和气恼 他和其他人一样 以为藏书阁门外 那个喝酒的邋遢老者 只是个扫地打砸的下等人而已 所以方才见到此人时 他才没有放在眼里 却不想 对方的来头竟然如此之大 连五方学院的刑罚长老 对他说话都客客气气的 这个雪凡星还真是有点能耐 只是短短两天时间 就在五方学院里 找到那么好的靠山 真是够气人的 长老 我们初来五方学院 对这里的规矩不是很熟悉 所以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还请长老能够网开一面 原谅我们这一次 我保证 我们下次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一定会遵守学院的规矩 桑若欣像个好学生一般 柔声细语的跟刑罚长老说话 希望能以此博得刑罚长老的好感 五方学院的导师和那些长老 一向都喜欢乖巧懂事的好学生 刑罚长老也不例外 刑罚长老看到这样优秀的桑若欣 也是挺喜欢的 心里正在权衡再三 打算给这些特技般的新生 处罚轻一点 可就在这时 一个刑罚堂的弟子匆忙跑来 喘着气说道 长老 大事不好了 特技班的新生在食堂里闹事 结果被食堂里的人打出来了 而那位林菜师更是对外宣称 从此以后 临时新生食堂不招待特技班的学生 什么 又是特技班的新生 刑罚长老刚刚还想着 给特技班这些新生降惩罚 如今又得知特技班的新生闹事 让他对特技班的印象又变得不好 看着那一群群自称是学院顶尖的新生 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厌恶 于是气愤说道 罚你们几个绕着这座山跑十圈 跑步完不准停 否则惩罚加倍 桑若欣还以为 能够凭借自己好学生的形象 免受责罚 眼看着刑罚长老就要心软了 偏偏这个时候出意外 把他气得够呛 特技班到底是哪个蠢货 去新生食堂闹事的 他难道不知道 那个临时的新生食堂 是九游圣地的人办的吗 都愣着干什么 全部给我跑去 瞧瞧你们这些特技班的新生 一个个就爱闹事 笑什么话 封锡玉也是一样 越来越不像话 刑罚长老气愤说了几句 便甩袖走人 着急去处理食堂那边的事情 那个临时新生食堂的 林菜师 可是从九游圣地来的 据说 还是专门为幽王 做菜的林菜师 真要得罪这人 极有可能得罪九游圣地 得罪九游圣地 后果将不堪设想 特技班那些新生 真是太混账了 不仅跑来谎班闹事 还跑去新生食堂闹事 要是不好好罚一罚这些 没规没矩的新生 他刑罚堂 岂不是成了摆设了 众人瞧着刑罚长老 气势汹汹地离去 心里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桑若欣越想越气愤 但他并没有直接给雪凡欣火拼 而是瞪了他一眼 然后带着自己的人离开 既然那个雪凡欣非要跟他作对 那他就不会客气了 雪凡欣才懒得理会桑若欣 当桑若欣瞪他的时候 他回一个挑衅眼过去 眼中显然写着 有本事尽管放马过来 孤乃地歇着 桑若欣那一群特技班的人走后 石波等人才吐气说话 哎呀哎呀 刚刚真是吓死人了 真怕新发长老 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呀 刑罚长老虽然严厉 但处事却是极为公正的 这次的事又不是凡欣的错 刑罚长老当然不会对他怎么样 你们瞎猜什么呢 既然老师让我们去把刑罚长老找来 那肯定是不会害凡欣的 原来是老师让你们 去把刑罚长老找来的呀 雪凡欣从伙伴们的交流中才知道 原来刑罚长老来得这么及时 全都是老师的功劳 他刚刚还觉得纳闷 像新生这样的小打小闹 怎么可能那么快就直接惊动刑罚长老 能够请动刑罚长老 又跟那位喝酒的老者关系匪浅 看来他那位黄班导师的来头也不简单 烦心事情是这样的 刚刚我们看到特级班那些人气势汹汹的跑来黄班 正想回来帮忙 但老师却说去请刑罚长老过来 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麻烦 让我们以后有个安静的环境修炼 如果只是小打小闹的话 没准特级班天班那些人 隔三差五就会跑来黄班闹事 这样的话我们哪里能安静修炼 刑罚长老是老实请来的 不过老实说有点事情要去办 让我们来接刑罚长老 水莫宁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说来 可他一想起桑若欣离开时 那种可怕的眼神就害怕 烦心 我觉得桑若欣肯定还会来找你麻烦的 所以你要小心点 找我麻烦的人 通常都不会有好下场 所以啊 你们尽管放心吧 午餐的时间快要到了 大家饿不饿 要是饿的话 我们先去食堂用餐 走了老前辈 雪凡欣正想跟那个喝酒的老者说几句 谁知人早就不见了踪影 人呢 就在雪凡欣疑惑不解的时候 耳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丫头 老头子我去办点事 你自个玩吧 听到这句话 雪凡欣无奈笑笑 对于这种传音之术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无所谓的怂怂间 然后跟自己的伙伴们去食堂吃饭 顺便看看热闹 不知道特级班的新生 怎么着就惹上那个临时新生食堂的人了 当雪凡欣等人去往食堂的时候 武方学院某一处高山顶上 几个老家伙正围在一起喝茶聊天 其中两个就是唐满和那位喝酒的老者 还有一位先锋盗谷的中年男子 正在温润优雅地沏茶给大家喝 时不时问了一句 老酒鬼 你不守在藏树格外的大树下 怎么突然跑到黄班去了 难不成已经不再相信那人当年留下的预言 说不定我要等的人已经等到了 所以不需要再守着藏树格外的大树了 喝酒老者拿出一壶酒 将瓶盖打开 放出一点酒气让大家闻闻 只是闻到一点酒气所有人都惊住了 当喝酒老者拿出那壶酒时 唐满和那位先锋盗谷的男子 全都震惊地无法保持镇定 先是愣了愣 然后立马凑过来 更为仔细地闻那壶酒 这是生命之力的味道 好精纯的生命之力 哪怕只是一点点也非同凡响 老酒鬼 你这酒是从何而来 这该不会就是烦心那丫头给你的酒吧 唐满忽然想起了之前的事情 之前他还有点不相信 不相信这个老酒鬼居然因为几壶酒 就把那本无品吉林学拿出来 如今看来他是真的相信了 别说是这个老酒鬼 哪怕是他 如果见到这样的酒 也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 老酒鬼把手里的酒盖住收好 一副生怕被人抢走的样子 这是我一个人的酒 你们谁都别想抢 一口都不准 一点也不行 唐满和那先锋盗骨的男子 正打算开口说尝一尝 结果话还没说呢 就被老酒鬼给堵上了 他们很了解老酒鬼那个抠门的性子 这么好的酒 别说喝一口 就连一滴也别想从他那儿得到 没办法 他们就算再想喝也得忍着 毕竟那酒等于是老酒鬼的寿命 重要得很 老酒鬼把酒藏好后 还是担心唐满那两个人会抢他的酒喝 所以干脆转移话题 我觉得老神贵让我们在五方学院等的人 就是那丫头 把酒不离时了 唐满想了想点头赞同道 嗯 雪翻新的确与众不同 先不说其他 单单是他的天赋就足够惊人 全系实成精纯度的天赋 这样的天赋 哪怕是在神域也是极其罕见 目前为止我只知道一个人有这般天赋 那就是九幽圣地的九幽王 单凭天赋不能确定他就是我们要等的人 所以此事不宜太早下结论 先锋道骨的男子带着怀疑说道 没有真凭实据 他不想把话说死 更不想说得那么绝对 万一弄错了呢 老酒鬼美好气道 哎 金谷你还对那个什么龙心凤心抱有希望啊 别天真了 他们俩现在都快五十岁了 本命守护神兽还未觉醒 我看他们的样子 恐怕连本命守护神兽都不知道 老神棍曾经明确说过 真正的龙心凤心 本命守护神兽 必定会在十八岁之前觉醒 唐满再次赞同老酒鬼的话 不错 五周十岁所传的那对龙心凤心是假的 他们不会是我们要等的人 所以不必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金谷依然不想下定论 还在犹豫和怀疑中 也许是本命守护神兽 觉醒的时间晚了点呢 得得得 我知道你对那个龙心凤心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我劝你啊 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反正老头子我不再认为 那个什么龙心凤心 是我们要等的人 不过现在也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 老神棍说了 只要我们在五方学院耐心等待 就一定能等到奇龙异凤的出现 现在我也不管什么奇龙异凤 只希望能活得久一点 所以这段时间我会跟着雪凡心男丫头混 你们呀爱咋地咋地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一飞,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眼波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老酒鬼把话说得那么明白 辛苦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心里总有一道坎挡着 让他无法完全放弃这些年来的坚持 他一直以为龙心凤心会是他们要等待的人 所以这些年来 他在这两人身上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还不惜用尽全力培养 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他 龙心凤心不是他们要等的人 那岂不是说 他们这些年的付出都是白费了 这样的结果 他一时之间怎么能接受得了 唐满知道轻骨的纠结 所以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让他自己慢慢接受现实 老神棍当年预言 五方学院会出现奇龙异凤 翱翔五周时遇 成为这一方的霸主 我们唯有追随此二人方能有活路 所以 这奇龙异凤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当年我们选择留在五方学院 不就是为了等奇龙异凤吗 不管奇龂异凤是谁 当他们出现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做出最为正确的选择 否则等待我们的唯有毁灭 奇龂异凤不就是龙心凤心吗 轻骨还是有着自己的坚持 确切地说 是不肯轻易放弃自己所选择的人 也许奇龙异凤就是龙心凤心 但你确定 如今在五方学院的龙心凤心是真的吗 轻骨 不要因为自己的固执 而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我知道你对龙心凤心 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不过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他们直到现在 也没能觉醒本命守护神兽 这龙心凤心的身份 八成是假的 老神棍当年说得清清楚楚 五周十遇将会出现龙心凤心 而真正的龙心凤心 在十八岁之前 本命守护神兽一定会觉醒 如今五方学院那对龙心凤心 已经将近五十岁 除了修为高点 实力强点 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更没有什么本命神兽 所以他现在已经可以肯定 学院里那对龙心凤心 不是他们要等的人 轻骨沉默不语 心中满是纠结 想着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 两个优秀弟子 他将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结果却发现弄错了 所有的心血复之东流 他真的很难受 可是再难受又能如何呢 除非那两个孩子 真的是他们要等的人 不过现在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他不该那么早 就放弃那两个孩子 即便那两个孩子 不是龙心凤心 不是他要等的人 他也不想放弃 这么多年的相处 没有感情是假的 好了 你也别再纠结了 我们再观察雪凡心一段时间 等过了新生秘境试炼 我们再去试探试探他 看看他到底是不是 我们要等的人 不过 这丫头很不简单呀 你们发现了没有 在武方学院 但凡是得罪他的人 都会莫名的倒霉 听唐满翼说 老酒鬼和青骨都有同感 先是封锡玉 然后是晚宴 接着是特级班那些新生 单凭雪凡心一个人 绝对做不到这种地步 所以他背后肯定有人 而且很强 能够在武方学院 肆意妄为的 定是学院里的高层人物 可会是谁呢 雪凡心并不知道 什么当年预言的事情 此时 已经从食堂吃饱饭回来 路上跟自己的伙伴们 有说有笑 培养默契 原本他们赶着去食堂 是想看特级班那些人 闹了什么样的事 谁这去晚了 刑罚长老 就已经处罚特级班的人 而且那个临时新生食堂 更是对外宣布 从此以后 不招待特级班的任何新生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之前的新生食堂 说不招待黄班的新生时 特级班的人 是笑得最大声的 如今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他们身上 看他们 是否还能笑得出来 如果风心玉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 会不会气得半死 烦心 今天我们黄班 简直是摇眉吐气啊 瞧瞧特级班那些人 一个个脸绿的 难堪至极啊 火烈云一路上笑个不停 石波等人也附和 那是他们自己找死 活该 拐得了谁呢 一群人蠢得跟猪似的 他们也不想想 那个临时新生食堂里面 是什么人 那可是九游圣地的人 居然蠢到去食堂闹事 就算是死了 也活该 特级班那些人 大多都是有钱有势 有身份还有天赋的天之骄子 从小就被人捧在手心里 天不怕地不怕的 就算九游圣地为民远拨 他们也不会真的惧怕 因为没见过 所以不会怕 火烈云是出自大家族 对特级班那些人太了解了 那些人被保护得太好 从小到大 就只有他们欺负别人的份 没有别人欺负他们的事情 而且 九游圣地离他们太过遥远 不管威名再大 他们也不会真的惧怕 只有让他们见识到 九游圣地真的厉害 他们才会害怕 好了好了 不管特级班那些人怎么样 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只要他们不再来找我们的麻烦就好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努力修炼 提升修为 增强实力 为一个月后的秘境试炼做准备 雪凡心把话题岔开 不想再聊特级班那些人的破事 凡心 你难道想通过秘境试炼吗 水墨宁沉重问道 心里有些紧张和纠结 为什么不想 通过秘境试炼 真的太难了 即便是特级班 天班那些人 最后也只有几个人能通过而已 历来的亲生秘境试炼 成绩都是如此的 而且我们的人数太少 想要通过秘境试炼 是不可能的事 哎呀 我的莫宁姐姐 你别那么早就气馁嘛 相信我 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 一定可以通过秘境试炼的 就算通不过也无所谓啊 只要我们尽力做就好 对不对 还没有努力就放弃 那么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都不会成功的 不仅是水莫宁 其他人对通过新生试炼 也没有什么信心 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可如今听了雪凡心的话 他们觉得自己心态很不好 太过消极 凡心 我知道了 这段时间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的 水莫宁给自己打打气 增强一点信心 火烈云臭屁道 不就是一个新生秘境试炼吗 看老子怎么闯了他 其实凡心说得很对 我们还没有努力就放弃 确实不应该 将来少言寡语的金正明 突然开口说话 石波随后 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 说道 走走走 咱们现在就回去 好好努力修炼 争取一个月之后 能够变得更强 参加新生秘境试炼 雪凡心看着 斗智大长的伙伴们 心里满意地笑笑 虽然他很喜欢这些伙伴 想跟他们一起共进退 可如果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 连努力都不愿意 那他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现在看来 伙伴们还是挺优秀的 回到黄班之后 大家独自去修炼了 按照唐满今天的指导进行修炼 雪凡心则是回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进入逆临天伦的空间里 一进来就发现 叶酒商侧躺在床上闭目养神 于是轻步走过去 才刚靠近 就被我拉到了怀里 叶酒商将走过来的人 拉进自己的怀抱 抱着他说话 我家的心儿总算是回来了 阿酒 你在等我吗 当然 差不多一天没见到我家心儿 甚为思念呢 今天是不是玩得挺开心的 哼 我看是你玩得开心吧 特级班的人在食堂闹事 是不是你在背后搞得鬼 还有风细雨的房子突然坍塌 又是你的杰作 对不对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啊 但凡跟他有点点过节的人 都会倒霉 风细雨就不用说了 反正他知道 阿酒肯定是在背后阴着他 至于特级班那些人 今天老是犯蠢 难道这些所谓的天之骄子中 就没有一个人的智商稍微好点 所以他可以肯定 今天的事情 多半又是阿酒的手笔 不过 有阿酒收拾这些人也好 省得他浪费时间 叶酒商将雪凡心抱得更紧一些 在他耳边揉声说道 你来五方学院 只需要好好修炼就行 至于那些阿猫阿狗 我会把你清理掉 如果你想亲自教训他们的话 等到新生秘境试炼再说 到时候 你可以教训个够 现在先好好修炼 提升实力 为秘境试炼做准备 他将心儿送来五方学院 是想让他尽快变强 然后与他结为夫妻 可不是让他来跟那些 无关紧要之人斗信尔的 任何阻碍兴儿变强的人 他都会干脆利落地清理掉 却不让他们妨碍兴儿 雪凡心知道 叶酒商的用心良苦 所以心里满是对他的感激 阿狗 谢谢你 傻瓜 又跟我客气了 以后想谢我的话 直接用行动表示 比如说 亲个嘴什么呢 这又何呢 雪凡心也不矜持 直接往叶酒商的唇上亲一口 送上自己的香吻 不过 他只是亲一下就想结束 但叶酒商却不让 一只手掌按住他的脑袋 继续享受他那双诱人的甜唇 直到许酒 才依依不舍地放开 记住了 以后要谢的话 就用这种方式谢 雪凡心害羞地嘟嘟嘴 不想再说这种羞人的事情 赶紧转移话题 阿狗 我今天用几坛葡萄酒 换了一本五品级木灵爵 你说 那个五品级木灵爵 是什么来头啊 还有 我觉得 唐玛还有今天那个喝酒的老头 来头不小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不管他们是谁 只要他们 无害你之心就行 否则我会让他们 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听着叶酒商 那带着满满狠劲的口吻 雪凡心都觉得有些发毛 嗯 怎么了 你的意思是说 唐老师和那个喝酒的老前辈 可能会有害我之心 不会吧 我觉得他们对我挺好的 尤其是那个喝酒的老前辈 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爷爷一样 他们只不过是 有求于你罢了 有求于我 求我什么 不要管那些 乱七八糟的人和事 你现在应该做的事 专心修炼 其他的 以后再说 那本无品吉木灵爵 还算不错 你可以放心练着 回头 我给你找其他灵爵 你有时间的话再修炼 没时间 就专心先练好木灵爵 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哎 对了 黄羽那边这几天 没有什么情况吧 爷爷他们都好吗 虽然才刚刚离开几天 但他都开始思念亲人了 全都在闭关修炼 情况好的不能再好 所以你放一百个心吧 好了 你自己慢慢玩 我得先去忙了 夜九伤又往雪凡心的唇上 狠狠亲了一下 然后得意的邪魅笑了笑 这才离开 雪凡心用手触碰着被亲吻的唇 也笑了笑 没过一会儿 他就从儿女情场中回过神来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修炼之上 除了要修炼木灵觉之外 雪游剑法 天灵蝶舞 还有逆灵觉 清心咒 他都要熟练一遍 他不能学了新的本事 就忘了别的本事 尤其是逆灵觉 这是他最开始就修炼的法觉 雪凡心没有离开空间 而是直接在空间里修炼 将所有的本事都练习一遍之后 突发奇想 想知道 附加上逆灵觉的木灵觉 有多大威力 想知道的话 试一试 不就知道了 雪凡心是个行动派 说干就干 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修炼当中 因为是在空间里 所以他不用担心 有任何人来打扰 逆灵觉 其实就是将所有的招式 都加以强化 而且不是一般的强化 就如同 他的七角宝珠一样 不过 逆灵觉目前 只是可以提升攻击力 被附加逆灵觉的木灵觉 凝聚出的藤条 居然有拳头大小 而且一次性 可以凝聚出 九根藤条之多 每一根藤条 都无比的坚韧 哪怕是 萧铁如泥的神兵利器 也难以砍断 不仅如此 藤条上 还带着毒刺 只要他愿意 那些毒刺 随时都会出现 并刺入敌人的体内 虽然藤条上的毒 不足以致命 但却可以弱化敌人 现在递进修为的强者 与他战斗的话 绝不是他的对手 谁说木灵觉垃圾来着 薛凡心看着自己 用灵力凝聚出来的藤条 越看越喜欢 还以意念控制他们 将他们做成一个鞦韆 直接做上荡鞦韆 可就在这时 他发现 藤条的颜色变了 变成了蓝色 诶 怎么变颜色了 变成蓝色的藤条 更加的坚韧 威力也更强 雪凡心虽然有些猜测 但毕竟是自己的猜测 所以他不打算自己胡猜 将藤条收起来 出了空间做别的事情 打算等那位喝酒的老者 来了之后 再问问藤条变色的事情 此时此刻 黄斑的其他人 也在努力修炼 哪怕是平时懒散的石锅 也卖力起来 水莫宁正在努力 修炼自己的水灵学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所凝聚出来的水 很难成形 根本就做不到 任意自如的操控 每次凝聚出来的水 最后都会洒落一地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他的自信心 逐渐被消磨掉 最后无力地摊坐在地上 抱着膝盖 微微抽气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二百八十五集 雪凡新疆这一幕 都看在眼里 于是走过去 轻轻地拍拍水莫宁的肩膀 安慰她 别气馁 一次不成功 那就再来一次 天赋不够 那就勤奋来凑 我相信 黄天不负苦心人 这样的安慰 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水莫宁却是越来越伤心 凡新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废物 这是水家的水灵卷 哪怕是天赋在普通的水家人 都能够轻松掌控 而我修炼了十年还是这样 我 我的天赋真的太差了 就算有再好的天赋 如果不好好努力修炼的话 那也是百搭的 与天赋相比 我认为一个人的心性更重要 心性不好的人 天赋再好也没有用 你是个善良的人 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相信 老天爷不会太过亏待你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繁星 谢谢你 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水莫宁又来了点自信 虽然只是一点 但足够她坚持下去了 更何况 她来武方学院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查清楚父亲的事情 还有就是 雪繁星看出了水莫宁有心事 继续问道 莫宁 你在想什么 水莫宁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说了出来 其实我来武方学院 还有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啊 就是 正当水莫宁要说出来的时候 却听到一阵阵的钟声 似乎是从中央广场那边传来的 这个是什么钟声啊 雪繁星觉得 那钟声好是刺耳 听着很不舒服 这是紧急集合的钟声 只有出大事 或者有事要宣布的时候 才会响起 走吧 我们赶紧去中央广场那边集合 水莫宁拉起雪繁星的手 带她往中央广场走去 火烈云和金正明 还有史波三人也刚好过来 于是五人便一同前去 此时露天广场上 还放着五具尸体 全都是特辑般的新生 而且每一个人的死状 都很惨 脸都被抓坏了 雪繁星来到现场的时候 一眼就认出了那五个人 这五个人 正巧就是今天 在藏书阁被她下了超级痒痒粉的人 可是他们怎么死了呢 那个超级痒痒粉 绝对不会要他们的性命 只是让他们起养男人而已 如果泡在冷水里就不会太难受 以这五个人的修为 怎么样都不会被那个痒痒粉弄死 可人就是死了 如果查出是她下的痒痒粉 搞不好她会被直接认定是杀人凶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着钟声的响起 广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按照班级分类站好 就连风吸玉也被人抬了过来 脸色异常的难看 眼眸中暗藏着浓烈的怒意 为什么出事的都是她特级班的人 新发长老和其他长老一同赶到现场 这些长老的脸色是一个比一个难看 此时医师正在给那些死去的人检查 发现每一个死者都被挖掉了心脏 由此可见死因很明显 那就是被挖心而死 全都是一朝致命 被活活挖掉心脏而死 死者死前没有任何挣扎 确切地说是毫无反抗之力 可见凶手的实力远在他们之上 听了医师的诊断 众人陷入沉思之中 但怎么想也想不出任何的头绪 没有一点的线索 凶手为何杀他们几个 不知道是谁问了一句 这一句话让特级班的人 逐渐将目光移到雪凡心身上 一个个眼里都写着满满的怀疑 有的人甚至出声说道 他们这几个人 先前都和雪凡心在藏书阁发生过一些不愉快 回来的时候身体就开始不对劲 如今更是被人挖掉了心脏 此时莫不是雪凡心所为 不管这些人是不是雪凡心杀的 总之雪凡心的嫌疑最大 火猎云是个急性子的人 立马出言反驳 你们这些特级班的人 怎么都喜欢无凭无据乱说话 之前说凡心下毒 现在又说凡心杀人 你们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的话 就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凡心这一整天都跟我们在一块 在黄班修炼 怎么可能杀人呢 水莫宁虽然胆小 但这个时候也鼓起勇气为雪凡心说话 石波随后也说两句 你们特级班的人说话做事 用点脑子行不行啊 这五个人全都是死在你们特级班 难不成凡心跑到你们特级班去杀人 你们这些天资娇子 连他出现都不知道 哼 我们只是怀疑雪凡心 又没有明确说他是杀人凶手 明朗五人的确是跟雪凡心 在藏书阁发生过节之后 回来就开始不对劲 单凭这一点 雪凡心就有巨大的嫌疑 没错 雪凡心是最大的嫌疑者 各位长老 还请为我们特级班主持公道 就在特级班和谎班各吃一词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雪凡心却是走上前去 想要亲自查看那些尸体 可是他才刚上前两步 却被人喊住了 雪凡心 你想干什么 桑若心一直都在暗中观察着雪凡心 见雪凡心走上前便出声 一是阻止雪凡心 二是将众人的注意力引过来 企图将这一把火烧到雪凡心身上 最好能把雪凡心烧死 雪凡心岂会不知道桑若心那点心思 冷冷说道 哼 我也是个医师 又是嫌疑人 作为一个即将要背黑锅的无辜者 我当然要尽一切办法洗清我的嫌疑 如今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出新的线索 而这线索就在尸体上 所以我要亲自验尸 对此桑若心则是不依不饶 你是想亲自验尸 还是想毁灭证据 桑若心 你这是在怀疑五方学院中尉长老的能力吗 你认为 我在诸位长老面前 能搞什么小动作 你 桑若心又一次斗嘴失败 气得咬牙气齿 这个该死的雪凡心 都到这种时候了 他为什么还可以如此镇定 为什么还可以那么自信 那种气魄 气势 气质 都让他不喜欢 雪凡心没有在跟桑若心争辩 而是看向眼前的诸位长老 对他们抱拳作依 各位长老 老师 请允许我亲自验尸 你这是在怀疑 莫医师的能力吗 有一个长老 突然开口质问道 那语气中 明显带着怒意和厌恶之意 在听听这话 显然是在为桑若心出头 这时 又一个长老 开口说道 既然他要看 那就让他看吧 毕竟被怀疑的是他 他急着想证明 自己的清白 也是合金合理的 桑长老 难不成你认为 这黄猫丫头 能在我们这么多人面前 搞小动作 不就是让他看看尸体吗 这么一件小破事 你们至于浪费时间 去争执 雪凡心 你要看就快点看 但若是敢在我们眼皮底下搞鬼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轻者自轻 浊者自浊 我不是杀人凶手 自然不需要搞什么鬼 诸位长老放心 我只是想找出新的线索 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已 雪凡心没有再多说废话 朝那些尸体走去 开始验尸 这些人的确是被挖空心脏而死 除此之外 身上再无其他致命的伤害 至于那些脑痒留下的痕迹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对 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雪凡心拿出引针 想要在尸体上扎针 谁知桑若兴这个时候 又开始来找麻烦 雪凡心 你想干什么 为什么要拿针 是不是想要毁灭什么证据 一根普通的针而已 你至于反应那么大吗 桑若兴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我 触碰着尸体 难不成他们的死和你有关 你想要掩饰什么 雪凡心两三句话 将桑若兴击退 然后往尸体上施针 运转灵力 查看死者体内的情况 如此一来 还真让他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就在雪凡心仔细查看死者体内情况的时候 那个什么桑长老又出言怒斥 雪凡心 你是不是想破坏尸体 莫医师 你赶紧阻止他 别让他毁尸灭迹 一旁的莫医师 早在雪凡心拿出银针的时候 就惊讶不已 看到雪凡心用针 更是震惊 目瞪口呆地 看着他手中的针 看着那玄妙的针法 那已经是完全超出他的认知范畴 虽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针法 但是可以肯定 此针法绝对不凡 小姑娘 你那是什么针法 莫医师并没有按照丧长老的话 阻止雪凡心 而是激动地询问针法的事情 雪凡心将银针收起 礼貌回答 只是雕虫小鸡罢了 不止一提 这 就在莫医师想继续询问针法的事实 雪凡心却转移话题说正事 这五个人 虽然都被挖空心脏而死 但在他们死之前 体内的精血和灵力 都被吸收了三到五成 因为精血和灵力 被吸走的量不算多 又是在生前被吸走的 所以死后 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再加上挖空心脏血梦的伤口 很容易让人误入盲区 认为他们是被挖空心脏而死的 听了雪凡心的话 莫医师再次为那些死者做检查 得出的结果和雪凡心完全一样 不过 此时他想的 不是那些死者 而是雪凡心 这个小丫头 居然能发现死者的 精血和灵力被吸走了 不简单呢 就算雪凡心找出了新的线索 桑若心还是死咬不放 就算是他们被吸走了 三到五成的精血和灵力又如何 这能洗脱你的嫌疑吗 桑若心此言一出 除了在心声之中 得到一点响应之外 周围长老和导师 没有任何的反应 有的似乎 还用白痴的目光 看了他一眼 那位桑长老 此刻的脸色更为难看 一副恨不得 把雪凡心撕碎的样子 可他更气恼 桑若心那个蠢货 什么都不懂 就在那里乱说话 真是把桑家的脸 都丢尽了 这时 自始至终 都没有开口的金正明 突然说了一句 吸收惊血和灵力 那应该是邪修所为 听到邪修二字 桑若心才反应过来 脸上的表情尴尬不已 他刚刚只想着针对雪凡心 却没有注意到其他的事情 所以才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邪修的人 有很明显的特征 就是灵力极杂 带有狂霸肆虐的味道 身上散发着阴邪之气 走到哪里 都是阴气森森的 除非邪修的修为已经很高 能够极好地掩盖 自己的灵力和阴邪之气 再看看雪凡心 凭他玄王静的修为 但从他刚才使用的灵力来看 就很精纯 根本就不是邪修所用的灵力 那五个人基本已经断定是邪修所杀 雪凡心不是邪修 那么他便不是凶手 嫌疑早就洗清了 桑若心真的很不甘心 好不容易等到一个 可以整死雪凡心的机会 居然就这么没了 而且是被雪凡心的三言两语说没的 实在是可恶 雪凡心才懒得跟桑若心这种 没有头脑又自以为是的千金小姐计较 继续说眼前的事情 他们死亡的时间 大概在两个时辰之前左右 我有自己两个时辰之前 不在凶杀案现场的证据 诸位长老 导师 请问我的嫌疑可以洗清了吗 雪凡心有条有理地说完时 学院那些长老和导师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不是无法理解这种 吸取他人精血和灵力修炼的邪修 而是无法理解 一个刚入五方学院的新生 居然有如此大的本事 简简单单用一根针 就能查出这五个人生前 被吸走了多少精血和灵力 其实雪凡心刚刚说这些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相信 而是亲自检查过 得出的结果无意才敢确定 为了检查出这样的结果 他们都耗费了不少的灵力 可是雪凡心却只用一根针玩事 那针法不简单 可雪凡心表现得越优秀 那位丧长老就越是不爽 雪凡心 你说这几个人不是你杀的 那是谁杀的 鬼知道是谁杀的呀 我只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就行 至于是谁杀的 你们自个查去啊 那不是我的责任 雪凡心轻飘飘的一句话 把丧长老躲得无话可说 气得一张脸都变成了便秘色 雪凡心才懒得理会丧长老 说完就退回自己的位置站好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现场的各位长老也都回过神来 更听到雪凡心那句 不是我的责任之言 思路也变得更加清晰 不再老是绕着雪凡心转 而是开始办正事 如果学院里真的有邪修 那么必须要尽快找出来才行 否则会有更多的人遇害 今天的事让我不禁想起 这些年来 时不时在试炼之地 死亡的弟子 他们的死 就跟这几个新生 一样蹊跷 如果这些年来 学院弟子的死都是邪修所为 那么这个邪修在学院 起码已经待了至少二十年 长老们的言论一出 底下的新生弟子都开始不安了 生怕那个邪修会找上自己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286集 一群长老简单商议之后 又说了一些提醒的话 就让新生散回去了 至于其他秘密之事 他们在私下好好商量 封西域自始至终 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从他出场到离场 也没有几个人看他几眼 当初的风光不在 人气不在 这种感觉 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好像有什么 原本属于他的东西 被人夺走了 他是武方学院的西域公子 是人见人爱的天之骄子 是西风大帝唯一的弟子 将来是要去往神域的人物 是要成为神的人 所以不管何时何地 他都要作为最风光的人物 血满心 等我养好伤 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此时躲在暗处 监视风西域的人 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句话 暗暗地为他感到悲哀 这祸受了那么多教训 还不知悔改 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 真是可怜啊 不过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个风西域死了也是活该 对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血满心都没有过多在意 回到黄班之后 就想着修炼变强的事 其他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人和事 他通通不想 因为发生血修杀人事件 学院加强了防护 但只是对特技班和天班的那里 加强防护而已 就连地班的防护都没有那么好 黄班就更不用说了 几乎和以前没有两样 由此可见 武方学院那边 还真的是一点都不在乎 黄班新生弟子的死活 或者说 他们根本就不把黄班的弟子 当弟子看待 只是敷衍地让他们留在学院里 到了时间就让他们滚蛋 对于学院这样的态度 血凡心没有任何感觉 如果一个修者总想着靠别人 靠外力来变强 那么他永远都不会变强 外界因素固然不可缺 但自身的努力才更为重要 再说了 武方学院那么多弟子 不可能每个人都照顾得到 学院比较在乎那些天赋 较好的特技班 天班 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今夜显得格外安静 夜空中没有一点星光 乌云遮月 黑得离奇 此时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 有一道黑影正在快速穿梭 往黄班方向而去 雪凡心今夜并没有进入空间里休息 而是在那个破旧的房间里睡觉 其实也不是真的睡 只是将自己的一缕神念 放到空间里该干嘛干嘛 突然 屋外一样的动静 引起了他的注意 虽然那动静很小 几乎没有 但他还是察觉到了 不过 那种异样的动静之后 又出现了两道强大的气息 这两道气息 他并不陌生 一个是躺满的 还有一个 是那位喝酒老者的 再听听他们的动静 应该是去追那异物了 雪凡心觉得好奇 也追过去看看 谁知他才刚要动身 耳边却传来夜酒伤的声音 心儿 此事你不必管 话刚落下 屋子里就多出了一个人 夜酒伤凭空出现 嫌弃地看了一眼屋子里的陈旧烂幕 心儿 今夜为何不回空间睡 是因为要等那东西 这个小丫头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以自己为要 她难道不知道 这样做很冒险吗 雪凡心还是第一次看到 夜酒伤出现在武方学院 之前都只是待在空间里 所以觉得有些好奇 阿脚 你这样出现 不怕被学院那些厉害的老家伙发现吗 作为五周十玉三云六地最大的神主 你认为谁能发现得了我吗 夜酒伤习惯性地将雪凡心抱到自己大腿上 虽然坐的是又旧又硬的木板床 但她乐意 只要怀里抱的人使她心心念念的便好 雪凡心毫不客气地坐在夜酒伤的大腿上 以这种亲密的姿势跟她说话 你厉害我知道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对付那个东西啊 她的目标是我 对于想害我的人 我都不会放过的 今天验尸的时候 她就已经猜到 那个雪净真正的目标是她 杀死那五个跟她有过节的人 只是想给她制造一些麻烦 最好能够将杀人凶手的罪名 盖到她头上 一旦她成了杀人凶手 哪怕只是有嫌疑 学院那边也会做出相应的处置 将她单独关押或者禁闭什么的 这样一来 那个血修就能更好地对她下手 事后说不定会给她定一个畏罪自杀的名头 只可惜 这个计划才刚刚开始就失败了 就连学院里有血修的存在 也被揭露了出来 血修费那么大的劲儿 就是想吸取她的精血和灵力 绝对不会因为一次计划失败 就放弃这么好的食物 毕竟全系石成精纯度的天才可是很少见的 所以打从她的天赋公布时 那个血修就已经盯上了她 薛凡心能想到这些 夜酒商岂能想不到 其实古方学院这个血修 已经存在不少的岁月 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 那是因为有人庇护 如果你想把那个庇护之人一起拔除 就不要鲁莽行事 乖乖听话 好好修炼 血修之事 我会替你处理 保证让她死无葬身之地 阿九 我希望能够自己处理这件事情 等我处理不了了 你再出手 好不好 就当是给我的历练 你不觉得 我的修为在战斗中提升得更快吗 这 夜酒商想了想 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 好 这个邪修就给你练练手吧 虽然那邪修的修为很高 实力也很强 但她相信星儿 实在不行 她再出手也不吃 一味的闭门修炼也不是办法 实战也是需要的 我一定会拿那个邪修好好的练手 说不定啊 借助她的力量 我的实力也可以增加不小呢 阿九 我问你个事啊 桑若新的家族厉不厉害 在我的眼里 他们只不过是蝼蚁而已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直接杀了都行 不需要有任何忌惮 中州之王唯一的女儿 嫁进了桑家 凭着中州之王这个后台 桑家才有了今天 否则桑家在中州 只不过是个三流家族 桑若新和那个桑长老 之所以那么嚣张 仗的全是中州之王的事 给中州之王一些警告 不用 留着他们慢慢玩吧 生活没点乐趣也不好 对不对 雪凡心其实对桑若新 并没有任何的想法 哪怕桑若新三番五次来找他的麻烦 他也不曾想过要对付桑若新 可是现在他有这种想法了 因为他知道 桑若新以后肯定还会再来找他的麻烦 对于那种一而再再而三招惹他的人 他不会受下留情 夜酒商不用问也知道 雪凡心在想些什么 邪笑道 自己一个人玩多无聊呀 带上你家夫君一起玩呗 你想怎么玩 你怎么玩 我就怎么玩 算了 现在没有心思讲这些 唐老师和那个喝酒的老前辈 去追血修了 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雪凡心对唐满 和那个喝酒的老前辈 还是挺担心的 因为从那五个人的尸体上 他发现了很强大的邪灵之力 虽然他不知道 躺满他们两人的修为 可他知道 这两个人的身体都不太好 尤其是那个喝酒的老鬼 都没剩多少寿命了 如果跟那个邪修火拼起来 情况不会太妙 不用担心他们 都是活了一把年纪的老家伙 要是连保命的本事都没有 那早该入土了 天色已经不早 你好好休息吧 夜酒商往雪凡心的额头上 亲上一口 然后多看几眼才离开 雪凡心想了想 虽然还待在房间里 但他依然担心唐满他们 此时某个黑暗的地方 有人正往黄斑的方向看着 只是看了半天 都没有等到所希望的事情发生 不得不赶紧撤离 看来今晚的行动失败了 如果下次想要动手的话 必须把唐满和那个老家伙先引开 否则难以动手 无论如何 他一定要吸干雪凡心的精血和灵力 全系石成精纯度的天赋 几千年都难见一人 除了九游圣地的九游王之外 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哪里有这种天赋的人出现 一个雪凡心的精血和灵力 抵得上几百几千个普通修者的 而且还能提高他的修为 这样的大补之物 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当躲在暗处的人离开之后 不远处又出现了几个人 出个沐浴和满秋几人早就来了 而且一直盯着那人 要不是突然接到幽王传来的命令 说暂时不动手 他们早就动手了 打从这个血修盯上王妃开始 幽王便已经知道 还命他们暗中监视 一旦情况不对就出手 这个血修在五方学院混了至少二十年 本来他还可以继续混下去 只可惜惹了不该惹的人 所以他要提前完蛋了 哎呀 又一个不知死活的蠢货自寻死路 现在自寻死路的人还真是不少啊 一个封锡玉 一个封炉玉 现在又来一个血修 唉 楚歌感叹几句 但语气中却满是讽刺 好了 少说话多做事 免得坏事 既然有往让我们暂时不动手 那我们便先回去吧 封锡玉和封如玉身上的伤 起码要十天半个月才能好 这段时间 他们没办法找王妃的麻烦 至于邪秀的事 等新的只是来了再说 沐宇说了一句便转身走人 满秋什么都没说 面无表情的走人 得罪王妃的人都会很惨 所以风夕玉 算了 这不关他的事情 何必多想 关于那邪秀 雪凡心一个晚上 都没有再感觉到任何的动静 后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虽然睡的是木板床 但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她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千金大小姐 睡木板床一夜 怎么可能会不舒服呢 雪凡心伸个懒腰 再到空间里简单洗漱 然后就去找水墨宁等人 当她来到教室的时候 却发现 水墨宁几人一个个都喵喵的 一点精神都没有 就像是筋疲力竭一般 但又没有那么严重 你们怎么了 昨天晚上都没睡好吗 雪凡心坐到水墨宁旁边 水墨宁有气无力地 趴在桌子上 应该是没睡好吧 今天早上起来又困又累 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也是 石波也趴在桌子上 平时一早起来 她就会觉得饿 然后各种寻食 可今天 她居然累得没有力气去寻食 太郁闷了 火烈云和金正明 更是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雪凡心越看越不对劲 立即给水墨宁几人检查 发现他们体内的灵力 几乎都被抽干了 但却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若不是她仔细检查 根本就发现不了 还以为 他们只是没有睡好而已 墨宁 你们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发现什么不对吗 没有啊 回到房间里 没过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没有发现什么不对 我也是 回房间就睡了 他们昨天一整天都在修炼 晚上回到房间里 就累得直接躺在床上睡大觉 一觉睡到大天亮 期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只是醒来的时候特别累 他们以为是昨天修炼太累的缘故 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金正明严肃认真地问道 语气中带着一丝丝紧张和害怕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 自己的灵力都快被吸干了吗 雪凡心惊讶反问 作为一个修者 灵力几乎被吸干了 不可能不知道 可是看看水墨宁几人的样子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雪凡心想不通 干脆就不想了 拿出几个回灵丹 让他们几人服下 服下回灵丹之后 灵力瞬间回来了三分之一 而这个时候 几人才察觉到 灵力空乏的厉害 之前简直就几乎被抽干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灵力什么时候被吸干了 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你们的灵力 的的确确被吸走了九成之多 而且你们一点感觉都没有 雪凡心再次检查了一下 水墨宁几人的身体情况 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 但他心里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吸走他们几人灵力的 应该是那个血修吧 看来昨天晚上 那个血修不仅仅是来过 还做了不少的事情 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这个血修比他想象中的要强 难怪阿九要亲自动手 要不是他阻止的话 恐怕那血修昨天晚上就灰飞烟灭了 不过越强的敌人越有挑战性 现阶段的挑战就是那个血修 小你们一个个都没精打采的 走吧 先去食堂吃点东西 这样啊 你们很快就可以恢复了 灵菜是可以恢复灵力的 高级的灵菜 恢复灵力的效果非常好 比回灵丹还要好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287集 服用了雪凡星给的回灵丹后 水墨宁 火猎云 金正明和石波四人 才慢慢有了精神 有力气前往食堂吃东西 可是在去往食堂的半路上 却有一点不顺利 特级班的人 又冒出来找麻烦 看样子 是早早就在半路等着 一见到他们黄班的人到来 就把路给堵住 此次特级班来的大部分是男生 女生就那么两三个 但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都用极其愤怒厌恶的目光 看着雪凡星几人 恨不得把他们全都撕碎的样子 其中一个 穿得很是体面的男生站出来 二话不说 就指着雪凡星大骂 我不管你是荒语之孙的孙女 还是孙子 但是给你一个忠告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若馨只不过是因为 在气头上说了你几句 你有必要这么狠吗 随着那男生站出来说话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雪凡星 我们特级班的人 也不是好欺负的 所以 你不要做得太过分 西域公子不是说了吗 他是一个心狠手辣 心思歹毒的人 你们看看他那副 嚣张 目中无人 又傲慢的样子 狠起来 肯定是非常狠的 你们仔细想想 得罪他的人 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 就连西域公子 都被人莫名其妙痛打一顿 更何况其他人呢 没错 但凡是跟雪凡星有过节的 都会倒霉 明朗他们更惨 只是说了雪凡星几句就死了 什么邪秀啊 大概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吧 这里可是无方学院 有哪个邪修 赶到这里来撒野 学院的长老 大概是忌惮那位 神主亲近的荒语之王 所以才没有当场定他的罪 哼 没办法 谁让他是荒语之王的孙女呢 这些人说的话 一个比一个难听 火猎云气炸了 想冲出去打人 但是却被雪凡星伸手拦住 不让他们鲁莽行事 然后冷漠地质问那些党道的人 你们说完了吗 听到雪凡星这般云淡风轻的质问 特级般那些人感觉都不好了 从入院分班那一天起 面对风希玉的斥责和怒意 被分到谎班 被赶出新生食堂 再到被怀疑是杀人凶手 一连串的事件 他都是这般淡定 似乎天塌下来都无所谓的样子 这样的事件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换做是他们 别说遇到这么多事 哪怕是一件 就已经急得抓狂 哪里还能如此淡定 没等特级班那些人回答 水莫宁倒是先八卦起来 凡县 这个人我认识 是中中孙家的少主叫孙坚毅 是桑若欣的爱慕者 又是桑若欣 怎么每件麻烦事都跟桑若欣有关 雪凡欣暗暗地在脑海里 把桑若欣痛打一顿 孙坚毅看到雪凡欣 还是那样的淡定态度 很是不爽 继续骂道 雪凡欣 不要照你的自己是 黄羽之王孙女的身份 就为所欲为 即便黄羽之王是神主亲帝了 但他一个刚刚上任的狱王 你认为他有实力 和整个中洲相比 他就不信 一个刚上任的荒域之王 能厉害到哪里去 别说中洲之王 哪怕中洲大一点的家族 都不用惧怕荒域之王 孙坚毅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的想法 有多么的天真可笑 多么的愚昧无知 他现在想着 就只有一件事情 他要好好收拾雪凡欣一顿 博桑若欣一笑 雪凡欣又让孙坚毅说完话 接着还是问一句话 说完了吗 就是这一句 让特技班的人很是不爽 情绪变得越来越烦躁 心里也越来越紧张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面对雪凡欣的时候 就是会莫名其妙地紧张和害怕 他的气势就是那么的吓人 哪怕只是一个眼神 都给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可他们明明很害怕雪凡欣 却还是要来找他的麻烦 这种心理非常矛盾 连他们自己都很纠结 孙坚毅也有些紧张了 但他是此次事件的发起人 他不能退缩 否则丢的不但是自己的脸 还是孙家的脸 日后想要抬头做人 想要夺得桑若新的芳心 那就更加的困难 雪凡欣 我今天来 只是想跟你说几句话而已 顺便再给你一些忠够 做人不要这么嚣张 否则会被雷劈的 说完了吗 雪凡欣还是这句话 孙坚毅气急半坏大声怒吼 你除了说这句话 还会不会点别的 雪凡欣 你不要欺人太甚 雪凡欣比夷地看着孙坚毅 再把其他特级班的人扫视一遍 然后阴冷说道 是你挡住了我的道 是你在这里说了一堆话 怎么却成了我欺人太甚了 我真的很无法理解 你们特级班的思维 说话最多最大声的是你们 结果却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你们当广大群众的眼睛都是瞎的吗 此时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从孙坚毅一群人读住雪凡欣的去路开始 很多人就已经过来围观 将事情的整个过程都看得清清楚楚 事情确实如雪凡欣说的那样 孙坚毅一来就挡道 然后废话一堆 最后还说雪凡欣欺人太甚 这样的思维逻辑他们也搞不懂 最近特级班似乎很能搞事 不过也对 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特级班 有的只有天地玄黄四班 更何况特级班的导师 现在还躺在床上呢 特级班这几天根本就没有导师指导 一盘散沙 以桑若欣为首 再看看天地玄黄四班 虽说也有一些小争斗 但不会像特级班那么乱 连上黄班讨要说法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还公然破坏公务 更可笑的是 无凭无据 就说一堆做一堆 这些都是没有导师管理和指导 才会出现的乱象 再加上 特级班这些人个个都自命不凡 大多都是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物 从小被捧着长大 所以受不得一点委屈 芝麻绿豆的小事 在他们眼里都可以闹成大事 天班和地班的人都在看热闹 没有插手管的意思 也管不了 更不敢管 因为导师发话了 谁都不得闹事 否则逐出五方学院 孙芊逸 被雪凡心的话读得无言以对 感觉到周围有不少的嘲笑声 让他觉得更是丢脸 两手紧握成拳 快要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了 可是不管再怎么生气 他都不能动手 否则就是违法了五方学院的规定 后果会更严重 雪凡心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今天的所作所为 孙芊逸一走 特急班那些人 也都灰溜溜地跑了 神经病 雪凡心冷泻一笑 无视周围众人异样的目光 继续朝食堂走去 火烈云还在气头上 可是看到雪凡心 那么风轻云淡的样子 有些难以理解 于是跑上去问一问 凡心 你一点都不生气吗 莫名其妙被人堵落大骂 换做是我 就算不出手 我也要骂回去 凡心 你真的好能忍啊 水莫宁认为 自己的忍耐力已经够好的 想不到雪凡心比他更好 可是他想不明白 雪凡心既然连风吸玉都不怕 为什么还那么忍着 特急班这些人呢 要是你被疯狗咬了 你会不会咬回去 雪凡心讥讽道 听那语气 根本就没把孙坚毅等人 放在眼里 话虽然是这样说 但做起来可就难了 是个人都会有脾气 特急班那些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 找你的麻烦 就连风吸玉也不例外 你能忍到现在 真的是很牛叉了呀 石波佩服道 哼 你真的以为 我是那么好招惹的人 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走吧 赶紧去食堂吃东西 然后回去修炼 雪凡心不解释 继续走他的路 孙坚毅一个大男人 我会主动跑来找他的麻烦 就算真的是为了桑若新出头 要是没有桑若新 煽风点火的话 他不可能蠢到 跑来找他的麻烦 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 惹着他就是惹着了 特急班的人不想让他好过 那么他就让特急班的人不好过 当雪凡心一行人离开之后 躲在暗处的桑若新才现身 看着雪凡心离去的背影 心中暗道 雪凡心 敢跟我作对 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雪凡心可不管什么桑若新 吃了东西之后 就回去好好修炼 对无关紧要的事情 没啥兴趣 今天唐满和那个喝酒的老者 都没有来 所以大家都各自修炼 之前老师已经有了指导 所以他们该知道如何修炼 可是下午的时候 刑罚长老 突然带人来到黄班 看那样子 似乎是来者不善 雪凡心 早上跟你发声过口角的人 死了五个 孙坚已亲眼目睹 你杀人挖心 所以请随我去新发堂 接受调查和处罚 刑罚长老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凡心一整天都在黄班修炼 没有离开过 怎么会杀人呢 水莫宁出声 为雪凡心辩解 火猎云等人也想说话 但刑罚长老却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你们确定 雪凡心时时刻刻都在你们眼皮底下吗 不知是孙坚已一个人看见雪凡心杀人挖心 特技班还有不少人都看见了 刑罚长老不跟火猎云等人废话 直接问雪凡心 你是乖乖的跟我走 还是等我亲自动手 其实他也很为难 毕竟雪凡心是那些老家伙照着的人 但证据确凿 无论如何 他这个刑罚长老都要给众人一个交代 不用那么麻烦 我跟你走便是 雪凡心没有过多的辩解 直到现在还是那么的淡定 他倒要看看 这出戏后面会唱成什么样子 雪凡心还真的跟刑罚长老走了 到刑罚堂的时候 他看到了摆放在堂内的五具尸体 他本想去看看那些尸体 但才刚迈出一步 就被堂里的某位长老斥责大骂 雪凡心 这次看你还能如何狡辩 什么血羞 分明就是你凭空捏走的 这些人的惊险和灵力都还在 唯独心脏被挖空 和昨天死的那五人一样 我们几位长老 连夜对昨日被杀的五人反复检查 发现他们的惊险和灵力都没什么问题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邪修 桑长老一看到雪凡心被押到刑罚堂 就开始刁难他 字字如真 雪凡心本来还想检查那些尸体 但他现在懒得检查了 因为他可以确定 这几个人的惊血和灵力都没有问题 凭这些 你们就认定我是凶手 孙千义等人亲眼所见 容不得你再狡辩 这几个人早上和你发生口角 许多人都看见了 你有杀人的动机 桑长老还是不依不饶 非要将杀人的罪名给雪凡心落实 桑长老 孙千义他们几个人的证词 没有那么大力度吧 我可以严重的怀疑 孙千义等人是合谋起来污蔑我 因为早上的时候 我跟他们发生了口角 他怀恨在心 所以故意冤枉我 就算是亲眼所见 没有物证 单凭几个人的证词 这杀人的罪名 也不能就这么盖在我头上了 刑罚长老 你说是不是 巧舌如黄的死丫头 到了这种时候 还在牙尖嘴吏 你就是杀人凶手 证据呢 孙千义等人亲眼所见 他们亲眼所见 就是亲眼所见吗 让他们拿出亲眼所见的证据 比如说 我是怎么杀人的 什么时候杀人的 又用什么杀人的 时间 地点 凶器 各方面的细节 你们查了吗 查的时候 最好把那些人证 分开询问 免得他们商量好了 证词一致 关于这一点 我相信刑罚长老 一定会做得很好 为了确保这件事情 能够顺利进行 我建议刑罚长老 现在就去把那些 亲眼所见的证人 隔离起来 千万不要让他们 接触任何外人 尤其是桑长老 不然这个游戏 可就不好玩了 你 桑长老还想跟雪凡心吵 刑罚长老怒吼一声 够了 你们吵什么吵 我才是刑罚堂的长老 刑罚长老 虽然嘴上在怒吼 但心里却很佩服雪凡心 三番五次被人冤枉 居然还能保持镇定 丝毫没有乱了方寸 还有心思给他出谋划策 这丫头真的一点都不怕吗 如果杀人的罪名落实 即便她是荒芋之王的孙女 下场也不会太好 主厨五方学院是必须的 在这之前 她会要承受九九八十一事骨鞭 桑长老 经雪凡心刚才的话提醒 心里有些着急 所以随便找个借口要离开 老夫还有事要忙 就不在刑罚堂打扰了 告辞 桑长老 这是急着去安排什么吗 雪凡心阴嗖嗖地说道 刑罚长老 我严重怀疑桑长老 想去特级班通风报信 算了算了 既然有人想要坐实这个罪名 想必这些事情早就已经安排好 证词什么的 不会有太大的破绽 雪凡心 你本来就是杀人凶手 休要再狡辩了 哼 是吗 那么希望你能笑到最后 你 哼 桑长老不想再跟雪凡心争辩 因为越说 他心里越紧张 每每看到雪凡心 那个淡定又阴森的笑容时 他浑身都发毛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伊妃赴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二百二百八十八集 一个玄王静的小丫头而已 就算是荒谕之王的孙女又如何呢 他们桑家有忠忠之王做后盾 难道还会怕一个刚刚上任的荒谕之王吗 这一次 雪凡心没有阻止桑长老离开 刑罚长老也没有阻止 而是看向雪凡心 关于你刚才说的 本长老会好好调查 但是在这之前 你必须待在刑罚堂的刑牢之中 没问题 你就尽管去吧 不过 最好派人时刻给我盯着 免得在我被关的期间 又发生什么挖心杀人的事情 到时候 可别说是我从牢狱里逃出去杀人的 雪凡心还是那么的镇定 就连被关刑牢也不怕 刑罚堂的刑牢可不是一般的牢房 那里面阴森黑暗 中年不见天日 却说时不时还会有一点灵气风暴 根本无法修炼 普通的弟子被关到刑牢之中 一个月就快不成人样了 刑罚长老见雪凡心这般淡定 于是跟他说了说刑牢的可怕 刑牢不是一般的地方 里面中年黑暗 有灵气风暴 以你的修为 仅去半个月就快会变成废人 不知道刑牢里的灵气风暴 是否能够与荒域的灵气风暴相比 如果不能的话 那么结果恐怕会令刑罚长老失望了 雪凡心对着刑罚长老俏皮一笑 没有再与他多说 而是任由刑罚堂的弟子带下去 被关进所谓的刑牢之中 雪凡心被关入刑牢仪式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武方学院 当然 关注这件事的只有武方学院的新生 至于那些老生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消息也没有那么灵通 初歌沐雨和满秋几人得知此事 真的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大笑 冤枉他们王妃是杀人凶手 还把他们王妃关到刑牢之中 这些人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 此事我们要不要去禀报幽王 这还用得着我们去禀报 幽王恐怕早就知道了 此事应该是在想着 怎么弄死那些陷害王妃的人 那我们该做什么呀 警官启变 在幽王没有下达指令之前 暗中保护好王妃就好 此时此刻 夜九商正在一座高峰之上 坐在一棵松树下 与一位俊逸不凡的男子下棋 那男子身上穿的衣服 绣着栩栩如生的竹子 他整个人的气质也如同竹子一般 此时正在认真的与夜九商下棋 夜九商突然眉头皱了一下 吴月问道 五方学院黑成这样 作为院长的你 不打算管一管 本院长要么不管 要管就是大清理 想要大清理 就得先把那污水好好搅一搅 先让那丫头好好搅一搅吧 等她搅得天翻地覆了 再出手清理也不迟 到时候那种压轴出场的感觉 更威风 小九你说是不是啊 她倒要看看 九油王选中的女人到底有多大能耐 雪凡心被关到刑牢里一点都不紧张 更不慌张 淡定地坐在黑漆漆的牢房里 一缕神念进入空间里忙自己的事情 其他的一点都不在乎 相比而言外面不少人可就不淡定了 黄班的几个人急得团团转 可是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唐满偏偏在这个时候找不到人了 他们几个又是初来武方学院的新生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有办法只能干着急 而且晚饭点的时候 他们只能四人去往食堂吃饭 因为没有雪凡心带领 所以只能在一楼吃饭 有个对比才知道 二楼的饭菜是多么的美味 因为雪凡心被关刑牢 桑若欣特别的高兴 虽然他不能来临时的新生食堂吃饭 但堵在门口还是可以的 他现在暂时不能找雪凡心出气 不过 找黄班的几个人收点利息也不错 当水墨宁几人用餐出来的时候 桑若欣跟那些跟班就上前把路堵住 哟哟哟哟 赔了雪凡心 你们连上二楼吃饭都是个问题 要是雪凡心离开了五方学院 他们岂不是连吃饭都是问题了 这些人都是垃圾 垃圾人 当然只有垃圾的活法 什么娘 你不在水家好好跟着你那个废物的爹 跑来五方学院做什么 瞧瞧瞧这些人 没了雪凡心撑腰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真是够窝囊的 哼 黄班的垃圾 能不窝囊吗 火烈云气大了 想要出手打人 但是却被史波和金正明拉住 烈云 咱是男子汉 不跟这些女人一般计较 对对对 不跟他们计较 他们骂就让他们骂 反正他们也只能呈口舌之快 什么都做不了 而且烦心的事还不一定 毕竟证据还不是很充分嘛 再加上烦心的身份有些特殊 我想她不会有什么事的 搞不好过几天就能出来了 到时候让烦心再收拾这些嘴欠的女人 我们走吧 眼不见为尽 火烈云还是狠气 但还是被其他人给拉走了 桑若心对周围的人使了个眼色 几个懂得桑若心意思的人 立即开始带头闹事 黄班的垃圾们 难道没了雪凡心 你们就真的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吗 连吵架都不敢 干脆连人都不做算了 就你们这样的废物 来武方学院 真是丢学院的脸 哼 他们本来就是废物 废物去哪里不是丢脸啊 废物废物 赶紧滚出武方学院吧 听到这些话 火烈云更气了 换做是平时 他一定气得抓狂大打出手 但是现在 他被人拉得太紧 根本没有办法出手 最后被人生生的拖回了黄班 桑若欣看着这一幕 心情更加的好 然后看向刑罚堂的方向 薛凡心 你最好一辈子都待在刑罚堂 别出来 否则 我会让你的下场更惨 薛凡心完全不管外面的事情 好好地待在刑牢里 在他的空间里瞎折腾 直到半夜的时候 察觉到情况不对 他才出来 并且提高警惕 刑罚堂的大牢 不仅守卫森严 而且每一个牢房 都是用特殊的材质建造 还有正法所述 对于一般的修者而已 想要逃出去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仅如此 没有经过允许 想要进入刑牢 也是非常困难的 此时正有一个穿着刑罚堂衣服的弟子 朝雪凡心这边走来 来到雪凡心所在的牢房 打开门口上 那个小小的透光口 看到里面的人正在熟睡 于是悄悄把门打开进去 并且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个血红色的珠子 当血红色的珠子 靠近雪凡心的时候 立即散发出强烈的红光 并开始悄无声息地 吸取雪凡心的灵力 可是才刚刚开始吸 还没吸得一点点 雪凡心就突然睁开眼睛 这突然睁开的眼睛 将那男子吓了一跳 但他的反应很快 立即出手 想要将雪凡心打晕或者杀死 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他竟然不是雪凡心的对手 他一个玄灵镜 居然打不过玄王镜 这怎么可能呢 对手太弱 雪凡心两三下就打趴了 并且用脚踩在他的背部 还夺了他的珠子 拿在手中好好地研究一番 你就是用这个珠子 把人的惊喜和灵力给吸走的吧 怪不得那些被你杀死的人 不太像是血修所为 这珠子是什么东西啊 还给我 男子即便被踩着 他也想回去夺回珠子 可是他根本反抗不了 眼中的绝望越来越深 这个朋友 我觉得你现在最该关心的是自己的小命 而不是这个珠子 为了把你引出来 本姑娘可是在刑罚堂的牢房里 待了一整夜的 你 难道雪凡心是故意进刑罚堂的刑牢的 他现在还觉得奇怪 你雪凡心那张三寸不烂之蛇 黑的都能说成白的 怎么可能轻易认罪被抓呢 原来他从一开始就在设陷阱 等着他上钩 可怜他居然一点都不知道自己送上门来 不过 那又怎么样 雪凡心 你最好把珠子归还 并且放了我 否则 你会死得更惨 我后面还有人 你得罪不起的人 即便你是黄语之王的孙女 要是赶换了他的好事 哼 你觉得没有好果子吃 哼 那你倒是说说 你后面的人是谁 要是真能吓到我 说不定我会因为害怕 就把珠子还给你了 那你听好了 我后面 可是九游圣帝的人 识相的 就赶紧放开我 再把珠子还给我 九游圣帝 雪凡心还以为 对方会说出什么周 或者玉的王 甚至是神玉的神 想不到 竟然会是九游圣帝 他对九游圣帝 也不是很了解 阿九又离开了两百多年 说不定 九游圣帝还真出了些人渣 不过这事儿 应该跟阿九说说才对 免得他疏于查理而不知道 就在雪凡心琢磨着这件事情的时候 某位爷已经凭空出现在牢房之中 星啊是在想我吗 而此时 正被雪凡心踩在地上的人 亲眼看到叶酒商凭空出现 吓得不轻 你 你 你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刑罚堂的牢房之中 阿九 你怎么来了 雪凡心并不认为一个小小的刑罚堂 能阻挡得了叶酒商 所以对他凭空出现一点都不觉得吃惊 想你便来了 其实你想救出幕后之人 犯不着以自己作耳 叶酒商看着雪凡心身上的衣服沾染了一点湿气 心里好是不爽 如果不是这丫头心甘情愿要被关进刑罚堂的牢房里 哪怕他真的杀了人 只要他不想 别说牢房 就算是刑罚堂都不用来 偏偏这个丫头要自己玩 没办法 他就只能由着他来了 这样比较快一点 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人身上 以我全气实诚精纯度的天赋 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既然他们老想把杀人凶手的罪名往我头上盖 那我便如了他们的愿 从第一次被怀疑是杀人凶手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所警惕 到昨天晚上黄斑出现的邪凶 再到今天早上的杀人事件 综合起来不难猜 幕后之人就是想把他送进刑罚堂 最起码是让他受到处罚 既然如此 那他就将计就计 在刑罚堂里待一待 本来他还以为要待上几天 没想到对方那么沉不住气 当晚就动手 雪凡心将手里的珠子拿来给夜酒商看 阿九 你知道这是什么珠子吗 我刚刚研究过了 是可以吸收灵力和清血的珠子 而且不留任何痕迹 莫宁他们几人的灵力 应该就是被这个吸走的 夜酒商只是看了一眼便说道 这是血灵珠 一正一邪 是正是邪 全看使用之人 这东西不错 你可以留着 要是遇上什么强敌 直接拿出来吸干他的灵力 等珠子将灵力进化之后 再慢慢自己吸收 由血灵珠转化的灵力 是非常精纯的 是修着梦寐以求的宝贝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这珠子上设有禁术 唯有施术者可用 待我把上面的禁术解了先 夜酒商将血灵珠拿过来 随随便便一弄 只是用了一点灵力 就把上面的禁术给解了 与此同时 院子某个地方的丧长老 察觉到血灵珠禁术被解的时候 突然暴怒 是谁解了血灵珠上面的禁术 是谁 是谁 这血灵珠可是他的宝贝 他还想着靠血灵珠禁生神境 如今血灵珠的禁术被解 不知去向 叫他如何不弃 不管丧长老这边有多气 血反心都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将解了禁术的血灵珠拿过来 越看越喜欢 哼 这个宝贝不错啊 可以吸收敌人的灵气 净化灵气 阿九 他是不是还可以吸收精血啊 不错 但他吸收的精血 却不能为人所用 而是自己吸收 所以此珠 才名为血灵珠 血灵珠吸收的精血越多 能量越强 转化出的灵气 越精准 那现在 这个宝贝归我了 坐了一个晚上的牢 换来一个宝贝 值得 被踩在脚下的男子 这个时候又发出抗议之声 把血灵珠还给我 快点还给我 我后面可是有九游圣帝的人撑腰 你们最好识相点 否则 否则怎么样啊 不如你来说说看 那位给你撑腰的人在九游圣帝 是什么身份 让我们这位九游圣帝的王来看看 是九游圣帝的什么人 在五方诀院做怪 告诉你也无妨 那可是九游圣帝的护法 信 男子的话才刚说到一半 突然觉得不对劲 仔细琢磨了一下雪板仙的话 越琢磨越恐慌 你 你刚刚说什么 九游圣帝的王 那岂不是九游王吗 眼前的男人是九游王 不会的 不会的 九游王都几百年没有出现了 这个人怎么可能是九游王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腹黑九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289集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冒充九游王 就不怕得罪九游圣帝吗 我发现 武方学院的人智商都挺低的 脑袋也不好使 我真为武方学院的前途感到担忧啊 真调皮 叶九商 捏了捏 雪凡兴的脸 眼中尽是宠溺 然后问道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人 杀还是刘 你把他带回九游圣帝去 让他欣赏欣赏 九游圣帝的风景 顺便好好招待一番 看看他嘴里 能不能说出一些好听的话来 如果能 以后 就让他上台唱个好戏 叶九商 岂会听不出雪凡兴话中的意思 微微笑道 好 依你之一般 稍后刑罚堂就会放人 这段时间 你先在武方学院自个儿玩 那边有一些集市要处理 所以这几天 我可能没空过来 如果有解决不了的事 就叫出割他们 放心吧 我来武方学院是为了修炼 可不是来跟这些无关己要的人玩的 你有事就去忙 有空气的想我 那你有空也要想我吗 嗯 我会的 我也会想你 被踩在下面的人 听到这些肉麻的话 很是无语 好想说一句 你们打情骂俏 能不能换个地方啊 这里还有个人呢 男子还想出言几句 可是他话还没说完 身体突然腾空 紧接着 被一股强大的灵力包裹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不知道了 只知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人已经在别的地方 夜酒商一走 刑罚长老就来了 看到被打开的牢房门 心中有些疑惑和惊讶 是谁把这门打开的 应该是凶手 不过他 跑了 雪凡心随便找个理由搪塞 并没有打算 跟刑罚长老交代清楚 跑了 这不可能 刑罚堂不是一般人 可以来去自如的 更别说是打开牢房的门 所以刑罚长老 应该好好查一查 看看你们刑罚堂内部 是不是有奸细 那个人想杀我 吸干我的灵力和惊喜 只可惜既不如人 打不过我 所以就跑了 如果长老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切磋切磋 刑罚长老 有些怀疑的看着雪凡心 但他现在没有心情切磋 也不会跟一个新弟子切磋 如今已经查出 雪凡心不是杀人凶手 所以自然是要放人的 我已经去查过了 虽然孙坚义等人的口供一致 但死者身上的伤口 是男人所为 而且你有不在场的证据 所以 嫌疑可以清洗 你现在可以离开心发堂了 长老果然是明察秋毫 那我就先回去了 雪凡心早就料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一点都不惊讶 也没有什么兴奋 淡定走人 虽然孙坚义等人亲眼看到他杀人 但这种亲眼所见 也有可能是假的 毕竟易容丹不是难寻之物 而且他还有不在场的证据 这种拙劣的陷害 要不是他愿意的话 别说罪名了 就连嫌疑都落不在他身上 唉 武方学院的人 智商真是有点低啊 雪凡心出了刑罚堂 再回黄班的路上 自言自语一句 他只是在自言自语 从来没有想过有任何的回应 可是 智商的确有点低 雪凡心听到声音 立即停下脚步 看着空无一人的四周 是谁 这时 一个穿着绣有竹子花纹衣袍的男子 从旁边走来 身上的气息很干净 宛如竹中君子 但又很冷清 清冷之中带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让人琢磨不透 我说我是武方学院的院长 你信不信 我说我是九幽圣帝的九幽王妃 你信不信 我信 哦 知道了 雪凡心只是一句知道了 身上所有的警惕立即消失 若无其事地往前走 没有理会那男子 男子还以为雪凡心接下来 会跟他说点别的 谁知一句话都没有 直接走人 让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僵硬了 喂喂喂喂 丫头 你就不好奇我是谁吗 不是九幽圣帝的人 就是九幽王熟悉的人 这有什么好好奇的 我身边应该有不少九幽圣帝的人 或许你是其中之一吧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我可没说我是九幽圣帝的人 也没说是九幽王熟悉的人 更没有乱说什么话 你这个思维逻辑是怎么来的 相信我是九幽圣帝九王妃的人 没几个 除了白痴疯子之外 就只有自己人才会相信 我看你也不像白痴或者疯子 想必就是自己人吧 而且你对我没有恶意 老兄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要是没有的话 那我就走了 赶着回去补眠呢 雪凡心没有给男子回答的机会 继续走人 男子并没有再跟着雪凡心 而是站在原地看着他里去的背影 悠悠笑道 这丫头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居然没有被本院长的魅力所吸引 难道是我的魅力大不如墙了 不可能吧 雪凡心回到黄班感应了一下四周 发现大家都睡下了 所以没有去打扰 想着回自己的房间休息 可是他刚准备要回房间 却发现有一道身影突然闪过 于是立即追去 但是追到一半却失去了踪迹 那个身影到底是谁 他可以非常确定 不是昨天晚上出现的人 因为追踪不到 连一点气息都没有 所以雪凡心只好放弃 回到房间去休息 但因为这件事情 他比平时小心谨慎了许多 在雪凡心离开之后 树林里某个黑暗的地方 凭空出现一个一身穿黑袍的人 此人站在原地不动 看着雪凡心所在的方向发呆 那丫头的本事真不错 竟然这么快就来到五方学院了 可越是这样 他所接触的危险就越多 希望他被那些人发现之前 能够真正强大起来 起码要有能力自保 还有那个夜酒商 他到底是谁 对于黑衣人的事情 雪凡心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回到屋里想了半天 也没能想到是谁 干脆就不想了 好好睡觉 第二天一早 雪凡心被放出刑罚堂的消息 就传了出来 桑若心本来还想着 再来到水莫宁等人的麻烦 谁知一早醒来就得知这个消息 气得不清 什么 雪凡心被放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 若心姐 这是真的 昨天晚上就被放出来了 而且还是刑罚长老亲自放的 据说已经查出雪凡心不是凶手 所以才把他给放出来了 什么不是凶手 那么多人亲眼所见 难道还不能证明他是凶手吗 就算他不是真的凶手 那也是有嫌疑的 既然有嫌疑 为什么还能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总之 雪凡心就是从刑罚堂里出来了 这个该死的雪凡心 怎么就那么能折腾 桑若心越想越气 越气越不爽 心里实在是难受 于是独自来找桑长老 桑长老从昨天晚上气到现在 得知桑若心来找 虽然心情不好 但还是见了 桑若心一见到桑长老就问 五叔 为什么雪凡心被放出来了 你不是说 他这次就算不死 也会被赶出五方学院吗 刑罚长老彻查了此事 找出了新的证据 证明雪凡心是无辜的 所以才会放他出来 若心 雪凡心此人不简单 你暂时不要跟他起冲突 桑长老忍着心中的怒火 劝说道 不希望桑若心再去招惹雪凡心 他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但雪凡心安然无恙 说明他派去的人失败了 不仅失败了 他的雪凡珠还丢了 这让他很是气愤 他本来还想吸干雪凡心的灵力和惊险 毕竟天赋越好的人 精血越佳 这样雪凡珠就可以变得更加强大 谁知 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就连他安插在刑罚堂的人都联系不上了 莫不是死了 我说 我就是看不惯那个雪凡心 我就是想要他死 你是武风学院的长老 难道对付一个黄班的新生都做不到吗 桑若心现在只想着除掉雪凡心 其他的什么都不想 雪凡心身边可能有高人 所以想动他有点难呀 除非 除非什么 若心 你先沉住气 等去了成林秘境 雪凡心就是独自一人嘛 到时候你再把他杀掉也不迟啊 秘境中出现死亡那是很正常的 放心吧 届时我会助你 雪凡珠丢了 雪凡心必须死 雪凡心被放出刑罚堂的事情 瞬间就炸开了锅 好多新生都没能反应过来 实在是不明白 昨天才刚关进去的 今天怎么就放出来了 黄班的位置比较偏僻 又没有什么人 所以消息传播不快 水莫宁几人一早起来 并不知道雪凡心已经出了刑罚堂 所以就没有去找他 四人就自己去了食堂 雪凡心昨天折腾的太晚 所以多睡了一会儿 错过了早餐的时间 醒来的时候 水莫宁等人已经去了食堂 不过他没有打算去食堂吃 所以就随便找点东西解决 然后好好修炼他的木铃爵 然而就在这时 一条小黄狗突然跑来 咬着雪凡心的裙脚 看着很是着急的样子 好像是要带他去什么地方 雪凡心也听不懂小黄狗在说什么 只知道他很着急 索性就把小白虎和小白猫召唤出来 让他们来翻译 主人 他说他的主人伤得很重 快要死了 求你去救他的主人 他的主人是谁 就是那个唐满 得知是唐满 雪凡心哪里还有任何的犹豫 赶紧跟着小狗去救人 唐满住的地方是离黄班的新生宿舍 也是木屋 只是比其他木屋要好一点 大一点 但整体而言依旧还是破旧 雪凡心没有理会这些 跟着小黄狗进到木屋里 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唐满 然后赶紧过去给他检查 其实打从看到唐满的第一眼开始 他就知道唐满的身体有问题 只不过 碍于两人的关系还不是那么的熟 还有刚进学院就一堆事 所以他才没有来得及给唐满好好看伤 唐满的伤很严重 体内的五脏六腑已经严重衰败 生命力所剩无几 如果不是因为他本身的修为足够高 按照这样的伤势早就已经死了 而且昨天他应该喝了几口他所酿制的葡萄酒 所以才能撑到现在 要不然昨天晚上就已经断气 这葡萄酒应该是那个喝酒的老者给的 那葡萄酒里面蕴含着生命之力 所以唐满才能熬到现在 这两天晚上到底经历了什么 雪凡心现在没有心思去想这个 赶紧给唐满治疗 因为伤势太过严重 不得不用牧林天珠的力量来治疗 他甚至还想拿神灵水给唐满喝 然而就在他拿出神灵水想要为唐满喝下时 耳边却传来夜酒伤的声音 星儿 暂时不要给他们那么好的东西 只要他们不死就行 啊 雪凡心手里还拿着装有神灵水的水杯 差点就要喂到唐满的嘴巴里了 听到夜酒伤的话立即停下了动作 阿九这是什么意思 没等雪凡心主动问 夜酒伤便简单解释 他是罪人 在没有得到赎罪之前不必理会 罪人 什么罪人 雪凡心没有弄明白 但耳边已经不再传来夜酒伤的话 既然阿九说不给唐满喝神灵水 那就不喝好了 反正有牧林天珠的治疗 再加上他的丹药和针法 唐满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唐满经过治疗 半个时辰便醒了过来 一睁开眼睛就看到雪凡心 很是惊讶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老师 你醒了 先比起来 你的伤太严重了 虽然我已经做了简单治疗 但还是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而且你的伤不是一般的严重 所以我暂时没有办法治愈 雪凡心将想要起身的唐满扶回去 让她好好躺着 虽然她不知道唐满是什么罪人 但对于她来说 唐满是一个对她没有任何恶意的老师 哪怕她真的是罪人 只要她诚心悔过 她也会出手相救 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唐满心里还是有很多疑惑 是一条小黄狗带我过来的 雪凡心话才刚说完 趴在地上的小黄狗就叫了几声 唐满看到小黄狗这才明白过来 丫头 谢谢你 要不是有你 我恐怕已经死了 不过 你的医术真是了得呀 虽然没能完全治好我的伤 但能够治疗到这样的程度 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岂止是不错 简直是非常好 在这之前 她已经找过无数的高级医师和单师治疗 就连药神谷的药神 都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 由此可见 雪凡心的医术恐怕比药神还要好 看来老神棍 让他们在武方学院等的人 八成就是雪凡心了 先是蕴含有生命之力的酒 然后是高超的医术 这些全都是他们目前所需要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依妃 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二百九十集 雪凡心不知道唐满在想些什么 看他精神还算不错 于是就问问那天晚上的事 老师 你的伤怎么回事啊 是前天晚上去追那个黑影造成的吗 你怎么知道啊 前天晚上有个黑影在黄斑 唐满有些吃惊 那黑影的身手极其了得 他根本就追不上 后来因为旧伤复发 所以他才回来 因为状态实在不好 老酒鬼才给他喝了几口葡萄酒 不然他都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我察觉到了动静 但不知道是谁 后来感觉到你和酒前辈的气息 猜想你们应该是去追那黑衣人了 原来如此 我们并没有追到那黑衣人 他的实力很强 让他给逃走了 因为我的旧伤复发 所以不得不回来 老酒鬼的情况 虽然没有我这么严重 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丫头 你的医术是跟谁学的 唐满现在最想知道的是 雪凡馨的医术到底有多好 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就算从娘胎里开始学医 医术也不会比药神还好吧 我师父教的 你师父是谁啊 这个师父不让说 所以原谅我无可奉告 老师你的伤还没有好 需要好好静养一段时间 这里有一些我自制的丹药 你每天吃一个 就算不完全治好你的伤 也可以控制伤势 雪凡馨拿出一瓶自己炼制的负伤丹 直接给了唐满 唐满拿过那丹药 只是看了一眼便震惊不已 这 这可是天际的负伤丹啊 你是从何得来 五周十余的丹药极其珍贵 尤其是高级丹药 那真的是一颗难求 这天际的负伤丹 随随便便一颗 都要上千万的金石 而且关键 还要看有没有货 雪凡馨随随便便 就拿出一瓶的天际负伤丹 他当这是大白菜吗 雪凡馨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说明丹药来源 我自己炼制的 阿九说了 从现在开始 他可以大大方方的 展露自己的天赋和才华 不需要隐藏 所以没有必要隐瞒 但是这种不隐瞒 却让唐满的小心脏难以承受 简直是无法相信 天际的丹药 哪怕是药神谷一年才出几十颗 珍惜至极 价值连成 很多时候有钱都买不到 你说什么 这是你炼制的 这怎么可能 瞧瞧这丫头 随手就拿出一瓶 这瓶子里少说也有二十颗 基本都是药神谷一年的产量 有了这些丹药 他起码可以多活好几年 要是丹药再多一点的话 说不定身上的伤就能好个七七八八 到时候他再努力一点突破平静 一切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今就算雪凡心不是老神棍药他们等的人 他们也会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他的身上 丫头呀 这可是天际的丹药 价值连成 你就这样随随便便给人了 躺满双手捧着装满丹药的瓶子 心里还在激动不停 老师 我既然能够炼制出天际丹药 就不缺丹药 所以啊 你就放心拿吧 你才刚醒过来 但身体还很弱 需要好好休息 所以我就不打扰你了 晚些再过来看看 雪凡心客气地说了几句 就离开了 他知道 唐满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也需要好好休息 所以就不打扰他了 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而他才刚回到黄班 就看到水莫宁等人回来 还看到水莫宁脸上 清清楚楚的五指印 更看到他眼中的泪水 其他人看到雪凡心 虽然很想上去跟他道喜什么的 毕竟 他们已经从其他人口中得知 雪凡心被放出刑罚堂的事 可是现在水莫宁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们也不好笑得太开怀 所以大家都没有说什么 只是简单打招呼 凡心 我们刚刚在食堂吃早餐的时候 才知道你昨天晚上已经回来了 进了刑罚堂不到一天就能被放出来 你还真是够幸运的 时波上来跟雪凡心打招呼 火烈云一脸怒意 气得连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秦正明本来就少言 跟雪凡心打了个招呼了事 这一个个心情都很郁闷 凡心 你回来了 你们聊 我回屋了 水莫宁低着头 不想让雪凡心看到她脸上的五指印 低声说了一句 就朝房间的方向走去 雪凡心没有阻拦 让水莫宁离开 然后询问其他人 怎么回事 你们谁跟我说说 时波第一个站出来说道 哦 刚刚我们去食堂吃早餐的时候 遇上天班的林薇薇还有赵启南 赵启南原本与水莫宁有婚约 但是后来上门退婚 没几天就跟林薇薇定了婚了 这原本是件不大不小的事 毕竟婚约这种东西退了也没什么 但是林薇薇总喜欢找水莫宁的麻烦 还说水莫宁来五方学院是为了纠缠赵启南 所以就当众给了她一个巴掌 水莫宁被打之后 原本火烈云是想要发飙的 可偏偏这个时候刑发堂弟子来了 她想动手都不行 只能甘生气的回来 雪凡心简单的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就去找水莫宁 毕竟女孩子之间比较好交流 说点私密之事 水莫宁知道雪凡心会来 但她已经很努力地压制自己的情绪 可还是忍不住地伤心难过 凡心 你都知道了 大概知道了 雪凡心坐到水莫宁旁边 拿出药膏为她涂抹脸上的红肿 这是我自己配置的膏药 效果很好的 抹在脸上不到一个时辰就能消肿 你的修为也不算低 怎么还轻易地让人甩一个耳光子啊 水莫宁的修为跟她一样 都是玄王静 玄王静这样的修为 在她们这样的辈分里不算低 如果是相同辈分的人 即便实力高那么一点点 也不可能一巴掌就打成这样 看水莫宁脸上那一巴掌 明显是连躲都不躲 生生地被人给打了 这蠢姑娘难道不懂得动用自己的修为吗 我没有注意 所以就被打了 水莫宁随便找个借口搪塞 雪凡心一眼看穿 你不是没注意 是不敢躲吧 跟我说说 你和林薇薇是什么关系 你在忌惮她什么 水莫宁知道瞒不住 也想找个人倾诉 所以便说了 她是我表姐 南州林家是炼丹世家 而我爹这些年来 一直靠着林家的丹药续命 以前林薇薇欺负我的时候 我也躲过 可是她后来警告我 若是我以后再敢躲 林家便不再给水家提供丹药 水家早在几十年前 就已经开始落败 原本是南州上流家族 如今 只能勉强算上三流家族 而林家这些年来 发展得极好 又攀上了几个大权贵 家族力量早已强过水家 简单来说就是 现在水家斗不过林家 如果还想从林家那里得到丹药 凡事都得让着他们一点 丹药 你爹需要什么丹药 无品的水灵丹 你也是知道的 我爹在二十年前 就已经变成一个废人 连个普通人都不如 如果他想使用灵力 并且简单修炼的话 就必须定时服用水灵丹 水灵丹中 蕴含着水元素的灵力 可以不需要通过筋脉和丹田 就直接使用 有水灵丹的话 我爹还能勉强有些修为 不然就真的只是一个废人 所以就算 不是为了他自己 为了爹爹 他也要忍着 林薇薇要打他 他不能躲 否则爹爹就没有水灵丹服用了 没有水灵丹 爹爹的日子会更难熬 莫宁 如果你只是因为丹药的事情 才忍气吞声 那么从现在开始 可以不用这样了 别说无品的水灵丹 就算是天极的水灵丹 我也能给你弄出来 凡仙 你说什么 水莫宁听到天极水灵丹 无比的震惊 还以为雪凡心是在开玩笑 你等一下 我看看我这里 有没有炼制水灵丹的灵药 雪凡心分出一缕神念 到空间里查看水灵丹的丹方 再寻找药材 然后直接把九转焚羊炉弄出来 当着水莫宁的面前炼丹 一把又一把的灵药往丹炉里扔 这哪里是在炼丹 简直就是大杂烩 水莫宁目瞪口呆的 看着眼前的一幕幕 雪凡心刚开始拿出丹炉的时候 她还抱着一点点小希望 可是看到这样的大杂烩 她是彻底不抱希望了 虽然她不会炼丹 但是却见过炼丹师炼丹 所以她很清楚炼丹是什么情况 凡心根本就是在乱搞一通 完全不懂炼丹 事实上 雪凡心的确是不懂得炼丹 她只是知道丹方而已 还拥有灵药 而真正炼丹的是九转焚羊炉 九转焚羊炉炼的效果非常高 一般炼丹师需要几个时辰才能炼制出丹药 她不到一刻钟就炼好了 而且品质上乘 莫宁 这些是我刚刚炼制出来的天际水灵丹 全都给你 雪凡心拿出一个大大的药瓶 把几十颗天际水灵丹装进去 然后递给水莫宁 水莫宁还在惊愣之中 将雪凡心给的药瓶拿过来 再倒出一颗丹药 仔细的看 因为爹爹时常要服用水灵丹 所以他对水灵丹一点都不陌生 只是看一眼他便知道 手中拿的的的确确是水灵丹 而且是品质非常高的水灵丹 比林家炼制出的那些要好上百倍 林家那些水灵丹 爹爹每个月都要服用一颗 但是他手里的水灵丹 说不定一颗可以顶上几个月甚至半年 这样的丹药拿出去拍卖的话 随随便便可以拍出一个天价 不过水灵丹只是那些水灵脉受损的人才会服用 所以市场不太好 很多炼丹师不会炼制这种丹药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 林家这些年来在狠狠地敲杠水架 随随便便炼制出一些下乘的水灵丹 卖出天价 更可耻的是 炼制水灵丹所需要的灵药 还是水家提供的 这些年来 随着水家日益衰败 已经承受不了那么高昂的费用 更拿不出那么多的灵药 如果有了这些天级的水灵丹 繁星 谢谢你 你这是我的大恩人 不 是我们水家的大恩人 水莫宁含着泪 抱着雪繁星 由衷地感谢他 说什么大恩人啊 我们都是朋友 朋友难道不应该互相帮助吗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 我会医术 还会练丹 可不是吹牛哦 回头啊 我跟你去一趟水家 看看你爹的伤势 说不定我还可以让他重新变回天才呢 这 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 以后便会知道了 好 等过了秘境试炼 我就找个时间回家 顺便把弹药拿给爹爹 我来武方学院的时候 爹爹那里已经没有多少弹药了 人家有百般刁难 所以我想尽快将这些弹药送回去 水莫宁现在想着都是自己的父亲 至于其他事情他全都抛到脑后了 雪繁星摸摸下巴想了想 哎不如这样 我让人把丹药先帮你送去水家 让谁送啊 这可是天洁的丹药 而且不是一两颗 要是拿送药的人心生贪念 那岂不是更糟糕 放心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些丹药一定会安安全全稳稳当当的到你爹的手里 如果你还不放心啊 那这瓶丹药你留着 回头我再炼制一瓶差人送去 不用不用我相信你 水莫宁将丹药给回雪繁星 雪繁星拿过瓶子随便问了一句 谁在附近 就在水莫宁觉得莫名其妙的时候 屋子里突然多了三个人把他吓了一跳 你 你们 属下见过王妃 初歌沐宁和满秋三人奉命保护好雪繁星的安全 所以他们随时都在 当然他们不会胡乱窥探雪繁星的隐私 雪繁星不叫他们他们就不会出现 也不会多事 雪繁星见过这几个人知道他们是谁 你们随便一个去南州水家一趟 把这瓶丹药给莫名的父亲 最好是私下给 不要让太多人知道 另外再帮我打听打听 水家有没有一个叫水千柔的人 王妃让属下去吧 满秋主动站出来接下这个活 初歌和沐宇心里明白 所以就没有跟满秋讲 好 就你去吧 早去早回 是 满秋将丹药拿过来便离开了房间 才刚出房门已经不见踪影 我这里暂时没有什么事了 你们先退下吧 雪繁星随后也让初歌和沐宇退下 水莫宁全城都处于震惊之中 直到初歌沐宇和满秋三人 都离开了 他还没有回过神来 樊仙 他们 他们 他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凭空出现 怎么会在五方学院 还有 他们刚刚称呼雪繁星为王妃 什么情况 他们是我卫宏夫的下属 这段时间负责保护我的安全 雪繁星简单解释 并没有打算说出 初歌沐宇和满秋等人的身份 你未婚夫是谁啊 他们叫你王妃 那你未婚夫应该是一个王吧 他是哪里的王啊 这个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你只需要知道 那瓶丹药一定会送到你父亲的手上 好了 赶紧把自己整理一下 开始今天的修炼 一个月后的新生秘境试炼 我可是要拿第一的 对于那个新生试炼 他已经有些了解 试炼才是五方学院对新生真正的考核 什么天班地班 玄班黄班 全都是虚的 只有在秘境试炼中取到好成绩 才有机会被学院老师看重 大力培养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 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291集 能够通过秘境试炼的新生弟子 会得到一种传承之力 任何一个获得传承之力的新生 都能得到学院的大力培养 没有通过秘境试炼的新生 也会根据成绩和天赋 进行不同的培养 所以新生秘境试炼 对于初入五方学院的新生来说 非常重要 每一次新生试炼 都会死不少人 若不想死在试炼秘境里 那么新生就必须在一个月之内 好好修炼 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 火烈云和金正明的实力不错 石波和水墨宁稍微弱一点 但整体而言还行 第一 这个好难的 我觉得 这个第一你肯定拿不到 因为特级班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被称为中州第一天才 你恐怕赢不了他 中州的第一天才 是谁啊 中州楚家 楚云寒 他虽然才十八岁 但已经有旋令进巅峰的修为了 只差一点 就可以进入圣境了 不知楚云寒 还有很多厉害的人物 只是他们并不喜欢闹事 所以都很安静 我像桑若新那样爱闹 女子当中 剩余顾家的顾清宁 那绝对是第一 你要想争第一 很难很难 雪凡心对五方学院此次的新生弟子认识不多 也没有时间去认识过 现在才从水墨宁的嘴里了解一些 不过那又如何 新生秘境试炼的第一名 他一定会努力拿到 雪凡心安慰好水墨宁之后 就与他一起出来 到院子里跟大家伙一起修炼 其实所谓的修炼就是各搞各的 按照之前唐满的教导进行练习 把基本功打好 训练过后 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 尤其时波 还不到半天的功夫 他的肚皮就已经饿得咕咕叫 嚷嚷着要去食堂吃饭 雪凡心早上没怎么吃 这会儿也饿了 于是就跟着大家一起去 然而他们才刚走到食堂的大门 麻烦就找来了 哼 水墨宁 想不到你还有练来食堂吃饭 是不是今天早上被打得还不够啊 我说过了 我今天不想看到你 可是你却偏偏要出现在我面前 看来早上那一巴掌 果然是打得不够疼 林薇薇本来在食堂里吃饭 看到水墨宁来了很是气恼 一边骂一边走过来 来到水墨宁面前的时候 就挥起手来想甩耳光 水墨宁习惯了被林薇薇打的时候 站着不躲 所以林薇薇挥起手来的时候 他还傻乎乎的站着 火烈云等人见状正想出面 但有人的速度比他们更快 雪凡心掐住林薇薇的手腕 阻止他的手往下甩 手背掐住 林薇薇没有成功给水墨宁甩耳光子 好是气愤 瞪着雪凡心骂道 贱人 你给我放上 否则连你一起打 雪凡心没有动嘴皮子 而是直接甩林薇薇一个耳光子 然后才反骂回去 贱人骂谁呢 林薇薇捂着被打的脸 气愤骂回去 贱人骂你 哼 对对对 就是你这贱人在骂我 你 周围的人都往这边看热闹 嘲笑林薇薇的智商 居然笨到说自己是贱人 贱人 我杀了你 林薇薇气急败坏 抓狂的对雪凡心出手 直接动用灵力施展灵术 一个火球顿时朝雪凡心砸去 凡心 小心 快躲开 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林薇薇居然胆敢在食堂里动用灵术 很多人都反应不过来 还有一部分人在冷眼旁观看热闹 火烈云同样也是拥有火元素灵力 他很清楚 林薇薇施展出的火球威力有多大 已经做好准备将那火球的威力削弱 史波更是将自己的防御打开 金正明和水莫宁还在傻愣中 然而 就在围观的群众 以为雪凡心会被火球击中时 地面上突然钻出一条巨大的藤枝 那藤枝直接穿过火球将火球撕裂 然后朝林薇薇袭去 林薇薇看到自己的火球被藤枝撕裂 惊讶不已 觉得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还没有弄清楚什么情况 整个人就被藤枝缠住 高举到半空中 啊 放下来 放下来 中人看着林薇薇被藤枝取到半空中 毫无反抗之力 个个都吓得只吞口水 此时再看雪凡心的目光 已经有所变化 虽然雪凡心是荒语之王的孙女 但她只有玄王进的修为 这样的修为在同辈中 还在中下等 所以很多人都不认为她有多大能耐 可是现在 他们不这么认为了 一个能把木灵爵修炼到 可以对抗火灵爵的人 那可不是一般的厉害 林薇薇也是玄王进的修为 而且比雪凡心高一点点 按理说 她应该有能力与雪凡心一战才对 可结果却是大大出乎人的意料 她竟然被雪凡心一招击败 食堂某个角落里 一个正在吃饭的男子 忽然停下手中的筷子 将目光转移到雪凡心身上 好好地审视她 这个女人的实力似乎与她的修为不太相符 显然实力比修为还要强 有意思 雪凡心可不在乎食堂里那些观众怎么看 继续控制着藤条 虐灵微微 将她从半空中拉下来 专门放到水莫宁面前 莫宁 心里有多少气就发泄出来 天塌了 我给你撑着 水莫宁现在已经反应过来 心中那种忌惮完全没有了 活动活动手腕 准备开打 林薇薇丝毫不惧怕水莫宁 哪怕被藤条缠着她还大言不惭 水莫宁 你要是敢动我 以后别想从林家拿到一颗丹药 你爹那个废物 要是没了林家的水灵蛋 那就是一个绝对的废物 你才是废物 水莫宁之前为了父亲 一直在忍着林薇薇的欺辱 如今丹药有了新的来源 她不需要再忍气吞声 将多年来积压的怒火全都发泄出来 狠狠地抽打林薇薇的脸 边抽边骂 当初你们林家落魄的时候 是我们水家帮你们渡过难关 可当水家有难的时候 你们林家不但不帮 还落井下石 每年从水家拿走那么多的林药 还要收高傲的费用 更可恶的是 你们居然老是拿丹药威胁水家 抢水家的生意和资产 你们林家不是人 是狼心狗肺的畜生 还说什么看在亲情的份上 才会帮我们水家炼制水灵丹 我呸 你们林家 每年从水家拿走的好处难道还少吗 林薇薇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我水家不再需要你们林家的丹药 所以我水莫宁 也不会再对你忍气吞声 以后你见了我 最好绕道走 否则 我打得你满地爪牙 还有你那个未婚夫赵启南 让他离我远点 那种男人我见了就会恶心 也只有你林薇薇把他当保 他来退婚 我求之不得 就算他不退婚 我也会退的 像他那种爱慕虚荣 贪恋权贵的人渣 你自己留着吧 水莫宁起码打了林薇薇十个耳光 多年来积压的怒火发泄了不少 整个人觉得好事痛快 莫宁 感觉怎么样 爽极了 水莫宁已经豁出去 什么都不怕了 所以胆子也壮了起来 哼 爽就对了 以后他再敢来找你的麻烦 你就给我狠狠地打 打死打残 我来负责 啊 他只是简单教训一下林薇薇而已 可没想过打死打残啊 真要把林薇薇打死打残 那水家和林家 岂不成仇敌了 你 你们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林薇薇被打的两边脸发肿 嘴巴一直在流血 难看得要死 这时刑罚堂的弟子感到 是谁敢在学院里公然闹事 是不是没把学院的规矩放在眼里 刑罚堂弟子一来 尤其是其中的一个弟子 直接针对雪凡心 雪凡心又是你 你怎么老闹事 哼 是不是还想再被关进刑罚堂一次 这次 你居然敢公然对学院的弟子出手 若是不严厉的处罚你 你还真当我们刑罚堂是摆设 就罚你仗子二十 跑山二十圈 现在就执行 你是谁 雪凡心完全没把刑罚堂那弟子的话 听在耳里 但对方说完 就漫不清新的问了一句 一句你是谁 让刑罚堂的弟子觉得脸面玄武 还有雪凡心那种傲慢的态度 显然是没将他放在眼里 让他更为气恼 雪凡心 你别以为你是黄语之王的孙女 就很了不起 五周十玉比黄语之王高贵的人一大把 一个黄语之王还不能一手遮天 所以你最好不要太嚣张 我在问你是谁 你说一堆乱七八糟毫不相干的废话做什么 难道你的名字或者你的身份很丢人 连自我介绍都不敢拿上台面 你 没等那刑罚堂的弟子气恼骂人 林薇薇倒是先说话了 哼 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真是孤陋寡闻 他可是刑罚堂长老收的弟子 徐政 现在是负责监督并管理新生的人 谁要是犯了学院的规矩 他有权处罚 哦 刑罚长老亲收的弟子是吧 那他应该跟你有一腿吧 雪凡心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这不仅是在侮辱我 也是在侮辱徐政师兄 林薇薇暴怒大吼 急着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是雪凡心依然云淡风轻 哼 你反应那么大干什么呀 难道是被我说中 你心虚了 你 你 你不要胡说八道了 你 瞧你慌成这样 明显是心里有鬼 看来你俩真的有一腿 还有那个什么徐政 既然你是刑罚长老亲收的弟子 那么就应该知道 刑罚长老公正的严明 你这么寻思偏袒林薇薇 就不怕被刑罚长老逐出师门吗 雪凡心 你休要满口胡言 我哪里寻思偏袒林薇薇了 是你和水莫妮出手打人 这我都亲眼看到了 你还在这里狡辩胡说八道 损毁我的名誉 看来刚才说的处罚还不够 徐政立正言辞 一副恨不得将雪凡心抽筋扒皮的样子 他是刑罚长老亲收弟子 走到哪儿 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给他一点面子 尤其是刚入学院的新生更不敢得罪他 可这个雪凡心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犯错了还羞辱他实在是可恶 荒域之王的孙女就很了不起吗 他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荒域之王的孙女不可 你亲眼看到 那你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 没弄清楚你就给我降罚 未免有事公正吧 你为什么不问问 我为什么要打林薇薇呢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没有寻思偏袒 那么早上林薇薇打水莫宁的时候 你怎么不出来主持公道啊 就在刚才也是林薇薇想要先动手的 我们只不过是正当反击而已 难不成你认为我们站着不动给林薇薇打 才是符合学院规定 你 雪凡心一番犀利言辞下来 博得徐正无言以对 但心中的怒火却是更盛 这个该死的雪凡心真是太嚣张了 该教训 此时正是用餐时间 食堂里的人不少 雪凡心说的话他们全都听见了 刚才所发生的事他们也全都看在眼里 现在仔细想想 事情会闹成这样 还真是林薇薇先挑起的 徐正一来就责问并责罚雪凡心 的确有失公正 不过徐正是刑罚长老亲收的弟子 据说颇为气重 所以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 都不会随意乱说话 变得得罪了人 诶 徐正 是林薇薇先动的手 现场的人全都看见了 如果你真要责罚谁的话 那就连林薇薇一起罚 否则我们不服 你要是真有胆 那就连我一块责罚 没胆就少在这里乱出头 免得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火烈云站出来说话 他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 恨不得给徐正一拳 虽然他和水莫宁的关系 也不算太过亲密 只是刚刚认识几天罢了 但同为黄班的新生 他当然要护自己人 火烈云的性子就是这般桀骜不羁 黄望自大 目中无人 所以即便他是东周第一家族火家的少主 天班地班的导师也不愿意收 最后被丢到了黄班去 徐正对火烈云还是有几分忌惮的 毕竟东周的第一家族不好惹 但是那又如何 到了武方学院 不管是谁都必须遵守学院的规矩 哪怕是东周之王本人来了 也不能在武方学院胡乱撒野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92集 就因为如此 徐正才不畏惧雪凡新的身份 不畏惧荒域之王 要是在外头 没有武方学院撑腰 他哪里敢这样对待荒域之王的孙女 不过那又如何 谁让他是武方学院刑罚长老七收的弟子 身份就摆在那里 所以他不用忌惮雪凡新 也不用惧怕火烈云 火烈云 你竟然敢威胁我 那我就连你一起罚 我不管你怎么罚 今天不连林薇薇一起罚的话 那么这件事就没完 老子不怕闹 闹得越大越好 最好呀 闹到刑罚长老那里 让他来评评理 看看你这样的做法对不对 如果刑罚长老也认为你是对的 那老子就认栽了 你 你什么你啊 拿着鸡毛当令箭 真以为刑罚长老让你监督新生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徐政 你倒是给句准话 到底要不要连林薇薇一起罚 如果连她一起罚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就上刑罚堂去受罚 雪凡新也逼迫徐政 逼着她连林薇薇一起罚 林薇薇的脸色很不好 相当的难看 她知道徐政正在为难 也知道今天的事情闹大了 对她没有任何好处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退为进 徐政师兄 算了吧 今天的事情我也有不对 我不敢因为私人的原因 而对水莫宁动手 有了林薇薇给的台阶下 徐政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也顺势而为 好吧 既然你们双方都有错 也没造成什么大损伤 那么此事就这么算了 如果谁还敢闹事的话 我一定严惩不戴 徐政这话虽然说得公正不阿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 他这样做的用意只是不说而已 发现周围人群目光的不对 徐政觉得很尴尬 狠狠地瞪了一眼雪凡心 便带着自己的人离开 然而徐政一走 食堂的一个青年却走过来说道 从今天开始 本食堂拒绝向天班的林薇薇提供任何食物 所以林薇薇小姐以后最好不要踏入食堂半步 什么 林薇薇还在气头上 两边脸依然火辣辣的疼 肿得发红 还没等她缓过来 感觉又被人火辣辣的打脸疼得厉害 心里满身怒火和不甘 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提供食物 如果是因为今天的事情 那么他们也动手了 为什么他们却没事 星发堂那边没能给雪凡心降罚也就算了 食堂这边居然只针对他一个 他不服 我们大师可不是糊涂人 眼睛血亮得很 是非对错 他看得一清二楚 你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性子 什么品格 什么修养 他看得透透彻彻 所以 你以后都不要来食堂了 饮食问题自己解决 青年冷泻轻蔑地 丢给林薇薇几句解释 然后就不再理会他 将目光转移到雪凡心身上 态度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变化 凡心小姐 师父要上二楼用餐 要的 今天的菜就跟上次一样吧 我懒得点菜了 雪凡心礼貌地回应青年 就对自己身边的伙伴说道 走吧 我们上二楼去吃饭 一会儿我跟食堂的人说说 下次就算没我带领 你们也可以上二楼吃饭 真的 时波欢喜不已 凡心 食堂的人会同意吗 水莫宁可不认为 这是一件随便说说就能实现的事情 这个临时新生食堂的林菜师来头不小 连整个特级班的面子都不给 更何况 是他们这几个黄班的小人物 虽然凡心是荒域之王的孙女 但这个身份并不算厉害 和九游圣地相比 简直是没得比 会不会同意温国之后就知道了 走咱们先去吃饭 管他同不同意啊 先吃我再说 石波紧跟着雪范心往楼上走 恨不得能马上吃到美味的林菜 还真别说 这个临时新生食堂的林菜师做出的林菜 不是一般的美味 吃了让人还想再吃 林薇薇看着雪范心等人往楼上走去 怒不可遏 从小都没有受过这般屈辱的他 岂能忍受得了 所以气急败坏之下居然再次动手 你们这些贱人全都去死 雪范心等人都站在楼梯上 看到林薇薇凝聚出一个超级大的火球 想往他们这边袭来 正当他们想做出防御的时候 却看到方才站出来说话的青年随手推掌 直接将林薇薇打飞出食堂外 连林薇薇凝聚出的火球也一并打散 青年将林薇薇打出食堂之后 便放眼警告道 以后谁再敢在食堂胡乱动手 就是这个下场 食堂里的人亲眼看到青年出手 感受到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灵气气息 此时才发现他的修为竟然是圣景 一个个都吓得浑身缩紧 不敢乱来 林菜师其实并不算什么厉害的职业 只是比普通的厨子稍微高等一点而已 但拥有高修为的林菜师却非同一般 连学徒都有圣景的修为 可见这个临时新生食堂的林菜师有多么的厉害 此时在食堂的某个角落位置 某张桌子上四五个女子围坐一起 其中有一个女子不悦地说道 青年姐 这食堂的人真是太过分了 虽然这样对待我们天班的新生 还有那个雪凡心 简直嚣张至极 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她 顾青年冷眼看着说话的女子 那是她活该 你们要是不想像林薇薇那样被打出去 那就安分点 她并不蠢也不傻 事情是林薇薇挑起的 被打被赶都是活该 不过那个雪凡心绝对不简单 今天的事以林薇薇被打出食堂而告终 但林薇薇却因此恨上了雪凡心 水莫宁等人 眼中的恨意简直可以将人吓死 雪凡心水莫宁 你们给我等着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当林薇薇被打出食堂的时候 赵启南跟着跑出来 把摔在地上的林薇薇扶起来 薇薇你没事吧 林薇薇被扶起来之后 才将赵启南甩开 心里的怒火实在是太大 因为没有地方发泄 所以就撒到赵启南身上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看到你的未婚妻被打成这样 连吭都不吭一声 简直是个闹钟 贝林薇薇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赵启南即便是心里再不爽也忍着 薇薇他们人多势众 又有食堂的人撑腰 连徐政师兄都拿他们没办法 我能怎么样呢 以后咱们见着他们就躲着吧 那个雪凡心太厉害了 我们斗不过他的 谁说我斗不过他 一个荒语之王的孙女罢了 难道还能敌得过南州之王 我们林家跟南州之王可是有关系的 我倒看看 薇凡心怎么跟我斗 是是是 到时候 让南州之王收拾他们 赵启南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心里却不是这样想 林家的确和南州之王有点关系 但也只是有点关系而已 这关系南王府的人想认就认 不想认就不认 所以结果很难说 不过 就算没有南王府撑腰 林家还有药神谷做靠山 所以林家并不惧怕荒语之王 雪凡心 水莫宁 我林薇薇 一定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水莫宁 你嚣张是不是 我现在就传炫回去 让林家停止给你们水家提供丹药 林薇薇说做就做 拿出一张传讯符 将想要传达的信息输入 然后传送出去 等传送符到达林家 林家那边收到信息之后 就会有所动作 如果水家还想要丹药的话 就会给水莫宁传讯 她等着水莫宁来到她面前磕头认错 林薇薇此时还不知道 她所想的这些事情 永远都不可能发生 在林薇薇传出讯息的时候 满秋已经来到水家 私下见了水莫宁的父亲 并将丹药送上 对于这些 雪凡心现在并没有心思去理会 此时正在食堂的二楼大吃特吃 吃饱之后 就让人将食堂的那位林菜师请来 林菜师得知雪凡心要见她 赶紧整理好衣物前去 来到雪凡心的面前时候 恭恭敬敬地行礼 属下见过王妃 火猎云金正明石波等人 原本是慵懒地坐在椅子上 等着食堂那位林菜师过来 然而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让他们吓了一跳 即是惊讶地看着雪凡心 凡心 她叫你什么来着 水莫宁之前已经知道 雪凡心是个王妃 至于是什么王的妃子她并不知道 所以这会儿也很惊讶 据她所知 这个新生食堂的林菜师 来自九游圣地 九游圣地的人 称呼繁心为王妃 那繁心岂不是 九游王妃 这 这怎么可能呢 她从来没听说过 九游王娶亲的事 怎么可能会冒出一个九游王妃呢 应该是弄错了吧 繁心不可能是九游王妃的 雪凡心微微一笑 暂时不给伙伴们解惑 而是先对那位行李的林菜师说道 我还不是你们真正的王妃 所以不必行此大礼 起来吧 王队属下说过 您是她唯一的妃 林菜师站起身来 但该有的礼数还是有 将雪凡心当成真正的九游王妃看待 对此雪凡心只是笑笑 表面上没什么反应 其实心里早就喜得乐滋滋的 不知阁下如何称呼呢 属下姓陶 单名一个人字 若是不介意的话 我称呼你一声陶叔吧 不介意不介意 只要王妃不嫌弃就好 雪凡心看到陶人成惶成恐的样子 很是紧张害怕 所以尽量把话说的客气点 免得她更加紧张害怕 陶叔 是这样的 这几位是我的朋友 平时没有我带领的话 你也让他们上二楼吃饭吧 不需要你亲自账勺 让你的徒弟给他们做点好菜就行 这个没问题 以后他们来吃饭 若属下不在的话 会让其他人给他们做菜 虽然那些人的厨艺不如属下 但也不会太差 比起外面的林菜师要厉害得多 所以他们做的菜不会差到哪里去 陶人对自己的徒弟还是挺有信心的 尤其是几个得意闷生 几乎深得他的真传 那就多谢陶叔和诸位了 我再坐一会儿便回去了 你们不必再候着 去休息吧 是 属下告退 虽然雪凡心已经非常客气礼貌 但陶人还是不敢有任何余归 自始至终对雪凡心的态度都是恭恭敬敬的 游王再三交代 必须要将王妃当成太阳对待 所以他不敢有任何的怠慢和不敬 万一做错什么 有王发怒 那他可就惨了 陶人退下之后 偌大的包间里 就只剩下黄斑那几个心声 所有人都盯着雪凡心看 脸上写满了问号和惊讶 久久都无人开口询问 水沐宁和雪凡心相处有一段时间了 对雪凡心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所以哪怕他再胆小 这会儿也敢第一个开口询问 凡心 你到底是不是久悠王妃啊 如果是 那么这身份可就吓人了 是与不是 我还是我 所以啊 你们没有必要那么大惊小怪 也不用紧张忌惮什么 我当你们是朋友 只要你们也当我是朋友 那我们之间就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当我是朋友啊 雪凡心没有直接承认自己是久悠王妃 但他话中透露了一点意思 就这一点意思大家都已经肯定 雪凡心久悠王妃的身份 各个都吓得倒抽一口气 久悠王妃要不要这么吓人啊 凡心 我 我愿意当你是朋友 只要你不嫌弃我 水莫宁先是扯了扯雪凡心的袖脚 发现雪凡心没有抗拒 这才鼓起勇气 挽住她的手臂 她没有什么朋友 甚至可以说没有朋友 来到五方学院之后 认识了雪凡心 感受到友情的美好 所以 她真的不想失去唯一的朋友 可是久悠王妃的身份 真的是太高太高了 这就好比一只麻雀 想要跟凤凰做朋友 可能吗 雪凡心反过来 主动抱着水莫宁的手臂 没有任何的架子 真心的将水莫宁等人当朋友看待 我怎么会嫌弃你啊 巴不得有你这个水灵灵的朋友呢 还有你们 要不要跟我做朋友啊 火猎云金正鸣和时波几人 还在因为雪凡心惊人的身份而傻愣着 直到看见雪凡心挽着水莫宁的手臂 随和的与他们说话 他们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 相互看了看 然后都笑着说话 诶 能跟久悠王妃做朋友 那可是非常荣幸的事啊 怎么可能不要呢 你这个朋友 我火炼云交定了 跟着久悠王妃绝对有肉吃啊 所以我时波也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与久悠王妃为友 荣幸之志 半话说开之后 大家的心里已经没有那么紧张 慢慢的放松下来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293集 其实他们只是太过惊讶 直到现在还有点不太相信 跟他们一起被丢到黄班的 竟然是久悠王妃 要是天班地班那些导师知道雪凡心的身份 会不会后悔的想去撞墙啊 他们等着看那些人后悔的样子 一定非常精彩 我暂时还不想泄露身份 所以你们要替我保密 今天之所以让你们知道这个 是因为 我希望你们对秘境试炼有点信心 我可是立志要拿第一的 你们是我的伙伴 到时候 我们会一起战斗 所以我希望 你们在这一个月里好好努力 一个月之后 拿出最强的本事来闯秘境 他这段时间都在观察这几个人 发现他们很缺乏信心 对秘境试炼完全不抱任何的希望 他们是被五方学院放弃的弟子 所以从进入黄班那一刻起 他们对五方学院的任何人和事 都失去了希望和信心 连带着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强大的队友 他们的信心就会慢慢回来 你们不要觉得特级班天班那些人有多厉害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定然不会比他们弱 听了雪凡心的话 果烈云金正鸣 水莫宁和史波四人 慢慢的对新生秘境试炼有了信心 凡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到时候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闯过试炼秘境 水莫宁紧握拳头 心中的信念异常坚定 不就是个秘境试炼吗 特级班天班那些人瞧不起我们 那我们就亮相他们的狗眼 我烈云神气的甩了甩自己的头发 金正鸣和史波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他们的心境都已经发生变化 从这一刻开始 黄班五人才真正开始有整体团队的意识 雪凡心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好了我们回到黄班去吧 然后该干嘛干嘛 前半个月先提高个人实力 后半个月才开始培养团队的默契度 虽然时间不多 但我们只要精力就好 走走走赶紧回去训练 我今天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我也是 走吧别坐着了 此时还没有人知道 五方学院最强的一个团队就这么产生了 他们在未来将会留下许多惊人的事迹 雪凡心回到黄班就先去看看唐满 顺便给他带些吃的 唐满得到雪凡心的治疗和丹药 伤势不仅稳定了 而且还有所好转 此时正在屋里挑战 察觉到雪凡心的到来才停下来 经过大半天的思考和冷静 他现在已经没有之前那么迷茫和疑惑 也不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此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好好培养并跟随雪凡心 不管他是不是老神棍所说的那个人 他都一心跟着他 老师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这些灵菜放有雪莲汁 而雪莲汁对你的伤有一些治疗作用 虽然治疗作用不大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用的 所以你多吃点 雪凡心将饭菜摆放在老旧的桌子上 然后过去将唐满扶过来用餐 唐满没有拒绝让雪凡心扶着 心里突然有种说不出的温暖 眼睛不知怎么的有点酸 几百年来不管是生病受伤 他总是一个人独自熬过来 从未有人关心和照顾 这一次旧伤复发 让他体会到被人关心和照顾的感觉 这种感觉好美好美 让他明白了自己内心深处是多么渴望被人关爱 丫头谢谢你 唐满拿起筷子 精精有味的吃着桌上的菜 老师不用跟我客气 你的身体不好 这几天要好好休息 至于训练的事情 我们都会按照你之前的教导好好修炼 还有其他人我也会盯着他们的 其实你们也不必太过压迫自己 一个月的时间并不能改变太多 所以新生秘境试炼的时候 你们尽力就行 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虽然五方学院没有对外直接公布 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五方学院新生最重要的考核 便是新生秘境试炼 而是否能通过这个新生秘境试炼 最为关键的是个人的天赋和实力 天赋是与生俱来的 实力是从小修炼训练获得的 所以不管是天赋还是实力 都不可能在一个月内有太大改变 甚至可以说没有改变 所以特级班天班地班那些天赋和实力 都一等一的新生 在进入学院之后 并没有将多少心思放在修炼之上 一个月的时间 对于其他人来说 或许不能改变什么 但是对于我来说 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老师 我要去修炼了 你好好休息吧 晚些我再来看你 雪凡心对唐满笑了笑 然后起身离开 火烈云金正鸣 水墨宁和石波四人 受到雪凡心的影响 明知道一个月的时间不能改变什么 但他们依然在努力 唯有努力了 尽力了 他们才没有遗憾 雪凡心也没有闲着 找个合适的地方修炼木灵爵 以自己最强的木灵之力 凝聚出无数的藤条 控制着那些藤条 让它们形成一个巨大的残涌 将自己包裹住 如果它的藤条够坚固的话 那么也可以当作防护盾使用 谁说木灵爵是垃圾灵爵来的 可攻可防可控 厉害着呢 嗯 这个木灵爵还真是不错 雪凡心将周身的藤条收起 可就在这时 他无意中看到 某处角落有一个人影 正当他想过去弄个明白的时候 空间里突然传来异样的声音 而那个声音让他买是担忧和着急 所以只好放弃那个黑衣人 先分出一缕神念进入空间看看 雪凡心的神念进入空间之中 一眼就看到受伤坐在地上的夜酒伤 急忙过去看看 阿九你怎么了 没事 你别担心 夜酒伤即便受伤再严重 在雪凡心面前也努力装出没事的样子 但他额头上的冷汗 苍白的脸色 紧皱的五官 无不再说明他此时此刻的痛苦 你都已经这样了 还说没事 我先扶你到床上去 雪凡心把夜酒伤扶到床上 让他坐好 然后神念便出了空间 而本体则是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房间 一进来 整个人就钻到空间里 神念和本体还是有点区别的 阿九的情况很严重 光靠他的神念之力难以给他治疗 所以他必须让本体进来 虽然他相信黄斑那些伙伴 但逆临天伦空间的事情 他暂时还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阿九 到底是谁把你伤着这样的 雪凡心再次进入空间中 马上给夜酒伤检查伤势 发现他的内伤不轻 于是赶紧给他治疗 但除了内伤之外 阿九体内还有一股可怕的力量在肆虐 时刻折磨并摧残着他的筋脉和筋骨 还想毁灭他的神魂和食海 那股可怕的力量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应付 只要稍微碰到一点 自己也会疼得厉害 星儿 那是天伐之力 你对抗不了 莫要触碰 夜酒伤将雪凡心推开 不让他靠得太近 免得他被自己身上的天伐之力所伤 雪凡心才不管这些 被推开之后又回来 看着夜酒伤那么的痛苦 不断往他体内注入木灵之力 阿九 我来帮你 他知道 自己扛不了什么天伐之力 但木灵天珠的力量 可以帮助阿九减少痛苦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要做些什么 夜酒伤没再拒绝雪凡心的帮助 现在 就算他想拒绝 也没有那个力量拒绝 时刻承受着天伐之力的折磨和摧残 用尽全力 将体内的天伐之力压制住 一波又一波的痛苦席卷而来 若不是他修为够高 实力够强 恐怕 早就被天伐之力折磨死了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一个时辰之后 夜酒伤的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虽然体内的天伐之力依然还在作祟 但已经被他压制住 暂时翻不起什么浪花 可是被天伐之力折磨摧残一个多时辰之久 夜酒伤的消耗也是巨大 此刻虚弱至极 雪凡心一直在给夜酒伤输送木灵天珠的力量 虽然他的消耗也很大 但相比夜酒伤而言好太多了 看到夜酒伤的情况已经稳定 他才停止输送木灵天珠的力量 将几乎坐不稳的夜酒伤扶住 阿娇 你还好吧 已经没有大碍了 别担心 我不会有事的 夜酒伤哪怕再虚弱也努力让自己做好 雪凡心知道 夜酒伤不想在他面前露出虚弱的一面 所以不勉强他 将床上的枕头放好 让他靠在枕头上 你能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你是五周十玉三银六地的神主 谁能把你伤成这样 还有那个天法之力到底是什么 夜酒伤没有打算隐瞒 哪怕伤得再重身体再虚弱 他现在也能笑得出来 以胜利者的口吻说道 与天道大战了一场 在我即将要战胜的时候 天道不惜牺牲一半的修为 将自己体内九成的天法之力 全部释放而出 想用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方式将我除掉 只可惜他最后还是失败了 你伤得那么重 体内的天法之力还在 那股力量很可怕 我连碰都碰不了 雪凡心可不像夜酒伤那样乐观 那股强大的天法之力 让他感到害怕 感到恐慌 如果阿九没有办法对抗体内的天法之力 那么结果岂不是 那样的结果 他连想都不敢想 天道 就是那个一直在追杀阿九的人 给阿九制造各种结束的大混蛋 夜酒伤却还是一副胜利者的样子 脸上有着难以掩饰的笑意 傻丫头 我好着呢 你别一两苦恙 我是故意将天道逼上绝路 让他尽可能的释放天法之力 若是不这样的话 我又如何能得到天法之力呢 天道是掌控这一方世界规则的至高者 哪怕他是神主也无法抵抗天地规则 如果他拥有了天法之力 那么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不过前提是 他必须能够将体内天法之力炼化为自己所用 我不太明白 雪凡心听得一脑子的迷糊 什么都不懂 夜酒伤摸摸他的脑袋 很有耐心地解释给他听 天道是这一方世界规则的掌控者 五周十域三营六地所有的人 都活在他致敬的规则之下 就连我也不例外 若是有人违背了这方世界的规则 就会受到天法 最为简单的天法就是天解 而最简单的天解就是天雷 修炼者在晋升地境的时候 都会引发天雷 需要承受天雷的结束 不管是天雷还是天解 亦或者是天法 都是天道在背后掌控 如今他的实力已经和天道旗鼓相当 天道生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 所以才会想尽一切办法 用尽一切手段除掉他 但不管他的实力再强 终究抵不过这方世界的规则之力 受天地规则的影响和限制 一旦和天道真正的生死拼杀 他会处于劣势 极有可能会被天道击杀 想要改变这样的局势 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也拥有天法之力 而这方世界的天法之力 全数掌控在天道手中 所以想要得到天法之力 只有从天道身上下手 雪凡心基本了解了个大概 你是为了得到天法之力 所以才会去找天道火拼 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怎么说做就做啊 太鲁莽了 现在不做 以后便会受制于他 倒不如趁他万万想不到的时候突袭 这样胜算会更大 你放心 若不是有万全的准备 我也不会走这一步棋 叶酒商一直都是信心满满的样子 他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哎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好了 算了算了 事已至此 说那些都没有意义 那我现在能帮你做什么 事情已经发生 追究什么的没有意义 与些浪费心思去纠结这个 不如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做 雪凡心虽然在郁闷 在担心 在着急 但他还是很小心的照顾着叶酒商 再次看看他的伤情 你的内伤已经没有大碍 其他伤也不是很严重 但暂时被压制的天法之力 却非常恐怖 随时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所以你要小心点 无妨 接下来 我会将体内的天法之力炼化掉 叶酒商做个深呼吸 先慢慢的 小心翼翼的观察体内的天法之力 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伊菲,腹黑九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294集 在没有完全了解 并控制体内的天法之力前 他不能乱来 否则事情会变得很糟糕 你有信心将天法之力炼化吗? 你要相信自己的夫君 知不知道 炼化体内的天法之力 大概需要十天的时间 而这十天的时间 我都不可以离开 逆龄天轮空间一步 此时 五周十遇 三营六地 到处都是天道释放出的引伐之灵 一旦我出去的话 体内的天法之力 就会与引伐之灵相呼应 到时候 我的行踪便会暴露 在没有炼化天法之力之前 我无法再与天道一战 所以 所以什么? 你尽管说 我一定会帮你的 不管有多难 他都会尽全力去帮阿九 你去一趟九游圣地 到时候 我会给你指示 将藏在某个地方的东西取来 初歌和沐宇他们 可以带你去往九游圣地 所以 你去找他们即可 好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雪凡心急着想去找初歌和沐宇 但是却被夜酒商给拉住了 莫急 这件事急不来 过两日 你再去九游圣地 现在你什么都不要做 这两日 本体也不要随意进入空间 以免被天道察觉 我明白了 那你在空间里好好休息 我先出去了 雪凡心是个聪明人 除了那些自己不曾触碰过的东西 很多事情 他是一点就明白 所以没在空间里继续待着到外面去 随时此刻 外面的天气异常恶劣 狂风暴雨不止 天上雷鸣不断 一道道可怕的闪电从天气劈下 仿佛要将这片天空劈成两半 不仅如此 伴随而来的还有大大小小的灵气风暴 到处肆虐着这方世界的生灵 轰隆 雷鸣声不断响起 整个武风学院陷入黑暗之中 所有的事物都必须暂停 就算不暂停也没有办法继续运作 因为天气实在太恶劣了 这刚刚还好好的 星空万里 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哎呦妈呀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雷电 光是听声音都觉得吓人呀 好像连灵魂都在颤抖 轰隆 一道闪电突然披在武风学院的某处 将整个山头都给披掉了 把学院的人吓得更加害怕 此时已经没有人敢出来 都找地方躲着 不仅仅是武风学院 五周十域 三银六地各个地方 即便是偏僻的小地方 都是同样的天气 一些修为高深的大人物都透过窗口 看着外面的天气陷入沉思之中 天降异象怕是有大事发生 又或者是不管是什么 希望武周十域 三银六地都能够安好 雪凡心从空间里出来 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哪里都不去 破旧的房屋差点抵挡不住外面的狂风暴雨 窗户门口被风吹得咔咔作响 因为雨下得太久 屋里已经渗入了不少的雨水 里面湿漉漉的 对于这些外部环境 雪凡心一点都不在意 之前有空间可以住 所以她没有在破木屋上花任何的心思 如今十天半月不能随便进出空间 那她就得好好考虑住房的问题 起码床单被褥什么的得弄好 不然怎么睡 屋外依然狂风骤雨 电闪雷鸣 已经过了两个时辰 风势与势依然不减半分 黄斑破败的院落里 不少木屋已经坍塌 剩下的木屋也支撑不了多久 雨越下越大 风越刮越猛 雷鸣闪电持续不断 仿佛要将这个世界毁灭一般 到了半夜里 水莫宁所住的木屋被风吹走了屋顶 墙壁也是岌岌可危 根本无法再居住 水莫宁跑出来之后无处可去 第一个想到的是雪凡心 于是冒着风雨 往雪凡心所住的木屋跑去 凡心在不在 莫宁你怎么来了 雪凡心打开房门 看到水莫宁淋的一身湿 赶紧将它拉进来 我的房屋被风吹塌了 不知道该去哪里好 所以就来你这里 你这屋子恐怕也撑不了多久 这该怎么办才好 等塌了再说吧 凡心 莫宁 你们在哪啊 火猎云 金正明和史波三人 也跑出了自己的木屋 先来寻找雪凡心和水莫宁 因为外面的雨势实在是太大 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 看到雪凡心的房门开着 就直接跑去 然而 他们几人才刚跑进屋子里 外面就轰隆的一声 一道闪电 正好披在屋子外面的院子里 在地面劈出一个大坑来 周围的房屋也被震得摇摇欲坠 我的妈呀 这什么鬼天气 也太恐怖了吧 石波看着外面的大坑 想着自己前几秒还站在那个位置 心里阵阵发毛和后怕 随着闪电劈下 灵气风暴也席卷而来 外面的院子被肆虐的厉害 小花小草小树全都被摧残得体无完肤 赶紧把门堵上 雪凡心迎着风将破旧的木门关起来 和大家一起用桌子把门顶住 门是堵上了 但是窗户却被吹烂了 强劲的大风带着雨水飘进屋里 还伴有灵气风暴 在这种破坏力下 破旧的小木屋根本就抵挡不住 雪凡心情急之下 只好动用木灵爵 凝聚出无数的藤条 将整个木屋都缠住 变成一个藤屋 有了藤条的支撑 木屋兼顾了许久 任凭外面的风雨如何的厉害 都能撑得住 我猎云金正明和史波三人 还在用身体堵着门口 直到藤条将整个屋子缠稳 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还是凡心厉害 居然想到这种办法 佩服佩服 来 我帮大家把衣服烤干 在雪凡心的引导之下 我猎云也想到了使用力量做点什么 于是用温和的灵力慢慢将众人的衣服烘干 可就在这时轰隆的一声 一道雷电突然劈在屋顶上 将屋顶劈出了一个大口子 把屋里的人都吓得不轻 被藤条包裹的木屋还是被雷电劈出了一个大口子 雨水哗哗的往屋内下 屋里瞬间湿成一片 雪凡心从屋顶的大口子 看到空中的恐怖雷电和风雨 心中无比的紧张和担忧 赶紧动用木灵爵将屋顶补好 为什么雷电老往他这边劈 难道是阿九的行踪暴露了 这不太可能吧 就在雪凡心担忧不已的时候 在某个神秘之地 一个身穿金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正在审视着雪凡心所在的地方 将每个角落都仔仔细细地搜索几遍 只要那人在这里 无论躲在哪里 无论有什么阵法 机关保护 他都能找得到 身中天法之力的人 只要他还在这一方世界 哪怕是撕裂空间躲藏都没用 可是他已经找了半天 依然没有察觉到天法之力的气息 更没有找到那人的踪迹 这个人似乎从五周十遇 三淫六地消失了 绝对不会是消失了 对方一定是有办法 隐匿天法之力的气息 所以他要加大力度寻找 必须在那人压制住天法之力之前 将人找出来并杀掉 可是那人已经经历九世轮回 并且重归神位 他只知道 对方是神域的神主 其他的一概不知 就连具体的名字也不知道是什么 神域那边 他已经彻彻底底搜查了不下十遍 几乎把神功都毁了 但还是没有找到 那个所谓的神主 就连一点气息也察觉不到 如此看来 那个神主应该是没有回神域 所以他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找 就在刚才 他似乎察觉到一点天法的气息 连续放了几道引法之雷 但却一点回应都没有 后来他仔细看过 那只是几个小矛头而已 并不是他所要找的人 而且也没有什么天法的气息 应该是他弄错了吧 金袍男子在雪凡心这里 找不到夜酒商的踪影 也感觉不到天法的气息 这才将注意力转移 以五方学院为中心 不断对外搜寻 释放引法之力 无论如何 哪怕将五周十域 三银六地弄得千疮百孔 他也要将那个神主揪出来 否则以后死的就会是他 中了我九成的天法之力 我倒要看看你能往哪里躲 就算能躲 我也要看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神主 这次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随着金袍男子的怒意释放出来 五周十域三银六地的风雨雷鸣更为厉害 整片天空都是乌云 黑得吓人 许多房屋建筑和花草树木 都被雷电劈毁 雨势太大 一些地势较低的地方 已经被水淹没 雪凡仙几人还躲在藤屋里 没人敢出去 也出不去 听着外面的雨声风声雷声 一个个都吓得紧张不已 一整天的时间过去了 天气依然无比恶劣 因为情况太过严重 五方学院不得不采取措施 将学院的新生接到安全的地方 为他们提供安全的住所 并派医师给受伤的人治疗 但是黄班的新生却被彻底忽略了 没人提起他们 也没人管他们的死活 仿佛他们并不是五方学院的一员 雨依然越下越大 风越刮越猛 电扇雷鸣持续不断 五周十遇 三淫六地 遭受着冷酷无情的摧残和毁灭 到处都是天灾 一些正义之士 纷纷出力抵抗这样的天灾 尽力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其中以神域的诸神最为卖力 在天灾来临的时候 他们能在第一时间组织好人员 前往各地救灾救人 然而这一切都是夜酒商事件安排好的 所以神域那边才能够做出如此快的反应 但这些事情暂时和雪凡心没有关系 他现在是自身难保 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因为雨势实在太大 屋外的院子已经变成一片汪洋 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种山体滑坡和泥石流 心生所在的山头已经毁了大半 各种房屋建筑不是被水淹没 就是倒塌 此时雪凡心所在的木屋也快要支撑不住了 水已经没到门口 再过不久 整个屋子都会被淹没 凡心水要进屋里来了怎么办啊 石波看到门口不断有水渗入 不到半壳中的功夫 屋子里已经全都是水 根本就堵不住 火猎云从窗口的缝隙往外看 发现外面的水势特别大 只是几个眨眼的功夫 水位就上升了不少 按照这样的趋势 不出一个时辰 这间木屋就会被水完全淹没 金正明观察了一下局势 紧张说道 我们必须赶紧撤离 要是再不走的话 就会被淹没了 可是我们能够往哪里撤离啊 水莫宁焦急道 此时屋里的水已经没过他的脚踝 证明说得对 我们必须赶紧撤离才行 雪凡心努力地想办法 可是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个什么好办法 他才刚来武方学院没几天 对这里的环境并不是很了解 接触的人和事少之又少 这个时候还真是不知道 往哪里躲避才是正确的 实在不行的话 他只能向初歌和木屿求助 只是不知道 初歌和木屿几人 能不能应付得了这样的天灾 就在雪凡心焦急想办法的时候 唐玛和老酒鬼冒雨找来 两人大老远就看到了那间布满藤条的屋子 不用想也知道 王班那几个孩子都在这藤屋之中 于是就直接过来 老师来了 石波从门口的缝隙 看到了唐玛和老酒鬼 兴奋地大喊出来 没等唐玛和老酒鬼敲门 雪凡心已经将门口的藤条弄开 让两人进来 老师 前辈 你们怎么来了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天班特级班那些新生弟子 已经全部转移到内院的武方厅了 我们也赶紧过去吧 唐玛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眼中竟是怒意和不满 气得眼睛都发红了 老酒鬼也是一样 很是气愤的说了句 哼 武方学院那些人真是太过分了 只管特级班天班地班玄班那些新生的死活 姿势至终都没有提过黄班 难道黄班这些孩子的命就不是命吗 那几个班的新生 昨天就已经被学院的人护送到武方厅了 可是黄班呢 听到唐玛和老酒鬼说的这些话 雪凡心才知道 原来他们黄班彻底的被武方学院给丢弃了 虽然他很生气 但是却不恨 只是心冷而已 而这样的冷决定了他今后对待武方学院的态度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伊菲赴黑九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295集 我列云金正鸣、史波以及水莫宁 也是这个时候才知道 他们被武方学院丢弃的有多么的彻底 他们并不像雪凡心那样 只是心冷而已 他们更多的是怨怒和愤恨 对武方学院的恨和怒 无形之中已经上升到一种程度 不管他们的天赋如何 实力如何 性格如何 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 而且 他们仅有五个人而已 武方学院想要将他们转移 只需派几个实力稍微强大一点的师兄师姐 过来护送就行 可是武方学院那边什么都没做 特级班、天班、地班、玄班的新生 昨天就已经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他们黄班 现在还被困在狂风暴雨之中 随时都有可能被洪水淹没 武方学院那些所谓的长老、导师 难道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很残忍吗 此时此刻 没有人说话 大家都在心里怒着恨着 双手紧握成拳 眼中尽是不甘 薛凡心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对人性、人心都有着深刻的了解 看到伙伴们都充满了怨恨 于是稍微开导开导他们 免得他们误入歧途 你们何必那么生气呢 对于我们来说 武方学院的任何人都是毫不相干的 而对于武方学院来说 我们也是毫不相干的人 所以不管武方学院怎么做 我们都没有权利去怨、去恨 因为毫不相干的人 没有权利和义务管我们的死祸 你们要记住 不管任何时候发生任何的事件 都不要对不信任、不可靠的人 抱有任何的希望和期盼 我们要学会凡是靠自己 唯有靠自己 才能走出一条属于强者的真正道路 听了薛凡心的话 火烈云、金正鸣、石波 还有水墨凝几人 心里的怒意和恨意才慢慢削减 竟隐隐约约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们只不过是武方学院 刚入院的新生 甚至不算是武方学院的弟子 所以不该对武方学院 抱有任何的希望和期盼 凡事要靠自己 而不要老想着别人 唐满和老酒鬼 听了雪凡心那些话后 也是感触颇多 只是现在 并不是发感慨的时候 好了 大家先去别想那些事了 赶紧做好准备 我们会护送你们去往武方厅 外面的水势越来越大 必须马上离开 再晚一些的话 想走都难了 在唐满和老酒鬼的带领和护送下 黄班的五个新生 撤离了小木屋 在狂风暴雨之中艰难前行着 前往武方学院内院的武方厅 武方学院分外院内院 外院很多时候都是空着的 唯有每五年一次招新的时候 才会有点人气 而真正的武方学院 其实是在内院 内院任何的建筑设备 以及各种防御 都比外院好上百倍 外院的房屋建筑 只是简单的石木构造 所以根本抵抗不了这样的天灾 但是内院不同 哪怕外面的风雨再大 房屋建筑都不会倒塌 武方厅是武方学院各门弟子 借取任务和兑换武方珠的地方 一共有三层 每一层都能容纳上千人 完全足够让此次的新生全部入内 此时在武方厅的三楼上 某个雅致的房间中 一个手中把玩竹叶的男子 正透过窗户看着武方厅里的一切情况 眼中显露出的怒意和不满 越来越强烈 没过一会儿 一个身穿灰袍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站在把玩竹叶的男子身后 恭敬地抱拳坐衣行礼 见过院长大人 灰袍中年男子行过礼之后 察觉到眼前的人身上散发着冷意 心里咯噔一声 顿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是武方学院的代理院长 平时武方学院的一切事宜 都由他来管理和决定 院长几乎不插手 甚至时常不见踪影 有时候十年几十年都不见人 因为院长时常不露面 所以学院里的人 几乎都忘记了他的存在 唯有几个年长的长老和导师才知道 其他人都以为代理院长 是武方学院的院长 然而只有少数人才知道 他们这个院长要么不出现 一出现就意味着有人要倒霉 而且是倒大霉 这次倒霉的该不会是他吧 清目 本院长只是出去远游 并闭关了一段时间 虽然这段时间长了一点 但你瞧瞧 本院长的学院被你管理成什么样子了 暂时不说那些邪修之人 先说说学院里那些长老导师 你觉得他们之中有几个是合格的 院长大人 我 你先别急着解释 等本院长把话说完再发表言论 就拿这次的天赛来说 本院长不介意你弄出一个什么特级班 也不管什么天班地班玄班 但无论是什么班 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 你们只管特级班 天班地班玄班 那些新生的死活 有想过黄班吗 难道因为黄班的弟子天赋不好 实力不高 所以他们的生命就不值钱了吗 院长大人 这件事 别急别急 本院长的话还没说完 你瞧瞧天班地班那两个导师 他们还配做导师吗 他们除了有一点实力之外 还有什么 心性 人性 品德 师格 修养 这些东西在他们身上 一点都没有 再来说说特级班那个封锡玉 一个只知的仗者西风大帝名头 要武扬威的伪君子 他有什么资格做导师 院长大人 这 都说别急了 你急什么 等本院长把话说完再急 你瞧瞧 所谓的天地玄黄分班 完全都是以实力和背景为主 以导师的喜好为先 从不看心性和品格 你说说 这种导师能教出什么样的好学生呢 院长大人 还有 武方学院什么时候可以让外人随意进出了 封锡玉留在武方学院作威作福 本院长看在西风大帝的面上 可以勉为其难的视而不见 但是封如玉算个什么东西 南部城学院还卖封锡玉的面子 让他的妹妹也可以在学院里作威作福 院长大人 青木 这些还只是心生区域的乱象 老生区域那边 本院长就暂时不说了 现在轮到你和本院长说说 你是如何管理武方学院的 如果你说你没有能力管理好武方学院 那么本院长不介意换个代理院长 青木一直想说话 可是却被一股强大的威压震着 连身体都无法动弹 更何况是说话 武方学院的院长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人物 就连他也看不透 更不知道对方真正的身份 这些年来院长一直没有踪影 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所以他的胆子才慢慢变大 逐渐的将自己当成武方学院真正的院长看待 因为利益关系 有些事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现在 院长大人 我 青木正想解释并认错 谁之话还没说 眼前的人却突然的消失不见 这让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而这个时候 武方厅里正好出了点事 将他的注意力转移过去了 唐满和老酒鬼两人用尽全力 护送黄班的几个新生来到内院的武方厅 因为外面的风雨势太大 他们来到武方厅外之后 连门都不敲直接闯了进来 但这一举动遭到武方厅管理者的不满 在得知这些人乃是黄班的新生和导师之后 更是嫌恶地将他们往外驱赶 走走走 就你们这些黄班的垃圾 还没资格进入内院的武方厅 你们最好快点滚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此时武方厅里到处都是人 各班的新生全都聚集在这里 所有人都在看着热闹 有的人还在幸灾乐祸 甚至是出演冷嘲热讽 哟 想不到黄班那些垃圾 竟然跑到这里来了 而且还是直接闯进来的 他们难道不知道 武方厅是不能随便乱闯的吗 等着瞧吧 马之事是不会让他们在这里待太久的 很快他们就会被赶出去 黄班的垃圾们 你们最好自己滚蛋 否则 要是被人赶出去 那丢脸可就丢大了 嘿嘿嘿嘿 听着这些冷嘲热讽 火烈云气得浑身发抖 恨不得将那些出演讥讽他们的人杀掉 金正明和时波虽然也很生气 但他们很清楚现在的局势 所以将火烈云拉住 免得他因为冲动而鲁莽行事 唐马眉头皱了皱 就算心中有再多的不满 他还是客气说话 马之事 外面风雨太大 黄班已经没办法呆了 所以我只好把这些孩子送到武方厅了 你看能否行个方便 让这些孩子在武方厅避一避 不行 我的地盘绝对不允许黄班的垃圾污染 所以你最好赶紧将他们带走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马之事的态度非常恶劣 根本不给唐马任何面子 冷酷无情地下出竹林 老酒鬼一个不爽 站出来大骂 系马的 你有点良心行不行 外面的天气这么恶劣 你这个时候将这些孩子赶出去 无疑是让他们去死 你忍心吗你 其他班的新生都在这里避难 黄班就只有五个孩子而已 你难道就容不下他们几个 不错我就是容不下他们几个 实际的话你们赶紧滚 不然我可就要无力赶人了 信马的你好歹也是学院的实士 如此的心狠手辣 没有一点善心不觉得丢脸吗 我这里就是容不下垃圾 有本事你咬我 你 老师 前辈 你们不用跟他吵了 雪凡心出言劝阻 在唐马和老酒鬼跟马直士争吵的时候 他已经将现场的人都扫视一遍 找到了几个关键人物 风希玉 还有那个丧长老也在五方厅中 尤其是那个丧长老 此时一脸的幸灾乐祸的笑容 正等着看雪凡心等人的笑话 还有那个风希玉 虽然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眼眸之中的得意 却是隐隐地流露出来 在风希玉旁边的是风如玉 更是得意地笑着 除此之外 桑若新 林薇薇 还有几个新生 也都是同样的心理 从丧长老和马直士的眼神互动来看 这两人的关系应该是不一般 所以马直士才会这般刁难他 他们黄斑 又是这几个人在作妖 很好 他倒要看看 这些人还能笑到什么时候 雪凡心的话 让唐满和老酒鬼都停止了跟马直士争吵 而马直士也将注意力转移到雪凡心身上 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充满了针对和刁难 你就是那个无法无天 目中无人 嚣张跋扈 心狠手辣的雪凡心 我不管你是谁 有什么样的身份背景 但我这里 不欢迎你这种人 所以 你最好马上滚蛋 否则 我可是不会客气的 哼 你有什么权利让我滚蛋 雪凡心冷谢地质问 这一质问让马直士非常不爽 态度更是恶劣 语气更为强横 就凭我是五方厅的直士 这里我说了算 你只不过是五方学院的一个直士而已 不是院长 这里并不是你绝对说了算 除非你能证明 你说的话比院长还有力度 那么我二话不说 立马离开 院长将五方厅交给我来管理 那么我说的话自然是有力度的 所以你们赶紧滚吧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趁着我还没有发怒 你们最好马上离开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五方厅 你的话比院长还有力度 不错 在五方厅 我说的话比院长还有力度 所以你们可以滚了吧 马直士实在是看不惯雪凡心 跟他说话的态度 还有他那种轻蔑的语气 原本他只是看在丧长老的面子上 故意针对刁难雪凡心 以及谎斑那些人 但是现在他是真的讨厌雪凡心 作为五方学院的直士 不管是新生还是老生 即便是学院的导师长老 都会给他几分薄面 跟他说话的时候 都是客客气气的 可是雪凡心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 居然敢用盛气凌人的口吻跟他说话 还拿院长来压他 实在是可恶 如果雪凡心一开始低声下气地跟他哀求 或许他会勉为其难地让他们在门外避难 但是现在 雪凡心冷讽道 哼 想不到 这就是传说中的五方学院 真是让我大失所望 导师不像导师 长老不像长老 执事不像执事 简直就是一个黑得不能再黑的藏污纳垢之地 真是不知道 五方学院的院长是怎么想的 自己的学院黑成这样 他也不来洗一洗 臭丫头 你居然敢如此侮辱学院的导师执事 还敢侮辱院长大人 看来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有侮辱了谁吗 我只是在实话实说而已 难道五方学院 是一个连说实话都不允许的地方 你 还有那个什么风夕月 你不是很喜欢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吗 你可以不管我的死活 但是黄斑其他人也是鲜活的生命吧 你怎么就不发一发慈悲 动一动你的善心 救他们几个于水火之中呢 你连怨灵都愿意出手相救 为什么却不愿意救其他人 难道是因为他们跟我的关系比较好 你恨我的同时把他们也给恨上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你还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满嘴的人意道德 其实都是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之上 没有利益的事情 你绝对不会谈什么上天有好生之德 你 风夕月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话 只是在一旁看热闹而已 谁知雪凡心却将矛头转移到他身上 这让他气恼不已 同时觉得很丢脸 正如雪凡心所说的那样 他连怨灵都愿意救 如果不救黄斑那几个新生 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如果是之前 他倒是挺乐意救一救黄斑那几个人 落个好名声 但是如今在雪凡心说了那些话之后 他要是再出手相救的话 那只会更丢脸 这个该死的雪凡心就是跟他犯冲 等着吧 他不会让这个死丫头逍遥太久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伊菲,附黑九黄书》 作者,绿衣,演播,孟凡之音,光角的无邪 第二百九十六集 风心玉被雪凡心一顿奚落痛骂 激怒了风如玉 于是站起来与雪凡心对骂 雪凡心,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哥哥 别以为你是荒芸之王的孙女 就很了不起了 我们风家还没把荒芸之王放在眼里 风如玉此话一出 风心玉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不断地给自己妹妹使眼色 让她不要乱说话 见风如玉没有反应 她干脆动手将风如玉给拉回来 如玉,莫要乱说话 风家虽然有些底气和后台 但说到底只是一个家族而已 无法跟整个荒芸对抗 如果风家真的和荒芸作对 恐怕没有哪个周王或者玉王会真的帮他们 毕竟荒芸之王是神主钦定的荒王 和荒芸作对很有可能会得罪神玉某些势力 到时候惨的只会是他们风家 至于那个雪凡心 想要除掉的话最好私下干 哥 风如玉接到哥哥的警告 就算再不爽也得坐回来 只能恶狠狠地瞪着雪凡心 在心里将他诅咒几百遍 雪凡心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继续讥讽他 我记得五方学院有那么一条规矩 外人不得随意进出学院 唉 看来这五方学院的规矩 其实就是个摆设而已 雪凡心 你说够了没有 说够了就滚吧 不然我就动手了 马执事已经忍无可忍 做好了用武力赶人的准备 唐满和老酒鬼看到马执事真的要动手赶人 心里万分纠结 马执事的实力不弱 他们两人联手勉强还可以应付得了 毕竟他们身上都有伤实力大减 可一旦动手 事情就会上升到另一种层次 到时候可不是简单的离开就能了事了 说不定连他们也会被赶出五方学院 他们只不过是想带着几个孩子来五方厅避难而已 如此小的一件事情 想不到结果竟然会是这样 此时此刻他们对五方学院非常的失望 这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五方学院 走就走 很快我就会让你们知道 后悔两个字怎么写 雪凡心不想再跟马执事争辩 也不想跟他动手 更不想唐满和老酒鬼动手 因为他很清楚他们的伤势 这个时候不易动武 如果五方学院真的没有一个民事里的人出来 那么他不介意离开 老师 前辈 我们走吧 凡心 外面风雨交加的 离开五方厅你们能去哪里 你先别着急 我来想办法 五方学院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局势 能够为所欲为的 唐满知道 雪凡心很生气 所以安抚他的情绪 同时想办法解决问题 他和老酒鬼隐藏身份 在五方学院待了那么久 对五方学院的一些人 还是挺了解的 如果他们真要闹的话 结果绝对是某些人吃不了兜着走 老师 你们别担心 我有地方可去的 保证比这里好 走吧 再不走的话 我恐怕 就要气得打人了 雪凡心 马执心一直在忍 为了不冲动坏事 他只好选择离开 实在没有地方去的话 他就联系初歌和沐浴 凭他们两个的能耐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安全地方 滚滚滚 我不想看到你们这些恶心的人 马执士不断地驱赶雪凡心几人 已经忍不住要动手了 走就走 雪凡心转身往大门走去 可就在这时 楼上传来一道声音 你们不必走 该走的另有其人 楼上突然传来的声音 将众人的注意力 全部都吸引了过去 很多人都是一头雾水 只有个别人心底开始发慌 马执士看清楚楼上的人 表情瞬间僵硬起来 整个慌得不知所措 就连说话都结巴了 院 院长 你 你怎么来了 院长不是闭关了吗 为什么会在这里 而且还偏偏这个时候来 他刚才的所言所行 岂不是都被院长看到了 这可真是大大的不妙 不仅马执士在发慌 丧长老也一样 但他发慌的同时还很气闹 雪凡心那个小贱人的运气 还真是够好 眼看着就要被赶出武方厅了 谁知院长在这个时候冒出来 真是气人 封锡玉虽然不像马执士 和丧长老那样发慌和气愤 不过心里却有着不祥的预感 总觉得接下来的事情 不会如他所料想那般发展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青木直接从三楼闪声而下 一脸怒意的看着马执士 回想起方才所发生的事情 他就更加的窝火 马执士 我从来不知道 原来你说的话 竟然比我还有力度 不如我将院长的位置 让给你坐 如何 院长 误会误会啊 这些都是误会而已 我刚才只是在跟他们开玩笑 没想过要将他们真的赶出五方厅啊 所以 马执士极力的为自己辩解 可是话越说越乱 到最后 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当我是眼瞎还是糊涂 是不是误会 是不是开玩笑 难道看不出来 院长 我 且不管黄班的弟子如何 外面那样恶劣的天气 你居然能够狠心 将几个孩子赶出去 你的行为和草剑人命滥杀无辜 有何区别 我 你只不过是五方学院一个小小的职士 五方学院什么时候成为你的地盘了 院长 不仅是你 还有你们这些长老导师 青木将目光从马执士身上转移 落到其他人身上 尤其是那些长老导师 将他们一个个都狠狠地瞪了一遍 对这些人除了愤怒之外 还有失望 大大的失望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绝对不会相信 五方学院的某些长老和老师 竟然这般无耻和可恶 难怪院长大人会出现 难怪院长大人将他痛骂了一顿 原来五方学院已经被这些品性败坏的人所污染 作为导师 竟然如此的心胸狭窄 心狠手辣 连几个孩子都容不下 你们扪心自问 你们还配为人师吗 像你们这样的导师 就算再好的苗字交到你们手上 也会变成烂苗字 外面如此恶劣的天气 你们不管黄班那几个孩子的死活就罢 他们靠着自己的力量逃到五方厅 你们居然还有狠心将他们往外赶 你们来告诉我 你们的良心去哪里了 青木越说越气 看着那些自私自利又心胸狭窄的导师更为失望 他真是不明白 这些人怎么能够成为学院的导师 马之士能感觉得出青木的怒火 心里越发的紧张恐慌 突然很是后悔帮助丧长老对付黄班那几个孩子 但是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呢 与其后悔 不如想办法让院长消消气 或许事情还有些转折 院长 正当马之士想要说话的时候 谁知才刚刚开口 突然被人一掌打飞 青木的火气不是一般的大 气得想杀人 所以气急败坏之下 一掌将惹人厌的马之士打飞 直接将他打出武方厅去 让他在外面淋雨 马之士挨了青木一掌 伤得不轻 几乎去了半条命 此时躺在武方厅的大门外 口吐鲜血 一时半会儿无法起身 只能任由风吹雨打 而从这一掌的力度他就知道 院长这次的怒火不是一般的大 而这件事情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了事的 当马之士被打飞出武方学院的时候 其余的长老导师都倒抽了一口气 所有人都紧张不已 尤其是那个跟马之士关系好的人 这个时候都不断地往里面缩 希望能减小存在感 青木将马之士打出武方厅之后 虽然心里的怒火依然不减 但他并没有再动手 只是冷怒说道 从此以后 马之士不再是武方厅的管理者 也不再是武方学院的职士 至于其他人 最好老实安分点 否则别怪我翻脸无情 还有风如玉 看在风家的面子上 我允许你在武方学院多待几天 等外面的天气好转 你就立刻给我滚蛋 武方学院是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出的 哪怕你是风西玉的妹妹也不例外 还有你风西玉 别以为你是西风大帝唯一的弟子 就很了不起 真正说来 你也不是武方学院的弟子 所以你最好也安分点 不然我同样让你滚蛋 风西玉和风如玉被青木点名说话 兄妹俩都气恼不已 可是却不敢反驳 只能忍着 对于武方学院的院长 风西玉只是见过一次 风如玉则是从未见过 所以他们对这个院长一点都不了解 只知道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就连西风大帝都忌惮 可是据他们所知 武方学院的院长 并不会管新生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每五年入学院的新生 都是由几位长老和导师负责 上百年来一直如此 哪怕是二十年前水家的那位天才 在武方学院变成废才 院长也不曾露面 然而此次事件 远不如二十年前那般严重 但院长却亲自出面处理 还对马执事大打出手 这是为什么 不管为什么 总之院长出面了 他们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刁难黄斑弟子 否则下场会比马执事还要惨 青木现在还是一肚子火 但他知道不能胡乱发泄 所以极力忍着 看向唐满和老酒鬼 与他们客气说话 老唐满和老酒鬼 实在抱歉 让你们俩看笑话 想不到我只是闭关一段时间 这学院就被人搞得乌烟瘴气 我还真是 唉 秦木 这也不能全怪你 不过你的责任还是有的 如今这五方学院真的是让人一言难尽啊 唐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对五方学院的失望 但他的眼神和语气都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老酒鬼则是直接说大白话 我说秦木呀 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 这五方学院真的是黑的不能再黑了 不管是新生区域还是老生区域 简直就是个藏污纳垢的黑暗之地 哪里像是御人子祭的学院 我和老汤都决定了 待了这次的新生之后就要离开了 以后这五方学院的事都与我们无关 现场众人看着唐满和老酒鬼与五方学院院长的交谈 从他们说话的语气和态度都能看得出来 这两人和院长的关系非同一般 像是老相识 他们从来不知道 原来黄班的导师和藏书阁外面那个邋遢老者 竟然和院长是老相识 雪范馨原本还想着 如果五方学院真的没有一个民事里的人 那么他就毫不犹豫地离开 反正五周食欲那么大 绝对不止一个五方学院 不过现在看来五方学院还是有民事里的人 而且这个人还是院长 既然如此那就继续待着吧 毕竟外面的天气那么恶劣 离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青木和唐满以及老酒鬼聊了一会儿 怒气才慢慢压制下来 情绪也稍微稳定平静了许多 脸上逐渐露出温和的笑容 将目光放在黄班那几个先生身上 逐一仔细地看 发现他们的天赋并不差 除了水莫宁之外 其他人都是上等天赋 然而这样的天赋却因为导师的嫌弃 而被丢到黄班之中 其中的原因不用问 他也能猜出个一二来 想必这些人是因为脾性或者利益问题 才被丢弃的 最为明显的就是火烈云 火烈云是东周第一家族火家的少主 暂且不说他的身份 以他的天赋和实力 完全有资格进入天班特级班 可是因为某些人的撕心作祟 他被丢到了黄班 其实什么班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通过新生秘境试炼 黄班只不过是条件差了点 但是其他班有的也会有 只是这些年来 随着黄班的地位不断降低 到最后直接被抛弃 所以情况才越来越差 造成这样的结果大多都是人为的原因 还有就是全院上层的管理疏漏 说到底 都是他这个代理院长的错 这几个孩子的天赋挺不错的 是可造之才 老唐 你的眼光真是犀利啊 此次选的弟子都不简单呢 清木多看了雪凡心几眼 知道他就是那个全系精纯度实诚的天才 据他所知 除了九游圣帝的九游王之外 五周十遇他还没有听过 有谁的天赋是全系精纯度实诚 只可惜这样的天才因为得罪封锡玉 所以结果有些悲剧 曾几何时五封学院变成了一个利益关系 个人喜好为主的地方了 清木 你还真别说 这几个孩子不是一般的优秀 我非常看好他们 特别是凡心 他的天赋自是不必说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的医术更为了得呀 唐满一说到雪凡心 就忍不住想夸赞想炫耀 老师 我哪里有你说的那么好 雪凡心谦虚说了一句 对于唐满的夸赞和炫耀他并没有介意 这就好比一个父母 喜欢夸赞和炫耀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可以理解 哎 丫头 在我们的眼里 你是最好的 还有你们几个毛娃娃也是很优秀的 不过 你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争取在新生秘境试炼中取得个好成绩 气死某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 老酒鬼话中有话 而他暗喻所指的人大家都听得出来 于是乎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封锡玉 封锡玉再次感到脸面全无 虽然说话的是老酒鬼 但他却将这笔账记在雪凡心身上 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个该死的雪凡心搞出来的 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他的灾心 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除掉 雪凡心能够感觉到封锡玉身上传来的杀意 冷嘲热讽地说了一句 哼 一个手下败将罢了 我还不放在眼里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伊菲赴黑九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二百九十七集 没有人知道雪凡心所说的手下败将是谁 虽然有所猜测 但没人相信 雪凡心只不过是玄王静的修为 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封锡玉呢 所以他口中的手下败将应该是另有其人 封锡玉因为面子的缘故 并没有将自己与雪凡心第一站的结果对外公布 甚至是只字不提 因为他不允许这样的败笔出现在自己的身上 这也是他为什么非要除掉雪凡心的原因之一 如果他让外人知道 他一个地境强者 居然连一个玄王静的小丫头都打不过 那岂不是很丢脸 而且丢的不仅仅是他的脸 还有师父的脸 风家的脸 这等丢脸之事他绝不允许发生 雪凡心也没有将自己与风锡玉第一站的事与人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毕竟那一站他赢得很侥幸 因为两人都不说 所以除了风锡玉之外 没有人知道雪凡心口中的手下败将是谁 而风锡玉也绝不认为自己会是雪凡心的手下败将 青木跟唐满和老酒鬼多聊了几句便离开了 虽然他没有特地交代黄伴的弟子可以留在五方厅 但这种事情根本不用交代 此时谁还敢将黄伴的人赶出五方厅呢 瞧瞧那个马之士 此时还在外面躺着呢 唐满和老酒鬼找了个空地 虽然偏了点又挨进窗户 外面的风时不时会吹进来 雨也会飘进来 但是这里总比黄伴的木屋要好 起码可以遮风挡雨 不用担心被水淹没 因为院长亲自出面的缘故 此时五方厅里的人不敢再闹事 就连冷嘲热讽都不敢 哪怕再气再闹也得放在心里 过了没多久 另一个姓张的执事前来接管五方厅 这个张执事虽然不像马执事那班仗势欺人 但也不会偏袒谁 哪怕是刚刚得到院长注意的黄班 他也没有刻意偏袒 凡事按照规矩来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又过了大半天 外面的风势雨势还是不减 电闪雷鸣不断加剧 五方学院又有不少的建筑被雷电劈毁 哪怕是防御不错的建筑也没能幸免 照这样的势头 恐怕五方厅也会撑不住 如果连五方厅都挡不住这样的天灾 那他们还能往哪里躲 不少新生都开始恐慌了 时不时看向外面的风雨 心揪得紧紧的 雪凡心拿出几床被单和被褥在地上铺好 让大家暂时有个暖和的地方待着 这时五方学院的几个职士前来送食物 和平时的鲜美灵菜相比 这次只有萝卜青菜和包子馒头 没有米饭只有西粥 而且那粥西的只见几粒米 很多新生接受不了这样的伙食 拒绝领取 拿出空间里的存粮开吃 作为修者 不像普通人那样容易饿肚子 所以少吃一两顿也没什么 就算是几天不吃也不会有事 那些来发放食物的职士并没有说什么 谁来领取他们就给谁发放 将食物发放完毕就离开 食波食量大又容易饿 所以有人来发食物 他就立刻去领取 还帮雪凡心等人的食物也给领回来 有的吃了 大家赶紧来吃啊 就在食波开开心心的叫自己的同伴来吃东西时 某个地方却传来几道嘲讽的声音 这种下等食物也吃 那是有多饿呀 也许他们身上根本没太吃的 所以只能吃这种普通的下等食物 这样的冷嘲热讽雪凡心见得多了 在他看来 说这些话的人不是幼稚就是无知外加可笑 所以他懒得浪费口舌跟他们争辩 直接以实际行动给他们啪啪打脸 这样的天气一时半会也好不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饭吃 我猎人正准备跟那些人对骂 谁知他还没开口就听雪凡心说的话 立即开怀笑出来 凡心你说真的 食波更为兴奋欢呼道 凡心凡心我要吃你上次做的烤鱼 还有那道叫什么菜来着 反正你做的菜我都爱吃 你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 金正鸣也难得露出开心的笑容 也许是和大家相处多了 彼此之间熟悉了 他已经不像开始那般冷漠 时不时会和大家说说笑笑 凡心我们在这里做饭做菜 会不会有点不好啊 水莫宁有些担忧地问 生怕此举会引来某些人的不满 只是做做饭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没什么不好 大家都别闲着 赶紧来帮忙 雪凡心从空间里 将厨具餐具全都拿出来 各种食材油盐酱醋应有尽有 因为不是第一次看到雪凡心做饭做菜 所以火烈云金正鸣 石波和水莫宁四人 并不惊讶雪凡心拿出的这些 餐具厨具和食材 而且还能稍微娴熟地在旁边帮忙打下手 唐满和老酒鬼坐在一旁看着 一开始他们并没有什么反应 毕竟随身携带厨具餐具 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可是当一道道精美的灵菜出炉时 他们就不淡定了 那样的灵菜已经不单单是灵菜 而是充满灵气的灵物 吃下去不仅能够保护 还能够补充灵气提升修为 一般的灵菜只是可以简单的补充灵气而已 但是雪凡心做出的那些灵菜 却是可以提升修为的好东西 丫头你是灵菜师 老酒鬼来到餐桌旁 将桌上的灵菜都闻过一遍 光是闻着就食指大动 灵菜师谈不上 只是喜欢研究吃食 所以厨艺比较好而已 老师 前辈 你们先做 我再做两道菜就可以开吃了 雪凡心继续忙活自己的事情 灵活地运用自身的灵力 将普通的食材烹饪成灵菜 五方厅里的人都看傻眼了 闻着那些菜香一个个都只吞口水 刚才出演冷嘲热讽的几人 此时觉得连火辣辣的疼 好像是被人狠狠地甩了几个耳光子 吃着手里的食物 感觉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桑若心正吃着糕点 但两只眼睛却直瞪着雪凡心看 眼里满是怒火 恨不得把雪凡心撕成碎片 她就是看不惯雪凡心大出风头的德意样 更是看不惯雪凡心什么都比她好 她是中州之王的外孙女 身份不比雪凡心低 实力不比雪凡心弱 长相更不比雪凡心差 可是为什么所有的风头 都被雪凡心一个人占尽 不就是几道灵菜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等到了成灵秘境 她一定会让雪凡心死无葬身之地 不到半个时辰 雪凡心已经做出二十道灵菜 一一放在餐桌上 火猎云 金正鸣 石波等人 已经将碗筷都摆好 大家都坐下来之后 他们就立马开动 哇 凡心的手艺真是太好了 好吃啊 真好吃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死胖子 那块烤肉是我的 什么是你的呀 上面有写你的名字吗 别想别想 这里还有呢 我的 是我的 那一人一半 这还差不多 老酒鬼 这是我的 老家伙 上面有写你的名字吗 这样的抢食戏码上演了无数次 大家吃得很开心 无论是外面的天气有多恶劣 但此时此刻 他们觉得非常幸福 五方厅里的人全都往这边看着 有人在羡慕 有人在佩服 有人在嫉妒 有人在怨恨 天班地班的两个导师 经过观察之后 发现黄班那些心声 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差 心里越发的后悔 尤其是对雪凡心 他们是真的后悔 当初为了卖封心玉一个面子 竟然舍弃这么优秀的弟子 封心玉说 雪凡心是个心狠手辣 心如舍蝎之人 可是他们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里看外看 都看不出雪凡心哪里狠 哪里独 这丫头的性子 只不过是洒脱了点 而且爱憎分明 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可以非常好 但是对于不相干的人 他却是满不在乎 但你不能因此说他狠毒 而且正如雪凡心所说 封心玉只不过是个嘴上君子 单单从他不在乎黄班 其他人死活的态度 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不是喜欢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吗 黄班那几个孩子被马之士驱赶出五方厅的时候 你怎么不发挥你的好生之德呢 不过这些弯弯绕绕 也只是几个见过大风大浪的导师 能梳理得出来 其他人依然觉得 封心玉是个风度翩翩 温润如玉的真正君子 封心玉看到雪凡心那边有说有笑 还有吃的 心中那种不满和愤恨越来越强烈 已经快要到按耐不住 想着马上将雪凡心除掉 他不能让一个对他情绪有太大影响的人存在太久 哥哥 那个雪凡心真是太过分了 他真是故意刺激我们 是在嘲讽我们 封如玉也是看不惯雪凡心那个春风得意的样子 如果是在封家的地盘 他早就把雪凡心那张脸给撕了 不必理会他们 封心玉压制住内心的愤怒 努力将注意力转移 不去看雪凡心那边 唯有这样 他的心绪才能稍稍平静一些 雪凡心吃饱之后 就将收拾餐桌和洗碗的火丢给其他人干 自己则是到一旁坐着休息 一缕神念进入空间之中 看看夜酒商的情况 顺便跟他说说外面的事情 阿脚天气实在太恶劣了 现在恐怕很难去救有圣地 你需要的那些东西急不急啊 不急 等天道释放出来的引发之灵消耗完毕后 再去哪也不迟 天道这样不计后果的释放引发之灵 势必会造成反噬 用不了几天 他就没办法蹦倒了 所以你再等几天吧 好 那我就再等几天 这几天小心一些 不过 以你的能力 应付引发之灵带来的天灾 应该不是难事 只是一些风雨而已 我应付得来的 就在雪凡心和夜酒商闲聊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惊恐的叫海声 不好 我放天进水了 墙壁裂开了 因为风势雨势太大 就连五方厅也进水了 墙壁有着不同程度的开裂 整个楼房岌岌可危 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两道雷相继劈在五方厅的屋顶上 被雷电这么一劈 原本已经快要支撑不住的楼房 瞬间土崩瓦解 与此同时 大量的雨水往屋里冲来 厅里的人大部分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水淹没 水势太大 好多人被水冲走 一时间 现场乱成一团 惨叫声不断 救命啊 救救我 救命啊 有的人在大喊救命 而有的人则是自救 毕竟大家都是修行之人 实力不算差 想要自救不难 五方厅只是塌了一半 还有一半没倒 此时已经有大部分的新生 跳到没倒的另一半楼房里 泡在水里的人也相继被导师救起 雪凡心等人还算幸运 当楼房倒塌的时候 唐满和老酒鬼及时看清楚形势 带着他们跳到另一半的楼房上 而且直接上了三楼 到最为安全的地方待着 所有人站在上面 看着下面被大水冲刷的天昏地暗的其他新生 有些新生被与水冲得极远 有的被倒塌的巨石砸到 有的则是被卡在缝隙里 此时天班地班玄班的导师 都在手忙脚乱地救人 封锡玉作为特级班的导师 因为身上的伤还没好全 所以他没有办法出手救人 不过特级班的新生实力都比较强 对于这样的小灾难 他们都有能力应付 所以根本不需要导师出手相救 他们全都能靠自己的本事 逃到安全地带 水莫宁就站在雪凡心的旁边 眼看着巨大的水势 还有那些在水中挣扎等待救援的人 可是突然有人在背后 出其不意地推了他一把 被人这么一推 水莫宁一个重心不稳 整个人往前倒去 掉到那滚滚洪水之中 莫宁 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水莫宁已经被洪水冲圆 雪凡心来不及计较其他 即使用灵力凝聚出数条长藤来 把被洪水冲走的水莫宁缠住 将他给拉回来 水莫宁被水淹没了一段时间 期间喝了不少水 身体被洪水冲走的时候 撞到各种石块 身上有不少的刮伤 尤其是右腿 被建立的石块 划出了一道大大的口子 血肉模糊 水莫宁被救上来之后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赶紧过来看看他的伤势 莫宁你还好吧 腿上的伤似乎有点严重 放心 这点小伤我很快就能治好 雪凡心当场 动用牧林天珠的治疗之力 直接为水莫宁疗伤 只见他的手掌心中 出现一团嫩绿色的灵光 将水莫宁腿上的伤 一点点的修复 不到半刻钟的时间 水莫宁腿上的伤就全好了 一点疤痕都不见 治疗术并不稀奇 医师和丹师 基本都懂得一些治疗术 但即便是高级的医师 丹师 他们的治疗术 也不会像雪凡心这样 立竿见影 甚至很多医师和丹师的治疗术 基本没有什么作用 由此可见 雪凡心的治疗术 不是一般的厉害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98集 雪凡心把水莫宁身上的伤治疗好之后 就将她扶起 然后把视线转移到 缩躲在人群中的某个人身上 目光相当的犀利 那眼神仿佛能杀人一般 非常可怕 林薇薇不断往人群里躲 希望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可是不管她怎么躲 似乎都躲不过雪凡心那可怕的目光 林薇薇 你以为能躲得住吗 刚才那么多人在现场 我不相信 你推莫宁的时候 没有人看到 雪凡心直接点名林薇薇 还把她做的事情点破 正如雪凡心说的那样 刚才那么多人在场 不管林薇薇做的有多么的神不知鬼不觉 始终是有人看到她推了水莫宁 所以林薇薇的所作所为根本就瞒不住 随着雪凡心的点名 挡在林薇薇前面的人纷纷让开 不再给她遮挡 没人遮挡 林薇薇就暴露在众人面前 此刻她心里很是紧张 有点后悔刚才推水莫宁那一把 她只是气不过一时脑热 所以就推了水莫宁一把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她根本就没想什么后果 可是现在 管她呢 反正事情已经做了 而且水莫宁也没有什么事情 她不信雪凡心敢把她怎么样 什么叫我推了水莫宁啊 我只是不小心罢了 又不是故意的 林薇薇为自己狡辩 死不承认自己是故意推了水莫宁一把 是不是故意的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笔账我会记着 到时候 点本带力一并清算 雪凡心知道 现在动不了林薇薇 因为天班的导师在现场 如果她执意要动林薇薇 天班的导师势必会插手 并且现在的情况特殊 他们所在的地方随时都有可能倒塌 所以她现在没功夫跟林薇薇算账 水莫宁虽然得到了治疗 但是刚才的事让她受到了不小惊吓 此时还惊魂未定 不过听了雪凡心为她出头那些话 她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 对林薇薇的恨意空前强烈 林薇薇 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就这么算 你给我等着 哼 等着就等着 你以为我会怕你 林薇薇对雪凡心稍微会惧怕一些 但是对水莫宁她是不会有任何的惧意 水家还要靠他们林家取得水灵丹 而需要水灵丹的人则是水莫宁的父亲 所以她根本就不惧怕水莫宁 如果水莫宁跟把她怎么样 她就让林家停止对水家提供丹药 到时候 就在林薇薇幻想着 水莫宁在她面前跪地哀求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劈下一道巨雷 正好劈在五方厅附近 将还没有倒塌的另一半楼房给震塌了 因为楼房的倒塌 在上面躲避的人全像下饺子一样 纷纷掉入滚滚洪水之中 现场尖叫声不断 许多人被洪水冲走 因为周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攀爬和抓拿 而且水势又大 很难能稳住局势 雪凡心情急之下 凝聚出无数的藤条 将被水冲走的伙伴缠住 然后动用体内少量的冰元素之力 将自己所在的地方全部冰封 制造出一个冰层来 再将藤条缠着的人拉到冰层上 唐满和老酒鬼看到雪凡心的举动 立即过来帮忙 动用自己的力量 加强冰层 其他人看到雪凡心这里的冰层 想尽一切办法跳过来 其中就包括林薇薇 然而当林薇薇跳到冰层上的时候 雪凡心却是一脚把她踹开 你给我滚 林薇薇刚跳到冰层上 就被雪凡心给踹飞 这一举动正好被天班的导师看见 也被风希玉给看到了 而天班的导师和风希玉 也刚好跳到冰层上 天班的导师和风希玉 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话 一旁的风如玉 倒是先对雪凡心说叫起来 你这个人还真是够狠毒的 她好不容易逃到这里 你居然把她踹开 说你心狠手辣心如蛇蝎 果然是不错 当林薇薇推磨您下水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冒出来说她心狠手辣 心如蛇蝎呢 雪凡心质问风如玉一句 你 你们风家兄妹俩 真是不是一般的讨厌 说话做事都是双重标准 你叫风如玉是吧 麻烦你说话的时候用点脑子 不要让我觉得你是个白痴蠢货 还有这冰层是我造出来的 信不信我把你也踹下去 雪凡心我死了你这个贱人 风如玉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欺辱 一时气不过直接对雪凡心动手 雪凡心刚做好准备和风如玉开打 谁知她还没动手 一道强劲的掌风突然袭来 将风如玉打入水中 如玉 风夕玉看到自己的妹妹被打 心里好是气愤 正想说雪凡心几句 可是这个时候 却看到几个人从天而降落在冰层上 当她看清楚来者是谁时 话到嘴边却立即卡回去 转而跟来者打招呼 楚歌兄 沐宇兄 你们怎么来了 我跟你不熟 别在这里成兄道弟 免得让人误会 还有 风如玉是我打飞的 你不要胡乱冤枉别人 楚歌一点面子都不给风夕玉 当场跟她把界限划清 沐宇连看都不看风夕玉一眼 显然不将她放在眼里 无视她的存在 只管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此次天灾太过严重 奉幽王之命前来相助 与楚歌沐宇同行而来的 还有清沐以及五方学院的几位长老 清沐也没有理会风夕玉 尽心尽力的招待沐宇和楚歌 老夫再次感谢 又往着出手相助 虽然就算九游圣地的人不来 五方学院也应该能应付这样的天灾 但是九游圣地的人既然来了 那他们就得恭恭敬敬 客客气气的招待 绝不能有丝毫的怠慢 清沐院长 你这五方学院似乎越来越让人失望了呀 楚歌讥讽说道 目光有意无意的看向风夕玉 话中所指已经很明显 这 清沐也知道 五方学院最近很不像话 之前她已经被院长大骂了一通 如今又被九游圣地的人说一通 心里不是一般的难受 可是再难受她也得受着 毕竟对方说的是事实 现在的五方学院真的是很令人失望 就在这时 刚刚被踹飞的风如玉又回到了冰层之上 一回来就看到初歌和沐宇 双眼立即放光 顾不上自己有多么的狼狈 急急忙忙地上前与他们说话 初哥哥哥 沐宇哥哥 你们怎么来了 谁是你家哥哥 别胡乱套近乎啊 让人恶心 初哥一个不爽 随手又呼 又将风如玉打回滚滚洪水之中 风如玉尖锐惊叫 紧接着 扑通一声整个人掉入水中 这一幕好多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风家一直对外说 他们和九游圣地的关系非比寻常 和九游圣地的人关系有多好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风如玉再次被打入水中 在水里拼命地游着 努力往冰层这边游过来 他来五方学院就是为了见到九游圣地的人 如今好不容易见到了 他绝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无论如何 他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用尽一切手段 获得初歌和沐宇的喜爱 唯有这样 他才有机会能进入九游圣地 才能接触到传说中的九游王 如果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他还可以成为九游王的女人 机会难得他不能错过 风如玉刚刚还想着跟雪凡心开思 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这个经历 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初歌和沐宇两个人身上 只想着博得这两个人的喜欢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在水里努力地游着 只希望能再次回到初歌和沐宇的身边 可是游着游着 水位却突然下降 他的身体也跟着下降 此时抬头 已经看不到站在冰层之上的人 这让他很是郁闷 沐宇拿出一件法器 将淹没五方学院的洪水全部吸走 不到半课中的功夫 洪水就全部消失了 只剩下一片狼藉的五方学院 而这个时候雨停了 风停了 电闪雷鸣也停了 天气瞬间好转 温暖的阳光透过云层直射大地 此时在远处某个地方的天道 正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 眼中的怒意和不甘极极强烈 实在是忍不住仰天怒吼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连续释放了三天的引伐之力 不惜以摧残这方天地为代价 只未将那个什么神主找出来 可是他几乎耗尽了灵力 也没能找到那人的一点踪迹 岂能不起 现在找不到人 以后更加找不到 用不了多久 那个人就会再次杀来 届时他根本就不是对手 天道怒吼了一阵子之后 这才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好好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做 无论怎么样 他都是这方天地的天道 只要找出那个人 他有的是办法对付 不过在这之前 他该好好疗伤 养精蓄锐 这样才能应付下一战 对于天道这边的事情 雪凡心是一点都不知道 当洪水退去天气转型的时候 他发现不少的魔兽被洪水冲到五方学院之中 在他面前就有几十只 那些魔兽的品阶都不高 最高也只是五阶而已 魔兽被洪水冲过来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受了点伤 现在没有力气逃回大山森林之中 诶快看好多魔兽啊 诶那里有只金燕圣狮 虽然只是五阶魔兽 但他的潜力非常大 如果能契约他的话 将会是一个很强的战斗力 你以为契约魔兽是很容易的事吗 要是魔兽不愿意 你很有可能会被反噬 到时候恐怕小命难保 就算不能契约 但金燕圣狮全身是宝 趁着他受伤 赶紧抓去 武方学院的几个新生 都在打那些落难魔兽的主意 尤其是那只金燕圣狮 他们看得两眼发光 眼中尽是贪婪 金燕圣狮受了很重的伤 两条腿都断了 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逃走 只能发怒地 瞪着朝他走过来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 那只金燕圣狮 刚开始只是几个人 在打他的主意 后来一群人都对他有想法 金燕圣狮越来越绝望 但是哪怕再绝望 他也不会轻易妥协 对那些靠近他的人 发出敌意的警告 用尽最后的力量反抗 你们谁都不准动 这只金燕圣狮是我的 桑若欣突然发话 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 大小姐的架子十足 很多人对桑若欣表示不满 尤其是那些有身份背景的人 都站出来和桑若欣争辩 桑若欣 你凭什么说这只金燕圣狮是你的 不要以为你是中州之王的外孙女 就很了不起了 你们桑家和中王府 可是有区别的 哼 管他什么中州之王 这金燕圣狮乃是无主之物 谁能抢到就是谁的 我就不信了 中州之王能够霸道到这种程度 连魔兽属于谁的事都要管 就是就是 这个桑若欣也太自以为是了 你们 桑若欣被这些人的话气得暴怒 正当他想反击的时候 却发现脚下有嫩绿色的光芒钻过 往那些受伤的魔兽飘去 此时也有不少人发现了脚下的绿光 很是惊讶和疑惑 这是什么 好像是治疗术 谁在施展治疗术 随后很多人顺着光芒释放出来的方向看去 目光都集中在雪凡心身上 此时此刻的雪凡心 全身散发着嫩绿色的光芒 身上的木灵之力很是强烈 那木灵之力以它为中心 不断向四周扩散 木灵之力所到之处 草木复生 百发其放 原本是一片狼藉之地 转眼间变得生机勃勃 那些木灵之力覆盖到受伤的魔兽身上之时 变成强大的治愈之力 为它们治疗伤势 伤势较轻的魔兽 只需要一点木灵之力的治疗 就完全恢复了 伤势较重的魔兽 需要的木灵之力稍微多一点 但此时 周围全都是浓郁的木灵之力 治好它们身上的伤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那只受伤的金燕圣师 也得到了木灵之力的治疗 但是因为它的伤势太重 又被许多人惦记着 所以雪凡心特别关照它 用灵力控制它的身体 让它悬浮在半空中 然后释放出大量的木灵之力 施展治愈术为它治疗伤势 金燕圣师开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可是很快它就明白了 放弃各种挣扎和反抗 好好接受雪凡心的治疗 同时 双眼一直紧紧的盯着雪凡心看 这个人类不太一样 它居然拥有兽之信仰 雪凡心不惜消耗自己大量的灵力 动用木灵天珠之力 为那些魔兽疗伤 完事之后 并用藤条清理出一条小路 然后说道 你们快点走吧 不然 会被坏人抓去换取财物的 有些魔兽听得懂雪凡心的话 有些则听不懂 但他们都能感觉到 雪凡心身上有着他们喜欢的气息 所以一直看着它 有的魔兽甚至是靠近它 舍不得离开 那只金燕圣诗也来到雪凡心面前 用自己的脑袋蹭了蹭雪凡心的手 表达自己对它的喜爱和感激 可就在这时 一条鞭子突然甩过来 往金燕圣诗的身上抽打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九黄书》 作者 《绿衣》 《眼波》 《光角的无邪》 《梦凡之音》 第299集 桑若心看到雪凡心 竟然把金燕圣诗的伤给治好了 很是火大 于是打算趁着雪凡心 和那只金燕圣诗不注意的时候出手 将金燕圣诗重创 然后据为己有 然而这样的想法 不是一般的天真 当桑若心的鞭子甩出去的时候 即便他的目标是金燕圣诗 但雪凡心和金燕圣诗挨得很近 谁能保住这种情况下 鞭子不会甩到雪凡心身上 对于初歌和沐宇来说 雪凡心的安危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管桑若心的鞭子 会不会甩到雪凡心身上 哪怕只是有可能 他们也必须出手 因为他们承担不起 雪凡心受伤的后果 如此一来 桑若心就悲剧了 桑若心甩出的鞭子 还没有打到金燕圣诗身上 他自个儿就已经被人打飞了 连带手中的鞭子 也被强大的力量震碎 桑长老看到桑若心被打飞 急忙跑过去看看 若心 你没事吧 五叔 我的手 我的手被震断了 好疼啊 桑若心受不了手臂被震断的疼痛 当场就哭了出来 啊 没事没事 五叔这里有丹药 服下丹药之后 过几天你的手就好了 桑长老拿出珍藏的丹药给桑若心服下 然后抬头看向前方质问出手的人 沐宇公子 不知我这侄女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你对她下如此狠手 她当着我的面伤人 这个理由足够吗 沐宇冷立的 看着桑长老和桑若心的目光没有任何感情 冷酷至极 她只是对那只尖眼圣尸出手而已 并没有想伤任何人 你这个理由无法让我信服 你要是不服 可以上九尤圣地来寻我 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 你这是打算仗着九尤圣地的势力欺负人吗 是又如何 你那个宝贝侄女 不也经常仗着中洲之王的势力欺负人 你 桑长老说不过沐宇 而且他也不敢真的跟九尤圣地对干 所以只能吃下这个门亏 又或者将这笔账算到雪凡心身上 当桑长老和沐宇斗嘴的时候 雪凡心已经让那些魔兽赶紧离开 就连那只金燕圣尸也不例外 桑若欣服下桑长老给的丹药 手臂已经没有那么疼了 无意中看到被雪凡心护着离开的魔兽 荆棘大喊 我的金燕圣尸 随着桑若欣这么一喊 所有人都将注意力转移过来 有的人还想去追 可是却被藤条绊主根本就追不了 没过一会儿 那些魔兽全部都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不少人因此而恨上雪凡心 那么多的魔兽 即便不是金燕圣尸 其他的也很不错 可以换来不少财物 可惜都被雪凡心给放跑了 这个该死的雪凡心 简直就是多事 而且还坏事实在是讨厌 雪凡心你还我金燕圣尸 桑若欣气急败坏地向雪凡心发难 那只金燕圣尸又不是你的 你有什么资格要我还 一群想发难民财的狼心狗肺之辈 那么大的天灾刚过 生灵涂炭 他们好不容易侥幸活了下来 你们就不能发发慈悲之心 放他们一条生路吗 封锡玉 你老是说上天有好生之德 这个时候 怎么不发挥一下你的好生之德呀 雪凡心一有机会就刁难封锡玉 一点一点把他伪君子的面目揭穿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个封锡玉能君子到什么时候 封锡玉已经很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哪怕再看雪凡心不爽也忍着 不会再想之前那样轻易找他麻烦 就连话也不会多说一句 可是他这样的让步 让雪凡心却是得寸进尺 老是针对他 着实让人气愤 雪凡心 此次在天灾中受伤的人不少 在我看来 人的性命要远比那些魔兽重要得多 不少新生弟子受了伤 既然你那么有慈悲之心 为何不救救他们 你连魔兽都愿意救 想必也应该愿意救他们吧 封锡玉三言两语 就将雪凡心推到风口浪尖之上 让他成为众矢之地 他倒是要看看雪凡心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要么施展治愈术救人 要么成为人人讨伐的对象 即便雪凡心施展了治愈术救人 但是他刚刚先救魔兽 而不救人的行为 足以让他名声大臭 所以不管雪凡心接下来怎么做 他都会成为人人厌恶的对象 就在封锡玉想着心中的小算计时 却听到雪凡心漫不清心地说道 哼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有慈悲之心了 那些人跟我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我管他们死活 再说了 他们不是由你们这些导师负责吗 如果连导师都不管他们的死活 你凭什么要我去管 我只是五方学院一个小小的新生弟子 你居然好意思叫我去负责那么多人的死活 凭什么 难道就是因为我会治愈术吗 所以我就理所应当要负责他们的死活 当我们黄班被马直尺赶出五方厅的时候 怎么不见有人站出来管我们的死活呢 既然他们都不管我们的死活 那我们为什么要管他们的死活 这种你来我往的事情 有因有果 不是很正常吗 你 封锡玉万万想不到 雪凡心竟然这样反击他 一番犀利的言辞下来 倒是让他成了众矢之地 正如雪凡心所说的那样 他只不过是五方学院一个小小的新生弟子 没有责任去管其他人的死活 而他 居然要雪凡心去负责那些人的死活 这样的做法有些厚颜无耻 甚至可以说蛮不讲理 更何况在这之前 当雪凡心等人被赶出五方厅的时候 那些新生弟子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们 那么这个时候雪凡心不出手相救 也是有因有果的正常之事 谁也不能说他不对 毕竟那些新生不是他的责任 再说了 每个班的新生都有导师负责 受伤的新生那是导师的责任 跟雪凡心没有任何的关系 怎么 又想说我心狠手辣 心如蛇仙是不是 雪凡心冷力地质问封锡玉 往死里说 好 就算这些新生不是你的责任 但你有能力救他们是事实 有能力救却不救 你过意地去吗 封锡玉还想让雪凡心成为众矢之地 想要借助群众的力量对付雪凡心 但是雪凡心却不以为然 完全不把这件事情放在眼里 冷卸讽刺的 哼 谁规定有能力救人就一定要救啊 药神谷的药神有能力救人吧 可是你们见过他任何人都救吗 封锡玉你是西风大帝唯一的弟子 又是封家的天才 身上一定带有不少好东西 其中不乏救命疗伤的灵丹妙药 你说了大半天 也不见你拿出一颗丹药来救人啊 却在这里不断地指责我 请问 你不觉得脸疼啊 哼 封锡玉 孤奶奶说能把你说死 不信 你就试试 雪凡心每一次的言论 都能引起众人陷入沉思之中 思考着某些事情 很快 他们心里就有了统一的答案 封锡玉 既然一直在斥责雪凡心不出手救人 可他根本就是什么都不做 更何况 他还是导师 当他要求雪凡心救人的时候 却不先做表率 如此一来 只会让人觉得他虚伪 你 我 封锡玉的思路 没像雪凡心那样转得那么快 也没有想得那么远 那么宽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雪凡心这样的东扯西扯 居然将他逼到了绝境之上 如果他这个时候 一颗疗伤丹药都不拿出来 以后还怎么在武风学院立足呢 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形象 恐怕就要毁之一旦了 可是他那些丹药都非常珍贵 连他自己都舍不得 更别说拿出来给别人用 这个该死的雪凡心 简直就是他的灾心 封如玉这个时候 才从乱石堆里爬出来 满身的泥屋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但他完全不在乎这些 把脸上的泥随便擦擦 然后就急忙朝初歌和沐鱼跑过去 谁知刚来到现场 就听见雪凡心臭骂自己哥哥那些话 这让他很是气恼 于是骂回去 雪凡心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我哥哥前段时间受了伤 丹药都用掉了 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丹药 你让他怎么拿出来 他没有丹药那是他的事 关我什么事啊 一对脑臭的兄妹不可理喻 雪凡心完全不给风如玉面子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 风如玉说不过雪凡心 戏得想杀人 但是武方学院的院长就在那 还有久悠圣地的人 所以他就算再想杀人也得忍着 情急之下只好向某些人求助 初歌哥哥 沐鱼哥哥 这个贱人实在太讨厌了 你们帮我教训他好不好 风如玉顶着一身泥污 对初歌和沐鱼撒娇 很多人居然有种想呕吐的感觉 此时现场不少人看着风如玉的眼神都不对了 连带着看风希玉的眼神也不太对 我真的受不了了 好想吐啊 雪凡心做出一个想要呕吐的样子 然后学着风如玉那样撒娇道 初歌哥哥 沐鱼哥哥 这个贱人实在是太讨厌了 你们帮我教训他好不好 同样是在撒娇 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而且结果也不一样 听了雪凡心的话 初歌和沐鱼立即动手 一人一掌 将风如玉打入泥巴之中 风如玉再次被打 旧伤加心伤 他现在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趴在满是泥泞的地面上 用疑惑不解的目光 看着初歌和沐鱼 为什么 为什么初歌和沐鱼会对他动手 他们应该对雪凡心动手才对 初歌和沐鱼没有理会风如玉 而是看向雪凡心 略带恭敬地问 这样你满意了吗 如果不满意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打 打到你满意为止 此话一出 现场就像是炸开了锅一般 一个个全都目瞪口呆 不可置信地看向雪凡心 猜测着他和九幽圣帝 这两人的关系 初歌和沐鱼在九幽圣帝身份不凡 仅是次于幽王的存在 跟他们搭上关系 跟幽王搭上关系 没有多大区别 这个雪凡心到底什么来头 火烈云等四人 早已经知道雪凡心的身份 所以他们并不惊讶 其实在初歌和沐鱼到来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猜得出来 这两个人来五方学院 完全是因为雪凡心 唉 那个风如玉呀 还真是够蠢的 居然叫初歌和沐鱼 教训九幽王妃 这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自取其辱 还有那个风希玉 条条框框的大道理说一堆 可是让人听着 怎么就是不舒服呢 原来传说中的那位温润如玉 风度翩翩的西域公子 其实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这下可有热闹可以看了 他们就好好地看热闹吧 反正有凡心这个九幽王妃在 他们黄班绝对不会吃亏的 风如玉看到初歌和沐鱼 对雪凡心的态度那么好 在猜测雪凡心身份的同时 却是各种羡慕极度恨 尤其是极度和恨 强烈的已经无法掩盖和控制 当场就爆发出来 雪凡心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 居然敢勾引我的初歌哥哥和沐鱼哥哥 我要死了你 风希玉看到自己的妹妹发狂 心中暗角不好 正当她想出手阻止的时候 有人的速度更快 初歌和沐鱼 岂会让风如玉伤害雪凡心 所以当风如玉对雪凡心发动攻击的时候 他们立即出手 而这次出手极狠 直接费了风如玉的一条手臂 我的手 我的手 如玉 风希玉见到自己的妹妹伤成这样 心里很是着急 同时还很气愤 顾不得那么多 立声质问道 楚歌 沐鱼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三番五次这样伤我的妹妹 你们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否则 否则如何 沐鱼更为伶俐地反问 初歌则是冷漠讥讽道 哼 她早就该受教训了 当初她把满秋害得那么惨 如今还有脸在我们面前出现 还说一些令人作误的话 她以为她算个什么东西 还有你们风家 这些年来 假借就由圣地的名义抹取利益 真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幽王现在只是没工夫管你们风家 等幽王哪天心情好的时候 就是你们风家灭亡之时 初歌这些话一出 风希玉心里咯噔不停 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这种预感非常强烈 正如初歌所说的那样 风家这些年来 的确是暗地里 假借九游圣地的名义 做了不少事 谋取了不少利益 以至于现在 若是让外人知道 他们其实和九游圣地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风家的利益将会大大受损 实力也会一落千丈 风如玉是风家最为出众的女子 所以风家的长辈 才想着让她和九游圣地扯上关系 最好能嫁入九游圣地 以解决风家最大的难题 可是自从当年那件事之后 九游圣地就不再待见风家 哪怕他们再怎么努力 连九游圣地的人都见不到 更别说跟他们扯上关系 如今初歌把话说得这么直白 风希玉心里顿时慌了 初歌和沐宇对风希玉的态度极度冷漠 甚至可以说是恶劣 眼里明显地表露出他们对风希玉的厌恶 到了这一刻 五方学院不少还爱戴敬佩风希玉的人 开始有些动摇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九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三百集 《金氏伊菲,腹黑九黄书》 也听到了初歌那些话 心里是越来越慌 可是她依然不甘和愤恨 尤其是对雪凡心的恨 前所未有的强烈 那样的恨已经让她无法正常思考 整个人就像是疯了一样 只想杀了自己痛恨的人 雪凡心 我不会犯过你 我一定不会犯过你 风希玉 瞧瞧你那个妹妹 杀气那么重 怨气也那么重 留着肯定是个祸害 你是不是该替天行道 灭了这个祸害啊 雪凡心没有理会风如玉 倒是针对风希玉说了一句 将风希玉当初对她说的话 全数打回去 你 风希玉面对雪凡心的刁难 却是无计可施 因为这些话是当初她对雪凡心说的 怎么 下不了手 既然你下不了手 以后就不要满嘴仁义道德的说替天行道 不然只会让人笑话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平白无故为了一个怨灵对我寒大海沙的 还说什么我是祸害 要替天行道 如今换做你的妹妹 你就不替天行道了 说你是伪君子 这是一点没错 雪凡心我要是你 风如玉再次被雪凡心刺激到 发狂的想要杀人 但是这一次 风希玉却是紧紧的将她拉住 不让她乱来 如玉 我们走 哥哥你放开我 我一定要杀了那个贱人 我要杀了她 你别闹了 哥哥你帮我杀了这个贱人好不好 从小到大 你都是最疼我的哥哥 那个女人太讨厌了 你帮我杀了她 如玉 你清醒一点 风希玉越来越着急 感觉到周围众人的目光 越来越不对 心里很是郁闷和难受 同样也恨透了雪凡心 事情会弄成这样 都是那个该死的雪凡心造成的 总有一天她一定会让这个女人彻底消失的 风如玉可没想那么多 她现在想着只要是除掉雪凡心 在她看来 雪凡心抢走了属于她的一切 所以她恨 她怒 但她也想知道 雪凡心跟九幽圣地到底是什么关系 所以稍微把情绪控制一下 她不想跟雪凡心说话 因为那样她会控制不住想杀人 所以只好将目光转移到初歌和沐宇的身上 问道 她跟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跟九幽圣地又是什么关系 她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跟九幽圣地是什么关系 与你何干 初歌冷讽地反问道 雪凡心倒是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 九幽圣地的九幽王是神主亲定的 荒域的荒域之王也是神主亲定的 你觉得九幽王和荒域之间是什么关系 至于是什么关系 你们就慢慢去猜吧 反正我暂时不想告诉你们 你 风如玉这个时候脑袋稍微清醒了一点 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她怎么就没有想到九幽王和荒王之间的关系呢 五周时遇那么多周那么多欲王 唯有九幽王和荒王是神主亲定的 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 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还有之前在中心城的时候 她看到九幽圣地的人去往荒域 九幽王和荒王到底是什么关系 该死的雪凡心居然不把话说清楚 真是可恶 随着信息越来越多 五方学院那些新生更为震惊 除了对风希玉和风如玉有了新的认识之外 还很好奇雪凡心的身份 好奇她跟九幽圣地的关系 五周时遇三银六地 谁不想跟九幽圣地扯上一点关系 那可是一个巨大的考山 据说连神域那边的上神都惧怕九幽王 可想而知这个九幽王有多么的厉害 此时此刻天班地班的导师 毁得连肠子都清了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回到雪凡心出道五方学院的那一天 他们绝对不会为了给风希玉那点面子 而放弃这么优秀的弟子 若是当初他们没有放弃雪凡心 如今应该已经搭上九幽圣地这个大考山了 真是后悔呀 清木也是万万没有想到雪凡心的身份 会那么特殊 居然与九幽圣地有关系 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大胆的猜测 院长大人那痛斥他的话 全都跟雪凡心有关 难道院长大人是因为雪凡心才出现的 如果事情真如他所猜测的那样 那么这个雪凡心可能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不简单 再仔细想想 雪凡心来到五方学院这段时间 但凡是跟他作对的人都会倒霉 风希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还有原本新生食堂那个灵菜师晚宴 看来这个丫头了不得呢 好了好了 天灾刚过 学院里很多事情都需要处理 各班导师带着你们的弟子找地方休养疗伤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吧 青木担心风家兄妹俩继续在这里得罪雪凡心 于是出面调解一下 让这件事情暂时停止 雪凡心才懒得在风希玉和风如玉身上浪费时间 青木出面调解之后 他多多少少要卖他一些面子 所以不再刁难风家兄妹俩 而是办自己的事情 老师 前辈 你们带黄班的其他人找地方休息 我要去一趟九游圣地 所以暂时先离开一会儿 你要去九游圣地 唐满很是惊讶 老酒鬼则是担忧说道 丫头 那九游圣地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去的呀 尤其是女子更是不得入内 这是幽王亲自定的规矩 你去九游圣地做什么呢 有点事情要办 所以要去一趟 放心吧 我不是第一次去九游圣地 不会有事的 初歌和沐宇他们会带我过去的 回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护送我回来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雪凡心不想解释太多 也不想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上浪费精力 此时只想赶紧去九游圣地 帮夜酒商拿东西 封如玉还没走 虽然已经开始忌惮雪凡心的身份 但是心里对雪凡心的嫉妒和怨恨 依然很是强烈 实在忍不住又说了一句 哼 真以为九游圣地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吗 初歌哥哥和沐宇哥哥一定不会让这个女人去九游圣地的 一定不会的 就在封如玉等着初歌和沐宇拒绝雪凡心的时候 却听到两人恭敬说道 随时听从雪姑娘的命令 王妃刚刚并没有直接说明自己是九游王妃 想必是不愿意暴露身份 所以他们只能改个称呼 不过话说回来 五周十遇发生这么大的天灾 就连九游圣地也有不少的建筑被毁 却没见幽王现身 人上哪去了 初歌和沐宇不仅没有拒绝雪凡心要去往九游圣地的事情 对他的态度还是那么的恭敬 显然将他当主子一般看待 这样的结果让封如玉完全无法接受 又想发怒 但是被封锡玉阻止 并将他强行拉走 雪凡心今天让他们兄妹俩颜面尽尸 声誉尽毁 他们的仇算是结大了 所以不管雪凡心是什么身份 和九游圣地是什么关系 他都必须要除掉 否则雪凡心很有可能 会借助九游圣地的力量对付他们 对付封家 封锡玉那点心思 雪凡心一眼就看得出来 只不过是没有理会而已 先跟初歌和沐宇去九游圣地拿东西 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都没有阿九重要 而且他还要慢慢玩 一点一点的把封锡玉玩死 夜酒商在逆临天伦的空间里 对外面发生的事情都知道 见雪凡心玩的那么开心 也跟着高兴 但是对于封锡玉和封如玉兄妹俩 却是更为厌恶 看来该是时候处理封家了 当然前提是等星儿玩够了之后再说 有初歌和沐宇亲自带领 雪凡心去往九游圣地 只是眨眼的功夫就到了 九游圣地的人基本都知道雪凡心的身份 所以见到他的时候都毕恭毕敬的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雪凡心没功夫理会其他事情 到九游圣地之后 就按照夜酒商的指示 来到他的房间 打开密室 然后穿过各种机关和阵法 到达密室深处 在密室墙壁的暗格子里 取出一个盒子来 阿九 你说的东西是这个吗 雪凡心将暗格的盒子拿出来 那盒子极重 他差点就拿不动 不错 就是这个盒子 你直接放入空间即可 哦 雪凡心将盒子放入空间之后 自己的一缕神念也跟着进去 他想看看盒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夜酒商并没有隐瞒 当着雪凡心的面将盒子打开 一个不大不小的盒子里装的全都是木头 大大小小的木头 看到一堆木头 雪凡心有点懵 阿九 这里面怎么只有烂木头啊 该不会是弄错了吧 还是说盒子里的东西被人动过了 没有 你一想太多了 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夜酒商很是宝贝的将盒子里的木头拿出来 看着手里的木头 他两眼放出胜利的光芒 雪凡心还是一头雾水 这到底是什么木头啊 这是天伐木 天伐木 听名字是很不一般 可是看起来 跟普通的木头没有什么区别啊 连一点灵气都没有 天伐木看似和普通的木头没有区别 但实际上区别可大嘛 它没有一丝灵气 却可以承载天伐之力 所以名为天伐木 接下来 我只要将体内的天伐之力 全部转移到天伐木中 然后再慢慢的吸取 并炼化天伐木中的天伐之力 这样 会比直接炼化体内的天伐之力 要容易得多 哦 原来如此 夜酒商摸了摸雪凡心的脑袋 宠溺说道 炼化天伐之力 一开始就不能中断 直到炼化完毕为止 所以 未来十天之内 我都不能陪你 你若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 直接找初歌和沐宇 以他们的能力 五周十遇之内 应该没什么事办不了 如果遇到 连初歌和沐宇都解决不了的麻烦 五方学院的院长 会替你解决 五方学院的院长 那个青木院长吗 不是 薛凡心还以为 五方学院的院长就是青木 而且大家也都叫他院长 可阿九却说 五方学院的院长另有其人 这倒是让他很好奇 五方学院的院长到底是什么人 叶酒商也不卖关子 直接把话说清楚 五方学院的院长叫竹七叶 喜欢穿白衣竹袖衫 人有些不太着调 好玩好挑战 白衣竹袖 这个人 我好像见过 薛凡心记得很清楚 从星发堂的刑牢出来之后 在回黄班的路上 他遇见了一个穿着白衣竹袖的男子 那男子还跟他说 他是五方学院的院长 当时他并不相信 原来是真的 见过自然最好 这十天之内 要是有什么 连初歌和沐宇都解决不了的大麻烦 那你就找他去 只要你在五方学院 随便喊喊他的名字 他就会自己出现 有什么事 你就尽管找他 大事小事都行 千万不用跟他客气 薛凡心听着这话 总觉得不对味儿 疑惑地问了问 阿九 你跟那个五方学院的院长 是什么关系啊 听你说话的语气 似乎跟他很熟 他是我的七师兄 什么 七师兄 你居然有师兄 我既然有师父 有师兄很奇怪吗 哦 也对啊 雪凡心一开始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 夜酒商还有师兄 所以得知这件事的时候 才会那么惊讶 后来仔细想想 似乎 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阿九 你有个七师兄 是不是还有六师兄 五师兄什么的 夜酒商摸了摸雪凡心的脑袋 温柔笑道 师父一共收了九个土地 我排第九 是最小的一个 所以上面有八个师兄 八个师兄 看来阿九的师门还是挺庞大的 按照阿九师父那种性子 绝对不会随随便便收土 所以除了阿九之外 其余八人也应该是不简单的人物 我那八个师兄 无疑不是一方霸主 本事不会比我低 以后你会慢慢认识他们的 好 那我以后 一定要好好认识你那八个师兄 夜酒商没说什么 只是将雪凡心抱到怀里 好好绣着他身上的芳香 久久不舍得将他放开 但现在是非常时期 他不能跟星儿接触太多 不然星儿身上多多少少会沾染上一点他身上的天罚之力的气息 万一被天道注意到 那可就麻烦了 为了大局着想 夜酒商不得不将雪凡心放开 然后再叮嘱他几句 便开始将体内天罚之力转移到天罚墓中 开始炼化天罚之力 炼化天罚之力一旦开始 中途便不能停止 直到炼化完毕为止 雪凡心知道 夜酒商现在不能受到打扰 所以就没有在空间里继续待着 收回神念 打算四处溜达溜达 看看九幽圣地受到天灾的影响有多大 不得不说 九幽圣地的防御力还是挺强的 那么大的天灾 只是周边的少数建筑受到损毁 一些灵花灵树受到破坏 整体而言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此时九幽圣地的人正忙着处理灾后的事情 房屋院子到处都是泥屋 光是搞卫生都是一笔大工程 雪凡心只是四处去走走 但他所到之处任何人见了都会给他行礼 一开始他还有些不太习惯 不过后来慢慢的就习惯了 当他来到一处种植灵花灵草的院落时 正在院子里做事的人立即停下手中的活上来行礼 拜见王妃 不必多礼都起来吧 我只是随便看看而已 你们忙你们的 雪凡心跟行礼的人打招呼 正打算往前走去 就在这时 先前给他行礼的人群中 突然有一个人拿着锋利的匕首冲出来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伊妃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三百零一集 突然有人行刺 现场立即变得混乱 周围的护卫立马赶来 可是不管他们的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那个就在雪凡心面前行刺的人 雪凡心想不到 在九幽圣地之内居然会遇刺 虽然事出突然 但以他的能力将要躲避这场刺杀 还是绰绰有余的 行刺之人本以为可以轻而易举 杀死一个只有玄王静修为的女人 却不想对方的身法极快 伸手也了得 不仅躲开了他出其不意的一击 还能反击 以灵力凝聚出数条藤木 将他缠住 当行刺之人被雪凡心的藤条缠住时 不等他将藤条正断 只是几个眨眼的功夫 周围的护卫已经赶到 就连初歌和沐鱼也来了 刺杀事件让他们无比的愤怒 一到现场就出手 将那个行刺之人打残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在九游圣地行刺王妃 看来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说是谁指使你的 既然失败了 那么要杀要寡 齐听尊便 行刺之人还算有点骨气 宁死也不肯透露出任何的消息 这时一个九游圣地的护卫 已经将行刺之人的基本资料调查清楚 前来禀报 启禀王妃 初歌公子 沐鱼公子 此人叫李玉 十年前由端木圣使选入九游圣地 如今负责圣地一些内务事宜 听到这些基本消息 初歌和沐鱼已经能够猜出 李玉行刺雪凡心的一些大概 你是因为端木存才行刺枉费的 李玉件事情败露 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当着雪凡心怒吼 是又怎么样 和沐鱼盛使这些年来 一直为九游圣地尽心尽力 为幽王效命 可是幽王却因为一点小事 将他逐出九游圣地 凭什么 幽王既然说 九游圣地不能让女子随意进出 所以才重罚端木欠 迁怒端木圣使 可为什么这个女人 却可以随意进出九游圣地 这对端木圣使不公平 端木存为九游圣地做事 为幽王效命 难道端木家就没有因此而获利 九游圣地乃是幽王的地盘 这里的一切幽王说了算 你们若是想要公平的话 那就去别处寻找 这里没有 传令下去 三日之内灭端木家 李玉听到沐鱼下这样的命令 心里急了 赶紧争辩 行刺王妃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与端木家无关 你们不能这样做 你如何证明 这是你一个人的主意 就算真的是你一个人的主意 那么 你也是为了端木家才行刺王妃 所以端木家难辞其咎 端木存因为犯错 才被逐出九游圣地 但他也只是被逐出九游圣地而已 并没有受到其他的除夸 由此可见 幽王对他已经很仁慈了 不过 因为你的刺杀事件 幽王绝不会再留着端木存端木家 楚歌嘲讽道 不可以 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端木圣史 他是个好人 好人应该有好报 你们不可以这样 不管端木存是什么样的人 好人也行 坏人也罢 既然他牵扯到行刺王妃这件事 那么 就势必要付出代价 让尹莎做好准备 立即前往端木家 等等 雪凡心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只是在旁边听着看着 此时已经将事情了解大概 所以才出声 李月 你对端木存端木家 如此的忠感义胆 看在你那忠心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李月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但听了这句话 心中又生出一点希望 虽然他知道 这点希望不大 不过还是愿意搏一搏 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不需要你做什么 我只是给你一个机会 至于你最后能不能活下来 还要看某些人 够不够在乎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雪凡心懒得跟李玉解释 直接对初歌和沐宇吩咐道 你们两个把他吊在九优圣地之外 然后传话给端木家 只要端木家愿意站出来 认这个人 以端木家的名义保他一命 哪怕只是端木存出来保也行 那么九优圣地便无条件的赦免他 并保证不追究此事 也不会因此迁怒端木家 如果端木家不愿意出来认这个人 保他一命 那就给我活活的吊死 初歌和沐宇还以为雪凡心 因为欣赏李玉的忠甘义胆 想要饶他一命 谁知 这种方法看似温和 实则杀伤力很大 如果端木家不站出来保李玉 那么曾经与端木存端木家交好的人便会心寒 从此逐渐的疏远端木家 也不会再认为端木存是一个多么好的人 如果端木家站出来保李玉 就算九优圣地真的不追究这件事情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九优圣地从此和端木家之间不会再有任何的关系 那些因为九优圣地才和端木家交好的势力 也会渐渐的疏远 所以不管端木家做什么样的选择 结果都不会太好 所以这两个选择 后者的结果会比前者严重很多 如果端木家太过注重利益的话 那么他们就不会站出来保李玉 王妃这一记可真是够绝的 关于这些弯弯绕绕 现场的人当中除了出歌和沐语之外 没有人想得到 他们所想的都只是表面的东西 端木家到底会不会出来保李玉 就连李玉本人也不知道 雪凡心这一做法的深意 只知道自己还是有活命的机会 只要端木家的人愿意出来保他一命 那么他就可以不用死了 九优圣地向来一言九鼎 那么九优王妃的话自然也是算数的 他说无条件的赦免 并且不追究此事 也不会迁怒端木家 那么就一定会做到 也就是说端木家出面保他 其实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他和端木圣使称兄道弟 比亲兄弟还亲呢 就算端木家不愿意出面保他 端木圣使也会的 所以他只需要等着端木圣使出面就行 这位忠感义胆的兄弟 祝你好运了 雪凡心深悠悠的笑了笑 然后转身离去 雪凡心一走 李玉就被人架起压走 掉到九优圣地的大门外 初歌和沐宇则是派人到端木家传话 同时还将这件事情传遍整个圣域 之后他们就等着太热闹便好 九优圣地的办事效率非常之高 不到两个时辰端木家那边就已经收到消息 得知李玉的事情 此时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你们说这李玉到底该不该保 哼 李玉只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之人 我们为什么要保他 刺杀九优王妃的事全是他一个人的主意 跟我们端木家没有任何关系 自己闯下的祸就该自己负责 凭什么让我们端木家替他擦屁股 不错 这李玉的确不该保 保了他就等于跟九优圣地彻底决裂 虽然那个什么九优王妃说 只要我们端木家愿意保李玉 就不会追究这件事 但谁知道他会不会让九优圣地的人 暗地里对付我们端木家 如今我们端木家和九优圣地的关系 已经够紧张了吗 绝不能再让这个紧张的关系再紧张 因为恰而的是我们已经惹怒了幽王 害得存二被逐出九优圣地 失去圣史意志 如果因为李玉再惹怒幽王的话 那么我们端木家将无法再剩余立足 随时都有可能被灭足 所以我们断不可以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李玉 冒这么大的险 端木家的人各输己见 大部分都是不愿意出面保李玉 端木家的家主一直都没有发表意见 等大家都说完了 他才看向一旁沉默不语的端木存 问了一句 存二 李玉是你的人 此事由你来决定 要不要出面保他 一切由你做主 端木存自从被逐出九优圣地之后 就一直心有不甘 前几天还找李玉喝酒聊天 诉说心中的愤恨 虽然他的话中多多少少 对那位九优王妃不满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刺杀九优王妃 更想不到李玉居然会这样做 那个李玉真是猪脑袋 居然敢在九优圣地行刺 行刺的对象还是九优王妃 他难道不知道就算刺杀成功了 后面的麻烦一大堆吗 许多人都知道他和李玉的关系匪浅 幽王只要派人随便查一查便会知道 届时行刺之事势必会牵连到端木家 如今行刺失败 同样也给端木家惹来了不少的麻烦 端木存只是简单想了想 心中竟是对李玉的不满 所以冷酷无情地说道 我和李玉只不过是杯酒之交 端不可因为他而让端木家的利益受损 所以不用理会他的死活 此时的端木存还不知道 他今天做了一个严重错误的决定 雪凡心并不在乎端木家那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因为不管是什么决定 端木家的结果都不会改变 王妃 如果端木家不愿意出面保李玉 你难道今天是要把李玉吊死就可以了吗 初歌好奇问道 牧羽对这个事情也很好奇 所以认真地听着 李玉不可能平白无故想要刺杀我 背后多多少少都有端木家 或只是端木存在推波助澜 在我看来 李玉只不过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工具罢了 既然是工具 那么端木家可以利用 我当然也可以利用 你们派人盯着端木家那边的动静 随时向李玉禀报端木家的情况 最好是跟他禀报端木存的消息 让他知道端木家最近都在做些什么 雪凡心简单整理眼前一堆被雨水弄花的菱花 顺便回答初歌和沐羽的问题 对于端木家那些破事 他倒是没多放心思 端木家是要灭 但时机还不到 如果因为李玉的刺杀事件 就灭掉整个端木家 难免会落人口舌 所以他要换个方式 玩死端木家 对于李玉和端木家的事情 雪凡心只是交代初歌和沐羽去办 自己则是忙活自己的事情 对了你们有荒羽的消息吗 这次天灾那么严重 荒羽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有人受伤吗 也不知道爷爷他们有没有事 王妃放心 荒羽那边的情况 比九尤圣地的还要好 荒城有强大的守护阵 连灵气风暴都能抵倒 更何况这点小天灾呢 我之前已经派人看过 除了周边一些建筑受到破坏之外 其他的都还好 没有任何人受伤 而此次天灾给黄羽带来不少的雨水 倒是缓解了那边的汗情 这样我就放心了 反正这边已经没有什么事了 你们带我回五方学院吧 雪凡心该办的事情都已经办完了 没想在九尤圣地继续待着 所以打算回五方学院 初歌和沐羽听从雪凡心的指令行事 拿出一张符纸念了几句咒语 打开一道传送门 带着雪凡心进入那传送门中 回到五方学院 从五方学院去往九尤圣地的时候 初歌和沐羽同样也是使用这样的方式 雪凡心之前是急着去九尤圣地 给夜酒商拿东西 所以才没有问 现在事情办完了 他立即对那个有传送功能的符纸很感兴趣 哎 你们刚刚用的是什么符纸啊 居然可以带人传送 还挺神奇的 那是传送符 上面刻画有简单的传送阵 所以具有传送的功能 不过这种传送符需要定点才能使用 若是没有定点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传送到不知名的地方 五方学院和九尤圣地之间有定点 所以使用传送符的时候 只需默想着去往的地方即可 那是不是说 只要有了这样的传送符 以后我就可以随意在五方学院和九尤圣地之间来回了 王妃啊 这传送符很贵的 初歌已经猜到雪凡心的心思 所以刻意提醒他一番 这传送符真的是很贵很贵 就连他们也只是有几张而已 而且还是幽王给的 虽然幽王给他们传送符 是为了让他们更好的保护王妃 但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真的不想用 留着以后自己用 传送符这样的好东西 谁都想要啊 有多贵啊 雪凡心没有看出初歌的想法 只是对那个传送符真的很好奇 一张普通的传送符至少要一千万金币 而且是紫金石 这还只是普通传送符的价值 高级的传送符更贵了 王妃 我们身上没多少传送符了 你可千万别打我们的主意啊 嗯 我只是问我而已 又没有跟你们要 瞧你们急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其实王妃如果想要传送符的话 大可跟幽王要 这玩意儿幽王很多的 真的啊 真的 我不相信你 雪凡心又怀疑的目光看了初歌一眼 对他俏皮笑了笑 然后转身走人 就算阿九真的有很多传送符 那又怎么样呢 阿九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 他还是比较喜欢从别人身上挖东西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九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302集 雪凡心回到武峰学院 就直接去找自己的伙伴 回来之前 他已经从初歌和沐浴那里得知 现在所有的新生和老生 都呆在一个区域 只不过原本是两人一个房间 现在变成四人一个房间 这样的做法 让很多老生颇有微词 但因为是院长的决定 所以就算再不满 也得忍着 受着 当然 被迫分出房间的 只是学院那些很普通的弟子 一些较为优秀 且有身份背景的弟子 依然保持原样 有的人 甚至可以住单间 不过这样一来 新生和老生的接触就多了 认识不认识的 全都挤在一块 是是非非也就多 拉帮结派的也不少 桑若欣作为中州之王的外孙女 在老生之中 也是挺受欢迎的 所以不到半天的时间 他已经和一群老生融为一体 还有楚云寒 顾清宁这些天之骄子 都非常的受欢迎 林薇薇的人气也不低 但是黄班的几人 还是受到排挤 即便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黄班的雪凡心 和九游圣地关系匪浅 不过 也没人愿意跟黄班的人交好 之前雪凡心 宁愿救治魔兽 也不救人的行为 还有将魔兽放跑的事情 惹得许多人不满 所以不管雪凡心的身份 有多么的特殊 多么的高贵 他们也不愿意跟他交好 对于那种把魔兽的性命 看得比人的性命 还要重要的人 他们不屑于这为伍 我猎云 金正明 史波 还有水莫宁 知道大家都在排挤他们 不过 对于这种排挤 他们也已经习以为常 所以丝毫不会介意 更不会放在心上 平时该干嘛就干嘛 不理会那些排斥他们的人 因为老生和新生 都住在同一个地方 吃饭自然也是去同一个食堂 不同的是 新生在食堂吃饭不用交五方猪 老生却是需要 又到了用餐的时间 王班的几人暗示出现 可能是因为雪凡心不在 所以他们才刚走进食堂 冷嘲热讽的声音就不断 哎 瞧瞧 黄班那几个人来了 来就来了呗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当然是激动的等着看热闹呀 我得到小道消息啊 今天会有人 对黄班那几个新生出手啊 是吗 是谁想要对他们出手啊 你要知道 黄班的雪凡心 可是跟九佑圣帝关系匪浅 就算雪凡心此时不在学校里 等他回来之后 得知有人欺负黄班的新生 你觉得他不会报复 哎 你听说过那个林薇薇了没有 南州林家的林薇薇嘛 自然是听说过的呀 那个林薇薇呀 就是因为欺负了黄班的水墨宁 结果被雪凡心狠狠地叫醒一顿 天灾那会儿 他还被雪凡心给踹飞了呢 所以我说呀 没事不要去找黄班那些新生的麻烦 否则会倒霉的 找他们麻烦的又不是我 我只是看热闹而已 哎 来了来了快看快看 火烈云金正明石波和水墨宁四人 才刚走进食堂就被人堵住了去路 黄班的垃圾们 你们今天要是想在食堂吃饭的话 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否则那就别怪爷不客气了 爷已经跟食堂的人照过面了 今天你们要是不从爷的胯下钻过去 那么今后就别想在食堂吃饭了 老子去你的 火烈云的火爆脾气一来直接就动手 火烈云气急败坏地对欺辱他们的人大打出手 而对方的人也动起手来 金正明石波还有水墨宁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火烈云被打 所以他们明知道打架是违反学院的规定 但还是出手了 然而对方人多势众实力整体比较强 所以黄班那几个人就悲剧了 才打了不到半克钟就已经全部挂彩 最后全都被扔出食堂 自始至终都无人出手相助 更是没有人理会他们的死活 因为天灾刚过 五方学院的人几乎都忙得脚不沾地 所以一些小打小闹之事现在基本没有人管 黄班几人战败之后 只能带着一身伤互相搀扶离开 这个时候雪凡心刚好回到五方学院 正打算去找自己的伙伴 却发现他们一个个鼻青脸肿地回来 看那样子显然是被人痛打了一顿 你们怎么了 见到雪凡心 黄班几人原本都阴郁的心情全都没有了 一个个都开心地笑着 凡心你回来了 凡心凡心你终于回来了 没有你在的日子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呀 那个能不能先给我弄点吃的呀 我好饿呀 史波摸着自己圆鼓鼓的肚子实在是饿得厉害 弄吃的不是问题 不过你们能不能先告诉我 谁把你们打了 立元你的手是怎么回事 骨头都被打断了 要是不及时治疗的话 你这条手臂就会废掉 知不知道 雪凡心一边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边给众人疗伤 动用木陵天珠之力不到半个钟的时间 所有人的伤都已经治好 包括火烈云的手臂 此时雪凡心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黄班依然不受武方学院其他弟子的待见 到哪里都被人排挤 连吃饭都是个问题 昨天在食堂勉强吃到一些残羹 今天更是过分的连饭都吃不上 还被人给打了 据说打人者叫沈延峰 是纪元长老关门弟子 更是中州沈家人 沈家和中州凤家是亲戚 而沈延峰乃是凤心凤心瑶的亲表弟 有凤心成瑶 沈延峰从小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魔王 而且天赋极佳 所以深得纪元长老的喜爱 收为关门弟子清朗相受 在武方学院 纪元长老的身份极高 仅次于院长 但他鲜少收徒 除了沈延峰之外 他门下再无其他弟子 凤心凤心瑶的亲表弟 雪凡心对沈延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没兴趣 不过凤心这个事他倒是挺有兴趣的 他很早以前就知道龙星凤心的存在 更知道有一对假龙星凤心 只是没工夫理会罢了 既然阿九没有时间去处理假龙星凤心的事情 那就让他来处理好了 但凡是欺负过阿九的人 哪怕是上一世他也不会放过 凡心 我知道你的身份不凡 但是这个沈延峰 你还是不要去招惹为好 要是惹了沈延峰 那就等于惹了凤心瑶 凤心瑶是凤心 先不说他背后的凤家 单单他是凤心的身份 就足以让我们万劫不复 我家 金家 石家 还有水家 我们四个家族加起来 都无法与凤家抵抗 虽然九幽圣帝也有能力与凤家对抗 但是凤心瑶是凤心 如果九幽圣帝真的要对凤心瑶动手的话 那么整个五周十遇 三银六地的人 都会帮着他对付九幽圣帝的 水莫宁知道雪凡心的性子 生怕他去找沈延峰算账 所以把事情的严重性说个明白 雪凡心不以为意 冷笑问道 哼 如果凤仙瑶不是凤心呢 对于雪凡心提出的假设性问题 黄斑没有一个人相信 都纷纷劝说于他 凡心 你可别乱说话 否则很容易或从口出的 凤心瑶凤心的身份 是神域那边的心神亲自确定的 绝对错不了 你在怀疑凤心瑶的身份 就是在怀疑神域的心神 这是万万不可的事 水莫宁尽量压低声音 将事情的严重性说出来 免得雪凡心会祸从口出 凤仙瑶凤心的身份 是得到神域心神的认可 这等于是得到了神域的认可 神域是五周十域最为强大的存在 那里神境的强者遍地都是 掌管着五周十域所有的人和事 更厉害的是 神域有一位神主 而神主掌管着所有的身 不管怎么说 凤心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除了水莫宁之外 就连火烈云这个桀骜不羁的人 也开口劝说 凤心 那个凤心是真的不能得罪 所以今天的事就算了吧 如果开打之前 他知道对方是沈延峰 那么再气恼也不会动手的 因为惹不起 凤心 算了吧 反正我们现在的伤都好了 凤心的确不能惹 若是惹到他 不仅是我们 就连我们的家族 以后也无法再在五周十域立足 丁正明将局势看得较为长远 因为今天的事情 他的心情有些阴郁 生怕会牵连到自家的家族 不过好在 沈延峰没有受伤 被打的只是他们 所以事情应该不至于太糟糕 雪凡心看着他们一个个 怕凤心怕成那个样子 实在是无语 也拿得解释了 只是很认真的道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凤仙瑶的确不是凤心 用不了多久 真相就会揭晓的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大家伙看雪凡心说的那么认真 之前是一点都不相信 现在有些半信半疑的 但他们更多还是相信 凤仙瑶凤心的身份 毕竟他是神认可的凤心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 你们多饿了吧 一会儿我让陶叔过来 给你们做些吃的 雪凡心并没有打算亲自下厨 现在也没有心情下厨 而是找个借口离开 私下里见了初歌和沐宇一面 跟他们交代一些事宜 并且让他们将陶仁找来 初歌和沐宇听从雪凡心的吩咐 先将陶仁找来 让他去给黄班那几个新生做灵菜 随后打听了一些沈延峰的消息 当夜黑风高之时 他们悄悄潜入沈延峰的房间 把他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给废了 半夜里 沈延峰的惨叫声 惊醒了周围的人 当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只看到沈延峰倒趴在地上 痛苦不堪 风哥你怎么了 快快去把医师叫来 当沈延峰那边哀苦连天的时候 雪凡心等人却在睡大觉 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丝毫不在意 一觉睡到大天亮 天一亮 刑法堂的人就来找黄班的人兴师问罪 火烈云 你们老实交代 是不是你们把沈延峰给打了 如果是的话 乖乖承认 否则一旦查出来 你们将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火烈云 金正明 石波和水莫宁四人全都蒙了 虽然他们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是心里隐隐约约的能猜到 此事定然和雪凡心有关系 凡心该不会把沈延峰给打了吧 因为黄班几个人的表情不对劲 刑法堂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更加怀疑他们就是打沈延峰的人 既然人是你们打的 那就乖乖跟我们走吧 你们凭什么说人是我们打的 有证据吗 不会又是想无凭无据 只凭猜测就胡乱给人定罪吧 雪凡心从屋里走出来 先反驳刑法堂的人一番 然后才对火烈云等人说道 你们也真是的 被人冤枉都不知道辩解一下吗 我们 他们以为人是雪凡心打的 所以才没有及时辩解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刑法堂的人已经给他们定罪 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 雪凡心就来了 刑法堂的人一见到雪凡心就有些忌惮 但想到被打的人是沈延峰 再多的忌惮也都抛到脑后 雪凡心 他们几个人昨天在食堂和沈延峰发生冲突 被打了一顿 昨夜沈延峰就被人给打了 所以他们的嫌疑很大 因为他们有打人的动机 哼 这应该是两件事吧 首先 是昨天沈延峰在食堂和黄班的人开打 把人给打伤了 发生伤人事件 你们刑法堂为什么不出面处理 然后 那个沈延峰不知道怎么的被人给打了 你们刑法堂就立刻为他出面 这种不平等的待遇 真是让人心寒呢 当然 我知道沈延峰的身份不同 他是凤兴的亲表弟 所以你们特别关照也是应该的 可是嘛 我雪凡心也不是吃素的 我信你们可以试一试 刑法堂的人无言以对 察觉到周围人群有些异样的目光 让他们很是尴尬 正如雪凡心说的那样 他们刑法堂对此次事件的处理 似乎有些不太公平 但是那又怎么样 黄班那些人能跟沈延峰相提并论吗 雪凡心 你最好不要挑战刑法堂的权威 否则 就算你跟九尤圣爹的关系再好 刑法堂也照样会处置你 既然你说这是两件事 那么我们就两件事一并处理 现在我们要把黄班其他四人带走 你要是敢阻拦的话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你们想把人带走也行 只需要给我一句话 带走他们的命令是谁下的 刑法长老那边你们请示过了吗 哼 这是纪元长老下的命令 刑法长老那边自然是同意的 好吧 既然你们那个什么计什么元的长老下命令了 刑法长老又无奈的同意了 那么我们黄班的人 就跟你们刑法堂的人走 刑法堂的人 还以为雪凡心忌惮忌元长老 所以直接把火烈云 金正明 史波和水莫宁四人带走 雪凡心则是自个跟着同去 他倒是要看看 刑法堂的人 会如何对付黄班的人 对于雪凡心的跟随 刑法堂的人不敢有任何意义 毕竟雪凡心和九幽圣地关系匪浅 也是个不好得罪的主 刑法堂中一个年长的老者 凶神恶煞地坐在那里 刑法长老也在 还有其他的长老 外面有不少弟子在围观 想看看刑法堂最后会如何处置黄班那些人 连沈延峰都敢打 黄班这些人可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他们难道不知道 沈延峰是凤星凤仙瑶的亲表弟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依妃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303集 黄班的人一到刑法堂 就被强大的威压震得直接跪在地上 造成的内伤不清 五脏六腑痛得厉害 雪凡心万万想不到 有人竟然敢在刑法堂当众伤人 怒视着释放威压的人冷力警告道 他们今日受多少伤 来日我会以十倍偿还在你身上 机缘长老因为爱徒被打 此时正在气头上 一看到黄班那些人就来气 所以直接释放出强大的威压教训他们 可是让他意外的是 他的威压居然没能碾压雪凡心 反倒是被这个黄毛丫头出言警告 作为五方学院的长老 一个身份地位仅次于院长的长老 岂能容忍一个新生对他出言警告 哪怕这个新生有点来头 他也要压上一压 你就是那个跟九游圣帝有点关系的雪凡心 为人如此嚣张 仗着九游圣帝的势力目无尊卑 你真以为有九游圣帝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老夫知道昨天和沈延峰发生冲突的人 只有他们四个 你不在 所以此事与你无关 但你若不在 但你若在这般嚣张目中无人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你应该就是那个什么 他也认识一沉 怒言道 哼 你少在这里疑老卖老 仗是欺人 你刚刚释放出的威压 已经给他们四人造成不清的内伤 这样的内伤 要是后期没有很好的治疗 多多少少都会留下后遗症 所以这笔账 我很快会让你十倍奉还 纪元长老再次被雪凡心戳言侮辱和威胁 奇迹败坏之下 释放出更大的威压 企图用威压对付雪凡心 但是这一次 一直沉默不语的刑罚长老却出手了 用自己的力量将纪元长老的威压反弹回去 也出言警告他一番 哎 纪元长老 这里是刑罚堂 你最好不要乱来 更何况 沈延峰是不是被这些孩子打伤的还不知道呢 若他们是无辜的 而你又伤了他们 那么 就别怪我们刑罚堂这边按规矩行事了 沈延峰就是被这些人给打的 这个不用查就已经能够肯定了 纪元长老认定黄班那些人是行凶者 所以死咬不放 雪凡心阴冷讽刺道 哼 如果沈延峰真的是被他们打的 那就只能说明 你纪元长老的关门弟子 是个窝囊废 居然被几个新生弟子给打残了 雪凡心 你不要太过分 纪元长老怒声吼道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武方学院的弟子急急忙忙跑来禀报 长老长老 大师不好了 方才突然冲出两个黑衣人 又将延峰师兄给痛打了一顿 把延峰师兄另外一条手臂和腿都废了 你说什么 沈延峰之前只是被废了一条手臂和腿 如今又被废了另外一条手臂和腿 那么现在就是个四肢被废的人 到底是什么人跟沈延峰有如此深仇大恨 把他的四肢都给废了 沈延峰又被打了 这无意说明打人者根本就不是黄班那些人 而且雪凡心刚刚说的话很有道理 如果沈延峰真的是被黄班这些人给打了 那么只能说明他是个窝囊废 可事实并非如此 以火烈云那几个人的能耐 根本做不到无声无息的将沈延峰痛打一顿 否则昨天在食堂那一站 又岂会输得那么惨 单从这一点便可以说明 打伤沈延峰的人绝对不是黄班那几个 这么简单的思路连普通弟子都能想得到 更何况是纪元长老 只是他拉不下那个脸也丢不起那个面子 即便知道黄班那几个人是无辜的 他也不会轻易放过 说是不是你们指使了什么人去打延峰 纪元长老这话一出顿时让人无语至极 刑法长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出面处理此事 你们是无辜的 所以现在就可以离开刑法堂 回去好好疗伤 我还没让他们走 你凭什么把他们给放了 纪元长老怒声质问刑法长老 就凭我是刑法堂的刑法长老 就凭他们是无辜的 纪元长老 别把你个人怒火随意在我刑法堂发泄 否刑我就算拼了这个刑法长老不要 也要维护刑法堂的名声 因为沈延峰的事 刑法堂已经被人质疑不公 如果按照规定来办的话 昨天沈延峰就应该被关入刑牢了 你 沈延峰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非常清楚 就他那个嚣张跋扈 仗势欺人的刑事作风 到处都会得罪人 说不定是他以前招惹的什么人 现在上门找他算账了 对方能够在五方学院悄无声息的废掉一个人 说明实力不弱 就凭黄班那几个新生 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 他们没那个本事 你却非要拿他们出气 不觉得很过分吗 纪元长老被刑法长老说得无言以对 但是心里的怒火却是越来越强烈 恨不得要把刑法长老给撕了 也将把雪凡心给撕了 刑法长老还有黄班那个雪凡心如此不给他面子 他定然不会让他们好过 雪凡心看出了纪元长老眼中的恨意和怒意 但却不以为然 无视他的怒火 转而询问那个前来禀报消息的弟子 沈延峰刚刚被两个黑人打了 那么伤人的手法和昨天晚上是否一致 那弟子刚才因为纪元长老和刑法长老的争吵而一脸懵 听到雪凡心问话的时候愣了一会儿才回答 是的 手法一致 从手法上看可以确定是同一拨人所为 好的 谢谢 雪凡心向那个弟子道谢 然后才对纪元长老说道 同一拨人所为 那就更能证明我们黄班是无辜的 不知道纪元长老是不是还要拿我们做替罪羊呢 哼 纪元长老无话可说 索性什么都不再说 愣然而去 他今天的脸面可是丢得够大的 但是让他更气恼的是 到底是谁敢对他的徒弟出手 等他把那些人揪出来一定会千刀万剐 纪元长老离开刑法堂之后 就立即去看沈延峰 发现沈延峰的伤势不是一般的严重 就连D级的负伤单也治不好 手脚全都废了 而且体内的灵力在涣散 丹田隐隐有破碎的迹象 这样的伤势恐怕只有药神谷的药神才能治得好 死的到底是谁下的狠手 沈延峰此刻躺在床上无法动弹 如果他的手脚不能治好 体内灵力不能停止涣散 那么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废人 师傅 救我 救救我呀 我不要做一个废物 我不要做废物啊 远峰 你放心 师傅一定会救你的 等你的情况好一些 师傅就带你去药神谷 求药神救你 你现在好好想一想 打伤你的人到底是谁 黄斑那几个小毛头没这么大的本事 所以不会是他们 纪元长老虽然讨厌黄斑那几个新生 但他也想知道真正的打人者是谁 师傅 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昨天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的 突然闯进两个黑衣人 二话不说就把我痛打一顿 他们的实力很强 我在他们面前毫无反抗之力 就在刚才 他们又来了一趟 其实从一开始他就知道 打人的不是黄斑那几个 只是他并没有说明 让黄斑那些人吃苦头去 沈颜峰此时还不知道 因为他这样的想法 接下来要吃的苦头更多 楚歌和沐宇将引灵衣脱下 然后去见雪凡心 王妃 事情已经办妥了 但我们回来的时候偷听到 几元长老想要带沈颜峰去药神谷求药神救治 那个几元长老挺讨厌的 今天晚上 你们去把他也打一顿 雪凡心一想到 几元长老那副讨厌的嘴脸就来气 王妃 几元长老的实力不弱 我俩联手即便能将他痛打一顿 恐怕也有可能会暴露身份 如此的话 王妃是否还要这样做 沐宇直言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用了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你们忙活了那么久 肯定累了 先回去休息吧 是 楚歌和沐宇一走 雪凡心就琢磨着对付 季元长老的法子 季元长老竟然敢伤他的伙伴 他说过 他会让季元长老十倍偿还 所以这个老家伙他绝对不会放过 就在雪凡心琢磨着 如何对付季元长老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一道老者的声音 请问雪凡心小姑娘可在 听到这般礼貌的询问 雪凡心自然也会以礼相待 打开房门看着门外的人问道 我就是雪凡心 不知道前辈是何人 啊 我是林耀峰的松老 此次前来是有事相求于姑娘 听说小姑娘的治疗术了得 我一个故人之子 昨天被魔兽所伤 伤势太过严重啊 地级的丹药都无法治好他的伤 得知姑娘的治疗术非同一般 所以冒昧前来 请姑娘出手相救 那凡请前辈带路 我现在就过去 看看是否能尽点绵部之力 好好好 那小姑娘随我来 松老在来找雪凡心之前 就听说他的脾气很大 应愿救魔兽也不救人 而且为人嚣张跋扈 想要请他救人 恐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可是来了之后他才发现 这小姑娘其实挺好的 说话礼貌又客气 也没有什么大脾气或者是架子 嚣张跋扈更是不见有 传言果然不可信 林药峰是武方学院专门修炼丹 炼药术的地方 而学院大部分的丹药都是由林药峰提供 只是炼丹术太过乏味 而且太难了 炼丹师又是一个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职业 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走上炼丹这条路 但不可否认 高级的炼丹师却是非常高贵的存在 可是想要成为一个高级的炼丹师 就跟晋升圣境一样的艰难 成为玄级灵级的炼丹师 比晋升地境还难 至于圣级地级神级的炼丹师 据说在神域都是传说般的存在 对于炼丹术 雪凡心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研究 有九转肥扬炉 他只需要懂得丹方并且拥有灵药就行 至于炼丹术 等他的实力到达神境之后再琢磨吧 雪凡心跟着松老来到药林峰 朝某个院子走去 此时一间满是药味的房间中 里面是一张简易的木床 正躺着一个受伤严重的年轻男子 此刻发出痛苦的哀叫声 叶成 你快杀了我 快杀了我吧 我受不了了 快杀了我 轩元师兄 你再忍着点 松老已经去请习大师了 习大师出资药神谷 他一定有办法救你的 叶成师兄 刚刚我在过来的路上听说 沈延峰被人废了四肢 淋漓涣 单天因有破损的迹象 习大师已经被请到那边去了 所以一直半会儿 可能没办法来这里 沈延峰的情况就算再严重 也不至于有性命之忧 可是轩元师兄的伤势根本托不得 否则他会活活痛死 轩元师兄 你别着急 松老肯定是去沈延峰那边 请习大师来了 你再忍着点 很快习大师就来了 这时 一个武方学院的弟子跑进来 着急说道 叶成师兄 江师兄 习大师不愿意过来 给轩元师兄治疗 还将松老给赶了出来 你说什么 好了 别说了 轩元师兄已经够难受的了 你不要再打击他 松老现在还没回来 肯定是去想别的办法了 我们要对松老有信心 叶成的话多多少少 含有自欺欺人的成分 可是他不得不这样说 否则轩元师兄 会更加没有求生的意念 就在众人心里 无比焦急和难过的时候 却听到外面传来松老的声音 烦心小姑娘 人就在里头 麻烦你了 松老不必客气 能不能救得了里面的人 还不知道呢 但是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只要尽力就好 至于结果 只能听天由命了 屋里的人听到松老的声音 并看到他带着一个小姑娘走进来 他们也来不及 也没有心情询问别的事情 而是着急的说现在的情况 松老 轩元师兄的伤势不能再拖了 受毒已经侵入他的五脏六腑 好多处伤口完全溃烂 最多再过半个钟 他就会变成人不人瘦不瘦的怪物 松老 你赶紧想办法救这轩元师兄吧 大家别急别急 先让繁星小姑娘给轩元瞧瞧 松老将堵在床边的人驱散开 让雪繁星上前去医治 轩元云星这小子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雪繁星这小姑娘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依妃,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三百零四集 松老找来了一个小姑娘给轩元云星治疗 这样的做法让屋里的人很是不解 心中满是怀疑 就连松老都治不好的伤 难道一个小姑娘能治? 反正他们不相信 可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就算是不相信 他们也没有办法 只能等待奇迹的出现 雪繁星没想那么多 为轩元云星做完检查之后 就立即开始治疗 先以金针之术控制他体内受毒 然后用木陵天珠的力量为他治疗 在时稳住他的伤势 接着拿出一颗丹药 正准备往轩元云星的嘴里喂 谁知一旁的松老却突然开口说话 小姑娘 你这是天井的负伤丹?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雪繁星很平静地反问一句 脸上没有任何不舍的表情 这天井的丹药极其珍贵 你确定舍得用掉? 松老不想雪繁星稀里糊涂地吃亏 即便他再想救轩元云星 也要把话说清楚 一颗天井负伤丹而已 我有的事啊 这... 天井丹药 整个五周食欲可是一颗难求 这丫头却说他有的事 要不要这么打击人啊? 雪繁星只是对松老笑笑 没再与他多说 将手中的丹药 喂到轩元云星的嘴中 轩元云星因为伤势太过严重 整个人都迷迷糊糊的 意识不清 但他隐隐约约看到 有一个人给他治伤 还给他喂丹药 更清楚地听到天井负伤丹这些字眼 也就是说 他服下了一颗天井的负伤丹 天井的负伤丹就连习大师都没有 这个救他的人到底是谁 为何会拥有这么珍贵的丹药? 雪繁星为轩元云星服下丹药之后 继续为他治疗 加大木林天珠之力的输出 尽可能地将他身上溃烂的伤口修复 随着伤势一点点的修复 轩元云星的意识逐渐清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一看 看到一抹倩影 虽然只是看了一眼 但眼前的人却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就是这个小姑娘救了他吗? 你们赶紧去打一盆清水过来 雪繁星现在没有工夫理会轩元云星的目光 忙着给他疗伤驱毒 没过一会儿有人把清水打来 就放在床边 雪繁星用刀子割破轩元云星的手腕 然后将他体内受毒全都逼到手臂上 再将受毒从手腕的伤口逼出来 一股浓绿色的液体 从轩元云星手腕的伤口处流出 全数流到成有清水的盆中 那浓绿色的液体一碰到清水 立即沸腾 变成恶心的泡沫 发出极其难闻的怪味 轩元云星承受着排毒的痛苦 但是这点痛苦相比之前轻松太多 所以他完全能够忍受 亲眼看到那一盆沸腾变成泡沫的清水 他有种恶心想吐的感觉 不过他知道 体内的毒液排出来 他的小命总算是保住了 这个小姑娘到底是谁 为何拥有如此高超的医术 虽然习大师没有来 但是他可以肯定 习大师的医术远不及这个小姑娘 还有她很漂亮 给人的感觉很温暖 雪凡心为轩元云星彻底将瘦度逼出来之后 生怕他体内还有残留物 所以悄悄地从空间里打出小半杯的神灵水 为他喝下 因为雪凡心拿出神灵水的速度太快 一拿出来 就立即给轩元云星喝了 所以松老根本来不及看清楚那杯子里的东西 只知道是好东西 比天级富商丹还要好的东西 这小姑娘身上的好东西可真是不少啊 不过这样也好 起码云星的小命是保住了 别人不知道雪凡心给自己喝了什么 但是轩元云星却是非常清楚 那是一种不仅能够保住他性命 还能让他脱胎换骨的东西 此时他的体内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内伤以可见的速度正在恢复 一股磅礴的力量正在冲击着他的筋脉 丹田之中的灵力非常强大 随时都有可能要突破 你现在身体还太虚弱 不适合突破晋升 所以尽量压制住吧 而且现在突破晋升也不是最佳的时机 等你的身体好了 先把基础再打结实一点 到时候突破晋升的效果会更好 雪凡心很清楚轩元云星的情况 担心他过于着急晋升 所以出言劝一劝 听了雪凡心的话 轩元云星尽量压制住体内的灵力 也压住想要突破晋升的念头 将身体放轻松好好躺着 同时认真地看着眼前的人 带着无限感激地问道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不知姑娘如何称虎 我叫雪凡心 今年黄班的新生 以后请初位师兄多多关照 雪凡心不仅向轩元云星做自我介绍 还同其他的师兄打招呼 刚刚他急着救人 都没跟屋里的人打招呼 现在得赶紧补回来 不然可就不太礼貌了 雪凡心 就是那个出入学院第一天 就把风希玉臭骂一顿 然后被各班导师嫌弃 最后进入黄班的雪凡心 关于雪凡心的事迹 他们多多少少听到一些 但都是不好的传言 什么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仗势欺人 还有就是将魔兽的命 比人的命看得重要等等 总之雪凡心在武方学院 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可是他们所见到的雪凡心 似乎和外面传的不太一样 对啊 我就是那个出入学院第一天 就把风希玉臭骂一顿的雪凡心 雪凡心直接承认道 对于那些所谓的污名 他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更不在乎武方学院的人怎么说他 反正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 他们爱怎么说 就让他们说去 凡心师妹 你为什么入院的第一天就大骂风希玉啊 有人好奇问道 对于一个想要杀你的人 你遇见了会怎么做 当然是先下手为强 把他给灭了再说 按照你的说法 那我只是通骂风希玉一顿 已经是非常仁慈的了 在来武方学院之前 我就已经见过他 而且他为了一个怨灵要杀我 你们说说 这种人该不该骂 当时我和那个怨灵正在战斗 对方想要杀我 结果不敌 正当我想要灭掉那个怨灵的时候 风希玉突然冒出来 脑抽的对我说 上天有好生之德 让我放了那个怨灵 我没有按照他说的做 然后他就恼羞成怒 说我心狠手辣 留着会是世间祸害 所以他要替天行道除掉我 啊 算了算了 不说那个风希玉了 说了就来气 雪凡心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闯进一个女子 指着他大骂道 你胡说八道 西玉公子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你一定是在污蔑西玉公子 屋里突然闯进一个人 还指着雪凡心大骂 让松老和轩辕云星等人非常不满 一个个的脸色都极其难看 冷怒的看着闯进来的人 端木尹 谁允许你来这里的 你把轩辕师兄害得还不够惨吗 现在立刻滚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端木尹 你这个贱人还有脸来 你应该庆幸 轩辕师兄的性命保住了 否则我们兄弟几个 绝对不会放过你 别以为你是端木家的人 我们就会怕你 大不了同归于尽 我 我只是来看看轩辕师兄的 我 端木尹刚才还大声怒骂雪凡心 这会儿却没底气了 想走上前去看看轩辕云星的情况 但是叶成等人却将路给拦住 不让他过去 你滚 从此以后不要再来纠缠轩辕师兄 你刚刚那么极力的为风西玉辩解 想必也是他的爱慕者 既然你爱慕的是风西玉 那么 就不要水性洋花的再来纠缠轩辕师兄 否则只会让我们更加厌恶你 西玉公子为人正直 是温润如玉的君子 我只是气不过有人污蔑他 所以才说了几句 我其实 不管你是因为什么 我们都不在乎 只要你别来纠缠轩辕师兄就好 我 滚 端木颖被人无情的驱赶 心里好是气愤 因为怒火没有地方发泄 所以全都撒在雪凡心身上 雪凡心 你居然敢污蔑西玉公子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 告诉学院所有的人 哼 嘴巴是你的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雪凡心无所谓的 然后深幽的看着端木影 冷笑嘲讽他 你是圣玉端木家的人吧 听说前不久 端木家的端木倩 被幽王废了双眼 金脉和丹田 现在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还有那个端木存 被撤去了圣使一职 逐出了九佑圣地 你 你胡说八道 端木影有些心虚道 但他知道雪凡心说的是事实 关于这些事 端木家一直都在极力隐瞒 而且五方学院和圣玉相隔很远 圣玉那边的事情 很难传到这边来 所以五周十遇 根本没有多少人知道 他们端木家 已经和九佑圣地 没有任何关系 我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你心里非常清楚 要不然 我让初歌和沐宇 把这些事在五方学院传一传 再告诉你一个几天前 才发生的事情 李玉为了端木存 在九佑圣地行刺某个人 结果失败了 如今正被吊在九佑圣地之外 等着你们端木家去保他一命 不知道 你们端木家是保李玉呢 还是不保李玉呢 你 你 端木影这才想起 雪凡心和九佑圣地的关系匪浅 心里忽然慌了 她刚刚只是在气头上 没有想那么多 就把雪凡心大骂一顿 现在想起来 雪凡心的身份很特殊 如果雪凡心真的让初歌和沐宇 在五方学院说出端木家 已经和九佑圣地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她以后还怎么在五方学院混呢 不行 她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端木影真的怕了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能灰溜溜的逃走 这个该死的雪凡心 必须要除掉才行 否则肯定会是个大麻烦 雪凡心三言两语 就把端木影给吓得灰溜溜的跑了 让屋里的其他人很是吃惊 端木影是端木家的人 而端木家与九佑圣地的关系 整个五周十佑都知道 所以五周十佑的人都很忌惮端木家 作为端木家的千金端木影 仗着端木家和九佑圣地的势力 在五方学院也是作威作福一把 围着她的人一堆 哪怕是学院的导师、执事、长老 多多少少都会卖她一些面子 更何况是那些师兄师姐、师弟师妹 但如果端木家失去九佑圣地这个靠山 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 凡心师妹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端木家的端木村已经被逐出了九佑圣地 叶成小心翼翼地问道 说话的时候稍微压低声音 而且很紧张 生怕自己说的话被别人听去乱传 届时他的麻烦可就大了 当然是真的 端木倩被幽王废掉的时候 我就在现场亲眼所见 还亲耳听到幽王下令 撤去端木村圣史的身份 逐出九佑圣地 前两天我去了一趟九佑圣地 亲眼看到那个礼遇被吊在九佑圣地外面 反正啊 你们放一百个星好了 如果端木家的人仗着九佑圣地来找你们麻烦 你们就来找我 我让初歌和沐宇去处理那些找麻烦的人 雪凡心这番霸气的话 大家听得热血沸腾 原先还有点紧张害怕 现在全都没有了 其实就算没有雪凡心 他们也不再打算理会端木颖 你们好好照顾这位师兄吧 他的伤要休养几天才能痊愈呢 要是发生什么突发状况 可以来找我 雪凡心并没有八卦 端木颖和轩辕允星的事情 跟大家再多聊几句便离开了 松老亲自去送雪凡心 一路上都表达对他的感激 还有对他的欣赏 把人送下耀灵风还有些依依不舍 如果这个丫头是耀灵风的弟子 那该多好啊 等秘境失恋之后 他试着看看能不能将这丫头收入耀灵风 雪凡心离开耀灵风之后就直接回了黄班 但是他却不知道 他只好轩辕允星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传到沈延峰那里 此时此刻 沈延峰还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煎熬 四肢被吠得太彻底 根本无法动弹 灵力在不断涣散 丹田已经开始破碎 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 身体无时无刻都在疼 疼得厉害 师父我好痛苦啊 快救我 快点救我啊 延峰啊 你先忍着点 习大师会有办法治好你的 纪元长老先安抚沈延峰 然后询问正在给沈延峰治疗的习大师 大师 他的情况如何 你能治得了吗 习大师无奈地摇头 唉 抱歉啊 他的伤我无能为力 如果有天际的负伤丹和生骨丹 或许就能治好 但天际的丹药太难寻了 即便是我也没有啊 所以我没办法治好他的伤呢 就在这时 一个武方学院的弟子 急急忙忙跑来说道 大师 刚刚耀灵风那里传来消息 说轩辕云星的伤被人给治好了 你说什么 轩辕云星的伤被人给治好了 这怎么可能 虽然他没有去看过轩辕云星 但仅仅是听松老的描述 他就知道 轩辕云星的伤势比沈延峰严重得多 他连沈延峰都治不好 那就更治不好轩辕云星了 而且 他也不想在轩辕云星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到底是谁治好了轩辕云星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伊妃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305集 当习大师在惊讶疑惑的时候 纪元长老则是着急问道 治好轩辕云星的人到底是谁 听说是黄斑的雪凡星 你说什么 纪元长老听到这个答案 非但没有任何的喜意 反而是怒不可遏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治好轩辕云星的人到底是谁 那个来禀报消息的弟子 被纪元长老吓得浑身颤抖 紧张说道 是 是黄斑的雪凡星 松老亲自带他上药临风的 不可能 雪凡星只是个 刚入五方雪院的黄毛丫头 她就算本事再大 也不可能有那么好的医术 相比纪元长老的怒火中烧 其大师倒是显得平静许多 而她只是激动地询问 你刚刚说 是一个叫雪凡星的黄斑星生 治好了轩辕云星 那你可知道他是如何治疗的 弟子不知 只是邀灵风那边传出的消息 而且不少人亲眼看到 松老去黄斑请雪凡星 还亲自送他下山 不可能 那个死丫头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 积元长老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如果雪凡星真有这样的本事 那她岂不是要去求雪凡星给沈延峰治伤 她是绝对不会去求那个死丫头的 积元长老心里虽然这样想 但却还是忍不住派人去调查这件事情 想要一个确切的答案 因为雪凡星上药林峰给轩辕云星治疗 并不是什么大秘密 而且还有不少人亲眼看到她为轩辕云星治疗 所以这件事情很容易就能查得清楚 不到半个时辰 积元长老已经得到确切的答案 治好轩辕云星的人就是雪凡星 据说雪凡星拿出了天级的负商单 沈延峰得知此事嚷嚷的大喊 师父快点让那个雪凡星拿天级负商单来救我呀 我受不了了 浑身都在疼啊 师父 师父救我呀 好好好 师父这就去找雪凡星 让他来救你 积元长老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弟子痛苦成这样 所以无奈之下只好去找雪凡星 此时雪凡星正跟着其他新生一起集合 据说院长有事情要交代 所以各个班的新生都聚集在一起 整整齐齐的排好队站着等着 黄班排在最后面 而且只有五个人 看起来很是渺小 唐满作为黄班导师和其他导师一起待着 就连风希玉也在 院长到底有什么事要交代呀 有人私下低声问了一句 谁知道呢 反正的院长来了自然就会知道了 所以慢慢等着吧 就在众多新生排队站着等待院长到来的时候 纪元长老突然出现 一来就对着黄班的人说 雪凡星你给本长老出来 雪凡星毫无畏惧地站出来 不知道纪元长老找我有什么事 听说你治好了轩辕云心的伤 是又怎么样 那么你现在就随我走一趟 去给阎峰治伤 不去 你说什么 我说不去 有种你再说一遍 不去 雪凡星当着所有新生的面 当着各班导师的面 很直截了当地拒绝纪元长老 这等于是不给纪元长老丝毫的面子 对于雪凡星这般不计后果的得罪纪元长老 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而有些人则是幸灾乐祸 等着雪凡星倒大霉 这些人中就包括封锡玉 纪元长老和五方学院的其他长老不同 据说他是院长的师弟 而且实力极强 已经有着接近神性的实力 即便是院长 恐怕也只能跟纪元长老打个平手而已 雪凡星这样得罪纪元长老 哪怕他有九游圣地做靠山 恐怕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果然纪元长老被雪凡星彻底激怒之后 不再二话直接动手 接近神经的威压以及灵术直接攻击而来 现场一干人等也是万万没想到 纪元长老竟然敢当众动手 而且一出手就这么狠 这简直是没打算给雪凡星活路 虽然大家都知道纪元长老心狠手辣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狠辣到当众杀人 这简直就是没把五方学院的院长放在眼里 雪凡星也想不到纪元长老会这么快动手 好在他有所准备 立即召唤出数条木藤抵抗纪元长老的攻击 但是他的木藤根本抵抗不住纪元长老的攻击 像是一碎的瓷瓦一碰就碎 面对纪元长老这样强大的攻击 雪凡星根本就招架不住 正当他想要躲避时 唐满突然冲出来 接下了纪元长老的一招 但是也因此而旧伤复发 当场吐了一口血 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直接跪倒在地上 老师 雪凡星更是想不到 唐满居然会冲出来 替他接下纪元长老的一击 他很清楚唐满的伤势 现在根本不易动武 接下纪元长老这么一击等于是不要命了 老师为了他竟然可以豁出性命去 那么 不管老师到底是什么罪人 他都护定了 就定了 老师 赶紧服下丹药 雪凡星毫不犹豫地拿出一颗天极的负伤丹 立即往唐满的嘴里塞 然后动用木陵天珠的力量为他治疗 唐满的伤势太过严重 如果不及时治疗 恐怕不到一刻钟就归西了 当雪凡星拿出天极负伤丹时 纪元长老一看到天极的负伤丹就也热 不管不顾地想要去抢 可是雪凡星速度太快 他才刚要动手 那颗丹药已经进入唐满的嘴里 气得他愤怒大骂 雪凡星 你这个贱人 让人把天极丹药给吃了 该死该死 哼 那是我的丹药 我想给谁吃就给谁吃 有你什么事啊 神经病 雪凡星嘲讽了纪元长老一句 纪元长老更是气到不行 再次出手 我杀了你这个贱人 雪凡星在纪元长老动手之前 目光变得异常犀利 还没等他开口 两道身影突然出现 挡到了他前面 与纪元长老打了起来 初歌和沐宇突然出现 联手对付纪元长老 还不到三招 纪元长老就已经节节败退 但是他们并没有伤纪元长老 只是将他击败而已 这时 雪凡星已经结束为唐满治疗 并将他交给火猎人几人照顾 然后抬头看向纪元长老 目光极是犀利 怒意杀意击重 纪元长老 你说 我该怎么处置你好呢 纪元长老虽然有些后悔刚才的冲动行为 但是他并不惧怕 毕竟他是武方学院的长老 还拥有将近神境的实力 而且事情也没有闹得多大 雪凡星还好好的 就算是院长出来找他算账 也不会是多大的事 雪凡星 你少在这里叫嚣 本长老最后一次问你 随不随本长老去救人 不去 雪凡星依然是这个答案 态度比之前还要绝 而且不愿意多说一句废话 直接下令 初哥 沐宇 给我狠狠地揍这个老皮肤一顿 打得他哭天喊地为止 是 初哥沐宇二话不说 拼领行事 直接将纪元长老碰揍一顿 对 就是直接揍 不用任何灵力 就是用蛮力揍 纪元长老对初哥和沐宇的蛮揍 不得不用灵力抵抗 但是他的灵力是有限的 面对初哥和沐宇这两个实力 与他不相上下的人 即便是蛮力殴打 他也是吃不消的 如果他真的在大庭广众之中 被初哥和沐宇揍得哭天喊地 那脸可就丢大了 偏偏他又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 被打得毫无反抗之力 实在是憋屈啊 你们住手 住手 别以为你们是九有圣地的人 老夫就会怕你们 住手 住手 不管纪元长老怎么喊 初哥和沐宇就是不住手 继续打 不将纪元长老打到哭天喊地 他们就绝不停手 现场的一干人等都看傻眼了 他们实在是万万想不到 居然会这样反转 更加想不到 九有圣地的初哥和沐宇 竟然会听从雪凡新的命令 真的狂揍纪元长老 封新玉看着纪元长老被狂揍的场景 忽然想到自己之前也被人狂揍了一顿 虽然他不知道是谁将他给打了 但现在看初哥和沐宇那打人的手法 似乎和那天打他的一样 难道打他的人就是初哥和沐宇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封新玉其实已经有七八分肯定 就是初哥和沐宇将他给打了 但是这样的事实让他无法接受 所以选择不相信 不到一刻中的功夫 纪元长老就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 身上的防御逐渐弱下来 灵力快要耗尽了 此时他有种哭天喊地的念头 可他是拉不下那个脸呢 别打了别打了 我我是无方学院的长老 你们别打了 初哥和沐宇没看到纪元长老哭天喊地 当然不会停手 所以继续打 但是就在这时 青木来了 不过他并没有让初哥和沐宇停手 而是跟雪凡心求情 丫头 差不多就得了 给老夫一点面子吧 停 雪凡心先喊了一声停 初哥和沐宇真的停了 看那样子 他们两人完全是听从雪凡心的命令 而五周十遇的人都知道 初哥和沐宇除了幽王之外 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命令 可是现在 这个雪凡心到底是谁 为何能使唤得了九佑圣地的初哥和沐宇 此时此刻 那些怨恨雪凡心的人又多了几分忌惮 在想着对付雪凡心的同时 也掂量着自己的能力 初哥和沐宇停手之后 季元长老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气焰又嚣张了回来 对着雪凡心怒骂 小贱人 你居然敢打本长老 看来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 听到季元长老这番辱骂之言 初哥和沐宇气得又想动手打人 青木剑情况不对 赶紧出言处理 季元 你不觉得你今日的行为太过分了吗 当众行凶 真以为你是武方学院的长老 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瞧瞧你刚才都做了些什么 违逼不成就下杀手 这是一个长老该有的行为吗 师兄啊 是这个臭丫头太过嚣张了 太过目中无人 所以我才 出口 我看最嚣张 最目中无人的人是你 季元 你是不是这些年来日子过得好 都忘记这里是谁的地盘了 被青木这么一提醒 季元长老才忽然想起来 武方学院还有一位院长 那位才是真正的院长 一个实力恐怖至极的院长 虽然那位真正的院长 时常不见踪影 但若是学院出了什么大事 他都会突然出现 而且犯错之人 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说起来 那位院长大人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以至于 他都忘记了那号人物的存在 以为武方学院 是他们师兄弟两个的地盘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哪怕是作为院长的师兄 也管不了他 可是如果那位真正的院长大人出现 他那是连气都不敢多喘一下 青木见季元长老已经开始忌惮 为了防止他再弄出什么幺蛾子 于是下令道 你退下吧 回去好好反省 至于沈延峰那里 学院的医师实在是数数无策 那你便带他走一趟药神谷 以后求人办事 记得要有求人的态度 别整得跟强盗土匪似的 西元长老即便是心里有气 有怨有恨 这个时候也不敢多闹 带着一身的伤回溜溜的走了 有初歌和沐宇这两个人在 青木也现身了 他还能怎么闹 就算闹也闹不过对方 所以只能离开 但是这笔账他会记得 日后一定会十倍讨算回来 雪凡心没有忽略 纪元长老走时 那怨恨报复的目光 不过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有人找死 他不介意送对方一程 这老家伙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瞧他那凶声恶煞的样子 想必一定会报复 初歌冷悠悠的说道 不是现场有什么人 丝毫不给纪元长老任何的面子 找死 沐宇也说了一句 看着纪元长老离去的方向 眼中尽是冷意 敢跟他们王妃作对 那就是找死 青木心里咯噔不停 生怕惹着了初歌和沐宇 急忙跟他们说些好话 哎 两位公子 我师弟可能是因为救人心切 所以行事极端了一些 还请两位公子多多原谅啊 你认为我们的原谅有用吗 这 青木院长 希望你能做个聪明且明白的人 初歌和沐宇不再跟青木废话 向雪凡心简单示意便离开了 只是一个转身 就立即消失不见踪摇 谁知他们两人才刚走 风如玉就急急忙忙赶来 初歌哥哥 沐宇哥哥 你们等等我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腹黑九皇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306集 风如玉当着众人的面 狂追出歌沐宇 但不管他怎么追都没用 根本追不上 当他来到现场的时候 只看到初歌和沐宇消失的身影 初哥哥哥 沐宇哥哥 风希玉看到自己的妹妹 在人前如此失态 顿时觉得有些丢脸 可是 他又不好当众训诫自己的妹妹 只好简单地说两句 如玉 不可以如此莽撞 赶紧回自己的房间去 哥哥 我只是想见初哥哥哥 和沐宇哥哥 没有别的意思 风如玉心里 眼里 只有初歌和沐宇 确切地说 只有九游圣地 其他的 他根本就不去想 也不关心 更不在乎周围的人 对他是什么看法 等他进入九游圣地 成为九游圣地的人 到时候 这些人看他的目光 自然就会改变 现在 哪里需要在乎这些 现在 他只需要抓住 九游圣地的人就行 初哥和沐宇已经离开了 你赶紧回去吧 风希玉真的不想再看到 自己的妹妹丢人现眼 更何况 清沐院长还在 所以不断地驱赶自己的妹妹 让她赶紧离开 如果风如玉再不走 接下来 恐怕会更丢脸 所以 清沐院长早就看风如玉不顺眼了 这个女人 简直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把她这个院长当摆设 这让她气恼不已 风如玉 限你一个时辰之内 离开五方学院 否则 别怪我不给风家面子 院长 我又没有做什么 你至于这么无情吗 风如玉争辩道 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 她今天已经够收敛了 没有去找任何人的麻烦 也没有去招惹雪凡心 只不过是来找人而已 她哪里错了 清沐懒得跟风如玉争辩 而是对风希玉说道 希玉 一个时辰之后 我希望她能从五方学院消失 不然我不介意 亲手让她消失 风希玉知道清沐真的发火了 虽然心里气恼 但还是努力忍住 对自己的妹妹说道 如玉 你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 马上离开五方学院 哥哥 风如玉不想走 可她一接触到风希玉警告的目光 什么都不敢说了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 她是绝对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的 无论如何她都要想办法 接触九幽圣地的人 进入九幽圣地 实在没办法的话 她就从那个雪凡心身上下手 毕竟雪凡心跟九幽圣地的关系不错 雪凡心不知道风如玉此时的想法 也不在乎风如玉的想法 讨厌的人基本都走了 她倒是乐得轻松 继续给唐满看伤势 老师 你的伤已经很严重了 回头我给你好好治一治 这几天你先把身体养好 把状态调整好 没事的 一把老骨头了 无所谓的 唐满早在出手 为雪凡心挡下纪圆长老那一击时 就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她很清楚 接下纪圆长老那一击的结果 那是必死无疑 可是现在她居然还活着 这只能说明雪凡心的医术 比她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或许她的伤真的有希望能够治好 这个时候 现场所有人都对雪凡心忌惮了几分 尤其是某些人 哪怕看雪凡心再不顺眼 也得忍着 只要想到 纪圆长老被胖揍的场面 他们就心里发毛 谁知道初歌和沐鱼 什么时候会冒出来 他们两个看样子 很是维护雪凡心 甚至可以说 听命于雪凡心 如此说来 得罪雪凡心 就等于得罪初歌和沐鱼两人 这两个人 他们可得罪不起 桑若心在人群之中 看到雪凡心 有那么强大的人护着 心里实在是不爽 极度不已 不过是一个荒域之王的孙女而已 那个荒域还是个贫瘠之地 整个荒域恐怕都不到千人 就连魔兽都没几只 真不知道 雪凡心哪里来的底气嚣张 难道是仗着九幽圣帝吗 哼 九幽圣帝的事可不是那么好仗的 他等着看雪凡心倒血霉的样子 现场的众多心生之中 各有各的小心思 各有各的小算计 雪凡心没有理会这些 扶着唐满站好 清目看了雪凡心和唐满这边一眼 知道唐满的情况不是很好 所以废话少说直接说正事 今天让大家来只是为了说一件事 从现在开始谁要是再敢胡来闹事 不管是明着暗着一律取消秘境试炼的资格 那几个喜欢闹事的心声最好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清目说完这些话的时候 目光刻意从桑若心 林薇薇等人身上扫了扫 林薇薇顿时觉得有一股寒意 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桑若心这个时候正在急恨着雪凡心 突然感觉有一道犀利的目光往他这边扫来 整个人都觉得很冷 冷得让他所有的坏念头全都冻住了 不敢再多想 清目所说的事情 其实大可不必特地将所有的心声召集 只要传达命令就行 下面的人自然会执行 但是他这样将大家召集过来 当着众人的面前说 效果却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那个郑重警告的语气 听着着实吓人 此时此刻不管是谁 都因为忌惮清目的威压 而将他说的话清清楚楚的记在脑子里 刻在心底 不敢再有什么小心思 因为他们都承担不起被取消秘境试炼资格的后果 被取消参加秘境试炼的资格 就等于秘境里的传承之力使之交臂 所以为了秘境里的传承 他们就算再有什么小心思 也得压制着 起码在秘境试炼之前不得乱来 雪凡心不知道清目院长 为什么要亲自下达这样的命令 不过对于他来说倒是一件好事 他可不想每天都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上 这样不仅耽误他修炼 而且还影响他的心情 反正那些无聊的人不要来反他就好 清目又交代了几句 都是一些警告和提醒之类的话 然后便让众人散去 各自去忙各自的事 因为天灾刚过 武方学院里的人都很忙 唯独刚入学院的新生闲得发慌 无事可做 可是因为清目院长的警告之后 他们就算再闲也得安分地待着 不敢再惹事生非 要是见到讨厌的人 最多只是瞪鼻子瞪眼 对于雪凡心来说 这样的平静日子极爽 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偶尔分出一缕神念 看看空间里的夜酒伤 其他时候都在给唐满调养身体 准备开始给他治疗 雪凡心每天都给唐满施针治疗 将他的身体状况调整好 需要的药材也都准备好 按照这样的进度 两天之后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治疗了 唐满每天都配合着雪凡心 虽然他心里还有些悬 但他现在除了将希望寄托在雪凡心身上 再无其他办法 索性就豁出去吧 大不了就是一死 反正他也活够了 凡心丫头 你不用有心理负担 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生死有命 尽看天意吧 更何况 我早就是个该死的人了 能活到现在已经是赚到了 唐满看透了生死 对于死亡 他已经没有以前的畏惧 而是坦然面对 一旁喝酒的老酒鬼听了唐满那些话 唐满笑了笑也坦然说道 嘿嘿 老家伙你说的不错 我们早就是该死的人了 能够活到现在真是赚了不少啊 所以死没什么可怕的 呸呸呸呸呸呸 什么死不死的 有我在你们都死不了 都给我好好地活着 九前辈 等我治好老师的伤之后 就给你治 虽然你们两个的伤都很严重 但是我有八成的把握 把你们治好 八成的把握 唐满和老酒鬼 原本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听到雪凡心说 有八成的把握 心底却是满满的希望 丫头 你对治好我俩的伤 真的有八成把握 老酒鬼带着激动问道 不就是肌脉受损 丹甜破裂 外加各种碍伤吗 只要有好药 治疗这些伤 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 而好药 我这里多的是 所以你们就放一百个心吧 这段时间没人来找麻烦 我可以专心地为老师治伤 接下来再给九前辈治疗 雪凡心将银针收好 再看了看唐满的情况 然后交代几句就离开了 留下唐满和老酒鬼 在那里慢慢调整心态 然而她刚回到住处的院子外面 水莫宁就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 紧张说道 凡谢 那个凤仙瑶找来了 点名要见你 就在院子里坐着呢 看她那个样子 应该是来者不善 凤仙瑶 你说的是那个凤星 对 就是她 你要小心一点 我看啊 她八成是因为沈延峰的事情 来找你的麻烦 哼 找我的麻烦 那也要看看 她有没有这个本事才行 才刚刚平静几天 又不消停了 真是烦人 此时此刻 老生心生 全都挤在住所的院子里 争相看着 坐在院子中间的凤仙瑶 一个人美若天仙的女子 穿着打扮极其优雅高贵 无论是衣着还是佩戴的首饰 无不是价值连城之物 非是一般人能够穿戴得起的 作为凤仙 什么东西自然都是可以享受最好的 仙瑶师姐 那个雪凡仙回来了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她是一个非常嚣张的人 连纪元长老的面子都丝毫不改 所以很有可能啊 也不会给你面子 哦 仙瑶师姐可是凤仙 她敢不给面子啊 哎 她有九幽圣帝的人称要 搞不好 真的敢不给仙瑶师姐面子 九幽圣帝又如何呀 仙瑶师姐可是凤仙 神域心神认可的凤仙 就算九幽圣帝也要卖她几分面子 更何况 是一个小小的雪凡心 雪 雪凡心来了 雪凡心走进院子的时候 两边的人立即把刀让出来 除了火烈云金正鸣 石波还有水莫宁四人之外 其他人全都有意无意的往凤仙瑶那里站 这等于是在战队 说明他们选择站在雪凡心这边 其实火烈云金正鸣 水莫宁和石波四人心里很紧张 也很害怕 因为战队的问题 他们以后很有可能会跟凤仙对立 和凤仙对立 这不单单是他们自寻死路那么简单 还会殃及家族 轻则利益受损 重则家族灭亡 这样的结果不是他们能够承担得起的 但是他们不能因此 让雪凡心独自面对凤仙瑶 毕竟他们被人欺负的时候 雪凡心都会为他们出头 所以他们不能自私自利的 让雪凡心独自战斗 有人看到水莫宁和烈云几个 站在雪凡心那边 立即拿他们大作文章 霍烈云 你这是要跟仙瑶师姐作对吗 跟凤仙作对 可想好有什么下场 一会我就传讯回自己的家族 告诉我爹 火烈云跟凤仙作对 所以让家族停止和火家各种合作 还有金正明石波和水莫宁几个 虽然你们是黄班的 但你们和雪凡心不同 如果真要跟他站一起 最好想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就算你们不在乎自己的死活 家族的死活总是要在乎的吧 这有白痴蠢货 才会跟仙瑶师姐作对 哼 黄班那几个 搞不好就是白痴蠢货 现场冷嘲热讽的话语越来越多 那些长舌的人越说越起劲 而坐在中间的凤仙瑶 则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任由身边的人出言讥讽雪凡心等人 雪凡心只是在院子里站了一下 听了听那些冷嘲热讽 然后冷泻一笑 无视凤仙瑶的存在 直接往前走 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可就在这时 有人站出来挡住了去路 雪凡心 你好大的胆子 没看到仙瑶师姐在这里吗 她在这里 与我何干 雪凡心反问一句 话语中尽是对凤仙瑶的不屑 因为这个不屑 让凤仙瑶很是不满 眉头稍稍皱了皱 她在来这里之前就知道 雪凡心是一个嚣张跋扈 且目中无人的人 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 雪凡心竟然连她这个凤心 都不放在眼里 要知道整个五周时遇 无论是谁 哪怕是再高贵的人 见了她都要礼让三分 可是这个该死的雪凡心 竟然对她如此不屑 简直是该死 不过 就算雪凡心再是该死 她现在也要忍着 毕竟有些事情不能做得太过火 否则会有损她的声誉 这位就是凡心师妹吧 我今日冒昧前来 只是想请凡心师妹帮个忙 凤先遥礼貌又客气地说道 尽量在众人面前 维持她的优秀形象 你想要我去救沈延峰 雪凡心直言道 女气透着冷意 态度也很冷 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相比而言 凤先遥的面带微笑和温婉有礼 却是赢得更多人的喜欢 对她更是爱慕不已 而雪凡心在众人的眼里就是一文不值 听众朋友们 面对雪凡心那种冷漠的态度 依然还是保持微笑 落落大方地说话 是 我是想请你去救延峰 我知道 延峰之前与你们黄班有些过节 而且是他有错在先 在这里 我替延峰向你们赔个不是 希望你们能够原谅他 弯弯绕绕的话我就不说了 直接给你明确的答案吧 对于沈延峰 我的态度就是不原谅 不救 所以 你请回吧 雪凡心拒绝的不是一般的干脆 而是非常干脆 说完话之后 丝毫不惧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在一旁的水莫宁 早就紧张坏了 暗暗地扯了扯雪凡心的袖子 不断地给他使眼神 希望他不要轻易得罪凤仙瑶 得罪凤仙 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没有任何好处 雪凡心当然知道水莫宁的提醒 但是他却不以为意 只是给了水莫宁一个安心的眼神 凤仙瑶因为雪凡心的拒绝 脸色稍稍变得有些难看 怒意出现 客客气气地请不到人 那么他只好来点强硬的手段 凡心师妹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跟我作对 可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的 更何况 我也没有要你上刀山下火海 我只是希望你能出手救人而已 哼 你让我出手救人我就救人 请问你是我的谁啊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雪凡心还是不给凤仙瑶任何面子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一点都不怕 得罪这个所谓的凤仙 一个假凤仙而已 怕个毛线 雪凡心恶劣的态度 让其他师兄师姐师弟师妹都看不下去了 纷纷出来讨伐她 雪凡心 仙瑶师姐可是凤仙 她从一开始对你都是客客气气的 你对仙瑶师姐是什么态度 哼 果然是蛮荒之地来的人 没有一点教养 哼 仗着有九游圣帝撑腰 就目中无人 实在令人讨厌 看到雪凡心被越来越多的人厌恶和辱骂 在人群中的桑若欣和凌威威 非常的庆灾乐祸 等着看雪凡心的笑话 雪凡心完全不在乎那些乌言晦语 连看都不看那些人一眼 目光一直都在凤仙瑶身上 等周围的人骂够了 她再问一句 你们说完了吗 没说完的话就继续说 说完了就滚蛋 我可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们浪费 雪凡心 你不要太过分了 这个该死的雪凡心 居然敢如此的不把仙瑶师姐放在眼里 回头 我一定活剥了她 你想活剥她 小心别被她给剥了 想想纪元长老的下场吧 哼就知道仗是钱的贱胚子 你们骂够了没有 火猎云听得实在是火大 终于忍不住吼了一声 大骂道 凡心又没做什么 她只是拒绝凤仙瑶而已 怎么在你们的嘴里 就成了最大恶极的人了 难道凡心还没有拒绝的权力 火猎云 你要是再帮着雪凡心 小心惹火烧身 我家不保 哎哟 你当我是吓到了吗 凤心 是真是假 还不知道呢 我可是得到一些小道消息 说咱们这位凤心是假的 凤仙瑶很是享受 这种被人吹捧和拥护的待遇 可是听到火猎云的话 她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心中的怒意极盛 这个该死的火猎云 居然说她是假凤星 该死该死 她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说她是假凤星的 火猎云心直口快 不小心说出了凤仙瑶可能是假凤星 结果惹怒了凤仙瑶所有的爱慕者 拥戴者 纷纷挤上身来指着火猎云大骂 火猎云你说什么 你敢说仙瑶师姐是假凤星 你找死 敢侮辱我们的仙瑶师姐 就算被逐出学院 我也要废了你 说这么多干什么呀 直接动手 好好教训这些 不把仙瑶师姐放在眼里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情绪变得很激动 挤上来对火猎云动手 你们干什么想打架是不是 院长大人说了 谁要是敢闹事必定严惩 你们最好不要乱来 谁动了手 火猎云被人围堵 金正明和史波想帮忙 结果也被堵了 水莫宁被挤得摔倒在地上 而雪凡心则是站着不动 眼看着火猎云等人就要吃亏 于是怒吼一声 够了 这一声怒吼 蕴含着强大的威压 震得那些想要动手的人无法动弹 雪凡心身上的气势更为吓人 离她稍微有点近的 都被吓得纷纷后退 凤仙瑶也被雪凡心的威压给震到了 虽然感觉不是很大 但依然是有压力 还有雪凡心身上的气势气魄 都给她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不可能 雪凡心只有玄望静的修为 怎么可能释放出这么强大的威压呢 这一定是她的错觉 哪怕是自欺欺人 凤仙瑶也不会承认自己惧怕雪凡心的威压 无论如何 她都要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 可是顶着雪凡心的威压真的很难受 雪凡心吼了一声之后 先把摔倒在地上的水墨凝浮起来 然后冷力扫视周围的人怒言道 我不管你们 有多么爱慕拥戴你们的仙瑶师姐 那都是你们的事情 但谁要是惹到我雪凡心的头上 我绝对不会让她好过 还有你 凤仙瑶 不要拿凤仙的身份威胁我 否则 我让你后悔莫及 你已经差不多五十岁了 直到现在 还没有觉醒本命神兽 回去问问那些知识渊博的老家伙 他们会告诉你 真正的凤仙 会在十八岁以前 觉醒本命守护神兽 轰隆 雪凡心说的话 尤其是最后一句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有人的脑袋都轰轰作响 雪凡心说什么 什么本命守护神兽 真正的凤仙 会在十八岁以前 觉醒本命守护神兽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们以前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 雪凡心的话 让凤仙瑶彻底着急了 雪凡心 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凤仙的身份 可是神域神兴认可的 哼 神也有犯错的时候 对不对 雪凡心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质疑星神 哼 对啊 我就是质疑星神了 有本事 你让星神来收拾我 没本事就给我滚蛋 回去问问那些活了几千上万年的老家伙 真正的凤仙是个什么样子 尤其是要回去问问你的父母 当初是怎么让你成为凤仙的 假的 终究是假的 一旦被揭穿 那就是灭顶之灾 你 凤仙瑶还想跟雪凡心争辩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面对雪凡心的时候 她总觉得压力很大 心里很恐惧 其实 她早就隐隐听说 自己是假凤仙的事情 尤其是近些年来 那些隐世闭世的老家伙 一个个都不理她了 从那些老家伙的嘴里 她隐隐约约得知 自己不是凤仙的事情 不过 因为她是得到心神认可的凤仙 所以那些老家伙 即便心里有怀疑 也不敢明知说什么 但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那就不一样了 雪凡心说的每一句话 都在刺激着凤仙瑶 消磨着她的耐力和控制力 最后 凤仙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还有内心的怒火 气急败坏之下 直接动手 雪凡心 你敢如此羞辱于我 今日不让你受些教训 你真当我凤仙瑶好欺负 当我凤家好欺负 凤仙瑶已经有地境的修为 虽然只是初入地境 但也是地境 实力和风希玉相差不远 所以她不认为 教训一个玄王境的小丫头 会是什么男士 可开打之后她才知道 雪凡心的实力 比她想象中的还要强 她根本无法一招将雪凡心打败 凤仙瑶修习的是金灵诀 能够聚灵承认 瞬间召唤出十数把金色的利剑 威力强大的朝雪凡心袭击而去 金克木 雪凡心很清楚的知道 她的木灵诀 无法对抗凤仙瑶的金灵诀 再加上修为上的选书 所以她没有动用木灵诀 而是直接施展天灵蝶舞 召唤出千千万万的灵蝶 挡下凤仙瑶的金色利剑 当灵蝶与金色利剑发生碰撞时 发出尖锐的气物相撞之声 枪枪枪的很是刺耳 同时伴随有火花而出 十数只金色的利剑 就这样被无数的灵蝶给阻挡了 虽然时刻有灵蝶被利剑刺穿消散 但是灵蝶的数目太多 十几只利剑一时之间 根本无法破开灵蝶组成的防护盾 伤不到站在灵蝶后面的雪凡心 在这种僵持的局势下 雪凡心的胜算很大 正当她想要拿出雪幽剑 发动攻击的时候 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天际批来 把她的灵蝶 以及凤仙瑶的利剑全部击散 同时将她和凤仙瑶震退数步 紧接着 青木院长从天而降 落地站在雪凡心和凤仙瑶的中间 先是面无表情地看了看雪凡心 然后冷力地看向凤仙瑶不悦斥责道 本院长前几天才说 不允许任何人在武方学院闹事 你们今天就把本院长的话当耳碰封了吗 院长 不是这样的 凤仙瑶这个时候已经稍微冷静下来 知道自己刚才行事有些冲动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将所有的过错全部都推到雪凡心身上 院长 我只是来请求凡心师妹出手救人的 可是凡心师妹并不愿意 还出言侮辱于我 我一时气不过才出的手 雪凡心可不是那种任由人欺负的人 凤仙瑶能说她更是能说 院长 凤仙瑶的确是来请我去救人的 但是我拒绝了 可是她却不依不饶 还任由身边的人对我出言不逊 冷嘲热讽 那些人说的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虽然那些话不是凤仙瑶说的 可她却是个旁观者 任由她那些爱慕者说个不停 所以在我看来 这些话跟她说的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凤仙瑶出言羞辱我 那我为何不能出言羞辱她 还有救不救人是我的权利 我拒绝了 她还在那里摆着凤心的架子 难不成我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比口才 乌奶奶我说死你 不信就来试试 凤仙瑶见识到雪凡心那张嘴皮子的厉害 她便知道再吵下去对她没有什么好处 但她还是忍不住要说 雪凡心 你这话说的未免太不讲道理了吧 其他人想说什么那是他们的权利 你怎么能怪到我的头上来 因为事情是你挑起的 不算到你头上 算到谁头上 雪凡心理直气壮的 一副气死人不偿命的样子 你还简直是蛮不讲理 我之所以不讲理 那是因为你先不讲理的 我都已经拒绝去救沈延峰了 你还在那里不依不饶 煽动你那些爱慕者 拥戴着来炮轰我 我就非得听你的话 去给沈延峰治疗吗 你可别忘了 沈延峰当初在食堂 是怎么欺负我的伙伴的 我这个人很护短 非常非常的护短 只要是我认可的朋友 那我就是护到底 所以我不可能给沈延峰治疗 雪凡心如此霸气策露的话 还有她对朋友的义气 让人震慑的同时却是心生敬佩 其实仔细想想 雪凡心也没有什么错 她只不过是为朋友打抱不平罢了 毕竟沈延峰之前将火烈云 金正明石波 以及水墨宁击人打得很惨 所以她拒绝给沈延峰治疗 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而且在这之前 纪元长老已经来找过雪凡心了 还当着众人的面 违逼她去救沈延峰 甚至大打出手 如今凤仙瑶又来 同样是为了沈延峰 结果 众人开始清理思路 越想越觉得 凤仙瑶今天的所作所为有些过分了 凤仙瑶能感觉到 周围人群的目光变得异样了 顿时觉得脸面全无 可又不能发怒 只能憋屈地忍着 想了许久才想出反驳之言 好 就知沈延峰的事情 我们暂且不提 但你质疑兴神 说我是假凤星 这件事情 我势必会追究到底 哼 你所谓的追究到底 就是杀人灭口吗 雪凡心嘲讽道 你 哼 我只说你有可能是假的 又没说你一定就是假的 你那么着急做什么 真心不怕火炼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如果你是真的 还怕别人说不成 我 我什么我啊 浪费我的时间 你 凤仙瑶彻底无话可说 无言以对了 可是她跟雪凡心争吵了半天 却不见有任何人为她出头 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不像刚才那般一群人为她出头 难道是因为青木院长在这里 所以那些爱慕她 拥戴她的人才不敢胡乱说话 一定是这样的 即便凤仙瑶现在已经无话可说 无言以对 雪凡心依然不放过她 继续把她往死里说 还有啊 如果你想仗着凤星凤家的势力 对付火烈云金正明 石波还有水莫宁他们的家族 那么我在这里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他们的家族我荒域照着 谁要是敢对他们的家族动手 那就是跟我荒域作对 雪凡心 你只不过是荒域之王的孙女而已 又不是荒域之王 你还没有资格代表荒域 凤仙瑶越来越看不惯雪凡心那副嚣张的模样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她说话 更没人敢这样羞辱于她 今天这口气她要是不出 以后岂能在五周食欲立足 雪凡心越是护着的人 她就越要对付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作者 绿衣 眼波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三百零八集 很多人都知道 雪凡心是荒域之王的孙女 但在他们看来 区区一个孙女在荒域还没有多大的权利 即便是再得宠 也不可能代表得了荒域作主 所以雪凡心那些话 在众人看来就是笑话 雪凡心却不以为然 自信满满地说道 哼 我能不能代表荒域 你可以试试 雪凡心 做人最好不要太嚣张的好 否则 会被雷劈的 孟先瑶还是忍不下那口气 非要跟雪凡心争不可 哼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可以让你被雷劈 咯咙 雪凡心的话才刚说完 晴朗的天空突然响起巨大的雷声 那雷声听着着实恐怖 就像前几日天灾那般 这一刻 凤仙瑶是真的有些怕了 越来越觉得雪凡心不是个简单的人 心里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她要是继续和雪凡心作对 恐怕结果会很惨 但是她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不管有什么预感 她都会用尽一切办法弄死雪凡心 突然打雷 使得五方学院那些弟子 个个都心生忌惮 越来越不敢对雪凡心动什么歪念头 就连桑若欣这个时候 也收起各种心思 不敢再乱想 清目看了看晴朗的天空 觉得差不多了 于是开口说道 好了 今日的事就到此为止 你们双方都有错 因为没造成什么后果 所以本院长便不罚你们了 但是从现在开始 谁要是再敢在学院闹事 那就别怪本院长不客气了 还有半个月便是心生秘境试炼 留给你们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 都给本院长安分点 在这段时间 谁要是将心生打伤的话 让他无法参加心生秘境试炼 本院长定会严惩不待 后面的那句话明显是对凤仙瑶说的 所以从清目院长这些话可以看得出来 在雪凡心和凤仙瑶之间 他比较偏向雪凡心 凤仙瑶也看出了这一点 更知道此事继续闹下去 对自己讨不到任何的好处 因为心里有气 所以走的时候没有跟清目说一声 直接愤然转身而去 清目也不在乎凤仙瑶对他的态度 凤仙瑶一走 他便对雪凡心说道 丫头有人要见你随本院长走一趟吧 谁要见我 去了你便知道了 其他人都散了吧 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别有事没事就胡闹 有那个闲工夫胡闹 不如想想半个月后的秘境试炼 清目让院子里的人散去 然后带着雪凡心离开 随着清目和雪凡心的离开 院子里的人逐渐散去 但是有的人却还是心有不甘 桑若心看着雪凡心离去的方向 心里有说不出的嫉妒和怨恨 他真的不明白 雪凡心哪里来的底气跟凤仙瑶作对 先不说凤仙瑶是凤星 就算凤仙瑶真的不是凤星 那他也是凤家的人 是凤家家族的掌上明珠 凤家乃是五周十域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哪怕是中周之王也忌惮三分 雪凡心不过是荒域之王的一个孙女而已 他凭什么跟凤仙瑶作对 不过无所谓 雪凡心找死他乐见其成 雪凡心跟着清目院长 来到武丰学院一座灵气极其浓郁的封顶上 在封顶上有一个雅致的小楼 小楼外是别致的小院 在小院的一颗凌松下 一位穿着白袍竹袖的俊逸男子正在那里下棋 清目将雪凡心带到男子面前抱拳攻身行礼 恭敬说道 院长大人 雪凡心带来了 男子抬起头来 目光直接落在雪凡心身上 无视清目的存在 面带微笑说道 丫头 要不要同我下一盘棋啊 齐师兄既然说了 那我棋友不应腰之理 只不过我的棋意很差 还请齐师兄手下留情 雪凡心直接坐到棋盘的另一边 但他并没有开始下棋 而是先打亮眼前的人 阿九说 他那个七师兄喜欢穿百衣主秀的衣服 所以他一眼就认出了 死人便是阿九的七师兄 主七叶 名字有些怪 清目并不知道 武方学院那位神秘的院长大人 为什么要见雪凡心 他只是奉命行事 去将雪凡心带来 可是当他听到 雪凡心和那位神秘的院长大人 齐师兄时 顿时震惊不已 因为过于惊讶 他忍不住说了一句 院长大人是你的齐师兄 如果武方学院那位神秘的院长大人 是雪凡心的齐师兄 那雪凡心的辈分 岂不是比他还高 这个雪凡心来头可真是够惊人的 难怪他敢那么嚣张 主七叶并没有给清目任何的回应 而是下令的 这里没你的事 你退下吧 清目即便心里有再多的疑惑 也不得不听令行事 乖乖退下 是 丫头 让你三子 主七叶随手一挥 就将棋盘整理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雪凡心手持黑子掀下 一连走了三子 落子的时候 都是一副漫不经心 无关紧要的样子 走哪一步 都是随心而行 没有过多的想法 更不在意输赢 竹七叶 单单是看雪凡心走的这三子 就已经了解他的棋风 随意下了一子 边下边说 既然你称呼我一生七师兄 想必已经知道我与小九的关系 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小九了 不知道他最近在忙些什么 闭关 闭关 怎么这个时候闭关 这个时候闭关有什么不对吗 雪凡心看着努力装出一副正经的主七叶 心中暗想 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阿九可是说了 他那个七师兄是个不着调的人 说白了就是性子很跳脱 根本就不是一个严肃正版的人 竹七叶只是想在雪凡心面前 建立高大上的形象 所以这会装的有些吃力 一本正经的说道 这个时候闭关没什么不对 只是想不到他在刚回归神位不久 就闭关了 神域神姑那边可能会容易出乱子 以七师兄的能耐 应该看得出前几日的天灾是何故吧 有这样的天灾神域肯定是乱的 然而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能发现问题 然后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某些事情 七师兄作为五方学院真正的院长 迟迟不肯处理学院的某些人 同样是这个理对不对 你这小丫头啊 心思可真够透的 七师兄过奖了 然后就是承让承让 承让什么 我赢了 雪凡先往棋盘上下最后一子 竹七叶这个时候才发现他已经输了 因为输得太快太郁闷 所以无法接受 再也不装什么一本正经 惊呼大喊出来 这怎么可能呢 你怎么可能赢得了我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棋啊 你个小丫头骗子 是不是在棋盘上动了什么手脚 我怎么可能会输呢 绝不可能 他好歹也算是这丫头的七师兄 活了上万的岁数 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小丫头 看到竹叶七那种抓狂的样子 完全没有一点刚才一本正经的样子 雪凡先忍不住笑了笑 齐师兄 做正常的自己才舒服呢 竹叶七何尝不知道 雪凡先话中的意思 反正他也没有打算装太久 露下之后就直接本性上演 你个鬼灵精的小丫头 好歹我也算是你的齐师兄 稍微给点面子行不行啊 齐师兄 这里又没有外人 只有咱们两个人而已 面子什么的有那么重要吗 以你现在的修为 能够在幻灵棋上赢得了我 确实有些本事 竹叶没有在纠结输赢的问题 虽然心里还是很郁闷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输了是事实 幻灵棋不是一般的棋 棋盘上每一个点 都是一个小型的幻阵 而且这些小型的幻阵 还可以叠加 威力也会随之增加 就看你在棋盘上怎么走 若是心智不坚 心性不佳的人下幻灵棋 很容易陷入幻阵之中 还有可能被里面的幻阵杀死 这幻灵棋 普天之下只有一副 一直都在他手里 所以雪凡心在这之前 不可能接触到幻灵棋 也就是说 雪凡心今天是第一次下幻灵棋 但是这第一次下幻灵棋 居然赢了他 虽然他让了三子 又很轻敌 但他接触幻灵棋 起码有上千年了 不管是让子还是轻敌 都不该输得那么惨 真不知道 小九到哪里去找来的丫头 这么的厉害 幻灵棋 和普通的棋 有什么区别吗 雪凡心看着眼前的棋盘 最多只能看出 他不是凡品 上面有灵力波动 其他的 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 这幻灵棋上的 每一个交叉点 都有一个幻阵 每一颗棋子 都蕴含着玄傲之力 能够在重重幻阵中取胜的 你还真是够厉害的 幻阵 为什么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有可能是幻灵棋 出问题了吧 回头我好好瞧一瞧 竹七叶现在一点都不想看到幻灵棋 所以将幻灵棋 收进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个精致的竹筒 还有几个竹制的竹杯 将竹筒里酿制的东西倒到竹杯中 放到雪凡心面前 哎 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齐师兄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就用自己酿制的仙竹醉 招待你吧 这仙竹醉可是好东西 从取材酿制到密封存放 一百年才能得这么一小桶啊 竹叶七说那么多 无非就是想说 看吧 齐师兄拿这么好的东西来招待你 是不是对你很好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雪凡心尝了一口那仙竹醉 味道的确是不错 比他酿制的葡萄酒还要好 虽然少了一点生命之力 不过 里面蕴含着的灵力 却比他的葡萄酒浓郁很多 一杯仙竹醉下去 他能感觉到 体内有着磅礴的灵力在充斥着 竹叶七一直在看着雪凡心 脸上的表情很是激动 清楚的写着 我的竹仙醉是好东西吧 赶紧夸一夸 雪凡心瞧着竹叶 那个跳脱的性子 暗暗的笑了笑 齐师兄的仙竹醉的确不错 口感极佳 灵力十足 不但是可以作为美酒 还能作为修炼资源 着实是难得的好东西 我就说嘛 我的仙竹醉是好东西吧 偏偏小九那个嘴雕 说我的仙竹醉并不怎么样 我看他就是嫉妒我 酿制出这么好的美酒 哼 以后我绝对不会给他喝 只给你喝 嗯 雪凡心看着竹叶 完全没有一点高人的样子 着实无语 难怪阿九说 齐师兄不着调 确实如此 雪凡心 基本已经了解竹叶的性子 但只是看不透他的修为 更看不穿他那跳脱性子的背后 有着什么样的狠力 阿九说了 他那些师兄 各个都是一方的霸者 所以别看竹叶表面上那么不着调 实际上肯定有厉害的一面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不过竹叶是阿九的齐师兄 听阿九的语气 似乎对他那些师兄挺相信的 所以不管竹叶的实力如何 有多么狠力的一面 他都不会害怕 因为他知道齐师兄不会伤害他 齐师兄 你今天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啊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好好地认识你一下 想知道小九忠义的女子 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可能不知道 小九是非常厌恶女人的 尤其是那些 对他有心思的女人 他连靠近都不让 你瞧瞧那个九游圣地 连个女人都没有 我们几个师兄打赌 小九以后 肯定是孤家寡人一个 可是后来师父说 小九会有一桩好姻缘 所以当你出现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啊 他好奇的是雪凡心 到底是不是师父所说的 小九的好姻缘 毕竟他们两个现在 也没有什么实际性的进展 似乎都是在各过各的 虽然小九嘴上说认定雪凡心这个丫头 可是光嘴上也不行啊 你们的师父到底是什么人啊 雪凡心对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感兴趣 只想知道阿九的师父是谁 逆龄天伦是阿九的师父留给他的 所以他有必要知道 阿九的师父是何方神圣 本来他是想问阿九的 不过阿九当初没有直接跟他说 想必也不会轻易说的 我们的师父是谁 你以后肯定会知道 所以这个并不着急 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的师父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人 就可以了 你跟那老家伙一样 喜欢卖弄神秘 什么老家伙啊 你看我这玉树临风 均衣不凡的样子 像是老家伙吗 你没有上万岁又上千岁了吧 在我看来就是个老家伙 我哪里老哪里老了 竹七叶不断的强调自己不老 差点要跳起来跟雪凡心争辩 以他现在的修为 几万岁还是很年轻的好吧 好好好 你不老你不老 这样总行了吧 雪凡心对竹叶七真的是很无语 所以不再跟他纠结老不老的问题 转移话提道 齐师兄 刚刚那个响雷是你弄出来的吗 好 这你都能猜出来啊 脑袋瓜子不错 跟你齐师兄一样聪明 那响雷的确是我弄出来的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非常刺激啊 如果刚刚你确定的说 要雷批凤仙友 我一定批他几道雷 那你干嘛不批啊 这不是没得到你准确的答案吗 不如这样 下次你要批谁的时候 直接说 我一定批下去 要不 你现在就去把那个纪元长老给批了 轰隆一声 雪凡心只是随便说说 真的只是随便说说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随随便便一说 竹叶七居然来真的 说辟就辟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309集 纪元长老先前被出歌和沐语胖揍了一顿 这伙身上还疼着呢 脸上的青肿还未完全消失 所以这几天 他都躲在自己的房中不见人 琢磨着该怎么样 才能狠狠地教训雪凡心 最好是将此人除掉 不是最好 是一定要除掉 总之 他绝不会让雪凡心活太久 不过 想要在出歌和沐语眼皮底下 悄无声息地除掉一个人 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 他得好好想一想 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才行 没有万全之策 最好不要轻易动手 一旦惹到九幽圣地 死的会是他自己 如果雪凡心死在新生秘境试炼之中 那就没人能算到他的头上了 就在纪元长老算计着该怎么样 让雪凡心死在秘剑施令中的时候 突然轰隆的一声巨响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道强大的雷电便披在他的屋顶上 直接将他的屋顶破出一个大洞 然后披在他身上 纪元长老的惨叫声传遍整个凌峰 尤其是他所在的院子 周围的人全都听到了他的惨叫 纷纷跑来看个究竟 还有人亲眼看到 雷电披在纪元长老的屋顶上 来到现场之后 众人都看到 纪元长老浑身冒烟地躺在地上抽筋 身上还有残留的雷电 事实很明显 纪元长老被雷劈了 无缘无故的被雷劈 这事儿还真是有点玄乎 凤仙瑶听到这边的动静 也跑过来看看 当看到被雷劈倒的纪元长老时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脑海里立即想到雪凡心 想到今天发生的事 难道纪元长老被雷劈 跟雪凡心有关 这怎么可能 以纪元长老的实力 绝对不是普通的雷电可以劈伤的 瞧瞧纪元长老现在的惨状 那雷电 不可能是雪凡心 能够弄出来的 如果不是雪凡心 难道真的是遭天雷劈 雪凡心虽然没亲眼看到 纪元长老被雷劈的样子 但是听那声劈 猜也猜得出来 纪元长老有多惨 结果肯定是不死也惨了 这个七师兄还真的是不好惹 说批就批太可怕了 丫头 那个纪元长老还没死 要不要再批一次啊 竹七叶似乎是玩上瘾了 在他看来 批死一个纪元长老 压根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随便玩玩而已 雪凡心这个时候才发现 竹七叶的可怕 拿人命随便玩 虽然纪元长老该死 可终究是一条命 岂能说玩 竹七叶见雪凡心的脸色有些苍白 眼睛里有些恐惧 不用问也知道是吓着了 这弄得他心里有些着急 赶紧解释 丫头 七师兄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不是你说要批那个纪元长老的吗 七师兄也是按照你说的做 怎么反倒把你给吓着了 明明是你说要批的 结果我批了 你却吓成这样 要是让小九知道 他把这个丫头给吓着了 会不会把她胖揍一顿 没 没吓着 我只是觉得七师兄很厉害 雪凡心尴尬笑道 我当然厉害啊 放心吧 我就算再厉害也不会伤害你啊 你可是小九的心肝宝贝 我爱护都来不及呢 虽然他是七师兄 但是小九发怒起来 比他可怕多了 比大师兄还要可怕 雪凡心当然知道 竹七叶不会伤害他 所以从来没有怕过 刚刚只是因为见识到竹叶齐很厉的一面 有些吃惊而已 这会儿已经缓过来 他是不会客气的 七师兄 初次见面 有没有见面礼啊 我都拿仙竹最招待你了 这还不够呀 竹七叶心疼道 这是招待之物 又不是见面礼啊 我身上的东西都没合适你的 就这几颗紫玄晶比较适合你 好好吸收紫玄晶里的力量 这几颗紫玄晶 应该可以让你成功晋升到玄灵境 雪凡心一听 看着桌上那几颗闪闪发亮的晶石 立马收了 谢谢七师兄 他只听说过紫晶 还没听说过紫玄晶呢 想必这紫玄晶应该是比紫晶更高级的晶石 好东西 竹七叶看着雪凡心那个财迷的样子 觉得好诗可爱 想了想自己的空间戒指 发现角落里还堆放着一些紫晶 干脆全都拿出来给他 这个也给你吧 上瓶紫晶虽然不如紫玄晶 但放在五周十玉也是算得上好东西 对你有点用处 七师兄 你真是太好了 雪凡心拿起一颗比拳头大的上瓶紫晶 仅仅是拿在手里都能感觉到 紫晶石上传来的灵气波动 简直是爱不释手 上瓶紫晶 他可是还没有见过呢 说起来他最近还挺穷的 据说五周十玉这边很多地方都用金石作为交易货币 虽然金币金币之类的也有 但那都是普通人使用的 一般的修行者大多都喜欢用金石作为交易货币 金石他还真的没有 看来他得花点心思赚钱才行 不然老是靠阿九 这可不大好 喂喂喂喂喂 回魂了 只是几块金石而已 瞧把你乐得魂都飞了 竹鸡叶看到雪凡心拿着金石发酵 那个小财迷的样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可爱 不过如果是换做别人 他恐怕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没办法 爱屋即屋 谁让这财迷的小丫头 是小九的心爱之人呢 齐师兄 谢谢你的见面礼 我不客气的收下了 改天请你吃大餐 雪凡心将桌上的金石全部收走 一副怕竹鸡叶反悔的样子 他哪里知道 这些金石在竹鸡叶的眼里 根本不算什么好东西 如果他想要 随便都能弄一大把 对于所谓的大餐 竹鸡叶可没有什么兴趣 大头 天色已经不早了 我先送你回去吧 记住了 这五方学院是齐师兄的地盘 谁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直接欺负回去 打死大餐都无所谓 天塌了 齐师兄给你顶着 既然齐师兄这么说了 那你这棵大树 我就不客气的靠了 大树底下好乘凉 有靠山不用白不用 靠山多不是坏事 越多越好 阿九不是有八个师兄吗 八个师兄都是一方的霸主 搞不好他可以全弄来当靠山 有靠山那也是一种实力 竹鸡叶只是把雪凡心送到山脚下 然后让他自己回去 反正整个五方学院都是他的地盘 有他罩着 绝对出不了事 雪凡心从竹鸡叶那里离开之后 就直接回到自己的寝室 也就是现在 新生老生混合住的地方 大概是因为 之前和凤仙瑶闹过一场的缘故 所以现在 没有人再来敢找雪凡心的麻烦 见了他都忌惮地绕道走 这时 水墨宁急急忙忙朝雪凡心走来 雪凡心一看到水墨宁着急的样子 直接开口询问 墨宁啊 是不是又有人来找我的麻烦 不是不是 水墨宁因为太过激动 又有太多的话要说 整个人显得很着急的样子 慌忙解释清楚 这次不是有人来找你的麻烦 而是有人来找你救命 是那个武林峰的师姐 叫徐兰 他说 想跟你求一枚天极的负伤单救人 我说你不在 所以他就在那里一直等着 后来我私下打听才知道 徐兰的师兄 傅天柏 前段时间受了很严重的伤 就连习大师也束手无策 不过 习大师说 有天极负伤单的话 负伤柏的伤就能够治好 徐兰就是听说 雪凡心有天极负伤单 所以才过来求一求 虽然他很清楚的知道 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他还是来想试一试 毕竟这是一个机会 哪怕只有一丝丝的希望 他也不会放弃 他知道 天极负伤单要很珍贵 哪怕把它卖了也买不起 可是为了师兄 他只能够厚着脸皮来求 雪凡心从水莫宁那里听了个大概 走进院子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子 站在那里 看样子神色有些纠结和为难 欲言又止的样子 凡心师妹 我 我是武林峰的徐兰 今天来找你 是想 想 开口讨要天极丹药这种事儿 真的是很难 那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非亲非故讨要天极的丹药 又没有钱 他哪里开得了口 可是不问一问又怎么知道 雪凡心能看得出徐兰的为难和纠结 他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 对于武方学院的师兄师姐 还是秉着交好的原则 所以没等徐兰把话说完 他便直接说道 一千颗武方珠 换一颗天极富商丹 要不要换 啊 徐兰想不到 雪凡心居然会这样说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傻愣傻愣的 我说 一千颗武方珠 换一颗天极富商丹 要不要换 徐兰这才反应过来 激动说道 啊 我换 我换 不过 我能不能晚点再付武方珠啊 我保证 一个月之内 一定会把一千颗武方珠给你 好 我卖师姐一个面子 许你一个月之后才付武方珠 这是天极富商丹 赶紧拿去 给你的师兄服用吧 谢谢凡心师妹 谢谢 徐兰都不知道 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和兴奋了 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的 手里揣着刚得到的天极富商丹 以最快的速度往某个地方赶去 可谁知 半路上她却遭人偷袭 瞬间被打晕了 紧接着 一道快速的身影闪过 将她手里 雪凡心并不知道徐兰那边的事情 反正对于她来说 一颗天极丹药不算什么 就是卖别人一个好 说不定真的可以救到一个好人 不过 徐兰从雪凡心这里 讨到天极富商丹的事 不到半个时辰 就已经传遍整个武风学院 如今所有人都知道 徐兰手里有一颗天极富商丹 都猜测 雪凡心到底还有几颗的天极丹药 犹豫着 要不要也去向雪凡心讨药一颗 可是还不到一个时辰 学院里就传出 徐兰那颗天极富商丹被人给抢去了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 说是徐兰想要私吞丹药 不愿意拿出来救傅天白 傅天白得知徐兰从雪凡心那里 得到一颗天极的富商丹时 别提有多高兴了 她就等着徐兰将丹药拿来给她服用 可谁知等来的却是丹药被抢的消息 这让她的心情瞬间跌到了谷底 甚至怀疑外面的传言 丹药是不是被徐兰给私藏起来了 毕竟天极的丹药极其珍贵 像他们这样的人恐怕一生都无法见到 更别说得到 兰兰 你老是跟我说 那个天极的富商丹是不是被你私藏起来了 傅天白终究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这句话表明了她对徐兰的怀疑 师兄 外面的人不相信我就罢了 你怎么也不相信我 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 难道连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丹药确实在回来的路上 被人给抢走了 对方的实力太强 我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是谁出的手就已经被打晕了 醒来的时候丹药早已不在 徐兰最怕的就是傅天白不相信她 她以为两人之间的感情可以值得他们相互信任 可是 原来她爱了那么多年的男人终究还是不相信她吗 见徐兰反应这么大 傅天白不但没有安慰徐兰 反而更加怀疑她 在武方学院之内谁敢呼来抢人东西呢 兰兰 如果你不愿意将那颗天极的附伤单拿出来给我服用 就直说 我是不会怪你的 可你不该这样骗我 不怪她 那怎么可能呢 无论如何 她一定要从徐兰身上将那颗天极的附伤单挖出来 就算丹药真的被抢了 她也要徐兰再去雪凡兴那里求一课 师兄 我真的没有骗你 但要真的被抢了 那你就再去找雪凡兴要一课 说到底 还是不相信我 师兄 你太让我失望了 徐兰从傅天白身上看到了满满的怀疑 真的无法相信自己爱了这样的男人那么多年 心中极是难过 于是跑了出去 不想再跟傅天白争论 而这个时候 某个秘密的房间里 桑长老将抢来的丹药 私下给了桑若欣 若欣啊 这可是真的天极附伤单 你且收好 在秘境试炼中或许能用得上 武叔 谢谢你 当徐兰从雪凡兴那里得到丹药的时候 她就立即联系自己的武叔 商量着该怎么样才能从徐兰那里抢到这颗丹药 有武叔出马 对付一个学兰那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这颗天极的附伤单 现在是她的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九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三百一世纪 对于徐兰的药被抢的事情 雪凡兴有所耳闻 也听人怀疑说 是徐兰私自把丹药给藏了起来 不想拿出来给复天把用 不管丹药是真的被抢 还是被徐兰藏起来 她现在都没有心思理会 接下来的两天 她要为唐满治疗 没空管别的事情 为了能够有个安静的环境 治疗唐满的伤势 雪凡兴让老酒鬼在外面守着 在交代火烈云 金正鸣 石波 和水莫宁四人 这两天 任何人来找她的麻烦都挡着 不过 昨天青木院长亲自出面 强调不准胡乱闹事 想必这几天 很多人都会非常安分 哪怕有什么心思都得藏着 不敢乱来 老师 治疗的过程会非常痛苦 你要忍着一点 雪凡兴已经把需要的药材 全都准备好 唐满的身体 也已经调整到了最好的状态 现在只差最后一步的治疗就可以了 虽然她有八成的把握 但是那两成的意外 还是要小心防范为好 再大的苦我都熬过来了 这点不算什么 大不了就是一死 丫头 你无需有任何的压力 动手吧 好 那开始了 唐满的伤其实很严重 之前又拼命地挡下了纪元长老的一击 要不是雪凡兴及时治疗 他当场就死了 对于修炼者而言 无法治愈的伤无非就是伤到筋脉丹田 只要达到一定的修为 筋脉和丹田不受损 哪怕是心肺受到伤害 也不会立即死去 只要及时治疗还能活命 但如果是筋脉丹田受到损伤 那可就糟糕了 唐满的情况就是这样 筋脉丹田都支离破碎 五脏六腑已经严重衰竭 生机所剩无几 如果放任不管 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月而已 修复筋脉和丹田 对拥有木陵天珠的血返心来说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再加上阴阳九真术 还有各种灵丹妙药 治好躺满的伤不是什么难题 外面老酒鬼虽然坐着不动 但是他心里比谁都急 酒喝个不停 如果丫头没能治好躺满的伤 那他就更加没希望了 如果丫头能够治好躺满的伤 那么他就有活下去的希望 那种未知的结果实在是折磨人了 一整天的时间 雪凡心都在忙着治疗躺满 好在之前做了万全准备 又没有人来打扰 所以过程很顺利 老酒鬼看到雪凡心 一脸疲惫的走出房间 着急上前问道 丫头怎么样了 老师的筋脉和丹田都已经修复好了 但是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所以你要好好照顾他 休养所需的丹药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也交代了老师如何服用 一般来说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要是情况不对 你就马上来通知我 一整天大量输出灵力 雪凡心这会儿真的很累了 所以跟老酒鬼说几句便离开了 打算回去好好睡一觉 可是刚到住宿外面的院子 就被人拦住了去路 这位应该就是凡心师妹吧 我是武林峰的傅天白 今日冒昧前来 只求凡心师妹 能给我一颗天极的负伤丹 想必凡心师妹也听说了 我身上的伤 唯有天极的负伤丹才能治好 所以我才来向师妹讨要一颗天极的负伤丹 傅天白不像徐兰那样 对求取丹药的事情难以启齿 他一见到雪凡心就直接说 虽然语气态度很好 但他那些话让雪凡心听着总觉得不舒服 虽然他的丹药很多 对他来说就是大白菜 但他知道 天极的丹药在五周十玉还是很珍贵的 那么珍贵的东西 傅天白居然轻轻松松地向他求取 也不说付出什么酬劳 直接讨要 这等于是免费索取 他怎么越看傅天白 越觉得讨厌呢 我记得 那位徐兰师姐 已经从我这里为你求取一颗天极负伤丹了 凡心师妹难道不知道 那颗天极的负伤丹已经被人抢走了吗 傅天白微微苦笑 随后接着说道 也有可能是徐兰私藏了起来吧 毕竟天极的丹药很珍贵 没多少人舍得拿出来 这话让雪凡心听得更加不爽 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用平常的语气说话 可是天极的负伤丹我已经没有了 傅天白无法接受这个答案 脸色开始发生变化 说话的语气和态度也和之前不一样了 有些冲 凡心师妹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如果你给徐兰的是最后一颗负伤丹 那么当时你怎么舍得拿出来 最后一颗 就算是圣人也舍不得拿出来 给不认识的人服用 所以他绝对不相信 雪凡心没有丹药了 丹药肯定有 只是他不愿意拿出来而已 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 天极的负伤丹真的没有了 给徐兰师姐那一颗是最后一颗 他的确没有骗傅天白 给徐兰的那颗天极负伤丹是最后一颗 他身上已经没有了 不过 没了可以炼制 反正他有的是药材 但是他现在想睡觉 没有力气也没有心情炼丹 傅天白看着雪凡心那么认真的样子 慢慢的相信了 同时心里也开始慌了 这怎么可能 凡心师妹 我真的很需要天极的负伤丹 你能不能 这师兄 我现在真的没有天极的负伤丹 所以 还没等雪凡心把话说完 傅天白就因为过于着急而打断他的话 你骗人 就轩辕云星的时候你有天极负伤丹 就唐满的时候你有 徐兰找你要的时候你也有 偏偏我来要就没有 雪凡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 雪凡心本来还是很礼貌的和对方对话 先里想着等休息够了再炼制负伤丹 但是现在 他没那个心思了 我的意思就是 没有丹药 你哪凉快哪里去 否则 就别怪我不客气 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事迹 找我麻烦的人 往往都不会有太好的下场 不信 你可以试一试 让开 别挡道 雪凡心稍稍绕开傅天白往前走 不再理会他 傅天白好事不甘 但是想起雪凡心的能耐 还有九游圣地的厉害 他真的不敢乱来 该死的臭丫头居然敢这样对他 走着瞧 不管是学兰还是雪凡心 他都会让这两个女人后悔莫及 不天白 到雪凡心这里讨要丹药无果的事情 很快就传了出去 让那些还想打丹药主意的人 都稍稍收起了心思 而且因为惧怕九游圣地的出歌和沐语 即便是五方学院有身份地位的人 也不敢鲁莽行事 安静地待着 再者 天极丹药极其名贵 哪里说有就有 雪凡心已经用了那么多颗 想必身上也没有多少了 可能真的是没有了 他们就算有再多的心思也无用 没人来打扰 雪凡心的小日子过得还是挺不错的 每天和伙伴们羞羞恋 说说笑 该做什么做什么 那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而且 他们还不用去食堂吃大锅饭 每顿都是陶人精心准备的美味佳肴 躺满的身体 在雪凡心的治疗和照料下 已经恢复的七七八八 多年来的旧伤总算是彻底好了 不仅能够继续修炼 整个人还年轻了不少 充满了活力 老酒鬼看到唐满恢复的那么好 心里满是希望 急着想去找雪凡心治疗 但是却被唐满给拉住了 老酒鬼 你的伤不急于一时 有了那些灵酒 你再活个三五年都不是问题 现在离新生秘境试炼没几天了 丫头哪里有时间给你治啊 你别去打扰她 让她好好准备试炼的事 哎 知道知道 那等她秘境试炼结束之后 我再找她治疗就可以了吧 哎 话说老唐啊 这凡心丫头的医术 简直比药神谷的药神还厉害啊 你觉得她是什么来头啊 老酒鬼现在对雪凡心的身份 是越来越好奇了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 医术居然比药神还要厉害 药神可是活了几千上万年的老家伙 可是凡心丫头才十六岁 这简直没法比 管她是什么人呢 反正她就是我唐满今后要追随的人 至于她是不是老神棍让我等的人 我已经不在乎了 她的伤已经差不多全好 根本不需要再等什么奇龙异凤找活路 哪怕雪凡心不是老神棍让她等的人 她也不在乎 老酒鬼没有驳斥堂满的话 心里其实认同她的说法 但是想到一些事情便有些犯愁 哎老唐 见识到凡心丫头的医术之后 我也没想过再听老神棍的话 在五方学院等什么奇龙异凤 可是秦时那边恐怕不太好办啊 那家伙似乎非常看好凤仙瑶啊 一直以为凤仙瑶就是老神棍要我们等的人啊 先前我们表明了态度 站在凡心丫头这边 她似乎有些不高兴啊 这不好一阵子没见到人了 唉 人各有志 这是她的选择 我们无权干涉 唐满说起秦时也有些犯愁 秦时是清木的亲弟弟 在五方学院的身份也有些特殊 不像他们两个一直都被人用有色的目光瞧着 虽然秦木和某些长老会给他们一些面子 但也只是一息而已 若是遇上什么大事 他们两个的面子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不过 这些他们都不在乎也无所谓 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最为重要的是追随雪凡心 这是他们当年许下的誓言 至于秦时的选择 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 转眼间又过了几天 如今离新生秘境试炼还有三天的时间 对于所谓的新生秘境试炼 雪凡心是压根没在意 更没放在心上 平时该吃的吃 该喝的喝 如今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夜酒伤 阿九说炼化天法之力需要十天的时间 现在已经是第十三天了 阿九还没有炼化完毕 他着急啊 那个天法之力那么厉害 他连碰都碰不了 更何况是炼化 希望阿九没事才好 又过了两天 明天就是新生秘境试炼开始的日子 武方学院的人早已忙成一团 所有的新生都在为秘境试炼做准备 前段时间 雪凡心交代陶人做各种各样大量的美食 因为明天就要参加新生秘境试炼了 所以他今天来拿食物 陶人这几天都在忙着做美食 除了各种烹饪的熟菜之外 还有糕点 肉干 各种小鳞嘴 全都一一打包好 让雪凡心带走 王妃 这新生秘境试炼也挺危险的 光带吃的怎么行啊 你要不要带其他防身的法器灵气什么的 陶人虽然只是给雪凡心做饭做菜的厨子 但是这段时间简单相处下来 他其实已经将雪凡心当成自己的小辈来看待 对他有着特殊的关心 陶朔 灵气法器灵丹妙什么的我都不缺 所以 雪凡心本来想跟陶人聊几句 谁知一句话还没说完 忽然感觉到逆临天伦有异动 立即分出一缕神念进去瞧瞧 看到夜酒商浑身散发着强烈的紫光 而且空间里的灵气波动非常强烈 心中一紧 赶紧找个借口离开 陶朔 我忽然想到 还有一件紧急事要办 先走了 再见 雪凡心从陶人这边离开之后 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房间 假装躺在床上睡觉 然后神念立即钻入空间里 此时此刻 夜酒商身上的紫光依然还很强烈 将整个空间都变成了神秘的紫色 而空间里的灵气不断的被它吸收 几乎要把空间里的灵气全部都吸干了 而种植在空间里的植物 又灵性的纷纷蜷缩起来 没有灵性的则是干瘪着 似乎快要枯萎了 对于空间里的变化 雪凡心倒是不在乎 它现在在乎的只有夜酒商一个人 很担心它会出什么状况 又不敢轻易上前去打扰 只能在原地干站着 阿娇 你可一定不要有事啊 夜酒商现在处于一种玄妙的状态 它的身体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体内封印稍稍松动了一些 脑子里多了一点新东西 虽然让它有些惊讶 但它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待体内的灵力波动慢慢平静下来的时候 它便睁开眼睛 雪凡心一看到夜酒商睁开眼睛 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声 阿九 它感觉现在的阿九和以前不一样了 无论是气质气息还是气势都完全不同 仿佛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人的气息是很难改变的 不管修为多高实力多强 气息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阿九的气息变得彻彻底底 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气息 它还是它的阿九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青世依妃 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311集 夜酒商逐渐地将身上散发的灵力收敛好 从半空中慢慢落地 轻轻扫修 周围的尘土便自动避开它 不敢往它身上沾染半分 雪凡心看着眼前的人心里好紧张很害怕 她害怕眼前的人不再是那个疼她爱她的阿九 阿九 是你吗? 夜酒商宛如步步声帘朝雪凡心走去 站到她面前深情款款地看着她 伸出修长的手指触摸着她的脸 然后把她因为紧张害怕皱起的眉头抚平 温柔说道 星儿 是我 一句是我 让雪凡心彻底松了气 然后扑到夜酒商的怀里 双手紧紧地抱着她的腰 将头埋在她的胸膛上 阿九 是你就好 是你就好 不管阿九变成什么样子 只要她还是她的阿九就好 傻丫头 你还是不够相信我 我没有不相信你 只是你连气息都变了 所以我猜 一个人如果连气息都变了 还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所以她在害怕紧张 实力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 气息自然就发生了变化 而且体内的封印松动了 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啊 一些现在无关紧要的事 夜酒商摸摸雪凡心的脑袋 显然是不想说那些事情 那些远古的事情 现在的确是无关紧要 至于以后重不重要 那还要看她的决定 雪凡心嘟嘟嘴 虽然有些不太爽 但她也没有追根究底的问 相对于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她更想知道 现在夜酒商到底有多强 阿九 以你现在的实力 还怕那个天道吗 很快 我便是这方天地的天道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嗯 天道 老天爷的意思 跟她对着干 可不是闹着玩的 阿九 你简直太厉害了 居然能斗得过天 这肯定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伟大世界 什么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所谓的天道 只不过是 这一方世界的掌控者 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是是是 我家阿九最厉害 最了不起 嗯 怎么有封信飞过来 雪凡心正抱着夜酒商的手臂 卖蒙撒娇 谁知空间里凭空飞出一封信来 就跟之前那封信一样 阿九 这该不会又是你师父留给你的吧 大概吧 夜酒商淡然说了一句 伸手将飞来的信拿到手中 然后打开阅读 雪凡心好奇地探头过去 也看着信上写的内容 小九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想必体内的封印已经有所松动 知道了一些事 但切记沉住气 现在还不是回去的时候 如今你要做的便是 先把雪丫头给娶回来当媳妇 生几个胖娃娃 看到最后一句 雪凡心的脸刷刷的红的通透 生娃 她和阿九连亲都还没成呢 哪里那么快生娃呀 再瞧瞧她现在这副身板 还是太小了点 所以生娃的事晚个两年再说吧 她和阿九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呢 一定是非常可爱漂亮 你想知道咱们的孩子长什么样 生一个不就知道了 夜酒商将手里的信 化为灵气散去 完全不像上次见到师父留下信的时候 那般激动和喜悦 对于所谓的师父和信没有多少感觉 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眼前的人身上 如今这世上唯一能让她心里有波动的 也就是这个小丫头了 雪凡心被夜酒商的一句话说得脸更红了 使劲往她胸膛里钻 谁要跟你生娃 夜酒商把怀里的人一抱 压倒在柔软的床铺上 半压着她 看着她那张诱人的小嘴 实在忍不住想咬上一口 接着便深深地吻着不放 雪凡心一开始没法适应这个温柔又狂霸的吻 但是慢慢地适应了 还做出回应 声色地品尝着一吻 重新熟悉所爱之人的气息 这就是阿九现在的气息吗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的气息 她都是那么地喜欢 夜酒商体内的浴火已经快要控制不住 烧得浑身难受 再继续下去的话 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直接把眼前的人吃干抹净 想必是会的 所以她不得不强忍着 依依不舍地停下缠绵 无比渴望地看着眼前的人 星儿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把你给要了 雪凡心现在能做的就是羞涩 你张脸红滚烫 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虽然她是医者 也知道男女之间那些事 但是真正身临其境才知道 那是真的修得不知所措 也真是难为了阿九 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男人 经常要忍受这样的浴火 还没有地方发泄 真不知道她会不会憋出哪伤来 赶紧好好修炼 快点到达神迹 不然你的夫君会被憋坏的 夜九伤在雪凡心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这才依依不舍地从她身上起来 为了防止自己失控 她不得不赶紧找别的事情做 星儿 我有些事要去办 你在武方悬院好好待着 要是有什么事 就到空间里说一声 嗯 我知道的 你有事就快点去忙吧 闭关了那么久 之前又有那么大的天灾 想必五周十遇到处都很乱 就连神域也不例外 肯定有很多事情 等着你这个神主处理呢 所以你赶紧去吧 雪凡心因为羞涩得太厉害 一个劲地把夜九伤劝走 不然她会更加害羞的 到时候就真的要找个洞来钻了 等我回来 夜九伤岂回不知道 雪凡心那点小心思 不过外面的确有很多事等着她处理 尤其是天道那边得抓紧行动 夜九伤出了空间之后 雪凡心就滚到床上 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一团 哎呀 羞死了羞死了 她刚刚居然要把阿九给绊了 脑海里还幻想着各种活色生香的画面 真的是羞死人了 还好阿九的自制力够强 不然的话 想什么呢 反正她和阿九迟早是要滚床单的 而且阿九是她喜欢的人 对她有想法没有什么错吧 雪凡心努力调整好心态和情绪 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正打算好好整理一下有些凌乱的空间 可就在这时她察觉到空间外面有异样 于是立即将神念从空间里抽出来 回到本体之中 是谁 就在这时一个黑衣人凭空的出现在房间里 还设下了结界 雪凡心警惕心很高 一见到黑衣人就想要先下手为强 谁知对方却在这个时候将头上的黑披风帽子拉下 露出真实的面容 爷爷 不 你不是爷爷 你是谁 黑衣人拉下黑帽露出的那张脸 跟雪霸天有七八分的相似 如果不是跟雪霸天熟悉的人 说不定会把她当作雪霸天 雪凡心不知道黑衣人是谁 但她能感觉得出来 黑衣人对她没有恶意 而且看来非常的紧张谨慎 一个长得和雪霸天极其相似的人 该不会是她的父亲雪飞陈吧 就在雪凡心有这样的怀疑时 黑衣人说话了 星儿 现在时间有限 我来不及与你细说 也没有时间慢慢解答你各种问题 接下来你认真听我说便是 你是我 爹 雪凡心还是问了一句 嗯 黑衣人点点头 虽然眼中有各种的激动 很想好好抱一抱自己的女儿 但她的时间实在是太过紧迫 不能丝毫的浪费 所以赶紧说正事 如今你的神魂已经归位 现在的你已经完整 那么你一定要好好修炼 逆灵觉和清心咒 唯有逆灵觉和清心咒 才能救得了你娘 开启逆灵觉和清心咒各层的钥匙 就在时空大地的九大墓穴之中 你只有将九大墓穴全都闯完 才能得到完整的逆灵觉和清心咒 九大墓穴的前三个墓穴 对你而言没什么危险 但后面的六个墓穴 可就不是那么容易闯了 所以你要小心的 还有 逆灵觉和清心咒不要随便使用 就连修炼也要尽可能在空间中 否则很容易被人发现你的行踪 不好 接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赶紧离开 星儿 我的好女儿 好好保重 不要浪费时间找我 雪飞尘还有千言万语 想要跟自己的女儿说 奈何时间太过紧迫 她只能赶紧离开 走的时候 将自己来过的痕迹一并清理干净 此时此刻 远在某个秘密之地 一个身穿黑袍的男子 正通过某种特殊的灵术 搜寻雪飞尘的踪迹 刚刚好不容易有了点线索 谁知又断了 该死的 又让他给跑了 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多久 既然你敢出现 那么必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找你出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不仅是你 还有那个小杂种 我都不会放过 我要你们全都死无造身之地 雪凡心并不知道远方发生的事情 傻愣愣地站在原地不动 努力消化刚才所听到的话 虽然信息量不多 但是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的 跟自己的父亲接触 父亲来去匆匆 又那么的惊慌着急 想必处境很不好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父亲恐慌成那样 还有她的母亲 为什么需要逆龄绝和轻心咒拯救 她的父母到底怎么了 叶酒商才刚离开逆龄天伦不久 立即感觉到雪凡心那里有异样 实在不放心 所以折返回来 直接出现在雪凡心的房中 看到雪凡心傻愣地站着 但又问道 星儿 怎么了 刚刚我感觉到 这边有一股强大的陌生气息 还有隔绝的结界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人了 她是五周十域的神主 如今实力已经超越天道 可以说是这一方世界的掌控者 但是就在刚才 她察觉到 一股脱离她掌控的力量出现 有那么片刻的时间 她感受不到星儿的气息 所以特别着急 不得不折返看个究竟 雪凡心没有隐瞒 但她现在还处于震惊之中 她拉着叶酒商的手说道 阿九 我刚刚看到我爹了 她长得和爷爷很像 她还跟我说话了 你说雪飞尘 叶酒商对那个雪飞尘 也有着诸多的疑惑 她重归神位之后 命手下的人去调查雪飞尘 可是除了查出雪飞尘 曾经去过流云门 还险些被流云门迫害之外 再无任何消息 连她都无法查到雪飞尘的消息 更何况是其他人 她说她是我爹 我能感觉得出来她就是我爹 雪凡心将雪飞沉痛她说的话 都跟叶酒商说了 没有丝毫的隐瞒 但是因为消息太少 根本没有办法找出什么蛛丝马迹 雪飞尘留下的那些话 无非就是让仙儿好好修炼 逆灵觉和清心咒 然后闯过时空大地的九大墓穴 不管是逆灵觉还是清心咒 亦或是时空大地的墓穴 他们之前已经接触过 所以雪飞尘留下的这些话 没有多大线索 只知道 逆灵觉和清心咒 是救人的用途 别想太多 你爹应该是被什么强大的人盯着 不宜现身 但现在我们起码知道 你爹还活着 对不对 对 我爹他还活着 只要活着就好 是不是啊 好了 不要想了 明天便要开始 形成秘境试炼 你今天好好休息 这一次的秘境试炼 和以往不同 难度会加大 所以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为什么难度会加大 我让你来五方学院的目的 便是这个成灵秘境 也就是 新生试炼秘境 这个成灵秘境里 有很多传承之力 难度越大 得到的传承之力 就会越强 以你现在的能力 应付更高难度的试炼 是没问题的 我应付更高难度的试炼 是没有问题 那其他人呢 他虽然只有玄妄境的修为 但实力却能与地境比肩 可其他人却不是 大多数人跟他相反 看着修为高 其实实力弱得很 尤其是那些 大家氏族的公子小姐 不少人的修为 都是用丹药给堆积出来的 中看不中用 我只在乎你 其他人无所谓 不过你放心 就算他们闯不过秘境试炼 基本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那就好 他不担心其他人的死活 但黄班那几个人 他倒是挺在乎的 如果没有生命危险的话 那他就不用担心了 阿九让他到五方学院 去参加那个什么 新生秘境试炼 想必肯定是有大作用 他得好好表现才行 好了 你已经试炼了时 我这边也会做一些安排 到时候你可以随便玩 别以为他不知道 在他闭关的时候 不少人来找星儿的麻烦 还有那个风希玉 也是时候该收拾了 他的女人 其实可以随意被人欺负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三百一十二集 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 雪凡心需要好好地静一静 想一想 理一理思路 穿越重生之后 他直到现在 都是懵懵懂懂的 很多事都不知道 也无法知道 除了努力变强之外 他都没什么目标 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 更不知道爹娘的事情 着实是郁闷得很 下次见到师父 一定要问出爹娘的一些事来 啊 暂时不想这些了 等见到师父再说吧 雪凡心调整好心绪 不想再去想那些 想不出个所以然的事情 明天就要开始进入秘境试炼 还是先把这个试炼过了 再想别的事吧 就在雪凡心想要好好休息的时候 耳边却传来沐雨的声音 属下有事禀报 进来吧 雪凡心坐起身 在房间里等着沐雨前来 沐雨得到允许之后 才敢出现在雪凡心的房中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出现 一来就开门见山说正事 王妃 李玉已经快要支撑不住 现在只剩下半口气了 端姆家至今未有人出面 保她性命 不知王妃可有什么指示 李玉的修为不差 实力也不算低 掉在九幽圣地之外 大半个月还没死 虽然现在只剩下半口气 但是再熬个一两天 是没有问题的 李玉 雪凡心差点就把这个人给忘了 毕竟最近的事情有点多 一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 会忘记也很正常 沐雨一看雪凡心的反应就知道 她已经忘记李玉这个小人物 所以稍稍提醒一番 就是当日在九幽圣地刺杀王妃的人 我知道 这个李玉其实挺有情意的 只可惜 是个一根筋的人 脑子不是很灵活 不过 这样的人忠诚度很高 一旦认定谁 那就绝不会背叛 这样的人 却这么死了挺可惜的 你悄悄把李玉救下来 对外宣称她已经死了 尤其是让端姆家的人知道 是 沐雨对雪凡心的命令 没有任何的意义 绝对的服从 按照她说的去做 雪凡心此时并不知道 因为她的一时惜财 日后得了一名大将 四日一早 武方学院所有的新生便开始集合 在学院的中央广场排排站好 期间已经有人给他们分发 此次秘境失恋需要的东西 那是一块玉牌和一张地图 玉牌是在试炼中 遇到不可抗拒的危险时 捏碎便可瞬间离开秘境 地图上画着秘境部分的环境 上面标注有前往目的地的各个路线 当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青木院长才现身 并说出此次试炼的任务 这一次的秘境试炼难度系数会加大 危险也会增加的 所以闯过秘境获得传承会更加困难 此次试炼会有些任务 无法完成任务的人 秘境试炼结束之后 就要离开五方学院 青木院长的话 让不少的新生有些不安 尤其是水墨宁 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有几斤几两 所以这次秘境试炼的任务 他极有可能无法完成任务 以前先生秘境试炼并没有什么任务 只有闯过和不闯过 不管闯不闯得过秘境试炼 都不需要离开五方学院 只是没有那么被重视而已 可是这一次的秘境试炼不同 无法完成任务的人 居然要离开五方学院 学凡心知道水墨宁在紧张 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让他安心 青木院长没有理会那些新生的不安和紧张 继续说道 此次秘境试炼的任务一共有三个 每个人必须获得一颗五阶以上魔兽的金盒 采到一株千灵草 还有就是必须在秘境中待到五天以上 这三个任务 任何一个任务没有完成 便要离开五方学院 不少新生原本还挺紧张和不安的 听到所谓的任务之后 才稍稍放宽了心 这三个任务都不算难 以他们的修为和能力 随随便便就能完成 所以没有什么好紧张的 水墨宁此时也松了一口气 对完成任务又多了那么一点信心 雪凡心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感觉 对于所谓的任务没有放在心上 从开始到现在 他都在观察着站在前面的一些人 尤其是封锡玉 还有桑长老和纪元长老 他总觉得 这些人有阴谋 管他是阳谋还是阴谋 有阿九在 反正都不会成功的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我现在就开启成林秘境的入口 入口开启只有一刻钟的时间 所以你们都做好准备 一旦入口开启 那就快速进入 清木不再废话 拿出一张令牌 往令牌里输入自己的灵力 默念了一些咒语 紧接着 一道光门便出现在他面前 现在 从特级班开始 所有人逐一进入口 速度要快 随着清木院长的话一落下 特级班的弟子 开始快速进入口 一闪一闪的 两两消失在入口中 当玄班的人进入之后 只剩下不到十秒的时间 黄班五人差一点点 就没法进入秘境 看着黄班五人进入秘境 桑长老和纪元长老两人 露出了阴邪的笑意 就连风希玉也微微地仰起嘴角 似乎什么计谋成功了 可就在这时 初歌和牧羽突然出现 清木立即上前去相迎 初歌公子 牧羽公子 不知今日二位前来 可有何事 幽王得知 此次的新生秘境试炼难度加大 为了让诸位更加清楚 秘境里的情况 知道各个新生的真实表现 所以允许 将此次的秘境试炼情况 全程公开 这是月花水尽 可以将成立秘境里的情况 如实放映 什么 桑长老 纪元长老和风希玉 听到初歌说的话 还有看到他手里的月花水静 所有人都惊恐不已 同时心慌意乱 如果秘境试炼情况 全程放映的话 那他们的阴谋 岂不是也会出现在众人面前 万一雪凡心真的死在阴谋中 事后 九幽圣帝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到时候可就糟糕了 可恶 那个幽王真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 弄什么月花水静出来 着实气人 相比桑长老和纪元长老的恐慌和气恼 风希玉倒是比较淡定 开口问道 初歌兄 沐宇兄 你们与雪凡心的关系不太一般 那他是否知道月花水静的事 如果他早已知道 而其他人不知道 这是不是不太公平呢 西玉公子放心 我可以拿自己的性命对天发誓 在这之前 秘境里的任何人 都不知道月花水静的事 包括雪凡心在内 那么 我现在就开启月花水静 让大家好好看看 秘境里的试炼情况 初歌的发誓 让风希玉更为不安了 但他还是能够极力掩饰得住 就算是全程放映试炼的情况 也无所谓 一旦他们的阴谋败露 只要将桑长老 或者纪元长老推出去就行 反正他没做什么手脚 新生秘境试炼全程放映的事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武风学院 不少人来到学院的中央广场 开热闹 凤仙瑶得知此事之后 心里立马感觉到不安 生怕发生什么 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也到广场那边看着 他知道 纪元长老 我同桑长老 私底下做了一些手脚 想在秘境中将雪凡心除掉 而他也做了一些小手段 原本秘境里的情况 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可是现在 久悠圣地的人横插一脚 弄出什么月花水镜 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秘境里的情况 这对很多人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对于外面的事情 学凡心现在是一点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所谓的月花水镜 进入秘境之后 首先是一阵天旋地转 过了小半会儿 才慢慢适应过来 因为所有人都堵在入口 所以眼前都是人 黑压压的一片 乱糟糟的一团 大家都在找各自的伙伴和队友 拿出地图商议着走哪条路 有的人已经在入口产生矛盾 开始吵起来 在进入秘境的时候 水莫宁被人推了一下 结果不偏不倚 刚好摔在林薇薇脚下 林薇薇一见到水莫宁 气就不打一处来 于是趁机狠狠踩她几脚 水莫宁摔倒之后 本想立刻爬起来 却不料被人给踩了回去 踩得背部火辣辣的疼 几股都快要被踩断了 根本就爬不起来 我是让你敢打我 林薇薇至今都没忘记 在食堂里挨了水莫宁山十个巴掌 还有被雪凡心从冰层里踹飞的事情 这段时间她一直都在想办法报复 要不是院长再三警告不能闹事 她早就去教训水莫宁了 进入秘境试炼 没有院长长老导师的监督 她还怕什么 对于林薇薇的所作所为 周围的人只是冷眼旁观 连话都不多说一句 更别说是出手救人了 林薇薇心里憋着一股强烈的怒气 只是踩水莫宁几脚 根本无法消气 所以继续对水莫宁动手 揪起她的头发 不停地扇她耳光 这是我还给你的 啪啪 响亮的耳光声传得老远 很多人都听见了 一些正在争吵的人 听到耳光声之后 都停止争吵 将目光转移过来 水莫宁被林薇薇揪着头发 背部疼得厉害 脸被打得火辣辣的疼 脑袋都晕了 现在根本反抗不了 就在这时 火烈云 金正鸣 还有石波三人赶了过来 看到水莫宁被林薇薇揪着头发伤耳光 三人立即冲上去 林薇薇 你给我住手 在林薇薇身边的赵啟南 站出来将火烈云 金正鸣 石波三人拦住 不让他们坏林薇薇的事情 这是他们女人之间的恩怨 作为男人 还是不要插手的好啊 哼 不插手女人的恩怨是吧 那老子就打你 兄弟们 给我打 火烈云废话不多说 直接给赵啟南一个过肩衰 然后开打 金正鸣和石波也没闲着 把赵啟南胖揍一顿 三打一 赵啟南根本不是对手 被打得哇哇大叫 此时此刻 在秘境外面的中央广场 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一幕 看到林薇薇的狠辣 看到赵啟南的倒霉 他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林薇薇和赵啟南都是天班的学生 天班的导师看到这一幕 心里郁闷不已 虽然她心疼自己的学生被打 可先挑起事端的是她的学生 这个林薇薇性子是狠了点 林薇薇在打水莫宁的时候 看到赵啟南被他们三人围攻 于是揪着水莫宁的头发 控制着她 拿出一把匕首递在她的脸上 大声吼道 都给我住手 谁要是再敢动手 我就在她脸上滑几刀 林薇薇 你要是敢动她一下 老子一定灭了你 林薇薇 莫妮怎么说也是你的表妹 你这样对待自己的表妹 良心被狗吃了吗 哼 什么表妹 当初她在食堂烧我耳光子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过 我是她的表姐 林薇薇越说越气愤 手中的匕首已经伤到水莫宁的脸 拔出一道浅浅的口子 当初明明是你先欺负莫宁的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哼 她只不过是一个废无声的女儿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抬头说话 我愿意欺负她 那是她的荣幸 她不敢恩戴德也就算了 居然还敢打我 真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女人 哪个男人要是娶了这种女人 简直就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啊 还好我跟这个女人没有任何关系 不然可就倒霉了呀 林家的女儿是不是都这么恶心啊 都给我闭嘴 林薇薇听到这些话 情绪更为激动 木火更为强盛 因为太过生气 直接在水莫宁脸上滑了一道 啊 水莫宁疼得痛叫出来 身上到处是伤 根本无法反抗 林薇薇 根本不管水莫宁的死活 继续折磨她 哼 水莫宁啊 你最近不是很嚣张吗 仗着有雪凡心那个靠山 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可是你看看 雪凡心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 根本就不管你的死活 所以 啊 林薇薇的话还没说完 脚下突然冒出一根长藤 缠住她的一只脚踝 然后把它往上拉 直接掉在半空中 啊 跑下来 赵启南见林薇薇被藤条吊着拉起 立即拿出自己的长剑 想要把藤条切断 可是连砍了好几次 都没能把藤条砍断 结果 她自己也被藤条给缠住吊起 啊 林薇薇看到赵启南也被吊起来了 心里突然紧张不已 恐慌地看着前方走来的人 因为人被倒吊着 脑子突然清醒了许多 她刚刚只是被怒火冲昏了头 见到水莫宁就想打 完全不计较后果 依雪凡心那个护短的个性 她这次怕是又要吃苦头了 雪凡心是最后一个进入秘境的 进来的时候晕乎了一阵子 又弄不清楚方向 所以没能在第一时间找到自己的伙伴 直到听见火猎云等人的叫骂声 她才找过来 莫宁 没事的 你的伤 我很快就能治好 别担心 凡心 我的脸 水莫宁知道 她的脸受伤了 很怕会毁容 脸上那点伤没事 一颗美颜丹就能恢复了 但要什么的 我这里多的是 所以啊 你不用害怕 雪凡心先给水莫宁治疗 把她背后的伤治好之后 再拿出一颗富商丹和一颗美颜丹 直接往她嘴里喂 现场众人看到雪凡心随随便便 就拿出高级的丹药给水莫宁服用 各种的羡慕极度恨 秘境外面的人在看到丹药的时候 也是那么激动 他们真的很想知道 雪凡心到底还有多少偏激丹药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青世依妃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三百一十三集 雪凡心完全不理会周围众人的目光 先把水莫宁的伤治好 因为要进行试炼 根本没有时间养伤 所以他不得不动用牧林天珠的力量治疗 让水莫宁的伤一刻钟之内就好了 水莫宁服下雪凡心给的丹药 再加上牧林天珠的治疗 他现在已经感觉不到疼痛 就像没有受伤一样 脸上的血口子也因为服用美颜丹的缘故复原了 换作以前 他受这样的伤没有数月根本好不了 还有脸上的血口子 以水家现在的情况 根本买不起那么高级的美颜丹 可是现在 只是一刻钟的功夫 他的商权都好了 容貌也没被毁 这一切都多亏了雪凡心 来到五方学院 最为庆幸的 就是进入黄班 认识了雪凡心 凡心 谢谢 真的谢谢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样感谢你了 是朋友的话 就不用那么客气 来吧 刚刚你吃了那么多亏 现在十倍讨算回来 雪凡心将水墨宁扶起 还给他一条藤边 意思已经很明显 让他抽打林薇薇 林薇薇看到雪凡心和水墨宁靠近 心里慌得厉害 但嘴上却还在大骂 水墨宁扶起来 你最好不要乱来 要是上了我 林家不会放过你的 也不会再给水家提供灵丹 雪凡心 你不要仗着有九幽圣帝的人撑药 就欺负人 九幽圣帝的九幽王 是不会为了你大动干戈的 对你这种人 我现在是一句话都不想说 也懒得跟你吵 所以 水墨宁没有跟林薇薇浪费口舌 而是直接动手 手中的藤边往林薇薇身上狠狠地抽打 林薇薇被打得惨叫连连 还在不断叫骂 水墨宁啊 你居然敢打我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那我就等着 你来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水墨宁又抽了林薇薇十几鞭 有几鞭子 专门往他脸上抽 随后看向赵启南 赵启南见水墨宁将目光移到他身上 有些紧张害怕 墨宁 你一直都是那么的温柔善良 不会胡来打人的 是不是啊 因为我善良 所以活该被你们这对狗男女欺负吗 赵启南 我现在非常感谢你当初的退婚 否则嫁给你这种人 我这辈子毫无幸福可言 所以看在你退婚的份上 我今天不会打你 但以后 你和林薇薇再敢欺负我 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赵启南听到水墨宁说 不会打他 顿时松了一口气 至于以后的事情 他才不会去多想 水家已经没落 他不会把心思放在水家上 就算不娶林薇薇 他也不会娶水墨宁的 所以退婚的事情 他没有任何的后悔 要是能够娶到雪凡心 或许 就在赵启南对雪凡心起歪念头的时候 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威压袭击 体内五脏六腑仿佛拧成了一团 痛得厉害 因为太过疼痛 他想喊出声来 可偏偏这个时候 他的嘴巴竟然无法张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远在九佑圣地的夜酒商 通过超大的荧幕 观看秘境里的情况 当感觉到 赵启南对雪凡心起歪念头时 这让他很不爽 所以稍稍出手教训了一下那个 不自量力的家伙 他的王妃 其实可以随便想的 没人知道 赵启南 为什么突然脸色发白 看起来似乎非常痛苦的样子 也没有人在乎赵启南的死活 周围的人和之前一样 都在冷眼旁观 原本天班的人 还想出手帮林薇薇 可是一想到雪凡心的厉害 就没敢动手 人群之中 有几个稀稀碎碎的声音响起 新宁姐 那个雪凡心 真的是太过嚣张了 让人看着实在不爽 就是就是 他不就是仗着 有九佑圣地的人撑腰吗 所以才敢那么嚣张的 我听说九佑圣地的九佑王 可是非常讨厌女人的 所以 我可以肯定 九佑王 绝对不会给雪凡心撑腰的 没有九佑王撑腰 有初歌公子 和沐宇公子撑腰就够了 这两个人在九佑圣地的身份 仅次于幽王 厉害着呢 反正 我就是看着雪凡心不爽 啊 我也看到不爽 顾清宁一直都没有说话 直到身边的人说完 他才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们看雪凡心不爽 我看你们更加不爽 一个个都是极度心作祟 以后离我远点 在他看来 雪凡心就是嚣张了一点 但是他有嚣张的资本 更何况雪凡心从来不主动招惹人 那些被他欺负的人全都是咎由自取 所以他从来不觉得雪凡心有什么错 偏偏很多人就是觉得雪凡心有错 那些人多半都是极度心在作祟 他最讨厌的就是善妒的人 刚刚说雪凡心坏话的几个人 被顾清宁的话气得脸色发白 但却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顾清宁独自离开 等顾清宁走远之后 这几个人才开始说话 哼 不过就是顾家的一个庶女而已 有什么两不起的 清音姐作为嫡女 都没有她那么嚣张 天赋再好有什么用 庶女就是庶女 上不了台面的下等人 好了 这里人多 别说这些了 万一传到顾清宁的耳朵里 咱们可就遭殃了 就算顾清宁只是顾家的一个庶女 但是她的天赋摆在那里 顾家呀可是很宝贝她的 走吧走吧赶紧跟上去 没有顾清宁带领 我们恐怕很难完成失恋任务 顾清宁刚刚说的话 许多人都没有听见 但是雪凡欣却是听见了 所以稍微留意了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看着还不错 当雪凡欣留意顾清宁的时候 水莫宁又抽了林薇薇几鞭子 不过也只是单纯的抽鞭子而已 没有像林薇薇那样下狠手 出气之后就停手了 凡欣打得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你确定不打了 雪凡欣一眼就看出 林薇薇身上的伤势情况 根本不算什么伤 几时鞭子而已不用服什么丹药 依靠自身灵力一两天就好了 水莫宁何尝不知道这些 但她着实无法像林薇薇那样狠 算了吧 如果这次她还不受教训 那么下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手下留情的 好吧 这是你和她之间的恩怨 你自己做主就行 我知道自己很窝囊 但是我保证 下次绝对不会再任用她欺负了 你不是窝囊 只是太过善良了 就在雪凡欣和水莫宁闲聊的时候 火猎云那边突然传来惊叫声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天哪 我们的地图为什么是空白的 雪凡欣出场之后 火猎云金正明和史波三人就知道 水莫宁肯定会没事的 所以用不着他们操心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索性就拿出地图研究一下 看看接下来该怎么走 可谁知拿出的地图却是空白的 上面什么都没有画 金正明是第一个发现地图有问题的人 随后火猎云史波也拿出自己的地图 发现他们的地图同样是空白的 三人顿时急了 雪凡欣和水莫宁也赶紧拿出自己的地图来看 结果一样 他们黄班五人的地图全都有问题 我们的地图为什么都是空白的 难道这地图还有什么玄机吗 水莫宁努力地研究手中的地图 直到现在他都还没有怀疑地图的真假 以为这是学院给他们的考验 但是雪凡欣却不这么认为 拿出地图的那一刻 他只是一眼就知道其中的蹊跷 我们的地图被特殊的药水浸泡过 到了一定时间上面的墨汁就会消失 所以会变成空白的地图 到底是哪个混蛋干的缺德事啊 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 这种人就是无耻王八蛋 绝对是那种心胸狭窄 心狠手辣心思歹毒 心术不正的老心狗肺之辈 我猎云扯开嗓子大骂 石波也跟着骂 真叹娘的让人火大 咱们五个人的地图居然都被动了手脚 这个动手脚的人绝必是个十足的贱人 金正明虽然也很生气 但倒是没有骂 而是想着解决的办法 地图的问题不难解决 这么多的心生 我不相信他们的地图也是空白的 所以只要找其他人借地图看一看就行 地图的确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现在担心的是 我们的玉牌恐怕也有问题 雪凡心拿出自己的玉牌研究 很快就发现了端倪 眉头顿时紧皱起来 其他人也跟着将玉牌拿出来 同样也发现了问题 玉牌的灵气波动怎么变得这么弱呀 这根本就是普通的玉石吗 这种玉牌捏碎了 能离开秘境吗 要不咱们试一试 你敢试吗 万一捏碎了玉牌离开秘境 那试炼任务岂不是失败了呀 试炼任务失败的话 可是要离开五胞学院呢 就在其他人犹豫且担忧的时候 只听到一个咔嚓的声音 把所有人都惊住了 雪凡心捏碎了自己的玉牌 但他人却还在秘境之中 由此可见 玉牌是假的 看到雪凡心捏碎玉牌没有任何动静 其他人也鼓起勇气 将手中的玉牌捏碎 结果一样 玉牌碎了 他们依然还在秘境中 我们的玉牌全都是假的 玉牌是假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在秘境中遇到危险的时候 即便捏碎玉牌也无法脱险 这样一来 我们很有可能会死在秘境之中啊 在背后搞这些手段的人 实在是太狠毒了 地图玉牌都有问题 这简直是不给我们留活路啊 此时秘境之外的人 都通过月花水镜 看到所有的事情 知道雪凡心等人的地图 和玉牌有问题 心里乱成一团 尤其是桑长老和纪元长老 此刻脸色比屎还难看 初歌和沐宇似乎早已经料到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两人的反应不大 不过 他们却在观察着桑长老和纪元长老 瞧见这两人的脸色极差 初歌忍不住 阴嗖嗖地说了一句 阿卫长老 为何你们的脸色如此极差啊 可是身体不舒服 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 可以回去休息 虽然初歌说的是关心的话语 但是任何人都能听得出来 他是在讽刺 并且怀疑桑长老和纪元长老 不仅是初歌 很多人都在怀疑他们俩 怀疑他们对黄班的地图 以及玉牌做了手脚 毕竟 这两位长老和黄班的人 一直不对盘 而事实上 的确是桑长老和纪元长老 做的手脚 所以听到初歌那些带有深意的话语是 他们两个人的脸色更为难看 原本地图和玉牌的事情 不会被公开 即便雪凡欣等人在秘境里 发现地图玉牌有问题 也只能吃下这个闷亏 所以就算他们出了秘境 说起这件事情 无凭无据 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可是现在 因为月花水晶的缘故 所有人都亲眼看到 地图是空白的 玉牌是假的 一旦院长下令追查此事 他们俩的嫌疑最大 还好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把尾巴擦干净了 就算真的彻查 他们最多只是有嫌疑而已 只要他们死不承认 在地图和玉牌上动手脚的事情 也怪不到他们头上 欺慕何尝不知道这些 即便他已经肯定 这件事是丧长老和纪元长老做的 但没有确凿的证据 根本无法拿这两个人开罪 不过 那又如何呢 既然这两个人找死 那他也不拦着 辛巴长老 此事交给你来彻查 无论查出是谁做的 严惩不黛 是 刑罚长老接下这个差事 然后命人去开始调查 而他的心里 同样有着对丧长老 和纪元长老的怀疑 所以调查的时候 会着重从这两个人身上查 这时正坐在夜酒商身旁的竹七叶 外笑问道 嘿嘿 小九 那丫头的地图和玉牌都有问题 你是不是非常的着急 担心呢 赶紧跟七师兄说道说道 你现在有多愤怒 多气恼 这点小事 他能应付得来 他的目标是闯过秘境 所以玉牌对他而言 没什么用处 夜酒商自始至终都很淡定 即便知道地图和玉牌有问题 他也不曾担忧和着急 他的星儿那么优秀 岂会需要玉牌这种东西 至于地图 他再给星儿弄一份来便是 哎哟 你对这丫头就这么有信心啊 她的修为只有玄王进 就算有再多的保密法器灵器 也很难闯得过这次的试炼秘境 毕竟秘境试炼的难度加大 凭她那点能耐 勉强保密还可以 想要闯过秘境 难难难啊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如何 赌什么 如果本王的王妃闯过了这次的秘境试炼 那么你要给她开启成雷秘境 让她获得里面的传承 好 只要她能闯过秘境试炼 我就给她开启成雷秘境 但前提是你不准插手 否则赌约作废 一言为定 夜酒商神秘的笑了笑 似乎什么计谋得逞了 竹琪叶看到夜酒商这样的笑容 心里有种玄乎乎的感觉 好像被什么老狐狸给算计了 这不太可能吧 就算雪凡心真的闯过秘境试炼 她输了赌约 最多不过是开启成雷秘地而已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能是她想太多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314集 玉牌是假的 除了雪凡心之外 王斑的其他人心情都很低落 地图的问题容易解决 可玉牌却不同 每一个玉牌 对应着每一个人的气息和灵力 唯有自己可用 所以即便他们抢了别人的玉牌也用不了 凡心 我们的玉牌都没有了 现在怎么办啊 水莫宁彻底没有了主意 只能看向雪凡心 看看雪凡心有没有什么主意 玉牌没有了 遇到危险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会死在秘境中啊 不会吧 只是一个新生秘境试炼而已 应该不至于怒出人命来吧 你们先别慌 不就是个秘境试炼吗 我带你们闯过去 不需要什么玉牌 雪凡心从一开始就没想过使用玉牌 所以即便玉牌是假的 对他也没有任何影响 看向还被吊着的林薇薇和赵启南朝他们走去 你们两个的地图贡献出一份 这样我就放了你们 否则我就会一直吊着你们 直到秘境试炼结束 林薇薇可不认为雪凡心是在开玩笑 他见识过雪凡心的狠 所以立即对一旁的赵启南说道 快把你的地图拿出来给他 赵启南有点不太情愿 可是为了大局着想 不得不将自己地图拿出来 雪凡心拿到地图看了一眼 确定真假之后 就解开林薇薇和赵启南身上的藤条 顺便再警告他们一句 以后最好少惹我 不然让你们好看 林薇薇并不是那种轻易服软的人 哪怕心里再怨恨再气愤 这个时候也得忍着 恶狠狠地瞪了雪凡心和水墨宁一眼 然后在赵启南的搀扶下快速逃离 今天的事情他不会就这么算了 就算他对付不了雪凡心 对付水墨宁总可以吧 等他出了秘境 立刻让林家对水家动手 至于那个雪凡心 反正不止他一个想要对付 他倒要看看雪凡心能嚣张多久 雪凡心自然看到了林薇薇离开之时 那怨毒的眼神 但他并没有放在眼里 更没有放在心上 自始至终都把林薇薇当成一个跳梁小丑看待 对于那些跳梁小丑 她从来不会在他们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 此刻正在认真研究地图 学院给的地图只是成林秘境的一部分 是新生试炼的范围 地图上画有很多条路线 还标注有千灵草生长的地方 以及所有到达的目的地 按照学院的要求 只要获得一颗五阶以上的魔兽金河 采到一株千灵草 再到达指定的地点 便能闯过此次的试炼秘境 然后有机会获得某种传承之力 不过地图上并没有标注 有路途上会遇到的危险 所以别看此次任务简单 若是半路上真有什么大危险 那么要想闯过秘境试炼 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地图上画这么多条道 我们走哪条呀 我刚刚看到好多人走这条 从地图上来看 走这条路是最近的 众人研究着地图 琢磨着该走哪条路好 走哪条路其实都差不多 每一条路应该都有不同的危险 所以随便走吧 雪凡心将地图收起来 捡起一颗小石头 转身随便往后一抛 抛到哪个方向就选哪个 走这条路吧 你们觉得怎么样 走这条 就走这条 黄斑其他四人 不知不觉中 都将雪凡心作为首领看待 他说走哪里便走哪里 雪凡心带着黄斑的一干人等 慢慢往秘境深处走去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速度太慢 和大部分的距离逐渐拉远 刚开始的时候 还能灵灵心心的看到别的新生 后来就只剩下他们五个人 在后面慢悠悠的走 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最后面的缘故 一路上都没遇到什么危险 更没见到什么魔兽 走半天都毫无收获 当他们按照地图上的指示 来到某一处生长千灵草的地方时 却发现 这里的千灵草已经被采光了 不仅是千灵草 就连杂草都一株不剩 大面积的植被遭到了迫害 看样子 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的 不会吧 一棵杂草都没有 那些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居然把千灵草全部采光 太可恶了 放心 按照我们这样的速度 恐怕当我们到达 下一个千灵草生长之地时 那里的千灵草也被采光了 如此 你打算怎么办 金正明有些担忧的问道 他们慢悠悠的走了一整天 那些走在前面的亲生 早就把东西都给搜刮完了 哪里还有他们的份呢 这不 他们这一路上 连一株普通的灵草都没看到 不着急 如果秘境试炼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闯不过了 前面的一段路应该没什么难度 好东西也没有多少 我们好好养精蓄锐 让其他人给我们开路吧 走了一整天 想必大家也饿了 我们原地休息一下 顺便吃点东西 没有采到千灵草 雪凡兴一点都不着急 也不生气 从空间里拿出一张精致的餐桌 把之前陶人给他做的各种灵菜拿出一些 在桌上摆出十几道菜 然后坐下来吃饭 哇 繁星啊 你居然带了这么多灵菜 太好了 石波一看到吃的就兴奋 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开动 其他人看到那么多的美味佳肴 立即觉得肚子咕噜噜地叫 索性也坐下来先吃东西 繁星 你什么时候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啊 水莫宁好奇问道 这不是我做的 是陶叔做的 早在进入秘境之前 我就交代陶叔做好各种灵菜和食物 所以在秘境失恋的这段时间 咱们不用为吃的发愁 你们记住了 以后不管上哪里 首先得把温饱的问题先解决了 不然要是被困在没有水 没有食物的地方 你们就等着活活饿死 一会儿我分你们一些干粮 万一我们不小心分散了 你们也不至于没有吃的 好好好 这个好 好繁星啊 我食量大 记得多分点食物给我 石波嘴里的食物还没吃完 就想着雪繁星要分配的食物 这个时候才发现 他的准备有多么的差 很多新生只顾着准备商药 武器之类的东西参加试炼 对于食物并没有太多的准备 只是随便拿一点干粮而已 修炼者和普通人不同 几天不吃东西都不会有饿的感觉 所以很多修炼者出门在外 一般都不会将食物看得太过重要 就连石波这个食量巨大的吃货也是如此 可是听了雪繁星的话之后 他们似乎明白了一些事情 如果真的被困在没有水没有食物的地方 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所以食物也是很重要的 这次啊 你们不用想太多 你们的食物我都已经给你们准备好 下次出门 那可就得自己准备了 雪繁星并没有吝啬 拿出四个普通钠袋 分别将它们分给身边的人 里面专有食物和一些东西 你们自己看吧 火猎云拿到钠袋 迫不及待的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察觉到周围有异动 于是快速来到异动的地方 发现一只受伤的五阶魔兽 无比的兴奋 哈哈 居然是五阶火尾虎 还是一只受伤的五阶火尾虎 让老子看看你的金盒在哪里 住手 火猎云正想把那只受伤的火尾虎给杀了 将他的金盒取出来 谁知 就在他要动手的时候 却被雪繁星出声阻止了 火尾虎受了重伤 逃到这里已经没有力气再逃了 当他看到火猎云冲过来的时候 无比的绝望 所以做好死亡的心理准备 可谁知 在紧要关头 却听到有人出声阻止 他努力的抬头看去 看到一个人类小姑娘朝他走过来 为什么他在那个小姑娘身上 感觉到兽之信仰 难道是错觉吗 兽之信仰 一般只有兽王或者兽神之类的才会拥有 人类是绝对不会拥有兽之信仰的 因为他们魔兽和人类是敌对 人类见到魔兽就会击杀或者俘虏 魔兽见到人类也会击杀 所以人类不可能拥有兽之信仰 可是这个人类的小姑娘 她的身上的确有兽之信仰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以为是错觉 仔细看过之后 他不得不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一个人类居然真的拥有兽之信仰 博维虎因为雪凡心身上拥有兽之信仰 无比的震惊 所以当雪凡心靠近的时候 他完全忘记了该如何做出反应 没有任何的反抗 只是傻呆呆的看着他 雪凡心来到火维虎身边 伸出手来 温柔的抚摸着他的脑袋 先安抚他的情绪 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的伤很严重 必须要赶紧治疗 我现在就给你治疗 所以 你不要动哦 火维虎听得懂雪凡心的话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居然毫无条件 毫不犹豫的相信眼前这个人类 乖乖的呆着不动接受他的治疗 只是半刻钟的时间 他身上的伤就好得七七八八了 这一刻 他真的相信这个人类不会伤害他 伤势好转之后 火维虎就站了起来 他的个子差不多有雪凡心一半高 身长大约有三米 看着很是高大威猛 面对这种高大威猛的猛兽 雪凡心没有任何的惧怕 用手摸摸他身上的毛发 你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现在赶紧离开吧 找个地方躲起来 这段时间都不要随便出来 武方学院的弟子正在这里历练 历练的任务之一 就是获得一颗五千以上的魔兽金盒 所以这段时间 会有很多人在猎杀魔兽 你们要躲好啊 火维虎用自己的大脑袋 蹭了蹭雪凡心的手 过了许久 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走了几步 又回头看一眼 最后跑进茂密的树林中 消失不见 当火维虎逃走的时候 一群人才急急忙忙地赶来 来到现场之后 他们并没有看到火维虎 只看到雪凡心几人 来者便是当日找雪凡心麻烦的孙坚毅 桑若欣的爱慕者 孙坚毅一看到雪凡心就来气 可他又忌惮雪凡心 所以不敢太过嚣张 不过态度也没多好 没好气地质问 那只受伤的火维虎 是不是被你们猎杀藏起来了 那是我的猎物 赶紧把火维虎 还有他的金盒交出来 那个魔兽往那边跑了 你们自己去追吧 追得上就是你们的 雪凡心指着火维虎逃走的方向说道 虽然那个的确是火维虎逃走的方向 但是他很清楚 那个方向绝对很危险 所以他才敢大胆地给孙坚毅指方向 虽然雪凡心说的是实话 但有人就是偏偏不信 雪凡心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那么好骗吗 那只火维虎受了这么重的伤 逃到这里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如今却没了踪迹 肯定是被你们猎杀藏起来了 快点把火维虎给我交出来 那是我的猎物 否则就怪我不客气 孙坚毅虽然在雪凡心手里吃过亏 但他并不是真的惧怕雪凡心 如果是在外面 因为九幽圣地的缘故 他还会忌惮雪凡心几分 可是在秘境里 没有九幽圣地的人在 他倒要看看 雪凡心还能有多嚣张 我说的是事实 信不信随便你 如果你想要动手的话 那么我不介意陪你过几招 雪凡心懒得跟孙坚毅浪费唇舌解释 因为不管他怎么说 孙坚毅都不会相信的 所以何必废话 哼 雪凡心 你最好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 如今你在秘境之中 九幽圣地的人在秘境之外 就算我把你杀了 九幽圣地的人也没办法救你 我今天遇到了林薇薇和赵启南两人 从他们口中得知 你们的玉牌是假的 所以就算你们的生命受到威胁 也没办法离开秘境 只能死在这里 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情 如今这秘境之中 已经有大半的人知道你们的玉牌是假的 所以你最好不要太嚣张 否则真的会死在这里 你说完了吗 孙坚毅说了一大堆废话 其实就是希望雪凡心能主动服软 毕竟他也不想得罪雪凡心这个人 如果能够用柔和的方式解决问题就好 要是不能的话 那么他只好用强硬的手段 总之那只活为虎他是要定了 可是他说了这么多 口都说干了 雪凡心依然无动于衷 根本没有妥协服软的意思 这让他很是气愤 雪凡心 你不要敬酒不识吃法酒 哼 那就让我尝一尝 你的法酒是什么味道 既然你不识抬举 那我也懒得再跟你废话 一起动手 好好教训这些黄班的垃圾 随着孙坚义的命令下达 他那些跟班全都动手 黄班的其他人也没闲着 打架全都一起上 孙坚义 你真当我们黄班好欺负是不是 你动手 让这些狗屁特技班的人 瞧瞧我们黄班的厉害 孙坚义这边带了十个人左右 而黄班全部加起来就只有五个人 对方的人数足足多了一倍 每个人的实力相差不大 这样一来 人数多的一方便占据了优势 不过 这是在雪凡心没有参战的情况下 孙坚义那些跟班全都是欺软怕硬之辈 专门挑软柿子捏 没人敢对雪凡心出手 所有人都朝火烈云、金正鸣、石波 还有水莫宁几人身上打 就连孙坚义也不例外 雪凡心一开始并没有插手 只是在一旁看着 即便看到自己的伙伴被打 他还是没有动手 如果哪里情况不对 他就指点两下 莫宁 你左边那个 先攻他下盘 再用水灵爵把他困住 水莫宁被两个人围攻 节节败退 身上挨了不少的拳头 听到雪凡心的话 立即照搬 攻击左边人的下盘 然后自己的灵力 凝聚出一个巨大的水球 将那个人困在水球之中 接下来 即使没有雪凡心的指点 他也知道该怎么打 跳跃而起 将那个被困在水球的人踹飞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依妃》 富黑九皇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三百一十五集 水莫宁将其中一人击败之后 单独的对付另外一个人不难 就算打不赢 也不会处于弱势 火烈云是除了雪凡心之外 王班几人之中实力最强的一个 作为火家的少主 无论是天赋还是实力 都能和特级班那些人比肩 所以即便是二打一 也不是他的对手 金正明的实力也不弱 但是在二打一的情况下 只能勉强应对 时波的攻击不高 不过防御却非常强 两个人打他半天 却没让他受一点的伤 跟脑痒痒没有什么区别 雪凡心还是第一次 仔细观察 王班那些伙伴的实力和特点 当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 立即给他们做出战斗方针 火力云 金正明 将你们的敌人引到石波那里 石波站在前面 挡住所有的攻击 你们两人站在后面 发动远程攻击 以最快的速度 将所有的人击败 听到雪凡心的话 我烈云和金正明 没有任何的犹豫和怀疑 立即按照他说的做 将自己的敌人引到石波那里 利用石波超强的防御力 抵抗所有的攻击 而他们则是站在石波的身后 对敌人发动远程攻击 一个个火球 一道道金箭 不断落在敌人身上 只是片刻的功夫 已经将他们打得七零八落 屁滚尿流 火力云和金正明 将自己对手击败之后 不用雪凡心提醒 他们就主动出击 去帮水莫宁联手 将最后一个敌人击败 这一战 黄班四人合力 击败了特级班 天班十人 这十人之中 包括孙坚毅 如此战绩 还是在雪凡心 没有出手的情况下 如果雪凡心出手的话 那些特级班 天班的人 只会更惨 孙坚毅被火烈云的火球 弄得浑身是烫伤 疼得厉害 但他依然无法接受 这样的结果 这不可能 你们这些黄班的垃圾 怎么可能打得过 我们特级班的精英 说 你们是不是用了什么妖术 既不如人就是既不如人 何必找那么多借口呢 特级班的精英 就你们这样的窝囊废 还精英呢 哼 我只能呵呵了 真不知道 风夕玉是什么眼光 居然受这么垃圾的人 进入特级班 简直就是侮辱了特级班 这三个字 雪凡心说的话 在秘境之外 全都能听得见 而刚刚那一站 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王班以四人之力 击败了特级班 天班的十个人 这样的事实 真的是啪啪打脸 尤其是打风夕玉的脸 此时不少人 都往风夕玉这边看过来 那奇异的目光中 带着讥讽之意 风夕玉觉得脸面尽失 对雪凡心的恨意 越来越强烈 眼中透着杀意 恨不得现在 就把雪凡心给杀了 现场众人 只是对风夕玉 投去异样的目光 没人说他什么 所以出歌 就阴嗖嗖的来了一句 西域公子 你那些特级班的弟子 似乎不怎么样啊 哼 黄班那四个人 只不过是靠着雪凡心的指点 才能取胜 论个人实力 他们远不如特级班的弟子 风夕玉争辩道 无论如何 都要给自己挽回一点面子 哈哈 以多欺少 你还好意思说 论个人实力 我只能 呵呵 你 哟哟哟哟 别生气嘛 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 来来来 咱们继续看 说不定特级班的窝囊费 还不值这些人呢 风夕玉气得怒火中烧 可又不能发火 只能忍着 为什么 她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雪凡心现在还不知道 秘境试炼全程放映的事情 如果她知道的话 肯定还会往死里说 不把风夕玉说的吐血绝不罢休 因为不知道 所以她一向都是随心而为 看着黄班那些伙伴们兴奋的欢呼 她自己也觉得开心 哈哈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居然打赢了特级班天班的精英 我们简直是太棒了 太厉害了 哈哈 小伙子 我们是不是很厉害啊 石波捂着圆滚滚的肚子大笑 那种胜利的喜悦 让她整个人觉得飘飘然的 忍不住抱着火烈云欢蹦 走开 你个死胖子 抱这么紧干什么 还有 不准叫老子小伙子 不然坐你屁股开花 火烈云正开石波的怀抱 满脸嫌弃的样子 但她却一点不生气 反而很喜欢这样的相处方式 她是火家的少主 从小到大 身边的人不是宠着她 就是对她阿谀奉承 基本没有真正的朋友 可是现在她觉得自己有朋友了 真正的朋友 哈哈 不抱就不抱 我去抱小金子去 石波太开心了 忍不住要跟身边的人 分享自己的快乐 火烈云不给抱 她就去抱金正明 金正明平时就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 说话做事都很认真 言行举止 规规矩矩 说她是个文雅如玉公子 也不为过 所以石波冲过来想要拥抱她的时候 她立即躲开 并出言阻止 两个大男人搂搂抱抱 成何体统 哎 都是男人嘛 抱一下有什么关系嘛 不然小莫妮给我抱抱 哎 死胖子 你差不多就得了啊 火烈云推了石波一把 显然不想让她去抱水莫妮 看着黄班那些人 只顾着自己开心 完全不管周边的其他人 孙建义火气更大了 可她又不敢轻易再动手 只能成一成口舌之快 你们这些黄班的垃圾 先别高兴太早 我们特级班的楚云寒 可是中州第一天才 你们这样侮辱我们特级班 就是在侮辱楚云寒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这些黄班的垃圾 在楚云寒面前 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你们给我走着瞧 孙建义把话放下之后 就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了 走的时候速度极快 没一会儿就不见人影 石波之前还挺乐的 可是听到楚云寒的名讳之后 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不见 换成一脸的忧愁 不仅是石波 其他人也跟着拉下脸来 雪凡心健壮 一会儿问道 你们怎么了 该不会真被楚云寒的名头 给吓到了吧 烦心啊 你有所不知 那个楚云寒可厉害了 是公认的中州第一天才 除了本身实力强大之外 他还有一只很厉害的契约兽 那是七尖魔兽冰霜巨狼 所以啊 同等修为的人与他对上 毫无胜算 单单是一只七尖魔兽 就够我们所有人喝几壶的了 石波说到楚云寒那只契约兽的时候 心中满是忌惮 七节魔兽 即便是圣境都不敌 他们所有人中 修为最高的只有玄陵境 连楚云寒的契约兽都打不过 更何况是楚云寒本人呢 雪凡心之前就听说过楚云寒这个人 不过因为没有任何交集 所以他从来没放在心上 虽然现在对楚云寒又多了几分了解 但他依然不会心生忌惮 不就是有只七阶冰霜巨狼七月兽嘛 瞧把你们吓的 再说了 那个楚云寒 要是真和那些特级班废物一样 早就来找我们的麻烦了 可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 似乎根本不管特级班那些破事 所以你们啊 不要自己吓自己 如果楚云寒真的找来 我给你们撑腰 一只七阶魔兽而已 他的小白猫还是灵兽呢 说起小白猫 他好久没把他们放出来溜达了 回头让他们出来好好溜达溜达才行 在灵兽空间里的小白猫和小白虎 察觉到雪凡心想起他们了 无比的兴奋 主人主人 你总算想起我们了 主人 什么时候有烤肉吃啊 听到灵兽空间里传出来的声音 雪凡心满满的愧疚和歉意 用心音跟他们交流 抱歉抱歉 最近事情有点多 所以没能顾到你们 等会休息的时候 我给你们弄烤肉吃 哦 太好了 终于有烤肉吃了 小白虎在地上翻滚卖萌 小白猫舔着爪子说道 主人 我要吃烤鱼 好好好 烤肉烤鱼都有 一会休息有空了 我就给你们弄 就在雪凡心和灵兽空间里的小白小喵交流的时候 意外突然发生 前方毫无预兆地卷来一股强大的进风 风过之处草木皆被连根拔起 不仅如此 那些走在前面的试炼弟子 几乎都被这股强大的风给吹了回来 身体在半空中转来转去 无数的尖叫声连绵不断 啊 救命啊 快点抓住我 我快要撑不住了 一群人被大风吹到半空中 不断往后飞 身体根本不受控制 有些人幸运地抓住了一个大树 才能勉强没被风吹走 但前提是他抱得紧大树才行 大风还没吹过来 雪凡心等人就被吹得几乎站不都站不稳 身上的衣服吹得飘飞起来 发出呼呼的声音 水莫宁体重较轻 抵抗力又弱 风还没吹到 他就已经抵抗不住 整个人被风吹了起来 眼看着就要被吹走了 雪凡心关键时刻将他拉住 并且大声喊道 石波 防御墙 石波本来只是靠自身的普通防御 抵抗强大的进风 听到雪凡心的话之后 立即施展土灵爵 在他们几个人的前方 弄出一堵高高的石墙来 挡住前面吹来的大风 但是风力实在是太大了 他的石墙抵抗不了多久 哪怕他一直往石墙上输入灵力 增强石墙的防御力 可是用处不大 凡心 这风太厉害了 我撑不住啊 大家一起帮忙 雪凡心施展木灵爵 召唤出许多藤条 将石波的石墙全部紧紧的缠住 然后把藤条往土下扎 扎得几身 靠土地的力量 稳住石墙 其他人也没闲着 用自己的力量加强防御抵抗强风 这时 桑若心正巧被吹到雪凡心等人的旁边 看到雪凡心那里有一堵石墙 于是不管不顾的冲过去 躲到石墙后面 雪凡心等人所有的力量都用在抵抗强风上 即便看到桑若心躲在他们的后面 他们也暂时不管 桑若心安全之后 歪心思就开始冒出来 看到雪凡心正在全力抵抗强风 根本无力管其他 忽然就生起了一种念头 如果这个时候趁机将雪凡心杀掉 桑若心起了趁机杀掉雪凡心的念头之后 不再多做犹豫 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拿出一把锋利的匕首 瞄准雪凡心准备往他身上刺下去 而此时此刻 在秘境之外 正通过镜花水月看着一幕的人 无不紧张起来 有的人是因为担心雪凡心才紧张 而有的人是因为担心 桑若心的刺杀失败而紧张 还有的人是在紧张 桑若心此举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不管是什么原因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看 想知道桑若心刺杀的结果会是什么 结果就是 雪凡心虽然正在全力抵抗抢风 但并不表示他完全不知道背后的情况 当桑若心往这边躲的时候 他就已经注意到这个人 只是他没那个闲工夫理会 然而他不理会 并不表示他没有防备 所以桑若心显露出杀意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 当桑若心拿着匕首想往他身上刺时 他毫不犹豫地转过身 掐住桑若心拿着匕首的手腕 一脚将人踹飞 哼 这么心思歹毒的人 你给我滚远一点 桑若心被雪凡心踹飞之后 立即被外面的抢风吹飞 整个人在半空中旋转 被风中的飞沙走势所伤 四肢仿佛都要被扯断了 不过桑若心的运气也是好 被风吹了一段距离之后 就卡在一棵大树上 虽然还被强风肆虐着 但起码不会被吹得乱飞 可是风力实在是太大 即便他卡在树上 受到风力肆虐的时候 宛如刀割一般 身上的衣服 已经承受不住这样强大的风力 时不时会听到开裂的声音 全身上下到处都被割伤 头饰早已被吹得不见踪影 凌乱的长发随意散落 现在的桑若心 看上去就像是鬼一样 好在此刻 没有人有闲功夫去理会桑若心 不然他现在的惨状 早就被人笑掉大牙了 在里面试炼的人没闲功夫 在外面看热闹的人却是闲得很 此时此刻 没有人同情桑若心 除了桑长老 纪元长老 还有风希玉之外 其他人都觉得 桑若心火该 不值得同情 特别是风希玉 再次感觉到 周围有不少异样的目光投过来 让他觉得更难受 仿佛再次被人打了几个耳光 初歌怎么可能 错过西洛风希玉的机会 哎 西玉公子 如此心狠手辣 心思歹毒之人 必定是世间的祸害 你要不要替天行道 除掉这个祸害啊 你 哎呦呦呦 别生气嘛 我只是把你曾经说过的话 重复说一次而已 瞧把你气得 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呀 初歌兄 你为何老是针对于我 风希玉咬牙切齿的质问 初歌挑衅反问 那你为什么老是针对凡心丫头呀 你 你什么你啊 你说凡心丫头心狠手辣 心思歹毒 可是你瞧瞧那个桑若心 简直更狠更毒啊 所以我奉劝你 以后不要随便说什么 灭除祸害替天行道 否则打脸的时候会很疼的呀 哎 瞧我 话又多了一点 实在对不住啊 咱们继续看 说不定后面会更加精彩 初歌时不时对风希玉的冷嘲热讽 周围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也听得明明白白 包括前来看热闹的弟子 对风希玉的印象逐渐发生改变 西玉公子似乎并不如传闻那种 温润如玉 风度翩翩 不过 还是有很多的人 对风希玉有盲目的崇拜 即便到了这种时候 他们依然爱慕 拥戴他们心目中的西玉公子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316集 不管秘境外面的人怎么争怎么吵 秘境里依然是到处强风 许多参加试炼的弟子被吹得飞来飞去 个别实力比较低 又没胆识毅力的人 被强风吹几次之后 果断捏碎自己的玉牌 退出秘境 这么强大的风再被吹几次 肯定会要人命的 所以为了性命着想 他们不得不退去秘境 那些捏碎玉牌 退出秘境的弟子 直接从秘境消失 然后出现在中央广场上 此时 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身上的衣物凌乱不堪 可是很快 他们就发现到了广场上的大屏幕 看到屏幕里的画面 顿时震惊不已 谁来告诉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秘境失恋的情况 会是全程放映 那岂不是说 他们在秘境里的所作所为 外面的人全都知道 此时大荧幕里的某个地方 正在放映着 桑若欣被卡在大树上的画面 他身上的衣服 基本已经变成布条 浑身上下全是伤痕 疼得哇哇大叫 那声音听着有点瘆人 与此同时 久悠圣地的某个豪华大殿之中 竹七叶正随意用手掐着法绝 之后便看向某位爷 无语地问道 小九 这样的惩罚可以了没有 要是再继续的话 那个姓桑的小女娃子 可就一命呜呼了呀 虽然他也想给那个桑若欣一点教训 谁让他想对小九的媳妇下手 可是教训过头的话 那可就不好了 新生秘境失恋一开始 就搞出人命 的确是不太好 不过无所谓 如果小九真的想让那个桑若欣一命呜呼 作为师兄 必定会如他所愿 就在竹七叶以为 叶九商要桑若欣死的时候 却听到他开口冷言道 可以了 这种小人物留给馨儿完就行 行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过我也挺想看看 那丫头教训人的样子 竹七叶不再去掐法绝 而在秘境之中 桑若欣真的无法再承受抢风的肆虐 本想拿出玉牌捏碎 谁知在他准备捏玉牌的时候 风力竟然减小了 这让他立即停止手中的动作 没有将玉牌捏碎 而是再看看情况 过了一小会儿 风力变得更小 已经没有什么杀伤力 桑若欣见死 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大口大口的喘气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 自己的处境非常的不好 整个人被死死的卡在大树上 无法动弹 根本下不去 更让他郁闷的是 他身上的衣物破烂不堪 已经是衣不避体 身上到处是伤疼得厉害 雪凡心 你这个贱人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绝对要你死无全是 要不是雪凡心将他踹飞 他也不会受这样的罪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怪雪凡心 雪凡心现在可没有工夫理会 卡在树上的桑若欣 虽然风停了 但他还是小心地待在石墙后面 直到确定风真的停了才出来 黄斑的众人看到雪凡心走出去 也慢慢地将防御撤下 紧接着一个个都泪瘫地坐在地上 刚才他们为了抵抗抢风 几乎把一身的灵力都耗尽了 这会儿真的是累得紧 哎 累死老子了 凡心 我刚刚好像看到桑若欣了 水莫宁回忆起刚才的事情 清楚地记得桑若欣往他们这边躲过来 可他当时只顾着抵抗抢风 没有注意到其他的事情 所以并不知道桑若欣后来怎么样了 水莫宁的话才说了一半 却听到桑若欣尖锐地叫海声 你们快点把我放下来 快点 桑若欣被卡的大树周围 还有不少被风吹到附近的试炼弟子 孙坚毅也在其中 只不过他现在是自身难保 连站都站不起来 更别说是去救人了 不只是孙坚毅 其他人的情况也是惨不忍睹 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不少人还受了伤 有的人伤势较为严重 他们一时半会儿 都没有办法把自己照顾好 又哪里顾得了 卡在树上的桑若欣呢 所以当桑若欣叫喊的时候 他们选择不予理会 因为没人理会 桑若欣的火气越来越大 说话越来越冲 我叫你们把我放下来 听到没有 你们再不把我放下来 回头我让你们全都吃不了兜着走 孙坚毅 你还不赶紧把我放下来 若欣小姐 你稍等一会儿 我这就把你救下来 孙坚毅虽然浑身疼得厉害 一条手臂的骨头都断了 但他还是努力地站起身来 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 将卡在树上的桑若欣给救下来 因为身负重伤 又体力不支的缘故 孙坚毅虽然把桑若欣给救了下来 但却没能让他好好地落地 害得他直接从树上摔下来 此事惹得桑若欣极度不爽 当场对孙坚毅开骂 你是窝囊废吗 救个人都救不好 还做什么男人呢 看到你这副孬肿的样子 我就觉得反胃 离我远点 若欣小姐 我 孙坚毅的伤势比桑若欣重得多 他已经用尽全力将桑若欣给救下来 实在是没力气接住他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只因为没有接住 却被桑若欣如此辱骂 这让他心里有些难受 在他的眼里 桑若欣一直是个温文柔雅 善解仁义 才华横溢的女子 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妻子人选 就因为如此 所以他才处处维护桑若欣 为此不惜跟雪凡欣对干 可就在刚才 他心里对自己的选择起了怀疑 桑若欣真的是他所认为的那样优秀吗 可能是因为在气头上 以及身上还有心里的各种凌乱 桑若欣根本不像平时那样 保持温婉柔雅的形象 而是露出本性 对倒在地上伤众无法动弹的孙坚毅置之不理 丝毫不感激他的出手相救 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拿出一件外衣披上 然后快速往雪凡欣等人所在的方向走去 强风过后 所有人都元气大伤 想必雪凡欣也不例外 他要趁机将雪凡欣除掉 就算无法除掉雪凡欣 也要先收点利息 否则他咽不下这口怒气 孙坚毅看到桑若欣走了 虽然他心里很乱 但对桑若欣的爱慕 不是一下子说没就没了的 所以哪怕伤势再重 他也用尽力气爬起来 跟着桑若欣走 桑若欣没有理会身后的孙坚毅 快速朝雪凡欣走去 此时他已经服下一颗负伤单 还拿出一件不凡的灵器 当靠近雪凡欣的时候 他二话不说 直接将灵器丢过去 这可是武叔给他的灵器 一件杀伤性极强的灵器 如此强大的灵器 就算不杀死雪凡欣 也能将他肿伤吧 就在桑若欣以为 能看到雪凡欣被灵器所伤的时候 却不料 雪凡欣等人或坐或躺的 在地上休息 尤其是石锅 最累的就是他 累得快要断气了 身上还有不少的伤 他们本以为 这个时候 其他人也是伤的伤 累的累 都是在疗伤或者休息 谁知道 桑若欣那个女人 却像疯子一样跑过来 一句话不说 就朝他们这边 丢来一件可怕的灵器 那灵器像是一张巨大的钉网 被钉网罩着的人 要是实力不够强 就会被束缚住 无法动弹 不能逃走 只能等着 被网上的钉子刺死 面对这种强大的灵器 就连火烈云也无法逃离 所以当他看到桑若欣丢来灵器时 惊慌大喊 不好 那是很强大的灵器 大家快跑 听到火烈云的喊声 大家是想跑的 却发现根本就跑不了 身体好像被什么力量给禁锢住了 无法动弹 我动不了了 我也动不了了 不要啊 石波眼看着巨网就要往他们身上砸来 立即开启防御抵挡 虽然他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的防御挡不了如此强大的灵器 但还是要试一试 就在众人以为会被落下的钉网刺死的时候 却听到咔嚓的一声 紧接着 巨大的钉网就被劈成了两半 正飞到旁边去 怎么会 桑若欣看到自己丢出去的灵器 竟然被劈成了两半 无比震惊 即便是亲眼所见 他也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 那可是灵器 而且不是一般的灵器 别说是他了 就连他的武书也未必能轻易劈成两半 可是现在 雪凡心手持雪幽剑 一剑就把桑若欣丢来的那个灵器劈成两半 然后怒视着桑若欣挥剑指向他 桑若欣 你三番五次对我下手 真以为我不敢逗你是不是 对于雪凡心的怒斥 桑若欣根本没有心思去理会 此刻想的全都是被劈成两半 半的灵器 气氛怒吼道 雪凡心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该毁了我的灵器 我不毁了他 难道要站着 等你的灵器杀死吗 桑若欣 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 既然你那么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送你去死 雪凡心对桑若欣的忍耐度 已经达到了极限 不管桑若欣背后有什么人撑腰 他已经下定决心 势必要除掉这个人 不过他很清楚 想要在秘境里杀掉桑若欣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桑若欣身上有玉牌 危急关头捏碎玉牌就可以离开了 所以与其让桑若欣离开秘境 到外面去蹦的逍遥 不如留着他在秘境里慢慢玩 杀一个人简单 死亡并不是可怕的事情 生不如死 那才叫报复的最高境界 雪凡心 你最好不要乱来 我外公可是中州之王 杀了我 整个中州都不会犯过你的 就算你是荒语之王的孙女又如何 一个刚刚坐上欲王之位的新王 能敌得过中州之王吗 桑若欣被雪凡心用剑指折的时候 心里无比的恐慌 他怕的不是雪凡心 而是雪凡心手中的剑 一把能够劈毁灵气的剑一定非常厉害 哪怕是站着不动 他都能感觉到那剑似的可怕 桑若欣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暂时不杀你 先砍你一条手臂 雪凡心挥剑而起 对准桑若欣的手臂砍下去 桑若欣情急之下 将正好来到他身边的孙坚义 拉过来当人肉盾牌 孙坚义才刚刚追过来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迷迷糊糊的就被桑若欣扯过去 当成了肉盾 紧接着 自己的一条手臂就被砍了 痛得他惨声大叫 桑若欣亲眼看到 孙坚义的手臂被砍飞 吓得不轻 心里万分庆幸 拿孙坚义来当挡箭牌 否则被砍断的 就是她的手臂 而且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 雪凡心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不会因为他是中周之王的外孙女 而有所忌惮 不行 此地不宜久留 要赶紧撤才行 桑若欣当机立断 将被砍断手臂的孙坚毅 往雪凡心那里丢去 趁机以最快的速度逃走 雪凡心做不到 像桑若欣那般朗星狗肺 心狠手辣 接住被扔来的孙坚毅 然后放开他 而这时桑若欣早已跑得不见踪影 孙坚毅还在承受着断臂的痛苦 但此时他已经知道清醒过来 知道自己前一刻到底遭遇了什么 心里遭受着极大的打击 很是失望 那是对桑若欣的失望 原来他一直爱慕的女人 竟然如此狠毒 什么温柔善良 落落大方 全都是假的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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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孙坚毅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身体上的痛苦比不上他心里的痛 又哭又笑地喊个不停 雪凡心本来对孙坚毅没有多大感觉 可是看到他备受打击 痛苦万分的样子 挺同情他的 还有点愧疚 毕竟孙坚毅的手臂是他砍断的 虽然孙坚毅一直跟他不对盘 但是他们之间也不过是一些小打小闹 恩怨不大 如今他把人家的手臂给砍了 确实有些过分 凡心 他是不是受到刺激太大 疯了 水莫宁看着断臂的孙坚毅 有点不懂他为什么又哭又笑 当心目中的女神人设崩塌的时候 或许会变成这个样子吧 这孙坚毅也是一个可怜人 痴痴地恋着桑若新 却被桑若新如此无情地对待 火烈云 你把孙坚毅的手臂给我捡过来 雪凡心说道 因为孙坚毅被砍飞的手臂 就在火烈云旁边 所以雪凡心才叫他拿过来 火烈云有些不解 拿他的断臂做什么呀 你该不会是想帮他接回去吧 这家伙刚刚还想打咱们 你理他做什么呀 虽然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但是他罪不至此 而且 我可不想让桑若新有借口 煽动别的人来找我的麻烦 孙坚毅多多少少有些来透 能够进五方学院 说明他的家族很重视他 万一桑若新 在断臂的事上打做文章 那我岂不是多了一个麻烦 如果我把孙坚毅的手臂接回去 说不定有麻烦的人 就是桑若新了 赶紧把手臂拿过来吧 拖得越久越难接回去 他承认 他在同情孙坚毅 也心软的想为孙坚毅治疗 不过 他更想看到 桑若新被孙坚毅嫌恶的样子 他倒是要看看 失去像孙坚毅这样的爱慕者 桑若新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九皇书》 作者 绿衣 眼波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三百一十七集 雪凡新接过火烈云拿来的断臂 然后开始为孙坚毅揭臂 以慕陵天柱的力量 强行地将手臂揭回去 再以金针之术 为他揭好断开的筋脉 完事之后 还拿出一颗天极的生骨丹 递到孙坚毅的面前 面无表情地说道 吃了吧 孙坚毅之前 一直处于痛苦和失望之中 迟迟无法醒悟过来 直到雪凡新过来给他揭闭 他才稍稍有点正常的反应 惊愣地看着他 眼中竟是不解和疑惑 但是他并没有说话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治疗的全过程 他都在傻愣着 最后看到雪凡新递来丹药 他才回过神来 而此时此刻 他的手臂已经揭好 你 他屡屡找雪凡新的麻烦 还对他大打出手 出言侮辱更是不少 为什么他还愿意救他 这是生骨丹 可以帮助你把断臂 更完美地揭好 再加上我之前的治疗 最多半天的时间 你的手臂就没事了 这世间 像你这么痴情的男人不多 看在物以稀为贵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地救你一次 但仅一次而已 如果日后 你还在桑若新手上吃亏 那我绝对是见死不救的 雪凡新将丹药塞给孙坚义 然后起身走人 并将自己的伙伴叫上 走了走了 凡新 这个时候 你要去哪里啊 水莫宁以后问道 雪凡新一边研究地图 一边说 大风刚过 趁着大部分的人 都在休息疗伤的时候 咱们火速前进 把前面的好东西 全都缩刮了 来个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我给你们的纳袋里 有回灵丹 你们赶紧拿出来一颗服用 先恢复一点灵力 这样才有力气拿好东西 一二三四五 走这条吧 赶紧跟上 我猎云 金正明 史波 还有水莫宁 此时正在看着雪凡新 给他们的纳袋 看到里面的各种灵丹妙药 顿时惊讶得傻眼了 但他们都知道 才不露白的道理 而且周围还有不少的人 所以哪怕再惊讶 再欢喜 他们也得忍着 只是悄悄拿出一颗回灵丹服下 然后把纳袋藏好 紧接着追上雪凡新的步伐 凡新 你简直是太好了 小凡新 以后我跟你混 死胖子 你能不能别老是在车祸面前 用小这个字呀 那我叫你大伙子 这样总行了吧 我劝你个死胖子 王班的一行人有说有笑 欢欢乐乐地离开 留下那些还在原地疗伤休息的人 孙坚义看着雪凡新离去的背影 心里极其复杂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痛苦难受了 桑若新在他脑海中的影子渐渐的模糊 以前的事情过去便是过去了 哪怕他再痛苦也无济于事 好在上天给了他一次机会 从现在开始 他不会再犯以前那样的错误 不会再吃恋哪个不值得的人 此时此刻 周围有不少人在看着孙坚义 确切地说 是在看着他手中的生骨丹 有个别人已经显露出贪婪之意 孙坚义当然知道这些人的意图 于是赶紧将手中的丹药塞到嘴里吃掉 与其留着让别人惦记 不如自己吃掉 这样他的手臂才能好得更快 手臂好了之后 他才能更好地闯过试炼秘境 雪凡心完全不管其他人的破事 按照地图朝下一个千灵草生长的地方走去 因为大风刚过 很多地方的植被都遭到了大肆破坏 只有少部分的植被能幸存 不过 很多好东西也被大风吹了出来 普通的灵药随处可见 和杂草断枝混在一起 还有个别较为珍贵的灵药也是依稀可见 这里灵药不少 你们快点帮我收集起来 雪凡心在一堆乱草之中 快速地剪出可用的灵药 暂时不做整理 直接往空间里丢 火猎云金正明石波 还有水墨宁几人也开始忙活起来 虽然他们对灵药不熟悉 但只是看了一遍雪凡心挑出来的灵药 他们就懂了 就算剪错了也没关系 反正回头再好好整理一遍就行 王斑的巫人一路走一路剪 不到半天的时间 他们已经剪了一大堆灵药 当然也有一大堆的杂草 可是唯独没有任务所需要的千灵草 繁星 怎么还是一棵千灵草都没有啊 按照地图所示 这里有千灵草生长才对啊 就算被风吹走了 可我们一路挑挑剪剪 也没发现有千灵草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不成 又被人踩光了 我觉得 应该是被风吹走了吧 千灵草只是普通的灵草 根系不怎么发达 刚才那样的风 肯定是抵挡不住的呀 如果是被风吹走的 为什么我们一路走来 都没有发现 也有可能 这里的千灵草 早在大风来之前 就已经被踩光了 就在黄斑的几个人 纠结千灵草的去向时 雪繁星却朝一堆杂草走去 慢慢地 将那里的杂草剥开 在里面 发现一只受伤的疾风雀 这只是一只幼年的疾风雀 体型 只有成年狗那般大小 因为翅膀受了伤 所以无法起飞 只能窝在杂草里躲避 当雪繁星靠近的时候 疾风雀立即对他 发出尖锐的警告声 释放出他的敌意 你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雪繁星试着 跟疾风雀沟通 但效果似乎并不大 这只疾风雀 受到太大的惊吓 已经是草木皆兵 所以他根本没发现 雪繁星身上 拥有受之信仰 或许是因为品质 比较低的缘故 又或许是雪繁星身上的 受之信仰太小 他无法察觉 疾风雀的敌意太强 不断发出警告和反抗 所以雪繁星就没再靠近过去 而是隔着一段距离 施展治疗术给他疗伤 一团温和的绿光照下 疾风雀能够感觉到 翅膀上的伤在逐渐好转 不到半刻钟的时间 他就能够扑动翅膀 飞向天际快速逃离 放心 那只疾风雀没点表示 就这么走了 火烈云看着飞远的疾风雀 总觉得不爽 虽然人类和魔兽势不两立 但是好歹人家救了你 你起码有点表示吧 像之前那只活为虎 人家可是有表示的 而这只疾风雀 完全没有感激的意思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魔兽也不例外 而且很多魔兽的灵质 是非常低的 所以你们不能对它们要求太高 雪凡心对于疾风雀 毫无表示便离开的事 没有任何感觉 在他看来 这是很合情合理的事情 没有灵质 或者灵质低下的魔兽 根本不懂得思考 形式全凭喜好 走吧 我们继续在附近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千灵草 我想这里大概是不会有千灵草的 疾风雀喜欢吃千灵草 这里的千灵草 大概都被那只疾风雀给吃了吧 金正明严肃认真地说道 雪凡心这才知道 疾风雀喜欢吃千灵草 正想说到什么 可就在这时 前方传来巨大的动静 紧接着 一只庞然大雾 朝他们快速奔跑而来 一只七街魔兽风刃豹 朝雪凡心那边跑过去 可能是因为跑得太快 造成很大的动静 就连地面都震动了 看到是七街魔兽 除了雪凡心之外 黄斑的一干人等 都吓得花容失色 惊恐不已 不好 那是七街魔兽 风刃豹 大家快跑 跑得了吗 跑不了也得跑 凡心 你愣着干什么 赶紧跑啊 黄斑的几个人 已经开跑 看到雪凡心不跑 不得不停下脚步 水莫宁索性拉着雪凡心 一起跑 可是雪凡心不愿走 她怎么拉都没用 凡心 你怎么了 这可是七街魔兽 实力看比圣境 不是我们能应付得了的 水莫宁好想把雪凡心拉走 可即便她现在加大力度也没用了 因为那只七街魔兽已经来到她面前 不过接下来的画面和她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那只体型比人大几倍的风刃豹 跑到雪凡心面前的时候立即停下 对她发出奇怪的声音 眼中没有任何的恶意 身上也没有任何的狂暴气息 有的只是着急和害怕 雪凡心虽然听不懂风刃豹在说什么 但却能够猜得出来 也能够感觉到她的求救 不错 这只巨大的风刃豹在向她求救 七街魔兽的灵智已经很高 它们至少有十岁孩童一般的智商 有的智商更高 这种高灵智的魔兽在战斗的时候 偶尔会使用一些战术 就比如这只风刃豹 此时就是因为遇到强敌 才跑来向雪凡心求救 而且她早就已经发现 雪凡心身上拥有兽之信仰 虽然求救并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但这是她唯一活命的机会 就在风刃豹跑到雪凡心面前求救的时候 后面又来一只巨大的魔兽 同样是七街魔兽 但是这只七街魔兽不同 她身上穿有特制的盔甲 看着很是威武霸气 那是楚音涵的七月兽冰霜巨狼 繁星你快点让开 冰霜巨狼冲过来了 很显然冰霜巨狼是追着风刃豹而来 在此之前这两只魔兽已经打过一架 风刃豹不敌负伤而逃 但冰霜巨狼的穷追不舍将她逼到绝路之上 无奈之下她只好向雪凡心求救 其实风刃豹对雪凡心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虽然这个人类拥有兽之信仰 可实力太弱了根本没有能力救她 所以眼下唯有靠自己了 就在风刃豹做好迎战冰霜巨狼的时候 雪凡心突然跳跃而起 站到风刃豹的头顶上 施展天灵蝶舞召唤出千千万万的灵蝶 挡住冰霜巨狼的一击 然后用藤条将她的刺肢束缚住 可就在这时 一杆银色的长枪从前方飞来 将灵蝶护盾击散 长枪击散灵蝶护盾之后 攻势力还有一半 继续往前飞射 直朝雪凡心刺去 雪凡心立即召唤出雪优剑 以剑身抵挡住长枪的枪头 再以巧劲将长枪反弹回去 这时一道白色的身影从旁边闪来 接住反弹回来的长枪 然后站在冰霜巨狼的头顶上 与雪凡心处于一个高度对视 两只七肩魔兽 一只锋刃豹 一只冰霜巨狼 他们的头顶上分别站着一个人 一人手持长枪 一人手持长剑 就这么对峙着 虽然两人的修为相差很大 但他们的气势却是旗鼓相当 王斑的几个人 看到这一幕全都傻眼了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他们觉得 此时此刻的雪凡心非常的霸气 怪如女王一般 而另一边 站在冰霜巨狼头顶上的人 气势同样强大 像是战神降临 气势如虹 霸者与霸者对阵的时候 那场面就是不同 此时远在秘境之外的人 看到这一幕都非常的震惊 他们实在无法想象 一个只有玄王静的小丫头 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气势 凤仙瑶同样看到了这一幕 不知道为什么 她竟生出一种奇怪的想法 觉得自己不如雪凡心 如果换作是她 与楚云涵对阵 恐怕 也没有那么强的气势 这不可能 她是凤星 无论是修为还是实力 都远在雪凡心之上 怎么可能不如雪凡心呢 这一定是错觉 秘境之中 雪凡心依然手持长剑 与人对阵 虽然没有开打 但是气势 却已经交战几个回合了 王斑的几人越来越紧张 很担心雪凡心 眼看着局势有些不对 纷纷出言劝阻 那个楚公子 咱们有话好好说吗 不必这样大动干戈 对不对啊 都是学院的弟子 没什么深受大恨的 何必动刀动枪呢 史波小心翼翼地出来调解 可看样子 他的调解 似乎没有任何的作用 站在魔兽头顶上的两个人 依然无动于衷 楚云涵 是男人的话 就不要随便欺负女人 火烈云壮着胆子出来说话 哪怕知道 自己打不过楚云涵 也不会做个缩头乌龟 金正明和水莫宁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他们并没有往后退 站出来 与雪凡心一起 用实际行动来说明 他们的选择 楚云涵根本就没有 把黄斑其他人放在眼里 连看都不看一眼 他的眼中 自始至终 就只有雪凡心 对于这个传言中 嚣张跋扈 心狠手辣 目中无人的小女子 从此时此刻起 他开始有点兴趣了 可在这之前 不管雪凡心有多大名头 不管他做出什么 惊天地的举动 他都不感兴趣 可就是在刚才 当雪凡心 接下他那一枪的时候 还有此时站在 七阶魔兽头顶上 与他对阵 这一切的一切 都挑起了他的兴趣 他很想知道 一个只有玄王静的小女子 为什么能够 接下他那一枪 为什么能够让一只 没有炫化过的 七阶魔兽 甘愿为他所用 为什么他的气势 能够这般强大 这样的事情 即便是身为 凤星的凤仙瑶 也做不到 所以他真的很好奇 很想知道 雪凡心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这只七阶魔兽 丰刃爆 是我此次试炼的任务 只要你将它 让出来 我便不为难于你 楚云寒 终于开口说话了 虽然语气很冷 态度也很冷 但是他并没有 任何的恶意 也没有敌意 只是在说一件事情 罢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三百一十八集 楚云寒已经开口说出 他的目的和条件 因为没有恶意 也没有敌意 雪凡心的态度 自然不会太差 想了想 这才说到 你击杀这只锋刃爆 无非就是想要他的金盒 完成试炼任务 不如这样 我用一颗七阶魔兽的金盒 交换这只锋刃爆 如何 楚云寒想不到 雪凡心会做出这样的回应 那种不卑不亢 不骄不躁 有理有貌 落落大方的言行举止 着实让人觉得舒服 不过 雪姑娘恐怕不太清楚 锋刃爆的具体价值吧 除了她那颗金盒之外 她的瘦皮 瘦血 瘦骨 乃至她的牙齿 全都是价值不菲之物 一颗七千魔兽的金盒 无法等之于整支锋刃爆 而且还是活着的锋刃爆 楚云寒说的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雪凡心依然以礼相待 按照一个礼字处理事情 楚公子言之有理 要不这样吧 一颗七千魔兽的金盒 外加一颗天极的负商丹 不知楚公子可愿意交换 这样的交换条件 的确让楚云寒心动了 但她因此更为欣赏雪凡心这个人 因为欣赏 所以想要更一步了解她 一颗七千魔兽的金盒 加一颗天极的负商丹 这笔买卖的确是划算 但我还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只要你能再接我一招 这笔买卖我就同你做 好 那就请楚公子出招吧 楚云寒没有再废话 手中的长枪蓄意待发 然后跳跃而起 一枪朝雪凡心次举 雪凡心一个翻身 跳到楚云寒的背后 横剑一扫 十数道剑气 全部往楚云寒身上飞去 楚云寒一个转身 同样是长枪一扫 以枪式对抗雪凡心的剑气 两股力量在半空中发生碰撞 发生强烈的爆破 把周围的人都震得后退数步 而对战的两个人 却是一点事都没有 分别跳回自己的魔兽头顶之上 回到最初的状态 至此 一招已经结束 虽然没能一招击败雪凡心 但是楚云寒没有丝毫的怒意 而且这一战 让他打得无比痛快 恨不得再跟雪凡心 大战几百个回合 不过 我猎云刚才说的对 男人的确不应该随便欺负女人 更何况 他的修为比雪凡心高太多了 再打下去 可就丢了男人的脸了 雪姑娘的本事 还真是不小啊 凭这玄妄境的修为 就能接着我的两招 佩服 佩服 楚公子过奖了 只不过是侥幸而已 这是七间魔兽的金盒 和天际负商丹 请楚公子说好 雪凡心拿出一颗七间魔兽的金盒 还有一颗负商丹 直接丢给楚云寒 楚云寒接住雪凡心丢来的东西 看到那颗天际的负商丹时 眼中闪过一抹惊喜 天际的丹药 那是极其珍贵之物 就连他们楚家 也仅能拿出几颗而已 其实这笔买卖 他赚大了 雪姑娘 为了这么一只魔兽 付出一颗天际弹药 你真舍得 雪凡心从缝纫豹的头顶上 跳下来 摸着他的脑袋说道 没有舍不舍得 只有愿不愿意 我愿意 所以我舍得 说得好 那么后会有期了 楚云寒坐到自己的魔兽上 再多看雪凡心几眼 然后骑着魔兽离开了 此时没人发现 水莫宁看着楚云寒的目光 异常激动 一颗心跳动得厉害 他知道 自己心动了 但他也知道 自己配不上楚云寒 所以他们两人之间 注定是没有任何的结果 楚云寒一走 王班的几人 才彻底松口气 不过回想起刚才那一战 他们尤为激动 明明不是他们的战斗 但他们却觉得 那是他们的战斗 雪凡心这一仗 打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他们一个个都兴奋地欢呼起来 凡心 你简直太厉害了 居然能跟楚云寒过招 而且还不落下风 好厉害呀 凡心啊 你刚才的样子 实在是太帅 太酷了 尤其是站在七剑魔兽头顶上 和楚云寒对阵的时候 好威风啊 凡心 那只七剑魔兽 水莫宁看着旁边的风刃豹 即便风刃豹坐在地上不动 他还是很害怕 七剑魔兽的实力很强 恐怕一口气 就能把他们全都吹飞了 他能不怕吗 金正明此刻 正认真地看着雪范新 似乎在想些什么 陷入了沉思之中 一般的情况之下 魔兽见到人类 是不会有任何善意的 往往是直接开打 结果不是你亡 就是我活 可是这只锋刃豹 主动跑来向雪范新求救 自始至终 对雪范新 都没有任何的恶意 他怎么知道 雪范新就能够救他 他为什么会相信 一个人类会救他 看来雪范新的秘密 还真是不少 但不管雪范新有什么秘密 他都是他的朋友 你们别害怕 他不会伤害你们的 雪范新抚摸着 风刃豹的脑袋 发现他身上有不少的伤 于是给他做个 简单的治疗 好了 你的伤已经没有大碍 赶紧回去吧 这段时间外面很危险 所以不要随便出来 知不知道 风刃豹听得懂雪范新的话 虽然舍不得离开 但他知道外面很危险 所以再舍不得也要离开 走的时候三步一回头 眼中竟是对雪范新的不舍 直到走远了 才跳入密林的树丛中 快速离去 看到雪范新 就这样让风刃豹给走了 其他人各种郁闷 范新 那可是七阶魔兽啊 你救了他 他好像也挺喜欢你的 为什么不趁机将他给弃冤了 你瞧瞧那个楚音涵 有一只七阶魔兽的弃冤兽 战斗力起码提升一倍啊 范新 你一路走来 不断地救治魔兽 那怎么弄五阶以上的魔兽金河呢 就算你再不想杀魔兽 可是也得想办法弄到金河 不然怎么完成试炼任务呢 证明说得对 范新 你不能这样了 否则没有办法完成试炼任务 不就是魔兽金河吗 这种东西啊 我多的是 一人给你们两颗 雪范新拿出七八颗 五阶六阶的魔兽金河 随意分发出去 这些魔兽金河 是当初在藏月岭的时候 那里的魔兽给他的 而且数量还不少 至于契约 他从来就没想过 范新 你哪来这么多的金河呀 五阶以上的魔兽 虽然不少 但也不是随手可见的呀 除非是一些 非常危险的魔兽领域之地 你们别管这些金河 是哪里来的 尽管拿着便是了 有了这些金河 你们就不用再担心 失联任务了吧 不过眼下最为重要的 是找到千灵草 我看看哪里还有千灵草 雪范新拿出地图研究 然后按照地图所示而行 只要拿到千灵草 待在秘境里 待到五天以上 他们的任务 就算是完成了 不过 他的目标 不仅仅是要完成试炼任务 而是要闯过试炼秘境 获得里面的传承之力 雪范新按照地图上走 来到一个 生长有千灵草的地方 巧的是 刚好有一群试炼弟子 在这里采千灵草 这个地方的千灵草 树木可观 少说也有上百株 而来到这里采摘千灵草的人 不过二十人 千灵草的供应 完全足够 可是正在采摘千灵草的某些人 看到雪范新等人到来 立即加快速度 将剩下的千灵草 全都摘了 要是来不及采摘 就出手毁掉 他们宁可毁掉 也不让雪范新等人摘到千灵草 火猎云来到现场之后 看到还有不少的千灵草 特别的兴奋 正当他准备去采摘的时候 却发现 有不少人正在恶意采摘 并破坏千灵草 有几个人直接施展灵树 将一片千灵草回去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石波的速度很快 又是修炼土灵学的人 所以当他看到 有人恶意采摘 并破坏千灵草的时候 立即施展土灵爵 将一块生长有千灵草的土地 直接堆高起来 可即便是这样 那块土地上的千灵草 依然受到了破坏 只有两株是完好的 繁星 就得两株而已 没事 我有办法 得到足够的千灵草 雪繁星自始至终 都没有任何行动 站在一旁 冷眼看着那些人采摘 和破坏千灵草 尤其是盯着其中某一个人 那人是特级班的女弟子 名叫傅采纳 是傅天白的妹妹 因为之前 傅天白去找雪繁星 要天际富商丹没得到 所以傅采纳 对雪繁星有着怨念 虽然他不敢像桑若新 林薇薇那样 直接去找雪繁星的麻烦 但在某些小事情上 他还是可以让雪繁星不愉快的 水莫宁认出了傅采纳 发现雪繁星 一直都在盯着他看 于是说道 繁星 她是特级班的傅采纳 对了 她的哥哥是傅天白 就是之前 来找你要天际富商丹的人 可能是因为 傅天白没有从你这里 拿到富商丹的缘故 所以 傅采纳对你有一些怨念 你要小心一些 哼 你觉得 我会怕这种小人物吗 雪繁星不屑道 刚才不知道傅采纳是谁 现在知道了 更不会手下留情了 傅采纳感觉到 雪繁星身上传来的不善气息 心里有些紧张 所以不敢跟雪繁星对视 于是和身边的人说道 千灵草已经采到 我们走吧 那些和傅采纳一起的人 也有些惧怕雪繁星 所以傅采纳说走 他们就立即跟着走 雪繁星往前一站 堵住去路 霸气地说道 想走可以 留下石株千灵草 你们就可以走了 凭什么 千灵草是我们自己采的 凭什么给你石株啊 傅采纳出言反驳 哼 就凭我的拳头 比你硬 雪繁星 你难道想明抢 对啊 而且专门抢你的 我要是不给呢 那我的拳头 就打到你给为止 我是特级班的弟子 你要是敢打我 啊 还没等傅采纳把话说完 雪繁星已经动手 直接对他拳打脚踢 虽然没有动用灵力 可是那一拳一脚 落在人身上 还是挺疼的 周围的人 看见傅采纳 被打得那么惨 看着都觉得害怕 而秘境之外 傅天白 看到自己的妹妹被打 心里很是气恼 那个该死的雪繁星 未免也太嚣张了吧 他凭什么这样打他的妹妹 雪繁星可不管 别人怎么看待 他殴打傅采纳的行为 打勾之后 就问一句 拿不拿出石株千灵草 傅采纳被打怕了 旁边的人又不敢帮忙 所以不得不拿出石株千灵草 递给雪繁星 给你 都给你 求求你别打了 就你这点胆量和本事 也感觉某些人针对我 我该说你蠢 还是该说你自不量力呢 我又不认识傅天白 他来找我要丹药 我就该给他吗 你去问问看 天极的丹药 谁会随便给 不要说什么 徐兰讨药我就给 傅天白讨药 为什么不给 在你们问这种白痴的问题之前 请你们先弄清楚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给傅天白丹药 整个五方学院的人都知道 我心狠手辣 心如蛇蝎 嚣张跋扬 目中无人 可不是那种温柔善良 宽容大度 或绰大方的人 不给你哥哥丹药 难道不是正常的事吗 我现在非常庆幸 徐兰师姐那颗丹药 被人抢走了 否则让傅天白 那个人渣服用 那样会让我更郁闷 傅采纳本来 还有很多理直气壮的话 可是他什么都还没说 就被雪凡心 噼里啪啦地痛斥了一顿 那些话将他赌得无言以对 天急丹药 那是无比珍贵之物 即便是世家大族 也难以弄到 傅天白随意向雪凡心讨药 这本来就是无理的要求 讨药丹药无果 却怀恨在心 更是不该 之前跟着傅采纳一起的人 都知道 他是因为丹药的缘故 才对雪凡心有怨念 可是此时此刻 他们却不这样想了 门心自问 如果他们拥有天急丹药 傅天白来讨药的话 他们到底给不给 答案肯定是不给的 一对不知所谓的兄妹 以后想要找我的麻烦 最好聪明点 否则我的拳头 可不是吃素的 雪凡心不再废话 起身往前走去 不知所谓 我猎云走过来 嗤之以鼻地说了一句 才走人 不知所谓 时波也来一句 金正明和水莫宁 倒是没说什么 但是眼中 对傅采纳的鄙视和轻蔑 却是非常明显 傅采纳被雪凡心痛打一顿 脸肿得跟猪头似的 即便心中再怨再恨 他也不敢有太多的想法 因为他很清楚 他是斗不过雪凡心的 本来他想仗着自己这边人比较多 而且他又没有直接针对雪凡心 认为雪凡心不会把他怎么样 谁知道 采纳 不是我说你 你明知道那个雪凡心不好惹 干嘛还要找他的麻烦啊 我知道 你是因为你哥哥讨要丹药无果的事情而气恼 可这事你真的没有理由怪人家 严吉的丹药何其珍贵啊 就算是亲兄弟也都舍不得拿出来 更何况是与你们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呢 在傅采纳身边的一个女子有些气恼说道 虽然傅采纳被痛打了一顿 但她觉得并不可怜 其他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看着傅采纳的目光有些不太一样了 对于傅采纳这边的事情 雪凡心全然不知道 也没有兴趣 此时继续一路挑挑拣拣 把那些混在杂草堆里的灵药全都弄出来 火烈云等四人 现在已经了解不少的灵药 一眼就能看出什么是杂草 什么是灵药 所以挑拣的速度很快 没过一会儿 就得了一大箩筐 搬过来给雪凡心收好 一整天的时间 黄斑五人都在挑拣灵药 一路上没遇到什么人 也没有什么危险 所以他们逍遥不已 秘境里没有夜幕 大家累了就随便找地方休息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伊菲,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三百一十九集 雪凡心等人找了个合适的地方休息 吃吃喝喝一番 一群人吃饱喝足之后 就坐在铺着竹席的地上 享受着温柔的和风 很是惬意 当其他人都在舒服享受的时候 雪凡心却在烤肉 而且烤得还不少 两个烤架同时进行 上面一块又一块的烤肉 慢慢变成色香味俱全的烤肉 闻着让人食指大动 食波早就围在烤架旁边 那副馋样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繁心 这烤肉什么时候能吃啊 咱们才刚刚吃饱 你弄出这么多的烤肉 能吃得完吗 不过你别担心啊 胖子我绝对还是能吃得下的 这烤肉 可不是给你们吃的 雪凡心认真弄烤肉 还悄悄在上面 抹了一层神灵水 那你弄这么多的烤肉 不是给我们吃 那给谁吃啊 给我的小宝贝们吃 你的小宝贝们 谁啊 不仅是时波好奇 火烈云金正鸣 还有水莫宁也好奇 纷纷朝雪凡心这边看过来 雪凡心看着烤架上的烤肉 差不多熟了 于是将小白虎和小白猫召唤出来 两只小东西一出来 立即惊呆众人 烤心啊 你什么时候养着一条狗 一只猫在身边呢 好可爱的小狗和小猫呀 烤心 你带它们进入秘境 它们平时藏哪呢 这真的是狗和猫吗 金正鸣表示怀疑 什么猫狗啊 这是我的契约兽 这只是玄京白虎 这只是九命天猫 雪凡心向大家介绍他的契约兽 得知这两个小家伙 是玄京白虎和九命天猫时 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气 稍微对魔兽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玄京白虎和九命天猫 可不是普通的魔兽 而是灵兽 它们的灵质天生就比魔兽高 同等阶级的灵兽 比魔兽强几十倍 这两个小不点会是玄京白虎和九命天猫 火猎云左看右看 都不觉得眼前这两个小东西有什么特别的 明明就是普通的猫和狗 小白虎和小白猫对火猎云翻了个白眼 懒得理他 津津有味地吃着盘子里的烤肉 不到半克中的功夫 整盘烤肉就都被它们给吃完了 等主人往盘子里重新放烤肉的时候 它们又继续地吃 主人烤的肉就是美味 好繁星啊 这烤肉也给我来点呗 石波对玄京白虎和九命天猫的兴趣不大 看了几眼就不看了 所有的注意力全都放在烤肉上 那么香的烤肉 它也很想吃的 那这个给你吧 雪繁星将一串烤肉拿给石波 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来讨要 结果自然是非常美好的 大家都吃起了美味的烤肉 繁星 你烤肉的手艺真好呀 这烤肉的味道真是绝了呀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烤肉啊 火猎云边吃边赞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吃下烤肉之后 他感觉体内多了一股奇妙的力量 那股力量正充斥着他的丹田筋脉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突破晋升 不只是火猎云 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觉 然而 就在他们疑惑想要询问的时候 小白猫和小白虎突然竖起耳朵和毛发 对着某个方向 发出警惕之声 小白 小喵 你们怎么了 雪凡心问道 主人 有一只强大的家伙 正朝这边来了 从七夕来看 那应该是圣手 主人 那家伙的速度好快呀 来了 来了 还没等雪凡心反应过来 一只庞然大雾 突然从旁边跳出来 一出现就大肆发动攻击 而且还专门瞄准雪凡心打 那是一只体型超级大的西角兽 从旁边冲出来 就对雪凡心五人展开强烈的攻击 那四个笔人还粗壮一倍不止的四肢 不断地朝雪凡心踩踏或者攻击 那么大的一条腿 真要是被踩到 肯定会被踩成肉渣的 这只西角兽是一只妥妥的圣手 实力堪比递竟 他随随便便一跺跺脚 就能把火烈云 金正鸣石波 还有水墨宁四人震飞 而此时此刻 这四个人已经飞到不远处 每个人身上的伤势都不轻 一时半会儿根本起不来 雪凡心倒是没被震飞 但是面对西角兽的攻击 他躲得非常吃力 好几次差点就被伤到 好在他身手敏捷 而西角兽的灵活度不高 不然他早就吃大亏了 圣兽的确是很强 以他目前的实力 真的很难应付得了 所以这一战唯有秩序 西角兽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很高 他承受不了西角兽的一击 也破不开西角兽的防御 现在唯一可以利用的 就是西角兽灵活度不高这个弱点 雪凡心在躲避西角兽的攻击时 一直都在想办法应付 很快他便发现 西角兽的头部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地方 于是一个巧妙的翻身 跳到西角兽的头顶 而那柄半神器的匕首 立即出现在他的手中 毫不犹豫地将匕首往西角兽的头部刺去 不管西角兽的防御有多强 半神器的匕首都能对他造成不小的伤害 只听到西角兽一声痛叫 不断地摇晃疼痛不已的头部 想把头上的人给甩下来 雪凡心岂会如西角兽所愿 死死地抓住西角兽的头脚 再用匕首往他头上刺 这一次的疼痛 让西角兽变得疯狂了 用力一甩 将雪凡心从他头上给甩下来 然后仰天怒吼 发出无比震怒的叫喊声 似乎在召唤着什么 随着西角兽的喊声传出去 附近的魔兽听到召唤 纷纷跑来 听从西角兽的命令 将雪凡心团团围住 雪凡心刚才被西角兽甩下来的时候 因为冲击力太大 他根本抵抗不了 所以被摔得在地上滚了几圈 身上有不少的擦伤 就连他那张漂亮的脸也被伤到了 可他现在根本没有心思管这些 西角兽召唤而来的魔兽 将他团团包围 全都虎视眈眈的看着他 随时都有可能扑上来 对他展开撕咬 那么多的魔兽 少说也有上百只 品阶都不算低 五六阶比比阶式 七阶八阶的也有 这样的魔兽大军 他真的应付不来 凡心你要小心一些 圣兽有号召魔兽的能力 这些魔兽都是他号召来的 听从他的指令 金正明一条手臂已经摔断了 但看到雪凡心被魔兽群包围 哪怕再怎么样 也要给他一些帮助 试炼秘境里怎么会有圣兽 我从来没听说过 五方学院的试炼秘境 有圣兽的 火烈云对西角兽的出现 有着诸多的怀疑 不只是火烈云 其他人也在怀疑 但是秘境外面的人 通过月花水镜 却是看得一清二楚 他们清楚地看到 那只西角兽 是桑若新放出来的 新生参加秘境试炼 并没有规定 不能带契约兽 或者驯化的魔兽进入 只要你有那个能力 想带什么进入都行 所以桑若新放出西角兽 并不算违规 只不过 他让西角兽 对付学院的弟子 这种行为 让人及时不满 薛凡新现在还不知道 西角兽的来历 面对眼前的困局 他真的有些力不从心 因为对手的实力太强大了 如果他只是一个人还好 再不计 他就往逆龄天伦的空间里躲 或者施展传送术 溜之大吉 可他现在不是一个人 如果他跑了 那些魔兽 势必会对其他人动手 偏偏 他们没有预牌 无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离开秘境 既然你们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薛凡新怒了 彻彻底底的怒了 身上的怒意和杀意 无比强烈 手中的血忧剑 已经准备好 剑势剑意很强 小白虎和小白喵 之前一直都躲着 因为他们暂时帮不上忙 可是当他们感觉到 薛凡新那强烈的怒意和杀意的时候 与主人有着契约关系的他们 很清楚主人此时在想什么 于是变身准备战斗 小白虎瞬间变成一只 比人大两倍的玄青白虎 锋利的爪子 牙齿全都显露出来 小白猫变成超级大猫 眼睛的颜色都变了 两只变身的小家伙 跳到薛凡新左右两边 与他并肩作战 薛凡新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随意乱杀魔兽 甚至会好心地救他们 但如果魔兽对他动手 那么他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小白小喵好好裹杀 回头把他们的肉给你们烤吃 薛凡新用剑指着包围他的魔兽 眼中没有任何的侧眼之心 唯有杀意 那些包围薛凡新的魔兽 其实挺害怕的 因为薛凡新的气势太强了 可是圣兽下达的命令 他们不得不听 所以唯有战斗 小白虎和小白猫战意极强 薛凡新的话刚说完 他们就对靠近过来的魔兽 展开攻击 虽然他们还年幼 修为不算太高 但他们是零兽 哪怕他们只是右手 对付五阶六阶的魔兽 还是绰绰有余的 而上了七阶的魔兽 就不是他们能够应付的 薛凡新知道 小白虎和小白猫的实力 所以他将注意力 全都放在七阶以上的魔兽身上 手中的血忧剑 万花出十几道分剑 全力攻击那些七阶以上的魔兽 但他一个人的实力有限 根本应付不了那么多的魔兽 即便他下了毒 但毒性发作还有一段时间 而这段时间之内 他的处境非常危险 随时都有可能 被这些魔兽围攻击伤 更何况还有一只圣兽在旁边盯着 这样的困局很难破 算了 实在不行的话 他就向阿九求助 以阿九的能耐 哪怕这里是秘境 也能够帮到他 虽然打算在紧要时刻 向夜九商求救 但雪凡新现在 还是全力战斗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想求救 然而 就在他节节败退的时候 周围又冒出了许多魔兽 树木比之前那一批海多 起码有三百只 天哪 怎么又来这么多的魔兽 怎么办 繁星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不对不对 你们看那些魔兽 他们好像是来帮繁星的 后面赶来的那些魔兽 加入战局之中 并没有对雪凡新展开攻击 而是对那些 想要对付雪凡新的魔兽下手 三两联手 很快就将一只魔兽给灭了 然后继续打 于是现在的局面便是 魔兽打群架 雪凡新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是他看得出来 后面来的那一批魔兽 是来帮他的 他在那些魔兽群里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之前被他救下的锋刃豹 除了锋刃豹之外 还有活为虎 他们带着他们种族 以及盟友前来相助 将那些围攻雪凡新的魔兽 打得落花流水 别说黄斑那四个人 都惊讶得傻愣了 就连雪凡新也呆呆的 到现在还没完全搞清楚状况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些围攻他的魔兽 已经被灭掉一大半 剩下的也被压制得死死的 看这情势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全部灭掉 魔兽干架 可不像人类那样会点到为止 他们骨子里都是好斗分子 要打就往死里打 然后将对方当成食物吃掉 所以这一战打得异常激烈 满地都是魔兽的尸体 到处都是魔兽的鲜血 在一旁的西角兽 发现情况不对 不断地释放出圣兽的威压 力声怒吼 警告那些与他作对的魔兽 可是不管他怎么吼 怎么警告都没用 后来的那一批魔兽 根本不理他 气得他只好亲自动手 圣兽在魔兽中 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一只圣兽 能敌得过千千万万的魔兽 所以当西角兽冲过来 想要开打的时候 其他的魔兽 立即忌惮地退开 不敢与他较量 雪凡心知道圣兽威压的厉害 所以跳到西角兽的前面 打算亲自来对付他 可谁知他还没动手 又一到圣兽的威压传来 直接把西角兽的威压给震住了 西角兽感觉到有墙底靠近 对着威压传来的方向 发出愤怒的吼叫之声 这时一只身上散发着白光的巨大锋刃豹 从旁边跳了出来 与西角兽对上 也发出吼叫之声 我的个天哪 又一只圣兽啊 一只已经到达圣兽级别的锋刃豹 火烈云抬头 看着眼前的巨大锋刃豹 紧张又激动 圣兽可是非常稀有的 一般人连剑都见不到 他们今天居然一连见到了两只圣兽 实在是让人太激动了 这只锋刃豹应该是来帮我们的吧 时波还有些担忧 很怕这只圣兽级别的锋刃豹 不是站在他们这边 不过 从现在的局势来看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那只锋刃豹 摆明了是来帮他们的 圣兽锋刃豹 的确是来帮雪凡新的 所以一来就把西角兽当作目标对待 先是拼威压 然后拼叫吼 接着开打 西角兽整体实力弱于锋刃豹 而且他之前还被雪凡新用匕首刺伤两次 再加上 他是被驯化过的圣兽 在人类的饲养之下 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 所以他的结局 从圣兽锋刃豹出现那一刻 就已经注定了 西角兽被锋刃豹的爪子 四穿脖子 发出惨烈的痛叫声 与此同时 在秘境外的丧长老 看到西角兽被杀的时候 情绪再也无法控制住 失声叫喊出来 不 这一叫 把现场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都吸引过去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三百二世纪 西角兽被锋刃豹 击杀的时候 丧长老猛然站起身 大喊了一声 脸上竟是愤怒且不甘的表情 眼中竟是杀意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那只被杀掉的西角兽 和丧长老有关 说不定 这西角兽 就是丧长老的 如今西角兽被杀 他当然坐不住 可就算再坐不住 又能怎么样 瞧瞧秘境里的情况 那只圣兽 丰刃豹 可不是吃素的 还有一群的魔兽 外加雪凡心这个 不省油的灯 所以西角兽 注定是个悲剧 丧长老也知道 此事不易泄露太多 哪怕心里再怒再恨 再想杀人 他也极力忍着 那可是他辛辛苦苦 养着的圣兽 当祖宗一样供着 若不是为了要除掉雪凡心 他也舍不得 让丧若心 将西角兽 带到秘境里 地图 玉牌 再加上西角兽 本以为可以万无一失地 将雪凡心除掉 却不料 他现在是又气又恼又悔 纪元长老知道 西角兽是桑长老 给桑若心的 所以当看到西角兽被杀死时 他除了震惊之外 再无其他感受 对于西角兽的死 一点都不心疼 还懊恼 西角兽没能将雪凡心杀了 他们本以为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可谁知后面的事 让人更受打击 西角兽被风刃豹杀死之后 这一战宣告结束 那些跟随风刃豹 而来的魔兽 开心地欢呼起来 有的已经开始吃那些 被他们杀死的魔兽 生肯 不过这一战 有不少的魔兽受伤 个别魔兽 伤势较为严重 魔兽并不懂得疗伤 受伤了 只能忍着等待自然恢复 所以很多魔兽受伤之后不久 便会死去 雪凡心知道 不少的魔兽都受伤了 他们都是为他才受伤的 所以他不可能置之不理 于是拿出一颗负伤丹 和回灵丹服下 先治疗自己的伤势 和恢复灵力 趁着调息的时间 先跟那只圣兽锋刃豹 好好道谢 谢谢 要不是有你的话 我恐怕就要吃大亏了 圣兽锋刃豹 认真仔细地看着眼前的人 能清楚地察觉到 他身上拥有兽之信仰 只是他不明白 一个小小的人类 为什么会拥有兽之信仰 如果这个人类身上的 兽之信仰再强一点 恐怕那只西角兽 就不敢把他怎么样了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人类拥有兽之信仰 是事实 救了他的族类 也是事实 雪凡心不知道 锋刃豹到底在看他什么 但他能感觉得出来 对方没有恶意 对于救命之恩 他是一定会感激的 想了一会儿 于是从逆临天伦的空间里 打出一大碗的神灵水 递到圣兽锋刃豹面前 我也不知道 该拿什么来感激你 请你喝水 怎么样 圣兽锋刃豹 原本还很淡定 甚至对雪凡心递来的水 很不屑 心里想着 这个人类真小气 居然用水 来打谢救命之恩 实在是 等等 这水 似乎不太一般啊 圣兽锋刃豹 心里的活动 还没结束 就注意到 雪凡心递来的水 非同一般 赶紧凑过去瞧瞧 再仔细闻了闻 紧接着张开大口 连碗带水吃掉 神灵水 这可是好的 不得了的东西 而且还是一大碗 这一战 它转翻天了 虽然月花水晶 可以看到 秘境里的一切 但却闻不到 里面的气息 所以当雪凡心 拿出神灵水的时候 外面的人都以为 那只是普通的水 最多 不过是零路什么的 没人在意 就连现场的火烈云 金正明 石波 和水墨宁也不知道 那是神灵水 还以为雪凡心 真的是在请 圣兽风刃豹喝水 唯有小白猫 和小白虎知道 那是神灵水 圣兽风刃豹 智商不低 他知道 雪凡心说 请他喝水 此话的真正意思 目的就是不希望 让外人知道 他给他喝的是神灵水 所以喝下 那神灵水之后 他努力地保持镇定 哪怕心里再欢喜 再激动 他也要忍着 我先给大家疗伤 一会儿 再好好打谢大家 雪凡心对圣兽风刃豹 礼貌点头示意 然后走到兽群中间 调动体内 木铃天珠之力 大范围施展治疗术 将周围 所有受伤的魔兽 同时进行治疗 温柔的绿光 逐渐照下 很多魔兽 都疑惑不解地 看着落在他们身上的绿光 但是很快 他们便发现 那绿光竟然有 治疗伤势的作用 身上的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轻伤不到片刻 便全都好了 重伤 则是要一刻钟的时间 才能好 不管是片刻 还是一刻钟 对于魔兽们来说 这简直就是奇迹 是万分荣幸的事情 伤势好了之后 所有的魔兽 都围着雪凡星欢呼 用他们的方式 表达兴奋和感激 火猎云等四人的伤势 也全都好了 魔兽们同样围着他们欢呼 原先他们还紧张害怕 后来慢慢地才适应过来 此时此刻 他们已经能够肯定 这些魔兽 不会伤害他们 我的个天哪 老子居然可以 跟魔兽群在一起 这真是太刺激了 好想随便弄个兽来 契约呀 你们最好不要乱想 这些魔兽 是因为凡星的缘故 才没有伤害我们 所以还是小心为妙 金正明 一直都比其他人聪明 谨慎 所以他自始至终 都没有掉以轻心 魔兽向来和人类 势不两立 他们此时在魔兽群中 只当小心为上 雪凡心 从来就不担心这个 此时抚摸着先前 被他救下的锋刃豹 心里已经想着 该如何答谢这些魔兽 无意中看到一些魔兽 正在啃咬那些 被他们杀死的魔兽 于是说道 我给你们烤肉吃 好不好 这些魔兽的灵质都不低 能够听懂雪凡心说的话 听到烤肉的时候 个个都呆头呆脑的 似乎不知道 烤肉是什么东西 小白猫和小白虎 能够跟魔兽交流 他们很兴奋地 跟魔兽们说个不停 主人烤的肉 非常非常的好吃 这下你们有口福了 哇 又有烤肉吃了 真是太好了 哇 咸肠那么多的魔兽肉 完全够大家吃的 主人 吃那只圣兽好不好 圣兽的肉 那可是大补品 吃了之后 能增强我们的实力 不仅是小白猫 和小白虎想吃圣兽肉 就连其他魔兽也一样 有不少的魔兽 早就在啃咬那只西角兽了 因为西角兽的皮太硬 它们咬半天 都没能咬出一块肉 虽然圣兽肉很珍贵 但是雪凡心一点都不吝啬 看得出魔兽们也都想吃圣兽肉 他很好奇地说道 好 我就把这只西角兽 烤了给大家吃 让大家尝一尝圣兽烤肉 秘境外的丧长老 听到雪凡心这句话 差点气得吐血 雪凡心将现场的魔兽尸体 全部都收到七桥宝拙的空间里 然后找了一个有溪流的地方 洗洗切切 在附近弄出几十个烤肉架 围成一个大圈 各种调料都摆放好 把其他魔兽的肉剥皮整理好之后 他才开始处理那只西角兽 这只西角兽是圣兽 普通的刀子在他身上 一点伤痕都划不出来 更别说是将他的皮剥开 普通的刀子不行 半神器的匕首总可以吧 雪凡心拿出那把半神器的匕首 再动用自身的灵力 刷刷的几下 就把西角兽的皮给剥了 然后召唤出雪优剑 羞羞的几下 几时上百刀剑气 刷刷的穿过西角兽 瞬间将他的肉切成几百块 然后整整齐齐的落到烤架上 在秘境外面的丧长老 看到自己辛辛苦苦 饱饱被养的圣兽 被雪凡心切成了几百块 这次是真的气得吐血了 所有人都看到丧长老吐血 心里也很清楚他为什么吐血 但是大家都拾去的不说话 只是暗暗地嘲讽他 出割可不会错过西落丧长老的机会 阴嗖嗖嗖地问道 丧长老 怎么无缘无故就吐血了 可是身体不舒服呀 啊 只是最近有些上火 不碍事的 丧长老随便找了个上火的借口搪塞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假借口 不过这件事情 院长没有发话 九幽圣帝那边的人 也没把丧长老怎么样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继续看戏就好 除了丧长老之外 纪园长老 风希玉也气得不轻 而且心里对雪凡心 多多少少起了忌惮 这个忌惮 不是因为雪凡心 有九幽圣帝撑腰的缘故 而是忌惮他本人 如果换作是他们 面对圣兽 以及上百只高阶魔兽的围攻 那绝对是必死无疑的 可是雪凡心 却能凭借自身的力量化险为夷 虽然最后是魔兽救了他 但能够让那么多魔兽 为他出头 那也是一种本事 看来 他们要想在秘境中 杀掉雪凡心 是不太可能了 因为他们所有的计划 都已经失败 西角兽 是他们最后的杀手锏 初歌看到桑长老 纪元长老 还有风西玉这几人的脸色 比屎还臭 心里别提有多痛快 这种痛快 比杀了这些人还要爽 等王妃试炼归来 应该就彻底收拾这些人的时候了 所以他现在 还是要好好地痛快一番才行 桑长老 你是不是也想吃圣兽烤肉啊 虽然不知道你想不想 但是我挺想的 真希望能吃上一块呢 楚歌公子 你就算再想也吃不上 桑长老美好气道 两眼恶狠狠地瞪着荧幕上的雪凡心看 那眼神恶毒的恨不得把人生吞活剥了 青木看到这样的桑长老 再看看旁边脸色同样臭得要死的纪元长老和风西玉 心中冷笑不止 尤其是对风西玉 那是有说不尽的失望 是他同意让风西玉作为特辑班的导师 他原以为风西玉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 却不讲 实则是个心胸狭小 道貌爱然的伪君子 不管风西玉是真君子还是伪君子 他这辈子差不多就完了 雪凡心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秘境试炼全程播放的事情 就算知道 他也不会太过在意 此刻正忙着烤肉 一次性烤几百块烤肉 还熬了几大锅的圣瘦骨头汤 而且不管是烤肉还是炖汤 全都用上神灵水 他要好好答谢这些帮他救他的魔兽 在一圈烤架外面 几百只魔兽都在围着看烤肉 闻着那香喷喷的烤肉 他们的口水早已经流了一地 就连那只圣兽丰刃豹 也是馋得不行 这就是人类所说的烤肉嘛 真的好香啊 哎呀 到底什么时候能吃啊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耐心等着吧 这么多的烤肉 多多少少都会有咱们一份的 魔兽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吃烤肉 私底下聊个不停 小白虎和小白猫 信奉雪凡心的命令 来跟这些魔兽好好沟通交流 并传达一些信息 你们不要着急 等烤肉熟了就可以吃了 主人说了 一会儿烤肉熟了之后 每个都有份 所以大家不要急 也不要抢 要保持好秩序 不要乱糟糟的 魔兽们对小白猫和小白虎 还是挺尊敬的 不仅因为他们是灵兽 还因为他们的主人是雪凡心 是是是 我们一定不抢 保持好秩序 秩序是什么呀 你这兽脑袋 抓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居然连秩序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你倒是说说看呀 秩序是什么呀 秩序就是秩序了 还能是什么呀 小白虎和小白猫 听着魔兽之间 那么有趣的聊天 无语望天 魔兽那里有小白虎和小白猫沟通交流 所以雪凡心这边 只管忙活烤肉就行 在火烈云 金正明 石波还有水墨宁几人的帮助下 一个时辰之后 几百块的烤肉就全都出炉了 然后将烤肉一一分发下去 保证每只魔兽都能得到一块圣兽烤肉 能喝到一碗圣兽骨头汤 接着 雪凡心继续烤其他魔兽的肉 将今天打到的上百只魔兽全部烤完 尽量让那些帮助他的魔兽饱餐一顿 魔兽的食量都很惊人 一只圣兽外加上百只魔兽 再加一锅又一锅的骨头汤 这才把几百只的魔兽喂饱 吃饱喝足之后 几百只魔兽全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打宝阁 脸上尽是享受的表情 而且他们能感觉到体内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流窜 好像快要进阶了 其他魔兽不知道自己体内 为什么会多出一股神秘的力量 那只圣兽锋刃豹却是清清楚楚 那是因为神灵水的缘故 烤肉和骨头汤里全都放有神灵水 这个人类本事不大 但好东西却不少 单单试着神灵水就已经足够宝贝了 更难得的是 他竟然愿意拿出这么多的神灵水给他们吃 雪凡心忙活了一整天 虽然有点累 但他却非常开心 看着眼前一群可爱的魔兽们 越看越是喜欢 突然心血来潮 拿出雪油笛吹奏一曲 动听优美的笛声 很快引来魔兽们的注意 他们认真享受地听着 雪凡心吹奏的曲子 不知道怎么的 无论是脑海里还是身体里 都有一些奇怪的变化 没过多久 周围的花草树木快速生长开花 大地满是生机勃勃 花瓣漫天飞舞 哇 好美啊 水墨宁看着眼前的奇景 好是惊讶 同时脑海里 似乎看到了什么奇妙的景象 让他深入其中 不只是水墨宁 火猎云金正鸣 还有石波也是一样 此时此刻 已经进入属于他们的玄妙之境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321集 优美的笛音 依然还在持续不断 漫天的飞花 飘飞不散 所有的人 以及所有的魔兽 都已经进入各自的玄妙之中 领悟着一些东西 在秘境之外的人 无不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虽然听到笛声 但因为不在现场 所以感觉不到现场的意境 只是单纯地听到笛声而已 不过 从荧幕放映的画面 可以看得出来 那笛声不简单 一些修为较高的人 多多少少都能察觉到 那笛声的非同反响 青木院长 更是听出了那笛声的不凡 惊呼道 天地之音 竟然是天地之音 想不到他小小年纪 竟然领悟出了天地之音呢 听到青木院长的话 其他人才知道 雪凡心的笛声之中 蕴含有天地之音 天地之音 即万千音道于一体 生或杀 在于领悟之人的一念之间 可救人性命 也可定人生死 这是古籍上 关于天地之音的记载 虽然五周十遇 三言六地 擅长音韵之道的人不少 但至今从未听说过 有什么人领悟出了天地之音 哪怕是神域的仙音上神 也未必能领悟出天地之音 可是雪凡心这个十六岁的小丫头 竟然领悟出了天地之音 这怎么可能呢 冯夕玉是西风大帝唯一的弟子 所以她的所见所闻 比普通人要广得多 对于天地之音的了解 她不比青木院长少 就因为对天地之音有所了解 所以她心里才无法平静 对雪凡心的忌惮越来越强 随之而来的 还有羡慕 嫉妒 以及不甘 到了现在 她不得不承认 雪凡心各方面都比她优秀很多 无论是天赋还是实力 或者各种领悟之道 她都远远不及 可雪凡心越优秀 她心里就越愤怒 越想处置而后快 如果雪凡心比她还优秀 那么之前她说的那些话 什么世间祸害 什么体贴行道 岂不是个大笑话 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一个大笑话 她只能想尽一切办法 杀掉雪凡心 此时所有人都在看着荧幕里 美轮美奂的画面 听着那蕴含天地之音的笛声 虽然他们感觉不到现场的意境 但却还在努力地听着 就因为所有人都在看着荧幕 所以没有人发现 风心欲显露出来的强烈杀意 不过 就算风心欲的杀意再强烈也无用 当她和雪凡心的第一战被打败之后 她就注定翻不起任何的浪花 远在九游圣地的竹七夜 听出了雪凡心的笛声中 蕴含有天地之音 还是震惊 小九 这丫头的音韵造诣 不会比你还高吧 连你都没能领悟出天地之音 她却领悟出来了 不过 你们能领悟出天地之音很正常 毕竟九煞弥音和天地之音是相克的 你领悟出了九煞弥音 就不会领悟出天地之音 这丫头的悟性高得让你无法想象 区区天地之音算得什么 夜酒商得意道 因为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妻子而感到骄傲 星儿那么优秀 想必与她的身世有些关系 那只九尾银狐说 星儿的身份极其尊贵 看来五周十遇 是不能解开星儿的身世之谜了 雪凡心用天地之音吹奏一套曲子 她也只是心血来潮想吹奏一下 一开始 她并没有打算用天地之音 但是因为心中充满了感激 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喜爱 所以不由自主地就用起了天地之音 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 天地之音的影响力会那么大 居然能让人和魔兽进入顿悟状态 顿悟是非常难得的 若是能够领悟出什么东西 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看到火烈云、金正明、石波和水莫宁四人 还有一群的魔兽都处于顿悟状态 雪凡心没有打扰他们 而是静静地待着 让他们好好领悟 很多修炼者的一生 最多能有一两次的顿悟状态 魔兽的灵质不高 悟性很低 基本不会进入什么顿悟状态 所以对于黄斑其他四人 以及这里的魔兽来说 如今是他们一生最为关键的时刻之一 最好不要受到什么干扰 雪凡心给大家护法 尽量不让任何人这个时候来破坏和打扰 好在附近也没有什么人 而且大家顿悟的时间不长 有的半课钟就结束了 时间最长的也不过是两课钟而已 所有人当中只有金正鸣的顿悟状态 长达两课钟 而且领悟了一些东西 只不过那些东西还很模糊 只是有一点意识形态 他现在还琢磨不透 即便是这样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样的顿悟结果已经是非常好的 日后 他若是能弄清楚顿悟出来的那些东西 实力势必会突飞猛进 我刚才是怎么了 火烈云迷迷糊糊的 总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 可又不清楚是什么 刚刚怎么好像睡着了呢 时播也一样 懵懵懂懂的 完全不知道刚才是什么情况 金正鸣和水莫宁也是差不多 似乎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但似乎又不是梦 具体是什么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 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 他们的实力变强了 修为已经卡在突破的边缘地带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够突破晋升 相比黄斑的其他四人 那群魔兽的反应 却是非常兴奋 从顿悟状态醒来之后 他们基本都进阶了一击 原本只有三只九阶魔兽 现在变成了二十只 七阶八阶的魔兽更是不少 而之前的九阶魔兽 隐隐有进阶圣兽的迹象 而且他们体内还有神秘的力量在流川 说不定还会再进阶的 不会吧 他们只是听那个人类吹什么好听的声音 结果就进阶了吗 进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容易了 大家基本都进阶了 不过你们现在的修为还不是很稳定 要闭关稳固一下才好 最近有很多人在这里试炼 所以你们尽量不要出来 好好躲着 知不知道 雪凡心随意抚摸着一只魔兽 无意中发现 他身上有一些疤 想到魔兽不会疗伤的事情 于是从空间找出几株较为普遍的伤药 教魔兽们如何使用这些伤药 以后你们要是受伤了就找这些草药 将草药碾碎成枝 涂抹到伤口上 来来来 我教你们如何使用这些草药 教魔兽使用草药疗伤 秘境外面的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震惊又无语 古往今来 恐怕就没人做过这样的事吧 雪凡心当着魔兽的面 把草药碾碎 然后敷到一只魔兽身上 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使用草药 同时还教他们 识别能够治疗伤势的草药 这些魔兽的智商都不算低 很快就学会了使用草药 更清楚地记得哪些草药能够智商 好了 大家都赶紧回去吧 不要在外面逗留太久 也不要单独出门 万一遇到试炼的人 可就麻烦了 魔兽们依依不舍地告别雪凡心 一不三回头 好半天才逐渐散去 虽然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这个人类 但他们会永远记得他 记住这一天 此时此刻 雪凡心并没有发现 他身上的兽之信仰又多了那么一点点 雪凡心没发现 但那只圣兽锋刃豹却很清楚 多看了雪凡心几眼 最后也万般不舍地离开 虽然他也很舍不得这个人类 但人类和魔兽是不可能永远待在一起的 那么多的魔兽也不可能全都跟这个人类契约 而且大多数魔兽都不愿意与人类契约 哪怕他们再喜欢这个人类也是一样 魔兽们离开之后 现场就安静了下来 大家的心也都逐渐归于平静 将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当成最为难忘的回忆 雪凡心调整了一下情绪 不再去想着那些魔兽 拿出地图研究研究 看看接下来往哪里走 黄斑的其他人则是在消化刚刚的礼物 好好琢磨着脑子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金正明收起思绪 想了想犹豫了许久 最后还是站起身朝雪凡心走来 硬着头皮艰难开口说道 凡心 能不能给我一颗九尖魔兽的金盒 我很需要 给你 拿去吧 还没等金正明说完 雪凡心已经随便拿出一颗九尖魔兽的金盒给他 金正明想好了无数种说法 更做好了讨要无果的最坏心理准备 本以为向雪凡心讨要九尖魔兽金盒 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毕竟九尖魔兽金盒异常的珍惜 可谁知他话还没说完 雪凡心就大大方方的将金盒给他了 真的给我 什么真的假的 拿着吧 雪凡心直接把金盒丢给金正明 没有丝毫的不舍 然后继续研究地图 其他人见金正明在雪凡心这里 讨要到一颗九尖魔兽的金盒 并没有任何的极度 心里异常平静 因为他们都知道 只要他们开口 雪凡心又拥有的东西 他会很大方的拿出来给大家 虽然九尖魔兽的金盒很珍贵 但是他们并不需要 所以没必要凑什么热闹 相比而言 与雪凡心交好 比魔兽金盒珍贵得多 那我就不客气了 金正明将金盒收好 正要跟雪凡心好好道谢 谁知 桑若心这会儿突然冒出来 一脸的不可置信 惊呼喊道 你们为什么都还活着 桑若心跟着圣兽留下的气息 找到这边 本以为看到的是雪凡心等人的凄惨死状 其料他所期盼的画面根本就没有 他想杀的人还活着 这五个人身上 甚至连一点伤都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他连圣兽都放出来了 为什么这几个人还是没死 桑若心突然的冒出来 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让人很不讨喜的话 很是惹人厌恶 桑若心 你说什么鬼话呢 什么叫我们为什么都还活着 我们不活着 难道死了不成啊 我猎云愤然反驳 还把桑若心大骂一顿 看到你这个恶心的女人就想吐 实相的给老子滚远一点 否则老子不介意打女人 桑若心 你别他娘的老出来惹人反胃好吗 石波也把桑若心骂一顿 桑若心 你又想做什么 水莫宁则是提出质问 与其态度极其强硬 没了昔日的胆怯懦弱 水莫宁这段时间经历太多 几次在死亡边缘挣扎 还被魔兽群包围过 更与圣兽对阵过 跟魔兽相处过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惊人之事 让他成熟了不少 无论是胆量还是胆识 都变强了 心也跟着强大起来 面对桑若心的时候 他不再有任何的忌惮 而且能够勇敢地开思 中州之王的外孙女又如何 不过是个心狠手辣 心如舍蝎的人罢了 如果中州之王 连这样的人都维护 包庇 那么如何能赢得 中州人民的心呢 若是换作平时 桑若心 绝对会跟水莫宁开思的 可是他现在所有的心思 都在圣兽上 没功夫理会水莫宁 因为太过着急 他直接把话给说了出来 你们应该被圣兽 全都杀了才对 为什么还活着呢 圣兽呢 他是追着圣兽的气息 来到这里 可是到了这里 圣兽的气息就断了 他的圣兽 到底去哪里了 如果丢失了圣兽 武叔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原来那只西角兽 是你的杰作 雪凡心现在总算是明白 那只西角兽 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攻击他了 原来是受人指使的 西角兽是我的 就怎么样 桑若心理直气壮 毕竟雪凡心这些人都没事 就算让他们知道 西角兽 是他放出来的也无所谓 更何况 这里是秘境之内 没多少人知道圣兽的事情 等出去之后 他只要死不承认就行 桑若心并不知道 试炼秘境 此时正在全程播放 他的算计 从一开始 就是失败的 哦 原来圣兽是你的呀 知道了 雪凡心不痛不痒地回了一句 那敷衍的态度 根本就没把桑若心放在眼里 继续看自己的地图 桑若心火大极了 但他更着急圣兽的事情 所以立声质问 薛凡心 我的圣兽呢 你最好快点如实招来 否则 就算倾桑家之力 我也不会放过你 那圣兽 可是他们桑家的质宝 一直有武叔养着 如果圣兽没了 他们桑家的实力 就会大打折扣 这样的损失 他们桑家承受不起 不管桑若心多么的气愤 雪凡心还是一样的态度 敷衍回答 被吃掉了 你说什么 我说吃掉了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这是那只西角兽的西角 你应该很熟悉吧 雪凡心拿出西角兽的西角 让桑若心看 桑若心见到那只西角兽 哪怕再不愿意 也不得不相信西角兽 真的被吃掉了 所以一气之下 对雪凡心大打出手 雪凡心一脚 将冲上来的桑若心踹飞 正当他想要跑过去再打的时候 周围突然起了迷雾 那迷雾有些不太一般 这让他不得不提高警惕 暂时不理会桑若心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九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三百二十二集 桑若心刚刚实在是太生气了 脑子里一团乱 想都没想 就直接对雪凡心动手 不过 被雪凡心踹了一脚之后 他脑袋倒是清醒了一些 此时才意识到 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 有多么的愚蠢 他根本就打不过雪凡心 而且对方的人数又多 他这样对雪凡心动手 岂不是自寻死路 如果西教授 真的是被这些人给吃了 即便他会被家族里的人训斥 但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倒是黄班那几个垃圾 吃了他们桑家的圣兽 桑家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桑家和这些人的仇 算是结大了 尤其是那个雪凡心 桑家势必会将他千刀万剐 桑若心不知道 雪凡心为什么踹了一脚之后 就不动手了 但他现在的脑子 已经稍微清醒 不再做愚蠢的事情 立即趁机逃走 可是还没跑多远 他忽然察觉到情况不对 自己似乎到了一个 很奇怪的地方 那里有着数不尽的 上瓶紫金石 各种高阶灵爵 更让他兴奋的是 雪凡心竟然被他当奴隶一样使唤 任凭打骂 雪凡心 你刚刚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不嚣张了 你倒是再嚣张给我看呢 雪凡心对桑若心的打骂不敢违抗 卑微的求饶着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跟您做对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哼 放过你 不可能 我要慢慢的折磨你 每天切你一块肉 直到把你折磨死为止 不要 不要 求求你不要 哼 你还敢躲 我看你还敢不敢躲 桑若心不断地对雪凡心拳打脚踢 还拿刀子割他的肉 然而事实确实 桑若心正在割自己的肉 可他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密境外面的桑长老 看到桑若心在割自己的肉 顿时心惊肉跳 担忧不已 顾不得那么多 开口质问轻目 院长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迷幻物 能够使人产生幻觉 青木冷漠回答 对于桑长老 他已经做好了放弃的准备 新生秘境试炼里 为什么会有迷幻物啊 这不是绑上前一百的人 进入秘境才会有的情况吗 你忘记我之前说过的话了吗 此次新生秘境试炼难度会增加 和以往不同 至于难度有多大 我就不知道了 你 桑长老气的想骂人 可是又不敢骂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突然恐慌起来 迷幻物那种东西 绝对不是新生能够对抗得了的 只怕这一次会有很多新生会被淘汰 雪凡心一开始就察觉到 周围的雾气不太对 因为担心这些雾气有毒 所以拿出解毒丹服下 也给伙伴们分担药 这雾气怪得很 你们先把解毒丹服下 免得不小心中毒了 毒气越来越浓 为了避免走散 大家不要离得太远 凡心 我好像看到我爹了 爹 你去哪里啊 等等我 水莫宁的抵抗力太弱 第一个产生了幻觉 想要去追自己的父亲 啊 莫宁 雪凡心将水莫宁拉住 立即检查她的身体情况 然后为她施针治疗 不过 她现在对那些雾气已经有所了解 于是提醒道 大家小心一些 这些雾气会使人产生幻觉 被雪凡心扎针之后 水莫宁才清醒过来 深知自己刚才产生了幻觉 接下来是万分的小心 其他人也将警惕性提到最高 尽量降低呼吸的频率 减少雾气的吸入量 但这样 也只是能够勉强坚持一段时间而已 不到半个时辰 所有人都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幻觉 就连雪凡心也不例外 但只要一有情况 雪凡心就会立即给自己扎一针 也给身边的伙伴扎针 让他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绝对不能陷入幻觉当中 那些幻觉 大多跟自己心性或者心魔有关 大家保持冷静 不要胡思乱想 坚持出心 这样就不会轻易产生幻觉 现在的雾气很大 不宜四处乱走 我们就地围成一圈坐下吧 大家凝神静气 雪凡心率先盘腿坐在地上 安静地等待着 先做个深呼吸 然后努力让自己的神智保持清醒 其他人也跟着坐下 大家面对面围成一圈坐好 跟着雪凡心一起凝神静气 努力保持冷静 坚守出心 哪怕产生了幻觉 他们也在不断地告诉自己 那是假的 假的 可是迷幻物太过厉害 着实难以抵抗 无论他们如何地凝神静气 如何地保持清醒 依然还是会出现幻觉 要不是有雪凡心的挣扎 他们早就陷入自己的幻觉当中了 雪凡心在凝神静气的时候 一缕神念进入逆临天伦的空间之中 快速翻越万物灵路 寻找能够克制迷幻物的办法 破幻丹 小卢卢 快点帮我炼制破幻丹 雪凡心将万物灵路 记载破幻丹的丹方打开着 然后照着丹方 找出所需要的灵药 顺便叫唤九转焚扬炉一声 九转焚扬炉 原本像死雾一样 待在某个地方 听到雪凡心的叫唤 立即活了起来 现在原地转几圈 就像是刚睡醒一般 伸个懒腰提提神 这才朝雪凡心飞去 在他面前变成巨大的炼丹炉 小卢卢 我现在急去破幻丹 你快点帮我炼制一些出来 辛苦了 雪凡心摸了摸九转焚扬炉 跟他打声招呼 然后开始往丹炉里丢灵药 不到一刻钟的功夫 九转焚扬炉 已经炼制出十颗破幻丹 雪凡心拿到十颗破幻丹之后 没有再继续炼 而是离开空间 将丹药分发下去 这是破幻丹 大家赶紧扶下 这个时候 黄斑的其他四人 都已经产生幻觉 快要分不清现实和环境了 拿到雪凡心给的破幻丹 他们立即扶下 破幻丹入口其化 药物入体之后 幻觉逐渐消失 最后被破除了 哇 凡心 你这破幻丹 好是厉害啊 居然真的把我那些幻觉 都给破了 火烈云夸赞道 回想起自己刚才 时不时受幻觉影响 心里还有些后怕 凡心 我跟着你混 果然没错呀 石波摸着自己 圆滚滚的肚子 开心不已 金正明和水莫宁 正想说点什么 谁知前方不远 忽然传来 疯狂的笑声和叫声 那声音 他们一听就知道 是桑若新的 血凡谢 你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不嚣张了 看我怎么把你身上的肉 一片一片地割下来 黄斑五人扶下 破幻丹之后 对周围的迷幻物 已经有所抵抗 此时已经不再受到 迷幻物的影响 所以他们现在 将一半的注意力 都放在前面 乱喊乱叫的 桑若新身上 这个女人疯了吗 八成是陷入 自己的幻觉里了 你们有没有闻到 血腥味 有吗 就在众人闲聊的时候 桑若新 已经疯疯癫癫地 跑到他们的面前 整个人浑身是血 手里还拿着一把 沾血的匕首 我的妈呀 这是人是鬼啊 时波看到 一身血的桑若新 吓了一大跳 桑若新在树林里 疯疯癫癫地乱跑 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严重地陷入 自己的幻觉当中 此时 他已经分别在 自己的四肢 削下几片肉 把自己弄得一身的血 那副血样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你们说 他会不会就这样 失血过多死去啊 水墨宁弱弱地问了一句 桑若新现在那副模样 着实吓人 死了更好 像他这种心狠手辣 心思歹毒的女人 早死早好 我猎云对桑若新 没有丝毫同情 巴不得他早点去死 金正明虽然也不同情 桑若新 但他却很理智地 看待这件事情 如果桑若新就这样死了 他的死很有可能 会被扣在我们的头上 因为没人能证明 他身上的伤 是他自己弄出来的 虽然也没有人证明 他身上的伤 是我们弄的 但只要桑长老或者桑家的人怀疑是我们做的 麻烦就少不了 轻者自轻 浊者自浊 反正这事不是我们做的就行 如果桑长老和桑家 还是执意将这笔账算到我们的头上 那我不介意跟他们好好算一算胜受的账 别管他 我们走吧 雪凡新不想理会桑若新 打算让他在这里自生自灭 谁知他才刚转身要走 桑若新有出新的状况 雪凡新 你往哪里跑 桑若新刚刚突然用匕首指着雪凡新 眼中竟是杀意 紧急着疯狂冲上来 想要用匕首刺雪凡新 雪凡新不知道 现在的桑若新到底是不是清醒的 所以没做什么反击 只是巧妙闪躲 躲开桑若新的攻击 桑若新没能刺中雪凡新 自己摔倒在地上 接着又是另外一个画面 脸上竟是惊恐的表情 似乎在害怕什么 然后无缘无故拿出自己的玉牌 想要将玉牌捏碎 但就在紧要关头 桑若新稍微清醒了一些 感觉浑身疼得厉害 往自己身上一看 发现全都是血 四肢被切掉了许多的肉 伤口还在大量的流着血 啊 怎么会这样 察觉到自己的伤势极其严重 桑若新毫不犹豫地拿出 那颗天际负伤丹服下 雪凡新一眼就看出了 桑若新手中那颗负伤丹的来历 冷言道 哼 原来徐兰尸解那颗天际的负伤丹 是被你抢走的 此话一出 秘境外面的徐兰立即愤怒起来 恶狠狠地盯着秘境里的桑若新 痛恨至极 原来 她那颗天际的负伤丹 是被桑若新给抢走的 原来是桑若新害得她失去心爱之人 原来 所有人都知道 徐兰从雪凡新那里 得了一颗天际的负伤丹 但是后来丹药被抢了 很多人并不相信徐兰的说法 一直都怀疑是她私藏了丹药 就连负天白也不例外 可是现在 真相就摆在眼前 天际的负伤丹 效果就是比普通的丹药好 桑若新服下丹药之后 身上的伤口立即就止血了 而且 以可见的速度愈合结巴 虽然伤势不可能立刻痊愈 但相比之前而言 已经好太多了 起码 她不会失血过多而死 更不会活活痛死 雪凡新 你不要以为全天下 就只有你有天际负伤丹 这颗天际的负伤丹 明明是我的 我的丹药上面 都有独特的气息 是不是我的丹药 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不过丹药既然已经被你吃掉 多说无意 你最好祈祷自己 不要死在秘境中 否则后面就不好玩了 虽然留着你会整出不少的幺蛾子 但在我看来 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 如果我要杀你 随时可以做到 等试炼结束 你要是没死的话 我会好好地收拾你 收拾那个桑张老 所以你给我慢慢地等着 你的噩梦 就快开始了 雪凡新并没有再对桑若新动手 而是转身走人 这个时候杀桑若新 并不是明智之举 先不说桑若新手中 有逃圣的玉牌 就说这成灵秘境 既然是新生秘境试炼 很有可能 不是封闭性的 说不定暗处有很多双眼睛 在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如果没人监考的话 如何判断试炼的成绩呢 而且直到现在 他也没有听说过 有人在秘境中死亡的消息 这里头 说不定有什么玄机 桑若新 你为什么不趁机杀了桑若新 留着他始终是个祸害啊 我猎云可没像雪凡新那样想的那么多 刚才就恨不得直接解决了桑若新 作为中州之王的外孙女 身上多多少少 都有些底牌 如果不能保证 在桑若新捏碎玉牌之前 将他斩杀 最好不要轻易动手 否则麻烦会更大 万一他又丢出什么灵器 神器 那遭殃的 可就是我们了 放心 就算我不杀他 他接下来的日子 也不会好过 等出了秘境 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雪凡新根本就没把桑若新这种 要智商没智商 要实力没实力的人放在眼里 此刻又拿出地图来研究 他们已经在秘境里待了三天 只要再熬两天 就可以完成试炼任务了 但是他的目标 不是完成试炼任务 而是获得秘境里的传承 按照地图所示 传承之地在一处山谷中 听了雪凡新那番话 众人不再纠结 杀不杀桑若新的问题 而是一起探讨地图 商量着 接下来该怎么走 因为迷幻物的关系 所以哪怕已经决定好走哪条路 他们也得放缓速度前进 要是前方情况不明 则是停下来仔细观察 再继续前行 当黄班一行人 按照地图前进的时候 其他试炼的弟子 还在受迷幻物的困扰 大部分的人 都陷入自己的幻觉当中 其中一半的试炼弟子 都在幻觉的影响下 捏碎了自己的玉牌 退出了秘境 当他们离开秘境的时候 整个人还是迷迷糊糊的 过了半天才弄清楚 是怎么回事 无比的郁闷且懊恼 林薇薇和赵启南 也在幻觉之中 捏碎了玉牌 因为没能在秘境里 待到五天以上 这意味着他们的试炼任务失败 被淘汰出局 接下来就要离开五方学院 但让他们更郁闷的是 秘境试炼竟然是全程放映 那岂不是说 他们在秘境里的所有举动 全都在无数人的眼中 也就是说 当他被雪凡心吊着殴打的时候 所有人都看着 怎么会这样 此时没有人理会林薇薇 不仅是林薇薇 但凡是现在捏碎玉牌 退出秘境的人 全都没人理会 任由他们坐在地上发愣 出丑 被人嘲笑 等时间一到 便赶出五方学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九皇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三百二十三集 特级班 天班不少的弟子 也过不了迷幻物这一关 捏碎玉牌 退出了秘境 其中 特级班 捏碎玉牌的人最多 如今 已经有一大半的人出来 剩下的一小半人中 还有不少人的情况 都不算太妙 看样子 撑不了多久 我有几个特别优秀的弟子 表现不错 相比其他班而言 黄班的淘汰率是最低的 直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人退出秘境 虽然这一切 都是雪凡仙的功劳 但他们五人是一个团体 不管个人的成绩如何 只要这个团体还在就行 更何况 黄班五人 也没有办法退出秘境 因为他们的玉牌都是假的 迷幻物这一关 着实难住了很多人 特级班那些人 大多都是世家大族 出来的贵公子 贵千金 从小养尊处优 高高在上 没吃过什么苦 心性很是一般 这样的人 面对迷幻物的时候 简直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看着特级班的弟子 一个又一个捏碎玉牌 退出秘境 风希玉只觉得脸蛋火辣辣的疼 好像被人不断的打脸 那些特级班的弟子 可都是他精挑细选的 代表着他的眼光和脸面 如今那么多人被淘汰 他不仅脸面丢尽 就连眼光也会受人质疑 怎么会这样 不管风希玉心里有多难受 秘境里的试炼还在继续 迷幻物整整出现两天的时间 而这两天的时间里 秘境里参加试炼的人 被淘汰了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 秘境里剩下三分之一的弟子 才是今年五方学院招收的新生 其他人 则是全都得离开五方学院 而这三分之一弟子当中 到底有多少人能获得秘境里的传承之力 那还是未知数 迷幻物散去后 黄斑五人已经按照地图 来到传承之地的山谷外面 只不过 这里已经没有路 四周全是断崖 在断崖之下的中心地带 才是传承之地 想要到达传承之地 就必须想办法过断崖 去到对面的空地 可是断崖与对面的空地相隔太远 少说也有几里路 普通的轻弓 根本就跳不过去 两地之间没有路 也没有桥 着实是个难题 楚云寒早就已经到达断崖边缘 只是没有办法过去 所以在原地待着 一直在琢磨 过到对面空地的法子 顾清宁也早就到了 和楚云寒一样 没有办法过断崖 只能干呆着 除了楚云寒和顾清宁 还有一些试炼的弟子 也来到了断崖边缘 孙坚义就在其中 此时的孙坚义 不再像以前那般轻浮 看起来成熟了很多 随后逐渐有人来到断崖边缘 雪凡心等人来到的时候 这里已经有不少的人 哇 总算是到这里了 人还不少呢 凡心 我们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 要不先弄点吃的呀 石拨肚子饿得咕咕地叫 这段时间 他已经练出一张 比城墙还厚的脸皮 只要饿了 就找雪凡心要吃的 没办法 他的食物已经吃光了 肚子一饿 就只能找雪凡心解决 你个死胖子 你一个多时辰之前 不是刚刚吃了整只烤鸡吗 怎么又饿了 火烈云美好气道 因为那只烤鸡是他的 你吃了老子的烤鸡 居然还嫌弃 信不信老子揍你 小伙子 别呀 当火烈云和时波 打打闹闹的时候 后面突然传来一道 尖锐刻薄的声音 给我让开 桑若欣也来到了断崖这边 可能是最近受到的打击太多 他整个人的气质 都发生了变化 不再像之前那样温婉优雅 落落大方 而是满身的力气 一脸的毒辣 看着有些甚人 因为特级班的 楚云涵和顾清宁都在 还有其他人 所以桑若欣现在 一点都不惧怕雪凡心 他不认为雪凡心 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他动手 就因为有这些依仗 所以桑若欣一来到断崖这边 就直接来找雪凡心等人的麻烦 路那么宽 他哪里不走 偏偏要走黄班五人挡住的路 走过去的时候 还一脸的得意和嚣张 挑衅鄙视 瞪了雪凡心一眼 就朝楚云涵走去 当来到楚云涵面前的时候 桑若欣立即收敛身上的力气 换上一张笑脸 柔声问道 楚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不知 你可有找到 去往传承之地的路子 楚云涵极其冷漠地回了一句 对于桑若欣的靠近 感到厌恶 但他并没有将这种厌恶 直接说出来 而是选择无视他 对于楚云涵的无视 桑若欣似乎早已习惯 楚云涵越是冷酷 他就越是喜欢 所以巴巴地凑上去 楚公子 我们一起去找路子 怎么样 不必 我喜欢独来独往 可是我听我武叔说 想要去往传承之地 必须两个人以上才行 独自一人 是不可能成功前往的 我们一起吧 好不好 你的爱慕者众多 何不去找他们 可是 可是我想跟你一起啊 桑若欣很想把这句话说出来 也正鼓起勇气准备要说 谁知 楚云涵却起身走人 显然是不想理会他 这让他很是气恼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桑若欣对楚云涵有意 只不过事不关己 大家也懒得说话 但是对桑若欣有着极度厌恶的 火烈云 可没有那么好的脾气 虽然不能对桑若欣动手 不过动口倒是可以的 人家摆明了是不喜欢你 你还听上去惹人厌啊 真是够恶心的呀 火烈云 你给我闭嘴 桑若欣完全不顾形象的怒吼出来 对黄斑五人的恨意 已经达到空前强烈 如果不是因为实力不够 他早就把这些人全都杀了 不过 无所谓 等到出了秘境 他有的是办法将这些人全部杀掉 老子偏不闭嘴 你能奈我何 想打架是不是 来来来 老子奉陪到底 对于你这种心狠手辣 心如蛇蝎心术不正的女人 老子绝对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一定会狠狠地打 火烈云扯了扯衣袖 做出要开打的架势 桑若欣还真不敢跟火烈云打 所以哪怕再气恼也得忍着 看到楚云涵已经走远 于是顾不得跟黄斑的人斗气 赶紧追上去 楚公子 你去哪里啊 等等我 一些爱慕楚云涵的女子 看到桑若欣那么的不要脸 也很是不爽 但是碍于桑若欣 是中州之王的外孙女 他们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甘生气 对于这些无关紧要 乱七八糟的事情 雪凡心压根就没心思理会 早在火烈云和桑若欣开炒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研究断崖的地势 可是研究了半天 也没能研究出个所以然来 最后累了就找个地方休息 摆好餐桌开饭 边吃饭边研究 既然有人得过秘境里的传承之力 那么就一定有办法去往传承之地 至于是什么办法 他得好好想一想 现在已经是秘境试炼的第五天 很多人身上的食物 差不多都所剩无几 就算带着食物 也是没什么味道的干粮 所以当雪凡心摆出一桌子 丰盛的菜肴时 可把周围的人馋死了 一个个都往这边看 闻着那菜香直流口水 可是哪怕再馋再想吃 他们也不好意思去蹭饭 毕竟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 都曾经嘲笑过黄伴的人 更是时常出言讥讽他们 这个时候他们拉不下那个脸 去跟黄伴的人蹭饭 不过让他们惊讶的是 黄伴五个人居然全都能通过 秘境试炼来到这里 而且那些特级班 添班不少精英弟子被淘汰了 这简直就是严重打脸的事情 如今谁还敢说黄伴的人是垃圾呢 好饱呀 菜也好吃 石波吃得心满意足 猛在那里打嗝 因为吃得太饱 肚子都大了一圈 整个人显得更胖了 你个死胖子 你吃得真多 桌上的菜有一半都是被你吃掉的 火力云已经习惯拿石波来打去 不过两人的感情是越吵越好 什么叫我吃得真多呀 小繁星吃得也多好吧 你瞧瞧他那个食量 没比我差多少 你说他一个娇娇小小的人儿 怎么就吃得这么多呢 本姑娘吃得再多 也不是吃你家的 你有意见 雪凡心反驳道 完全不觉得自己食量大有什么丢人 能吃是福 他又不是吃别人的 管那么多做什么 石波可不敢惹雪凡心 赶紧留须拍马一番 没意见没意见 绝对没有意见 你现在可是我们的福星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吧 看在你这么识趣的份上 这次的碗由你来洗 记得洗干净点啊 不然的话 下次扣你的饭菜量 小莫宁 帮我洗碗呗 石波没有直接应答雪凡心 倒是向一旁的水莫宁求助 水莫宁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 好 你个死胖子 又让小莫宁替你洗碗 火猎云损了一句 哎呦呦呦呦 人家小莫宁都没有意见 你意见这么大做啥 你个死胖子 找打 别打脸 别打脸 会变丑的呀 看着黄班五人相处的那么融洽 感情极好 很是令人羡慕 他们一直不明白 黄班的五个人 为什么能老实在一起 一个人有事 其他人全部出手相助 原来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好感情 楚云涵看着那边的打打闹闹 习惯了独来独往的他 不知怎么的 竟然也羡慕起黄班那五个人来 甚至是希望能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桑若欣却是很鄙夷的说道 哼 一群卑贱的人罢了 听到这句话 楚云涵眉头稍稍皱了一下 对桑若欣的厌恶更为明显 我让桑若欣跟着 于是往后面的茂密丛林一跃 消失不见 楚公子 桑若欣想去追 可是楚云涵的速度太快 一转眼 连影子都没了 他想追也追不了 只能懊恼地放弃 实在是无事可做 就在那里对雪凡心等人干瞪眼 哼 你们现在就得意地笑吧 用不了多久 我让你们全都笑不出来 雪凡心吃饱喝足之后 又开始研究断崖的地势 搞了半天 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除非会飞 否则根本无法到达对面的空地 断崖太过陡峭 想要攀爬下去的话 很困难 稍有不慎 就会直接摔死 不过 要是拉着藤条往下爬的话 应该不会太难吧 雪凡心决定试一试 于是用灵力凝聚出几条长藤 丢到悬崖下面 再将藤条的另一端 固定在悬崖边上 确定藤条够结实之后 他才拉着藤条往下跳 谁知他才刚刚跳下去 转眼间悬崖下面就飞出无数的利剑 全都往他身上射来 情急之下 他只好拉着藤条回到断崖上 凡心 你没事吧 有没有被剑伤到 雪凡心摇摇头 往断崖下看了一眼才说道 我没事 这悬崖下面 恐怕都是机关或者阵法 想要靠绳索藤条之类的东西爬下去 怕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就行不通吧 反正我们都已经完成试炼任务 不用离开武方学院了 至于那个传承之地去不去都无所谓 证明说得不错 我们没必要为了那点传承之力冒险啊 据我所知 以前那些通过秘境试炼获得传承之力的人 也不见得有什么大成就啊 只是实力稍微强那么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们真的犯不着 为了那点传承之力冒险 黄斑的人最为在乎的 还是雪凡心的安危 对于所谓的传承之力 全都抛在脑后 相比而言 雪凡心平安无事才是最重要的 雪凡心能够感到大家对她的真正关心 微微笑道 你们放心吧 我很惜命的 无论如何 我都要得到这里的传承之力 阿九让她来五方学院的目的 无非就是成林秘境里的传承之力 如果她没有办法得到这里的传承之力 那来五方学院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她猜得不错的话 获得秘境里的传承之力 她的修为应该可以大大的提升 所以不管前面有多大困难 她都要闯过去 势必得到传承之地里的传承之力 此时远在九佑圣地的夜酒商突然冷悠悠地说道 不用搞那些什么机关阵法吧 直接开启登云梯吧 竹七叶认真地问 你确定直接开启登云梯 小九 以那丫头玄王静的修为 走登云梯对她来说比闯关那些机关阵法还要难呢 你要我开启登云梯到底是在帮那丫头还是在害她呀 她的能耐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厉害 所以开启登云梯吧 我相信她能走得过登云梯 好吧 既然你开口了 那七师兄就卖你个面子 直接给这些新生开启登云梯 不过话说回来 真要开启登云梯的话 这些试炼的弟子当中恐怕没几个人能通过 到时候学院那些导师可就要吐血了 他们要吐血就吐 与我何干 他在乎的只有星儿一个 其他人的死活都无所谓 只要星儿过得了登云梯就行 别人过不了 那是别人的事情 他从来不在乎 竹七叶虽然嘴上说着 武方学院那些导师 实则和夜酒商一样 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也不在乎秘境里的试炼弟子 所以直接开启登云梯 一个真正的强者 一个能够走到巅峰之位的强者 靠的不仅是自己的实力 还有运气 那些试炼的弟子遇到小九 只能说明他们倒霉 没那个运气走上巅峰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飞,赴黑九皇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光脚的无邪》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飞,赴黑九皇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孟凡之音》 第三百二十四集 雪凡心试着用藤条爬下悬崖 差点被乱剑射死的场面 把周围的人给吓着了 之前也有人想着 用这种方法爬到悬崖底下 然后再前往船程之地 可是现在 没有人再敢有这样的念头 桑若欣恶狠狠地瞪着雪凡心 心中暗道 怎么就没射死这个小贱人呢 此时此刻 黄斑五人压根就没心思理会桑若欣 就算有心思 也懒得理他 他们所有人都围着雪凡心 关切地问个不停 可就在这时 悬崖四周 突然出现像云雾一般的阶梯 那阶梯成一个巨大的圆形 四面八方皆可看到 在阶梯的顶端 有一个圆形的平台 位于船程之地上空 如此一来 断崖通往船程之地的任何空地 都被那云雾一般的阶梯 给完完全全遮挡了 此时已经看不到任何的断崖 看到的只有阶梯 这是什么情况 这该不会是 传说中的登云梯吧 这怎么可能是登云梯呢 登云梯只有学院榜上 前一百名的人 在参加神影门考核的时候 才有的缓解 我们现在参加的是 新生秘境试炼 不可能遇到登云梯的 可这如果不是登云梯 那会是什么 此时秘境外面 所有的人 在看到登云梯的时候 无不震惊万分 就连初歌和沐鱼也不例外 他们都是走过登云梯的人 很清楚登云梯的厉害 根本就不是这些新生能够走得过的 怎么会是登云梯呢 新生秘境试炼 为什么会出现登云梯 这可是进入神影门的考核 怎么会出现在新生试炼之中呢 院长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问我 我问谁去 早在这之前 我就跟你们说过 此次的新生秘境试炼 难度会增加 但增加到什么程度 我也不知道 或许你们很多人都已经忘记 五方学院真正的院长是谁了 我只不过是个代理院长而已 那位五方学院的真正院长 才是掌管成林秘境的人 青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好强调自己 只是代理院长的事情 如今的五方学院 只有个别人知道此事 所以当青木院长说 他只是代理院长时 现场众人极其惊讶 桑长老并不知道 五方学院还有什么真正的院长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青木 就是五方学院的院长 所以他在赶在对青木 彻底了解之后 在五方学院为所欲为 可是现在 要是让那位神秘的院长知道 他在五方学院的所作所为 只怕事情会更加糟糕的 不过无所谓 反正此次新生秘境失恋之后 他也没有办法继续待在学院中 所以干脆走人 不管五方学院的院长是谁 只要是他离开了 背后还有桑家 中州之王撑腰 难道还怕对方不成吗 桑长老还不知道 自己此时的想法 有多么的天真可笑 继续看着月花水静的荧幕 虽然他很清楚 桑若新无法走过登云梯 但他还是想看看 这批新弟子当中 有谁能走过登云梯的 是那个中州第一天才 楚云涵 还是圣誉的顾清明 大部分的人都看好 楚云涵和顾清明 至于黄班的雪凡心 则是没人看好 也不想看好 很多人并不希望 雪凡心能走过登云梯 登云梯 共有99个阶梯 每一个阶梯看上去 都一模一样 除了上面有云雾之气 弥漫之外 看着和普通的阶梯 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登云梯的出现 所有的失恋弟子 全都跑过来围观 有的人试探性地走上去 却发现没什么困难 于是继续往前走 很多人都能轻轻松松地 走过十个阶梯 可是当他迈出步伐 将要走上 第十一个阶梯的时候 情况突然逆转 第一个走上 第十一个台阶的人 一只脚 才刚触碰到 第十一个阶梯的平台 立即被一股 强大的力量弹飞 直接摔过原地 而且摔得不轻 看到有人被弹飞 那些准备 踏上第十一个阶梯的人 立即把脚收回来 不敢贸然前行 但还是有几个 自不量力的人 把脚抬出去 结果都一个样 很是悲剧地被弹飞 这是灯云梯 这真的是灯云梯 想不到新生秘境试炼 竟然会出现灯云梯 以我们现在的能力 怎么可能走得过灯云梯呢 大家快看 楚云涵走上 第十一个阶梯了 顾青年也上去了 桑若新原本 跟着楚云涵一起走阶梯 可是当他看到 有人在跨上 第十一个阶梯的时候 被弹飞时 他就不敢再往前了 而是站在 第十个阶梯不动 然而当楚云涵 走上第十一个阶梯 没有被弹飞时 他又鼓起一点勇气 迈出脚步 想要跨上 第十一个阶梯 他喜欢楚云涵 唯有与楚云涵 各方面相差不大 他们才有可能 走到一块 要是两者之间相差太远 那他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楚家 绝对不会接受 一个比楚云涵 弱太多的媳妇 哪怕他是 中州之王的外孙女 也不例外 楚云涵能走上 第十一个阶梯 他也一样可以 就在桑若新 鼓起勇气 迈出步子 跨上第十一个阶梯的时候 结果 却和其他人一样 被强大的力量 弹飞 回到原地 摔得还不轻 怎么会 走在前面的楚云涵 没有理会被弹飞回去的桑若新 继续迈出步子 往第十二个阶梯走去 桑若新不服气 从地上爬起来 继续去走登陨梯 想要追上楚云涵 可是走到第十一个阶梯的时候 他还是被弹飞回来 怎么会这样 人家楚云涵 可这中州第一天才 如今有着圣境的修为 你想跟人家比 别自不量力了 火烈云忍不住损一损桑若新 火烈云 你给我闭嘴 桑若新气恼不已 但他现在 没有心情跟火烈云吵 被楚云涵远远地甩在后面 这让他的心理 非常不好受 楚家对子女的婚姻看重的不是门第 而是天赋 不管你的身份有多金贵 只要天赋不够 楚家就绝对不接受 反之 只要你的天赋够好 哪怕你没有任何的身份背景 也能得到楚家的认可 他是中州之王的外孙女 是桑家的千金小姐 从小天赋就不错 不可能比楚云涵差多少 所以他不能放弃 桑若新没有理会火烈云 继续去走灯云梯 不过 他这一次 在走灯云梯之前 看了一眼已经在第一阶 待了许久的雪凡心 还嘲讽他一句 你应该不会是连第一个阶梯 都走不过吧 雪凡心从一开始 就只站在第一个阶梯 已经待了骑马一刻钟 现在还待着不动 对于桑若新的冷嘲热讽 他完全无视 所有的心思和注意力 全都放在灯云梯上 好好感应 从脚底传来的浮动之力 第一个阶梯的浮动之力 非常的微小 几乎微不可查 如果不用心仔细的感应 根本察觉不到 从他看到这99个阶梯起 直觉以及各种经验告诉他 盲目地走阶梯 绝对是错误的选择 后来不少人被弹飞 他更确定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想要走过这99道阶梯 除了要靠自身的实力之外 其他方面也要注意 至于该怎么注意 他得先把阶梯好好研究一番 才能有定论 凡心为什么站在第一个阶梯不走呢 凡心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咱们跟着他一起待在第一阶梯吧 如果这真的是灯云梯 凭我们的能耐根本就不可能走得过去 所以不必浪费精力和时间了 咱们在这里陪着凡心就行 小伙子 你这话我赞同啊 胖爷跟你一起待着吧 去去去去 你个死胖子 种得像猪一样 别老是挂在我身上 这应该真的是灯云梯 据说学员榜上前一百的人 都没几个能走得过99道阶梯 所以我们恐怕也没什么希望 金正明确定 脚下踩的就是灯云梯时 所以决定放弃挑战 不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而是他有自知之明 以他现在的能力 根本不可能走得过灯云梯 既然不可能 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不过 跟着雪凡心 一直待在第一阶梯也不错 以他对凡心的了解 绝对不可能做那么无聊的事情 难道 第一阶梯有什么选机吗 金正明现在想的 不是如何走过灯云梯 而是好好地研究第一个阶梯 过了没多久 他感觉到脚底下 有一股微小的浮动之力 只是那股力量太小太小 小得极难察觉 只有无比认真感应才能发现 而这浮动之力 会慢慢地从脚底下 传到身体各个部位 使得整个人轻了一点点 那样的轻度 也是很难察觉到的 小金子 你在干嘛呢 史波站的两腿发软 感觉很是无聊 无意中看到金正明 正一脸严肃的样子 于是好奇地问问 想知道我在干嘛 你自己琢磨去 要认真地琢磨 金正明没有直接点明第一阶梯的旋机 但他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史波更加好奇了 于是也认真起来 站在阶梯上不动 好好感应一番 火猎云水莫宁也加入行列 跟着一起琢磨阶梯上的旋机 过了大概两课钟 他们总算是察觉到浮动之力 半个时辰之后 身体隐隐约约轻盈了一些 但那样的轻盈太过微小 几乎没有 其他人看到黄班五人 全都站在第一阶梯里发呆 无不嘲笑他们 虽然有少部分的人 也跟着站一站 但是他们站了半天 都没有任何收获 于是更觉得 黄班的人是在瞎胡闹 登云梯可是要走完九十九道阶梯的 等到顶端才算过 这样站在第一阶 就算站出什么名堂来 也不可能走得过登云梯啊 黄班那些人真是够白痴的 傻站半天不动 难道真被桑若西说对了 他们连第二个阶梯 都踏不过吗 就在众人对黄班五人 冷嘲热讽的时候 雪凡心突然迈出步子 朝第二个阶梯走去 雪凡心在第一个阶梯 站了足足大半个时辰 直到现在 才迈步走上第二个阶梯 但是他到第二个阶梯的时候 又站着不动了 在外人看来 雪凡心只是干站着不动 但只有他本人知道 此时他正一点点地画 阶梯上的浮动之力为己用 刚才在第一阶梯的时候 他感觉到 那里的浮动之力已经吸收到极限 所以才走上第二个阶梯 到了第二个阶梯 浮动之力只是比第一阶强那么一点点 不过变化并不是很明显 就像太阳升起的速度 根本无法察觉 但他确确实实在移动着 当雪凡心走到第二个阶梯时 黄班的其他人并没有急着上去 而是完全吸收了第一阶的浮动之力 才往前去 他们已经发现阶梯上的玄机 所以知道该怎么做 此时不再觉得 站在阶梯上发呆 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因为他们时刻都在努力 吸收阶梯上的浮动之力 在第一阶梯的时候 他们还感觉不到 吸收了浮动之力有什么效果 但是到了第二阶梯 身体的轻盈度开始明显了 就这样 雪凡心带着黄班其他人 在第二个阶梯又站半天 已经站了整整一个时辰都没有动 此时此刻 楚云寒已经走到第十九阶梯 正在努力 向第二十个阶梯前进 只是第二十个阶梯的重力太强了 他站在十九阶上 连脚都很难抬起来 更别说是走上第二十个阶梯了 难怪武风学院上前一百的人 能走过灯运梯的寥寥无几 像他这样的人连上二十阶都难 更何况是其他人 即便他日后实力变强了 再来走灯运梯 也很难走得过九十九阶梯 不经营的成绩 比楚云寒略差那么一点点 此时卡在第十七阶梯 无法再向前走 连楚云寒都无法走到第二十阶梯 更别说其他的试炼弟子了 那些人简直一个比一个惨 九成九的人还卡在第十阶梯 一次又一次的被弹飞 就连桑若新也不例外 他一直都想追上楚云寒 可是连第十个阶梯都上不了 他气呀 桑若新已经是第八次 被第十阶梯的力量给弹飞回来 摔得一身的伤 这让他又气恼又无奈 心情实在是差到了极点 必须要发现一下 所以当他看到 王班那五个人 还站在第三阶梯发呆的时候 就打算去找找他们的晦气 薛凡线 你不是全系十成精纯度的天赋吗 怎么大半天了 还走不到第十阶啊 你那个什么天赋 该不会是假的吧 还有你们皇班的其他垃圾 该不会也和雪凡心一样 连走上第十个阶梯都做不到吧 垃圾果然就是垃圾 废物果然是废物 不管桑若新说什么 王班的人都不理会 因为他们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吸收浮动力之上 只要桑若新 不影响他们吸收浮动之力 他说什么都行 桑若新骂了半天 王班五人没有一点回应 这让他很是气呢 骂得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此时他已经休息够 看到楚云寒还在第十九阶梯 于是继续去追他 王班那些垃圾 怎么可能比得上他的楚云寒呢 所以还是追上楚云寒比较重要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